每天晚上我都跟不同的女人切磋武艺 再随便送她们几辆萨马拉蒂劳斯去撕开着碗 就连上亿的豪宅我也是住一晚换一宫 甚至我家马桶都是纯金打造的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穷的只剩钱 但这样的生活过久了 我也感觉一阵乏味 正感叹人生为何如此无趣 车子发出喷的一声 我下车后就看到一个穿着丑团外卖服的女孩 正满脸惶恐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叮 恭喜宿主遇见自己的女儿 成功激活奶爸选择系 选择一不认女儿奖励宿主唱歌技能 选择二认向女儿奖励宿主除神技能 听到脑海里突然响起了这个声音 我愣住了 震惊的不是脑海中的声音 而是眼前这个绝美的少女 她居然是我的女儿 此时少女连忙向我道歉 我现在没有多少钱 但是我保证一拿到工资就把钱还给你 这是我的学生证 可以抵押在您这里 直到把钱还完为止 乔梦瑶浑身颤抖地拿出自己的学生证 双手恭敬地递给我 我接过学生证 上面盖有中海外国语大学的公章 确实是外国语大学的学生证 我目光落到乔梦瑶的身上 眼神有了亮光 正发愁一复一日的富豪日子过得没几 老天就给我送来了奶爸系统 外加一个女儿 这从未体验过的人生 这种当奶爸的感觉就像是新生了一般 仿佛原本整个灰蒙蒙的世界 突然就有了色彩 我把学生证还给乔梦瑶 尽量让自己说话的语气温和 小姑娘这车不是什么贵车 只是撞到了保险档 我跟这台车的车主是好朋友 他很有钱的 他报个保险就可以了 我去跟他说一声就不用你赔钱 不是什么贵车 乔梦瑶震惊的目光落到车标上 一看这车就不便宜 吩咐完司机我就走回来跟乔梦瑶说的 小姑娘我已经跟车主说好了 他说没事不缺这点钱 他还有急事就先开车走了 司机听完吩咐后 已经十分上道的把毛丝去撕开走了 不太感谢了 叔叔太感谢你和你朋友了 乔梦瑶一边擦着眼泪 一边真诚的感谢道 刚好这回乔梦瑶的工作手机响了 一看是顾客的电话 他赶紧接了 然后态度十分好的说马上送到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挂了电话乔梦瑶就抱歉地看住 叔叔我订单快超时了 我可以先去送单吗 当然可以 我刚好今天有空 你一个大姑娘大半夜还要去送外卖 挺不安全的 叔叔陪你去送吧 我来骑车载你过去 好吧 我点开某度专门给我定制的最先进的地图 把桂园小区两栋的地址输入进去 车辆模式选择摩托车 立马就出现了一条最近的小道 看完小道的走向 我收起手机对乔梦瑶说道 我知道有一条距离桂园小区的进路 可以避免堵车 林叔叔你怎么知道我的订单是在桂园小区啊 林梦瑶震惊地问道 文言我只是拍了拍屁股后面的座位 再不上来的话可就要迟到被扣奖金了 乔梦瑶一听到会被扣奖金 赶紧把头盔戴好坐在我的身后 林叔叔谢谢你啊 可是你没戴头盔 你开车可不能太快了 被扣奖金就扣吧 可不能让你出事了呀 乔梦瑶见我骑车的速度越来越快 赶紧提醒他 别担心你林叔叔我车技牛掰得很 我爽朗的大笑出声 这话不是吹牛 我的摩托车车技当年真的是称霸一条街 林叔叔带你飞 睁开眼睛看着别怕 乔梦瑶从最开始的害怕恐惧 到后面放声大喊 哎呀呀太爽了 感觉把不开心全部都丢掉了 我这波操作溢出来 围观的路人直接忍不住惊呼 房门打开 是一个三十岁秃顶邋遢的矮胖男人 矮胖男人没接外卖 骂骂咧咧的说道 怎么才送来我都要饿死了 你知不知道我一分钟赚多少钱 就因为你没把我的外卖准时送到 你知道你耽误了我赚多少钱吗 乔梦瑶脸上的真实笑容瞬间收敛 换上了打工人的职业假笑 不好意思我没有迟到 如果下次您着急的话可以提前订 矮胖男人怒了 提前订老子饿了就订 为什么还要提前订 老子第一次点外卖还需要你来教 你是什么东西 不过就是个底层猪 你这辈子都是最底层的东西知道吗 好好反思一下你的态度 把外卖送到我房间里去 不然我就不接外卖 等到你超市赔钱 我还要投诉你 让你老板扣光你的工资 矮胖男人在说这话的时候 目光扫过乔梦瑶的脸 眼神里有过一闪而逝的贪欲 乔梦瑶深吸一口气 忍着自尊心破碎的说道 这位先生 我只负责送外卖送到门口 不负责送到家里 请拿一下你的外卖 矮胖男人一把就打开 乔梦瑶递过去的外卖 冷冷地说道 这外卖都被你扔到地上 我还吃个屁 我现在饿了 必须要吃东西 你去厨房给我做饭 要不然我就投诉你乱扔顾客的外卖 态度还十分恶劣 我看到时候哪家外卖公司还敢供你 乔梦瑶被气得浑身发抖 颤抖着手指着地上的外卖袋子 那是你自己打掉的 不是我 你有证据吗 男人阴冷地笑道 赶紧给我进来做饭 做完饭菜才准走 说着矮胖男人就要去拉乔梦瑶的手 只是他的手还没碰到乔梦瑶 就被一只强劲有力的手扣住了手腕 紧接着他整个人都被扔进了门里 摔倒在地上 他惊恐又愤怒地从地上爬起来 怒气冲冲地骂倒 你谁啊 别特么多管闲事 信不信我现在就报警 我慢条斯理地从口袋里拿出一面白色的方巾 然后擦了擦缸 才碰过矮胖男人的五根手指 最后特嫌弃地把方巾 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 才冷冷地扫向矮胖男人 报警 我冷淡地开口 我已经报警了 从你开始对这位外卖员人格侮辱以及威胁开始 我就已经报警 根据龙国第246条的法律规定 公然侮辱他人人格 已经构成犯罪 属于侮辱罪 应与立案 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根据龙国第293条的法律规定 威胁恐吓他人做事 已经构成恐吓罪 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虚意或者管制 根据龙国 我后面的话还没说完 矮胖男人已经被吓得彻底傻眼了 我错了求求你别报警 我给好评 外卖确实也是我自己打掉的 我认错 矮胖男人被吓得立马换了脸色 赶紧拿出手机 快速地在某团软件上点击确认收骨 并且给了五星好评 做完这一切后 他还主动地把手机递给我看 我没看 矮胖男人赶紧递给乔梦瑶看 乔梦瑶看完后对我点头 我拉着乔梦瑶的手转身就走 下了楼转过弯后 乔梦瑶满脸震惊地望向我 颤抖着声音问道 林叔叔你真的报警吗 你希望我报警还是不希望 我把问题抛回去 我这回的心情很糟糕 终于明白 为什么乔梦瑶会说之前过得不快乐 虽然说不是每个点外卖的 客人的态度都这么差 但是每天送外卖的 难免会碰上几个态度差的顾客 而且还有侮辱人格的 甚至还有想动手动脚的 是我早就被气炸了 越想越生气 越生气脸色越发的黑沉 林叔叔你拽痛我了 乔梦瑶赶紧惊呼出声 手腕上传来的痛 痛得她好看的袖眉都皱在了一起 我放开了她的手 转过身双手放在她的肩膀上 十分严肃地看着她 这看得乔梦瑶心里有些发寒 林叔叔你不要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 我怕乔梦瑶慈白的小脸上全是巨影 我这回很生气 真的很生气 你看到女儿这副忍气吞声的模样 我更生气 但是我更怕吓到女儿了 我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 尽量让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 表情与气都柔和一些 姚姚你是一个人 你应该受到所有人的尊重 别人不尊重你 甚至敢欺负你 你就应该拿起我们手里的法律武器 捍卫我们的正当权利 我们身而平等 没有谁可以欺负我 对方做错了事 不是对方求我们原谅求我们放过 我们就一定要放过她 对方做的事让你受委屈了 让你不舒服 你就可以不原谅她 必须要让她为她的行为付出代价 所以我肯定是报警了 我还录了音频 我已经把音频转发给我的警察朋友 他们会处理好这件事 乔梦姚猛啊 从来都没有人这么教育过她 从她出生到现在 听到最多的就是大姐告诉她的 在外面做事要忍 不要跟人起冲突 否则受伤的肯定是她 在学校里被人欺负了 也要忍着不要告诉老师 否则会被欺负的更狠 她没想到 一个她刚刚认识不到半个小时 不仅帮她解决了撞了豪车问题 还带她飙车享受快乐 而且还在骂她的顾客面前 帮她反击的大叔 会对她说出这样一番话 这番话听着感觉很有道理 大家都是第一次做人 凭什么被欺负了还不反抗 凭什么别人欺负她 让她不爽啊 就一句简单的原谅求放过 就要原谅对方放过对方 林叔叔说的真的一点都没错 虽然听着跟大姐教育她的话 男员悲着 但是林叔叔这话听得她真的很痛快 她很想认同 林叔叔你说的没错 可是我大姐说过 在外面做事凡事都要忍 不忍的话就会出大事 大姐还给我举了很多的例 比如两个人在火锅店里 因为一点小事一方没忍住 另外一方也没忍住 然后导致双方在火锅店里大打出手 最后一个进了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一个因为故意杀人进了监狱 两个家庭直接垮了 我微微一叹 拍了拍她的肩膀 维护我们自己的权利 不是一定要跟对方干假 而是要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 听过一句话吗 人若被人欺 马若被人欺 正说着我的手机响了 拿出手机一看 是警察朋友打来的 我对乔梦瑶说道 叔叔去接个电话 你好好的想一下叔叔说的话 乔梦瑶呆萌萌的 乖巧的点着小脑袋 我见他乖巧的样子 目光又柔和了一些 然后走到一旁接了电话 老林事情已经解决了 有你的音频在 这小子也公认不会 对了老林 你今儿个怎么出现在这个安置小区了 还跟这样一个人起了冲突 那个女孩是谁啊 正平连猪炮似的发问 我看了一眼乔梦瑶那边 我已经很久没生气了 这次是真的被气到 现在我算是体会到了 正平他们为自己家的孩子 头疼的心情 我有女儿了 你说什么 你有女儿了 你开什么玩笑 有女儿还是有女人了 我这边还有事先不说 这次谢了 下次请你们吃饭 挂了电话后 第一次当奶爸的我 陷入了思考和自我反省中 这小家伙正对着一面墙面 这是在面壁思过吗 还真的很可爱啊 我无奈地勾唇笑了笑 不知道孩子的妈到底是谁 我真的很期待见到孩子妈 林叔叔 乔梦瑶忽然脑袋一灵光就想明白 转过头就兴奋地朝着我跑来 跑到我跟前的时候 他又赶紧收敛住自己的兴奋 小心翼翼地望向我 林叔叔 我知道你说的那些话的意思 就是我们被欺负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忍着 不是说直接跟对方干假 而是拿起法律的武器 正当地维护自己的权利 要做一个理智又自尊自爱的人 这样别人才不敢随意地欺负 对不对 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乔梦瑶笑得满脸开心 像个小孩子突然做对了一道难题 要大人的夸奖和表扬一样 很可爱很生动 我没忍住 伸手捏了捏他白嫩的小脸 笑着说道 看来你这小脑壳也不笨 那当然了 我可是很聪明的了 被夸赞了的乔梦瑶笑得很开心 你刚才说你有个大姐 这个大姐怎么给自己女儿 灌输这样的香味 必须得喊出来聊聊天才行 说起大姐 乔梦瑶脸上的神色 变得柔和了起来 眼神里有崇拜的光芒 大姐很厉害 大姐考的是中海大学了 虽然我和大姐是多胞胎姐妹 但是大姐就是比我聪明 比我懂事 比我学习成绩好 我被震惊到了 站直了身子问道 你和你大姐是多胞胎姐妹 一开始听到大姐 我还以为是双胞胎 现在听这话里的意思是说 我不止两个女 而是有好几个 说到这个事 乔梦瑶十分骄傲地点头 我家是五胞胎 我听到这句话差点没占过 乔梦瑶眼疾手快地赶紧将我扶住 眉眼弯弯地笑着说道 林叔叔你也被震惊到了吧 别人知道我们家是五胞胎的时候 不是被震惊地撞到了脑袋 就是被震惊地呛住 你的反应已经是很好的 我浑身都颤抖了 天啊五胞胎 十九年前有个女人为我怀孕 十八年前这个女人给我生了五胞胎 一胎五宝 我有五个亲生的孩子 这简直是比我做成功了一百亿的项目 还要让我高兴 梦瑶 能跟叔叔说说你的这些兄弟姐妹们吗 叔叔确实从来都没听说过五胞胎 我尽量让自己的情绪保持稳定 但是真的稳定不下来 五个孩子啊 我拉着乔梦瑶找了小区的一处长椅坐下 正想好好地跟他聊聊 乔梦瑶的肚子却唱起了咕噜噜 我本来准备带他出去吃 乔梦瑶却拿起手机点好了外卖 很快外卖就送到了我们手上 我看着从来都不会出现在我眼前的饭盒 在我眼里也变得不是那么的低廉 反而让我觉得很有亲切感 乔梦瑶看到我接了饭盒还表示要吃 他心里的那点怯弱又消失不见了 瞬间就转为了更快乐的笑容 跟我说的话也更多了 他一边打开自己的饭盒 一边坐在椅子上 两条腿欢乐地晃荡地说 今天是周六 我没课所以我跑得比较多 从早上六点开始跑 到现在我应该赚了三百二十块 我听到这里心惊 女儿从早上六点开始跑单 到现在凌晨十二点 一整天的辛苦跟多劳累 才赚了三百二十块钱 这让他笑得这么的开心 我的目光落到手里的廉价饭盒上 拿起筷子大口地吃下 饭太阴肉不新鲜 跟我以往吃的精细饭菜 完全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我妄想坐在身边的乔梦瑶 他这回吃得很开心 我收回目光 连续吃了好大口饭盒里的饭菜 叔叔看来你也饿了 那你多吃点 我不太饿 我的这些肉给你吃 乔梦瑶见我连续吃了好几口饭菜 笑着把自己饭盒里的牛肉 夹到我的碗里 叔叔确实饿了 女儿给自己加菜 这意义非凡 我的眼眶已经泛红 自己在挥霍金钱的时候 女儿却在冷风中 起早贪黑地送外卖 我今天赚了三百二十块 明天再跑一天 我就攒够钱给大姐买台电脑了 为什么是给大姐买电脑 不是给你自己买的 因为大姐的专业需要用到电脑 我的专业不用电脑 而且大姐有电脑后 就可以更好的用脑力赚钱了 不用像我这样 只能靠体力赚钱 你妈妈呢 女儿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地赚钱 现在凌晨了还在外面送外卖 只是为了给大女儿攒够钱买电脑 而且女儿这会儿才吃晚饭 估计之前都是饿着肚子送外卖 想想我就特别的心疼 女儿都要这么拼命地赚钱 那生了五胞胎的孩子妈 岂不是过得更辛苦 想到这里我就特别的自作 如果早点知道他们的存在 我就可以早点把孩子妈和孩子们 接到身边好好照顾 哪里需要让他们吃这么多的苦 想到这里 我一个快笨似的男人眼眶红了 热泪也滴落在筷子上 都说男人有泪不轻弹 只是味道情深处 说到妈妈 乔梦瑶脸上的笑容瞬间凝结 晃动着的两条小腿停了下来 搭了下小脑袋 美眸里全都是哀伤 声音都哽咽了 我妈妈已经去世很久了 去世了 我震惊地望向乔梦瑶 为我生了五胞胎的女人竟然去世了 而且还去世很久了 难道这么多年来 孩子们都是自己养自己的吗 乔梦瑶忽然又抬头望向天空 眼神坚定的 我相信我妈妈肯定没有死 她还活着 只是活在一个我看不见的地方 小姨他们至今都未找到妈妈的尸体 所以他们五个都认为妈妈没死 肯定还活着 我颤抖着手 安慰地拍了拍女儿的肩膀 对 你妈妈肯定还活着 我肯定地点点头 也不知是安慰她还是安慰自己 你妈妈叫什么名字 能告诉叔叔吗 我妈妈叫乔冉 小乔的乔 熏冉的冉 听到这个来自回忆里的名字 再次深深地震惊 我激动地抓着乔梦瑶的手臂 你妈妈叫乔冉 乔冉是我的青梅竹马 只是在我19岁那一年 乔冉家举家搬迁后 就再也没联系过 我也没找到联系她的方式 所以至今我都没见过乔冉 更没从两人共同的朋友那里得到联系方式 可我没想到 给我生了五胞胎的女 竟然是我的小青梅乔冉 怎么可能 我和乔冉从未有过那方面的事 难道是那一次 那年乔冉从部队回来 我给她接风洗尘 那晚我俩喝的都有点多 我刚好被笑话甩了 心情郁闷然后就喝多了一些 我记得那会乔冉还特哥们地跟我说 林哥哥失恋了不可怕 大不了我给你做半天的女朋友 我忘记自己回了什么话 第二天早上 我醒来就看到乔冉在房间里弄早餐 我以为我酒后乱性了 正想问问乔冉 乔冉却说 昨晚开了两个房间一人一间 让我别想太多 我当真就没有多想 如今再回想 我记得那天早上 乔冉走路的时候有些不正常 但是当时乔冉跟我解释的是 他出去买早餐的时候一不小心崴脚 导致走路有些不对劲 现在再次回想起来 我哪里还能不明白 我那晚是真的跟乔冉那傻了 而且估计还很生吗 乔冉给我生了五胞胎 却没告诉我 是因为觉得我不喜欢他吗 觉得我不会对他负责吗 当年的我在感情上 确实是花花公子 还没成年 就谈过一只手都数不过来的女朋友 成年后 谈过的女朋友加起来能有一个加强脸 只是乔冉竟然已经去世了 这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的结局 当年的那个小青梅 那个行我林哥哥 说要给我当半天女朋友 却悄悄地给我生了五胞胎的青梅竹马 居然去世了 我深吸一口气 看向我们共同的女儿乔冉瑶 而这回乔冉瑶也十分惊讶地望着 林叔叔你认识我妈妈 我十分正式地点头 叔叔不仅认识你妈妈 而且叔叔还有一件重大的事要告诉他 乔冉瑶惊喜 叔叔你真认识我妈妈呀 那我们还真有缘分 你要跟我说什么 我是你爸爸 乔冉瑶瞬间震惊地望着林佑 林叔叔 你 你说什么 他震惊的舌头都打结了 说话都不理所了 梦瑶 我是你的爸爸 你的亲爸爸 我也是见到你之后 觉得你跟你妈妈很像 然后得知了你妈妈的名字后 我就更加确定 你是我的女儿了 她本来是想先慢慢地 进入到女儿的生活中 然后带着DNA亲子鉴定报告 再告诉他们 她是他们的爸爸的 但是这会儿 得知孩子妈乔冉 竟然已经去世了 而且还去世很久了 她就再也不想等了 这一刻 她就要认女儿 她和乔冉共同的女儿 爸爸 林叔叔 你真的是我的爸爸吗 我感觉自己 就像是在做梦一样 说着 乔梦瑶还去掐自己的大腿 掐了之后 痛得她跳了起来 这是现实 我不是在做梦 可是 林叔叔 你怎么确定 你是我爸爸呢 我听我小姨说 我妈妈已经去世17年了 爸爸看你第一眼 就感觉到你是我女儿 19年前 爸爸和你妈妈有过一段缘分 只是后来你妈妈家举家搬走了 爸爸没了你妈妈的消息 才导致我们错过了这么久 乔梦瑶想到什么 说道 小姨确实跟我说过 外婆家在19年前 从乡省少市举家搬到了帝都 小姨 是不是乔木秋 林又问道 她记得 乔冉有个亲妹妹 叫乔木秋 19年前 她和乔冉18岁的时候 乔木秋还很小 当时应该是9岁 现在乔木秋应该是28岁 已经长大成女人了 乔梦瑶一看 林又连她小姨的名字 一下子就说出来了 她立马兴奋地点着小脑袋说道 嗯嗯 是的 我小姨确实是叫乔木秋 林叔叔 啊 我们明天可以去做一个 DNA亲子鉴定吗 虽然说我相信林叔叔说的话 但是我还有一个姐姐 两个妹妹 一个弟弟 我怕他们不相信 当然可以去做 现在爸爸就带你去 乔冉给她生的五胞胎 是四个女儿 一个儿子 儿女双全 乔冉真是的 是她林家的大功臣 只是 她怎么也没有想到乔冉 竟然在17年前就去世了 曾经只可追忆 未来 她会亲近所有的好 给他们俩的儿女 把儿女都栽培成才 让乔冉 在天堂也是笑的 她现在的心情 其实很沉重 但是 看到女儿 又得知还有三个女儿 和一个儿子 她又觉得多了一份温暖 以及责任 因为人 还是得朝前看 林叔叔 我们现在去做DNA亲子鉴定吗 可是 现在已经凌晨了 亲子鉴定机构 应该已经下班了吧 乔梦瑶说道 林又见乔梦瑶 还不叫她爸爸 还是喊林叔叔叔 她虽然有些急 但是也没催促 毕竟 她是因为有系统的存在 所以确切地知道 这是她的女儿 而乔梦瑶 却没有看到 确凿的证据证明 她是她的爸爸 所以 她没立刻喊她喊爸爸 她也能理解 林叔叔有认识的人 在亲子鉴定机构上班 林叔叔给她打个电话 让她来开门 林叔叔 你真厉害 认识这么多朋友 林又宠溺地摸了摸她的小脑袋 然后走到一边 给中海司法 亲子鉴定中心的院长 打去电话 林董 这么晚给我打电话 是有什么事吗 院长态度十分的热情 即使她这会儿 被电话吵醒了 她也没有半点的脾气 因为林又是 他们公司的大董事 来一趟闭波路的门店 我要做一份 亲子鉴定报告 院长内心十分震惊 林又要做 亲子鉴定报告 难道 林又有孩子了 天哪 林氏投资集团 可是万亿市值的 超级巨无霸大集团 至今为止 从未听说有继承人 无数的女人 都想爬上 钻石单身汉林又的床 却屡屡战败 没想到 她立马就可以 亲眼见证一桩奇迹 不知道这次 为林又怀上孕的女人 是谁 竟然急上天 所有的宠爱于一身 不仅睡了林又 而且还怀了林又的孩子 牛 院长立马说道 好的 林董 我十分钟后到 林又挂了电话 而此时 乔梦瑶也在家人群里 发了消息 乔梦瑶 at全体人员 我找到爸爸了 虽然还没有拿到 DNA亲子鉴定报告 但是 她的第六感觉告诉她 林又跟她说的 都是真的 她真的是林又的女儿 难怪她看到林又后 所有的事情 都一路顺畅 林又真的是 她的幸运心啊 应该说 爸爸是她的幸运心 发完这条消息后 乔梦瑶看向林又 见她正朝着她走来 她关了手机 也朝着林又跑过去 瑶瑶 爸爸现在带你去 司法亲子鉴定中心 距离我们这里不远 林又说道 那我们打车过去 还是骑摩托车过去 乔梦瑶兴奋地问道 丁 恭喜宿主面临选择 选择一 跟女儿说打车过去 并且摊排自己是 万亿富豪的事 奖励宿主酷炫舞台风技能 选择二 跟女儿说 骑摩托车过去 并且隐藏万亿富豪的身份一周 奖励宿主高等数学技能 看着这两个选择 一个是酷炫舞台风技能 一个是跟学习有关的 高等数学技能 如今 她只想当好孩子们的爸爸 酷炫舞台风技能 对她来说 有些过于浮夸了 反倒是高等数学技能 对她来说 确实不错 因为她高中毕业后 就直接出来打工了 而且上学的时候 她也不爱读书 导致学习成绩并不好 如今 她有了儿女 她肯定是希望自己的孩子们 能好好读书的 而且 她一直缺席孩子们的生活 直到现在才出现 虽然孟瑶女儿很认可她 但是 不代表其他的孩子会认可 她这个除了钱 别无她长的爸爸 所以 她如果能在作业上 辅导孩子们的话 那不仅会增加 她和孩子们的话题 而且还会塑造出 她是一个学霸爸爸的好形象 当即 她心里就有了选择 她对乔梦瑶说道 瑶瑶 你的摩托车在这里 我们摩托车过去 大概15分钟能到 丁 恭喜宿主做出选择 奖励宿主高等数学技能 请问宿主 是否选择激活此技能 激活 当即 大量的关于高等数学中的函数 公式 定律等等 晦涩难懂的知识 全部一股脑地 输入到了她的脑海里 5秒过后 她再次睁开眼睛 她发现 世界有了十分明显的变化 但凡她看到的事物 脑海里都会出现 她的分子结构时 看到梦瑶女儿的摩托车 再想到司法亲子 鉴定在碧波路分店的位置 她立马就可以精准地计算出 起摩托车 从这里到分店的时间 甚至包括堵车 不堵车的情况 都可以快速地在脑海里 做出最精准的分析 13分钟28秒 就可以抵达 这种感觉 简直是太神奇了 这 就是学霸的头脑吗 跟以前真的太不一样了 以前签单的时候 算一笔买卖 能赚几个亿 它都需要用计算器来算 现在 直接新算 就能秒算出来 这 简直是太爽了 恭喜宿主成功激活 高等数学技能 请宿主记得 隐藏自己万亿富豪的身份一周 我可以给我的孩子们用钱吗 当然可以 不过一次不能超过一百万 懂了 不立刻跟孩子们 摊排自己的身份 也是他之前所想的 所以 他不觉得这有什么难的 因为他也想体验 女儿们曾经过的日子 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 女儿们的一些所作所为 以及和他们有共同的语言 否则 女儿说 这个苹果十块钱一斤 好贵啊 他反而还觉得便宜 然后一脸平淡 气氛就会变得很尴尬 他和女儿 就不会再同一道频道上 又或者 女儿们每天聊的最多的话题 是柴米油盐 肥皂剧等等 而他每天聊的话题 是控股 什么行业 最具有投资前景 等等完全不同的话题 以及当女儿觉得 一天赚到320块钱 高兴地像个小孩子一样的时候 他却觉得 320块 还不够他喝一瓶水的 然后没有和女儿产生快乐的共鸣 没能继续聊下去 没夸赞女儿优秀 会导致气氛很尴尬 这些事情日积越累 多了之后 会导致他和女儿们之间的代沟 越来越大 最后 甚至出现无法想象的鸿沟 那不是他想要的未来生活 他想要的是 女儿们欢快地成欢在他膝下 他可以跟女儿们 成为最好的 最亲密的朋友 林叔说 我感觉你有些不一样了 乔梦瑶推着摩托车过来 有些好奇地望向林佑说道 林佑笑着问道 是不是更帅了 可以这么说 乔梦瑶认真的点头 他发现林佑的身上 多了一种从大姐身上看到的 那种学霸的自信的光环 林佑宠溺地揉了揉他的小脑袋 然后说道 哎 爸爸骑车 你坐在后面 记得抱紧爸爸的腰 嗯嗯 乔梦瑶乖乖地点头 一路骑车 来到中海司法亲子鉴定中心 碧波路分店 院长徐广良 已经再次等候 当他看到林佑骑着摩托车 载着一个女孩过来的时候 直接震惊地 眼睛掉在了地上 整个人差点摔倒 还好他及时地扶住了旁边的柱子 捡起了眼镜 重新戴上 天哪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林董这是故意扮穷 然后骑摩托车泡妞吗 然后 遇到了真感情 他的目光 落到林佑身后的女孩身上 女孩穿着的衣服 虽然一看就不名贵 而且还戴着大大的写着美团字样的安全帽 但是 女孩笑得很纯真 跟那些打扮的花枝招展的绿茶 或者白莲花 又或者商界妖娃女精英 完全不是一个款 而且下车的时候 林佑还很贴心地 给女孩把安全帽的扣子松开 把安全帽取下来 女孩也还以林佑甜甜的笑容 这甜蜜的温馨的一幕 看得他这个老头子 都感觉被塞了一波狗粮 他内心疯狂地在尖叫 他懂了 退去了金钱和名利的爱情 才是真的爱情啊 林董太厉害了 用这样的方式 和女孩谈恋爱 这样谈到的 肯定是真正的恋爱 而不是看中他的钱财 地位的拜金女 高 林董找女人的这招太高了 而且 一看这个女孩 就是18岁的样子 刚进入大学的大学生 刚从高中象牙塔里 步入大学的大学生 最是纯真了 确实是最好的妻子人选 而且 这个女孩的颜值 也是超高 妥妥的一枚笑话 真不愧是从白手起家 到身家万一的巨富 挑选妻子的方式 就是格外的不一样 佩福 佩福 他刚准备走过去 喊林总 他的手机低了一声 拿出来一看 是林佑发来的短信 内容是 不要曝光我的身份 看到这条短信 他立马就收了手机 然后特上道地走过去 热情地喊道 林兄弟 我今晚刚好在这里加班 走 外面风大 里面请 进了鉴定中心后 乔梦瑶发现 这里灯火通明 每个岗位上 都有人在认真的值班 完全看不出来 这是已经凌晨的公司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 白天正常上班的情况 而他不知道的是 这些人其实在下午六点 就已经下班回家了 但是林佑给院长 徐广梁打了一通电话 立马徐广梁 就把所有员工 全部喊到了岗位上 因为 这可是 林佑的亲子鉴定 是比首富王健健 还要牛逼地存在的 亲子鉴定 那必然是要用最高的规格 郑重对待 林兄弟 这位是我们这里 最著名的妇产科女医生 在给孕妇进行 羊水穿刺 替绒毛组织方面 是最专业的 绝对无疮 对孕妇没有任何的伤害 徐广梁对林佑介绍 她重点喊过来的 妇产科女医生 现在的科技很发达 即使孩子还未出生 在孕妈的肚子里 也是可以做孩子 和爸爸的亲子鉴定的 通过羊水穿刺 提取绒毛组织的方式 进行DNA亲子鉴定 乔梦瑶的小脸红了红 那个 她不是孕妇啊 她眨巴着水润的毛子 求助的望向林佑 林佑也没想到 会闹出这么一个大乌龙 她咳嗽一声 宠溺地揉了揉 女儿的小脑袋 然后对徐广梁说道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女儿乔梦瑶 梦瑶 这是徐广梁叔叔 我是做我和我女儿的 DNA亲子鉴定 女儿 徐广梁震惊 不是女朋友 是女儿 天哪 她搞了个大乌龙 完蛋了 林董要生气了 林董一生气 她院长的位置不保了 吓得她 浑身出了一层冷汗 立马补救地说道 林兄弟 厉害 对不起 是我的错 我真的没想到 这位乔小姐 是你的女儿 我这就让护士 给两位采集血液 血液验证 是最快也是最准确的 DNA亲子鉴定方法 徐广梁连忙换来女护士 给林幼和乔梦瑶抽血 然后亲自去鉴定室 做这份亲子鉴定 徐广梁走后 乔梦 朝林幼吐了吐舌头 软下了肩膀 然后有些疑惑地说道 林叔叔 我怎么觉得 刚才那个许叔叔 知道搞了个乌龙后 在害怕地发抖啊 她很怕你 林幼拉着乔梦瑶 来到蓝色的座椅去坐下 笑着说道 有吗 我怎么没发现 难道是我看走眼了 可能是她有抖动症 林幼说道 可能吧 乔梦瑶认同地点点头 要不然 许叔叔为什么会 因为搞了个乌龙 就害怕地发抖吗 一般人 搞了个乌龙的话 应该是觉得尴尬 不会害怕地发抖 嗯 应该是爸爸说的 许叔叔有抖动症 才发抖的 徐广梁 因为之前搞了个大乌龙 所以这次特别地 卖力用心 不出20分钟 就给林幼送来了 两份亲子鉴定报告单 一份给林幼 一份给乔梦瑶 虽然林幼通过系统 早就知道结果了 但是 看到这张热乎的 亲子鉴定报告上 写着她和乔梦瑶 实实在在的是妇女关系后 她特激动地转身 一把抱住了乔梦瑶 乔梦瑶这会儿 也看完报告了 知道自己真的是 林幼的亲生女儿 她也激动地 紧紧地回报着林幼 爸爸 两个字直接脱口而出 大声地喊了出来 哎 再叫一声 爸爸 哎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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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梦瑶越喊越兴奋 最后兴奋的眼泪 都掉下来了 天知道 这么多年来 她多想有爸爸妈妈 但是 在他们还没有记忆的时候 妈妈就去世了 从小就没有爸爸妈妈 在身边的她 特别地渴望父爱 母爱 现在终于让她见到了爸爸 而且 爸爸还对她特别地好 她好了 太棒了 林幼用手背温柔地 擦掉她的眼泪 然后柔声说道 瑶瑶 以后你们五姐弟的生活里 都会有爸爸 爸爸会一直陪着你们到永远 爸爸 你结婚了吗 乔梦瑶也超级希望 爸爸能够陪着他们到永远 但是想到爸爸的年纪 她又有点担心 爸爸已经结婚了 林幼知道 小丫头心里想的是什么 所以她给她吃了颗定心丸 爸爸没结婚 而且 目前也没有女朋友 更没有除了你们五姐弟以外的孩子 乔梦瑶得知这个消息 超级开心 爸爸 她好了 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姐 三妹 四妹 和五弟 说着 乔梦瑶就兴奋地拿出手机 打开家人群 然后看到群里的消息爆满了 都是在edit她的 乔诗涵 at乔梦瑶 瑶瑶 你找到爸爸了 乔楚雪 at乔梦瑶 早点回来 别被骗了 乔楚夏 at乔梦瑶 听大姐的话 早点回来 现在外面的骗子太多了 你又那么单纯 乔梦瑶正准备把DNA亲子鉴定报告发在群里 告诉他们她真的找到爸爸了 但是想了想 她又觉得亲眼让他们看到爸爸 以及看到手里的这份刚出炉的热乎乎的亲子鉴定报告 更加有说服力 也更加的惊喜 一想到 大姐 三妹 四妹和五弟 看到爸爸后的惊喜表情 她就忍不住充满了期待 丁 恭喜宿主做出选择 认下自己的女儿 奖励宿主除神技能 请问宿主是否 现在激活此技能 激活 声音刚落下 大量的关于食材品类 食材搭配 以及食材的烹饪方法 火候把控 刀弓等等 关于厨师的知识和技能 一股脑地输入到了灵诱的脑海里 十秒钟过后 灵诱睁开双眼 看到眼前玻璃茶几上摆放的一盆薄荷 就想到了薄荷的食用价值 薄荷可以做薄荷茶 还可以和绿豆一起用来煮汤 是很好的解暑神器 还可以包薄荷粥 以及做薄荷柠檬蜜等等 真不愧是系统奖励的厨神技能啊 就是牛逼 以前的他 只听说过薄荷糖 就连薄荷是一种花草 他都不知道的 更别说薄荷的这些食用价值了 爽 有了厨神技能在手 以后 他就可以亲自下厨 给孩子们做饭菜了 现在的他 在吃的这方面 他已经可以说是大师了 帝都和平饭店的最顶级 掌勺主厨做的红烧肉 拥有世界最顶级西餐厨师味道的 迪拜七星 急帆船酒店的煎牛排等等 他都吃过 在做饭方面 说实话 他连菜刀都不知道该怎么拿着切菜 现在 掌握了厨神技能的他 感觉只要菜刀在手 就没有他不会做的菜 这种感觉 太棒了 爸爸 我们走吧 乔梦瑶收好手机 然后把DNA亲子鉴定报告细心地折叠好 放进自己背的小书包里 就仰面甜甜的望向林佑 林佑把鉴定报告 放进牛皮袋里 点头 好 走 徐广良远远地见林佑和乔梦瑶妇女团聚后要走 他连忙笑着走过来 恭贺地说道林兄弟恭喜恭喜 谢谢 许叔说 这次鉴定费用是多少钱 乔梦瑶一边问 一边打开自己的支付宝 准备买单 徐广良愣了一下 然后立马一击 笑着说道 你爸爸已经在微信上把钱转给我了 不用再给了 这家鉴定中心就是林佑投资的 自家人收自家人的钱 给他一万个胆子 他也不敢收林佑的这笔鉴定费啊 林佑也没想到 女儿竟然想自己出这笔鉴定费 想到女儿辛苦一天才赚三百二十块钱 却在鉴定费这件事上主动地掏钱买单 让他有种被女儿宠到了的感觉 这么多年了 跟女人出去 女人们都会等着他买单 这还是头一次 有人会抢先一步给他买单 老话说 女儿都是爸爸贴心的小棉袄 这话说得真没错呢 真难兴 他宠溺地摸了摸女儿的小脑袋 笑着说道 下次在外面 爸爸买单 爸爸养你们五姐弟的钱 还是有的 嗯嗯 乔梦瑶十分给林佑面子的乖乖点头 心里想的则是 爸爸赚钱也不容易 他们现在已经成年了 可以自己赚钱了 当然不能总是花爸爸的钱了 这些年 爸爸没在他们身边 他们也没在爸爸身边 而且 爸爸到现在都还没结婚 也没其他的孩子 更没有女朋友 说明 爸爸这些年过得也不好 他们现在找到了爸爸 以后就要好好地孝敬爸爸 五姐弟 徐广梁惊呼出声 然后下一秒 他恨不得咬掉自己的舌头 自己的嘴巴 怎么这么欠抽啊 震惊也不用喊出声音了 林总该生气了 毕竟这五姐弟里面 肯定有好几个都不是林总的亲孩子 他怎么就这么嘴笨呢 就在他以为林佑会给他一个警告的眼神的时候 却不料 林佑揽着乔梦娘的肩膀 特骄傲自豪地说道 嗯 孩子妈给我生了五胞胎 四个女儿 一个儿子 好了 老许 时间很晚了 我和我女儿就先走了 今天那是谢了 说完 林佑就带着乔梦摇走了 徐广梁看着林佑离开的背影 直接震惊的 眼珠子都差点掉在地上了 天哪 天哪 是五胞胎 五个孩子 都是林总的 林总的老婆 给林总生了五胞胎 直到现在 才带着女儿来认林总 现实版的总裁夫人代求跑 19年后 带女儿回来认店 爹已经成了身家万亿的无敌富豪 比首富王健健 还要牛逼的存在 生活比电视剧 还要精彩啊 林总 牛逼 我愿尊林总为神 真不愧是白手起家 只用了短短十多年的时间 就坐上万亿身家的 巨富位置的男人 连子嗣都异常地强大 五胞胎 好家伙 他还是第一次听到五胞胎 牛牛牛 叮叮叮 乔梦摇的手机响了 上面显示的来电是大姐 爸爸 大姐给我打电话了 我接一下 好 乔梦摇接起电话 一记温和好听的声音传来 瑶瑶 现在到哪里了 快到家了吗 大姐 我刚忙完 就准备回家 大概二十分钟后到家 好 注意安全 嗯嗯 在外面别被人骗了 爸爸的事 你先回来 我们再细谈 暂时别跟那个男人说太多的话 乔梦摇抬头笑眼 弯弯地望向身边的林佑 他超想说 我没被骗 这真的是爸爸 但是想到 本会儿要给大姐他们的惊喜 他又忍住了 说到 大姐 我要骑车了 不说了 嗯 开车注意安全 好的 挂了电话后 乔梦摇朝林又可爱地吐了吐舌头 爸爸 虽然大姐他们还不相信你是我们的爸爸 但是等会儿我们回家后 他们亲眼看到爸爸你 再看到我们今天拿到的权威司法机构 出具的DNA亲子鉴定报告 他们就会认爸爸了 他可期待这一天的到来了呢 现在终于等到了 上天对他太好了 好希望妈妈也真的还活着 拜托拜托 妈妈一定要还活着哦 林又能理解 然后他一边把摩托车掉个头 一边问道 瑶瑶 你现在是住在学校宿舍里 还是住在外面的租房里 他没上过大学 不知道大学生住宿舍多一些 还是租房多一些 爸爸 我和大姐 三妹 还有四妹 住在小姨给我们买的房子里 然后弟弟是住在学校的宿舍里 小姨给你们买了房子 林又微微有些惊讶 嗯 乔梦摇开始跟林又说起 他们小时候的事 以及乔木秋给他们买房的事情 林又听完后 再一次震惊 原来 当年乔冉因为未婚怀孕的事 跟乔爸爸闹掰了 乔冉和乔爸爸 两人的脾气都很倔强 大吵一架后 乔冉回了部队 最后 是在军中闺蜜的帮助下 乔冉生下五胞胎 然后因为要赚钱养家 乔冉得重新回部队工作 所以 五胞胎就寄养在闺蜜的妈妈家 闺蜜的妈妈 把五胞胎当亲孙看待 但是在乔冉生下五胞胎一年后 乔冉和他的闺蜜 在一起危险的任务中 坠机 牺牲了 闺蜜的妈妈 独自抚养五胞胎 长大到十岁的时候 因为久病不治 也去世了 从十岁开始 五胞胎就在乔冉闺蜜的 亲戚们的救济帮助下 读书 早早地就当家了 五胞胎考入大学的学费 是乔冉的闺蜜的亲戚们 赞助了一些 还有就是 他们自己赚的钱 他们的小姨乔木秋 是前两个月 偶然和五胞胎中的老大 乔出雪遇见 然后乔木秋发现 乔出雪跟乔冉很像 一问之下 才发现 这竟然是他大姐的孩子 当年乔冉生孩子的事 瞒得很紧 只有乔冉的军中闺蜜 和闺蜜的妈妈知道 乔家一直都以为 乔冉回部队后 把孩子打掉了 乔冉的去世 成了乔家的痛 当乔木秋得知 乔冉当年的孩子 并没有打掉 而是生下来 而且生的 还是五胞胎后 十分的欣喜 当即就在乔梦瑶他们大学城周围 给他们五姐弟 买了一套精装修的房子 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临走回部队前 还给了他们一张 五十万的银行卡 房子 五姐弟住了 因为住在宿舍 确实不太方便 而且大家也分开了 住在新房里的话 姐妹们可以住在一块 只有乔冉这个男孩子 因为他更喜欢住男生宿舍 所以就没住在新房子里 乔梦瑶四姐妹 住在新房里 但是银行卡 乔梦瑶他们没动 因为他们已经成年 可以一边上学 一边自己赚钱 所以没动乔木丘给的这笔钱 林佑没想到 孩子们不是在乔家长大的 而是直到最近 才跟乔木丘相认的 之前 孩子们都是住在乔冉的闺蜜老家 而且 孩子们十岁的时候 竟然已经举目无亲 需要一边学习 一边赚钱 那日子 是肉眼可见的难过 那些日子里 不知道五个孩子 吃了多少的苦 他放下摩托车 转过身来 一把江桥梦瑶抱进怀里 十分郑重地说道 瑶瑶 以后你们有爸爸 你们五姐弟以后 不管遇到任何难题 都可以找爸爸 爸爸 都会帮你们解决 走 爸爸先陪你回家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看乔冉给他 生的另外几个孩子了 嗯嗯 乔梦瑶乖乖地点头 然后他说道 爸爸 虽然以前的日子很辛苦 但是 我们五姐弟都走过来了 其实也没有爸爸 想得那么辛苦了 因为大姐和三妹 读书很刻苦 学习成绩超好的 所以每年 他们俩都能拿到 学校发的奖学金 还有就是 大姐从高中的时候 就开始在科学杂志上 发表论文 也会有一笔小钱 还有四妹 初中的时候 开始在网上写小说 也会赚到一些钱 我和五弟的学习成绩不太好 放学后 会去捡一些塑料水瓶 和废铁纸盒等东西 也会赚到一些钱 说起这些事情的时候 乔梦瑶的脸上 没有伤心或者郁闷 有的是简单快乐的 纯真笑容 看得林佑的心情 也跟着好了很多 不自觉地笑着夸赞道 那你们五姐弟 还真的挺厉害的 跟爸爸说说 你大姐 三妹 四妹 还有五弟的学校 嗯嗯 说起这个 乔梦瑶脸上的自信笑容 就更多了 还有隐隐的骄傲 爸爸 大姐读的是 复丹大学的计算 机工成立学 这个专业可难考了呢 大姐是我们试的理科状元 才考进的这个专业 林佑虽然自己没读过大学 不过还是知道 负担大学的牛逼的 这是双一流的重本大学 全国排名仅次于 清华 北大的名牌大学 有些好一点的专业 分数线甚至还要高于 清华北大 而且 自家大女儿 竟然还是市里的理科状元 牛牛牛 厉害 有效 林佑真心地夸赞道 西西 大姐读书是真的很厉害 三妹读书也很厉害 考的是中海大学的法学专业 林佑震惊 中海大学 这也是双一流的重本大学 天啊 五个孩子 在自己自足的情况下 竟然有两个考入了龙国超级牛逼的大学 太厉害了 她的孩子太厉害了 在读书方面 应该是继承了乔冉的优点 因为她读书 真不在行 乔冉小时候读书 就是全班第一 是女学霸 乔梦瑶看着自家爸爸震惊的表情 她笑得更开心和骄傲了 嗯嗯 然后四妹考的也是一本大学 中海财经大学的会计专业 中海财经大学 这个学校林佑还挺了解的 这个学校的校长逢年过节都会给她发问候短信 因为她的临时投资集团里很多员工 包括会计 审计 金融投资等等岗位的员工 大部分都是从中海财经大学执招的 这所大学是龙国最顶尖的财经大学 尤其是会计专业 十分牛逼 没想到自家四女儿竟然就在这所大学里读书 而且读的还是他们的王牌专业会计学 牛牛牛 爸爸 我和五弟就怎么也学不进去 所以考的不是很好 考的是中海外国语大学 三本 我的专业是对外汉语 五弟的专业是西语 说到这里 乔梦瑶有些不好意思地抓了抓头发 林佑宠溺地揉了揉她的小脑袋 看来二女儿和儿子都是遗传了她的读书基因 看课本看不进去 哈哈 她笑着说道 你们俩也很厉害了 考入了三本 要知道 现在很多人都考不上本科大学呢 你们五姐弟真的太优秀了 五个都是本科生 而且还有三个 考的是双一流的重本大学 你们都是爸爸的骄傲 真是没想到 我林佑 连高中毕业证都没拿到 但是我林佑的五个孩子 个个都是大学生 一门五节 爽 乔梦瑶得了林佑这句话 立马喜笑颜开 爸爸真好 一点都没有觉得 他考得不好呢 有爸爸 真的是太温暖了 爸爸 那我们回家吧 要不然大姐该担心了 乔梦瑶喜滋滋地说道 好 爸爸骑车 你在爸爸身后当爸爸的导航 我们回家 嗯嗯 二十分钟后 摩托车开进了龙云小区的五号楼 在路上 林佑也知道了五个孩子的名字 大女儿叫乔楚雪 三女儿叫乔诗涵 四女儿叫乔楚夏 我儿子叫乔晨 名字都取得很好听 爸爸 我们住在这栋楼的901 这栋楼一共有十二层 是两梯两户 挺方便的 好 瑶瑶 你先去按电梯 爸爸把摩托车的锁锁上 好的 爸爸乔梦瑶 蹦蹦哒哒地 去厅里按电梯了 林佑把车锁锁上后 给他的助理发了一条消息 速度迈下中海龙云小区 五号楼901左右两边 和上下的房子 张特助看到老板半夜 发来的这条消息 猛圈了 龙云小区 他快速地搜到这个小区 是位于中海大学城里的小区 房价属于中等 开发商是一个小开发商 老板怎么突然要买下这个小区 901左右两边和上下的房子 肯定不是为了自己住 应该是 为了泡妞 这个女孩应该是住在901市 真不会是自家老板 泡妞就是豪横 直接把女孩上下左右的房子 全部买了 这样的话 老板每天都可以跟女孩巧遇 做邻居 高 高手 他立马回消息 是 老板 不管这四套房子 有没有人住 他都会在最快的时间内 帮老板买下来 因为这个世界上 99%的事都可以用钱搞定 正好 他老板 最不缺的就是钱 其实林佑完全可以轻松地 把整栋楼 甚至整个小区都买下来 但是那没什么意义 而且 还会让这栋楼 这个小区成为空楼 空小区 自家女儿住在这里也不安全 所以 买下女儿们住的房子的上下左右就可以了 到时候可以全部打通 做成大房子 林佑正准备走进大楼的厅里 就看到了在巡逻的保安 让他想到了小区的物业公司 当即 他又给自己的助理发去消息 把这个小区的物业公司也买了 然后换上我们的王牌物业 绿城物业 他有很多家地产公司 最厉害的是 绿城地产集团 绿城集团旗下的绿城物业是 整个龙国最高端 也是服务最好 品质最好的物业公司 自家女儿住的小区的物业 肯定要最好 最顶尖的了 他可不想 女儿住在这里 受一些垃圾的物业公司的气 张特助看到这条消息 再次梦了 老板这次泡妞 太舍得花钱了 连物业公司都要买了 牛牛牛 看来老板 这次对这个住在901室的女孩 是认真的了 老板这次 有望不入婚姻殿堂了 大喜事啊 他立马激动地回复道 好的 Boss 林佑吩咐完事情 就收了手机 走进楼道里的大厅 爸爸 电梯到拉 乔梦瑶见林佑进来后 立马朝他欢喜地招手 好 爸爸来了 林佑笑着走过去 进了电梯 乔梦瑶按了酒楼 林佑看着电梯的数字 从一开始不断地往上跳 说老实话 他有点紧张了 以前就算是谈几十亿的项目 他也是一脸的云淡风轻 就跟家常便饭一样 但是现在 即将要见到另外三个女儿的时候 他紧张了 这种感觉 还真的很陌生 看着电梯的镜子里 倒影出来的帅气的他 他定了定黑眸 加油 林佑 女儿们会喜欢你的 定 这一声 电梯门开了 爸爸 到了乔梦瑶欢喜地说道 嗯 林佑走出电梯 这栋楼是两梯两户 这一层是两个电梯 两个房子 分别是901和902 乔梦瑶静止走到901房门口 熟练地拿出钥匙 开门 因为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告诉姐妹们 他真的找到爸爸了 房门一打开 他就听到了乔储下的抱怨声 啊 好讨厌啊 又停电停水了 我今天的小说还没更新啊 要被读者寄刀骗了 这一个月 都停电停了两回了 停电也不在群里发个消息 搞得 我都没把手机充好电 手机只有10%的电了 没办法码字了 气死我了 我要去网吧码字了 垃圾物业 乔储下拿着手机准备出门 刚好和进门的乔梦瑶撞上 二姐 乔储下惊呼出声 然后目光落到乔梦瑶身边的林佑身上 立马他大大的眼睛瞪得圆圆的 抬手扶了扶鼻梁上的黑色镜框 满脸猛圈 二姐 她 她是谁啊 你怎么带男人回来了 大姐 你快过来 二姐带了 男人两个字还没说完 乔储下的嘴巴就被乔梦瑶给捂上了 四妹 你不要乱喊 这不是别的男人 这是我们的爸爸 是爸爸 乔梦瑶纠正地说道 乔储下一听这话 眼睛瞪得更大了 直直地盯着林佑看 房间里没电 楼道里还是有应急灯的 电梯也有应急电 可以上下电梯 乔储学走到门口 看了乔梦瑶和乔储下两个妹妹一眼 然后看向林佑 她凝了凝眉 虽然楼道里的灯比较昏暗 但是她还是看清楚了林佑的五官 林佑很帅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保养好的缘故 看着年纪只有三十岁出头的样子 但是浑身上下散发出来的贵气 和举手台族间 无形之中散发出来的上位者的气息 让她一眼就知道 眼前的这个男人不简单 最主要的是 她的眼睛跟五弟乔晨一样 都是单眼皮 而且眉骨高 眼睛很深邃 是那种让女人受不住的桃花眼 尤其是眼皮上方的那颗痣 乔晨也在那个地方有一颗 还有 鼻子 两人都是很挺翘的鼻子 五官 真的挺像的 她之前在群里 看到乔梦瑶说找到了爸爸 她以为乔梦瑶是被骗了 毕竟现在挺多情侣之间 女方喜欢称呼男方为爸爸 都快成为一种时髦的情侣称呼了 但是现在 亲眼看到林佑后 她知道 乔梦瑶说的 找到爸爸的事 有很大的概率是真的 哇 来电了 乔楚夏忽然惊呼出声 今天来电来得挺早的呀 我看看群消息 随后她震惊出声 我去 我们换物业了 群里说 我们换的物业公司超级牛逼 叫什么绿城物业 大喜事啊 终于把那个垃圾物业换掉了 虽然这个绿城物业刚上任 但是 就她这送电抢修的速度 给她满分 这才是专业的物业啊 惊喜完后 她发现 大家都在看着她 她有些不好意思地抓了抓头发 那个 你们继续 房间里来电了 光线更加地清晰 她清楚地看到 被乔梦瑶称呼为爸爸的男人 这个男人 真的是他们的爸爸吗 看着 帅毕了呀 而且 还过分地年轻了 她见过自己大学同学的爸爸妈妈 看着年纪都是比较大的 有四十多岁了 但是眼前的这个帅得过分的大叔 瞧着才三十出头的样子啊 跟她写的言情小说里的大叔 好像同款啊 这 确定是他们的爸爸 而不是乔梦瑶捡来的 来自星星的男朋友 有大姐在 她不敢发表评论 只是好奇地看着 而且 她心里还在悄悄地想 这个帅大叔 来得好及时哦 一来 他们不仅来电了 而且连物业 都换成了超级牛逼的绿橙物业 真是他们的幸运心啊 她对林佑的印象 好了很多 先进来吧 瞧出雪说道 乔梦瑶当即欢喜地打开鞋柜 从里面拿了一双她的拖鞋 放到林佑面前 爸爸 家里没有男士拖鞋 你先穿我的这双新的 明天我再给你 买一双新的 看着面前这双毛茸茸的小兔子女士拖鞋 林佑愣了下 乔楚夏立马好奇地望向林佑 不知道林佑会不会穿 按照小说里的男主的标配 这个时候 女主给男主一双粉丝的小兔子拖鞋 男主是会穿的 可以凸显出 男主对女主的宠爱 以及由此带来视觉效应中的反差萌 好想知道 她会不会穿哦 穿这双吧 乔楚雪拿了一双灰色的大拖鞋 放到林佑面前 大姐 这是 乔楚夏惊呼地捂住了嘴巴 震惊地望向乔楚雪 这双拖鞋是大姐的 虽然大姐只穿了两三次 但是大姐穿过了道 大姐这是要跟二姐抢男人吗 她赶紧望向乔梦瑶 只见乔梦瑶对林佑欢喜地说道 爸爸 大姐这双拖鞋 买的男士款 很宽松 还是穿大姐这双吧 我那双太小了 说着 乔梦瑶就把自己的粉色拖鞋 重新放回了鞋柜里 对于林佑来说 穿哪双鞋都一样 面前只有一双了 那就穿这双 林佑换下鞋子 穿上灰色的男士拖鞋 走进了女儿们的家里 女儿们的家不是很大 是一个标准的四房两厅的布局 虽然家具看着很简单 刮的也是大白墙 没有做什么其他奢华的软装 但是布置得很温馨 收拾得也很整洁 地板十分的亮蹭 餐桌上和茶几上 都放了简单大方的桌旗 在桌旗上摆放了一盆绿植 用LED彩灯带和照片以及棉线 构成了一个相片区 十分温馨又有艺术感 沙发是布的 款式也是 简单的木框架和不做的组合 跟房间的整体色调搭配了起来 这跟林佑在唐宫的那套 价值五个亿 占地五亩的独栋庄园别墅来比 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但是 走进唐宫的那栋装修奢华的别墅 让他感觉到冷冰冰的 感觉不到家的温馨和温暖 而走进这小小的四房两厅的小套间 却让他感觉到了温暖 这是用钱也买不到的 就连脚上的这双拖鞋 他穿着 也觉得暖和和的 乔楚雪的目光 在林佑换下来的皮鞋的鞋垫上 多看了一眼 本来想通过鞋子的logo 来判断林佑的身份 没想到 鞋垫上什么都没有 他微微宁眉 这双鞋看着很贵 怎么连牌子都没有呢 乔楚夏则是满脸八卦地 跟着乔梦摇走了进去 他感觉今晚的这些刺激是 可以成为他 很好的小说题材 所以 连要马字更新的事情 都给忘记了 大姐 四妹 咦 三妹呢 乔梦摇见乔诗涵还没出来 准备去喊 乔楚雪说道 三妹回老家了 说要去拍视频 乔梦摇疑惑 三妹要去拍什么视频 不过现在最重要的 还是介绍爸爸 所以 他没有追问下去 而是从书包里 郑重地拿出他和林佑的 DNA亲子鉴定报告 递给乔楚雪 说道 大姐 四妹 这是我和爸爸的亲子鉴定报告 今晚刚做的 而且 你们看上面的盖章 是咱们中海市的 司法亲子鉴定中心 是具有法律效应的报告 乔楚雪接过 仔细地看 坐在沙发上的乔楚下 一听这话 立马震惊地跳了起来 连忙跑到乔楚雪的身边 看那份亲子鉴定报告 难道这 真的是亲爸爸 当他看到落款那里 写着林佑和乔梦摇经鉴定 确实有妇女关系的时候 惊呼出声 大姐 这 真的是 他抬头震惊地望向林佑 爸爸 眼前这个帅大叔 真的是他们的爸爸 天哪 他不是在做梦吧 他爸爸这么帅 这么年轻 狂甩电视剧里的那些总裁大叔 这完全就是他小说里的 总裁大叔的形象啊 他在现实里 找不到这样的男朋友 但是 他在现实里有这样的爸爸 兴奋硬 他跳起来 就想凑到林佑身边去 但是 想到什么 他又止住了步子 回头望向乔出雪 等乔出雪的态度 乔出雪放下亲子鉴定报告 此时的他 内心已经激起了千层浪 但是他在克制自己 他抬眸望向林佑 果然 这个跟五弟很像的男人 真的是他们的亲爸爸 他深吸一口气 对乔梦摇说道 梦摇 你说一下吧 乔梦摇开始说起 他和林佑相遇的经过 以及林佑帮他教训了 为难他的顾客的事 还有林佑如今没有结婚 没有女朋友 也没有其他孩子的事 以及林佑和他们妈妈悄然的事 听完这些后 乔属下再也控制不住自己 迫不及待地 就朝着林佑扑了过去 一把抱住了林佑 感动地流着眼泪说道 呜呜 爸爸 我懂 我懂你 太感人了 没想到当年爸爸和妈妈的感情 竟然是这样的 妈妈带球跑 爸爸为了妈妈 一直都不结婚 苦等至今 太感人了 林佑呃 有点小猛圈 刚才梦摇女儿 没说她为悄染苦等至今吧 处下女儿的脑补能力 好像很强啊 不过 说起来 好像冥冥之中 老天有注定一样 算起来 她也真的是等到了今天都没结婚 这十九年的时间里 她见过的女人太多了 各种各样的都有 温情的 想让人娶回家的 妖娆的 舍不得放手的 性感的让人上瘾的等等 都见过 谈过 但是最后 她都跟他们和平分手了 因为她觉得 她们都不是她想娶的女人 现在听了处下女儿这话 她想 或许 她一直想娶的 就是乔染这样的 只是 自从十九年前的分别后 她就再也没见过乔染 而如今 见到她和乔染的女儿们 却被告知 乔染已经去世多年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感情 摆在她面前 她没看见 如今 她会背加地珍惜 她和乔染共同的孩子 如果有来生的话 她希望可以修德和乔染共枕面 她紧紧地抱着处下女儿 四妹 乔梦瑶刚想喊乔楚下说得太夸张了 但是见林佑和乔楚下抱作一团 林佑眼眶发红的样子 她又把话给吞了下去 爸爸 当年应该也是爱过妈妈的吧 所以 爸爸这么多年来 都未娶 是跟妈妈有关吗 想到这里 她的眼眶也红了 爸爸这些年 肯定过得也很苦 乔楚雪走到林佑身边 坐下 对林佑说道 爸爸 以后我们五姐弟 会好好地孝敬你的 她不像乔楚下那样的感性 也不像乔梦瑶那样的嘴甜 说的话 就跟她的人一样 简单明了 林佑听到大女儿也喊了自己爸爸 心里一阵热浪翻滚 抬臂 把大女儿也抱进了怀里 掷地有声地说道 以后你们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跟爸爸说 爸爸是你们的港湾 爸爸 还有我 我也要抱抱乔梦瑶 见大姐和四妹 都被爸爸抱住了 她也扑了过来 跟林佑他们抱作一团 四个人抱了好一会儿 才把感情宣泄得差不多 林佑擦了擦泛红的眼眶 然后对三个女儿激动地说道 现在很晚了 你们先睡觉 爸爸先回去了 明天再来看你们 爸爸 现在都凌晨了 你一个人回去的话 太不安全了 我们这里有四个房间 我们四姐妹住两个房间 还有一个房间是五弟的 一个房间是小姨的 弟弟还没来这里住过一次 今晚你住弟弟的房间 好不好瞧梦瑶 抱着林佑的胳膊 软声撒娇 她真的很不放心 林佑这个点再回家 乔楚下也赶紧说道 是啊 爸爸 今晚你就留下来住 我们这里的房间够的 刚认了爸爸 她不想这么快就跟爸爸分开 虽然爸爸说 明天再来看他们 但是 谁知道爸爸明天会不会有事 然后来不了呢 乔楚雪说道 爸爸 二妹说的没错 现在已经凌晨一点了 你一个人回家 我们不放心 丁 恭喜宿主面临选择 选择一 不留下来住 奖励宿主赛车技能 选择二 留下来住 奖励宿主生活常识技能 选择一 奖励的是赛车技能 这对于已经中年她 感觉太过于浮夸了 而且对应的是 不留下来住 选择二 奖励的是生活常识技能 这些年 她生活上所有的事情 都是交给保姆和助理打理 包括做饭 洗衣服 倒卫生等等小事 这个技能确实很有实用性 而且对应的选择 是留下来住 外加这会儿 女儿们是真的想让她留下来住的 所以 她当即对女儿们说道 好 今晚爸爸留下来住 明早给女儿们 做一顿丰盛的 有营养的早餐 好好的经验她们 叮 恭喜宿主做出选择 特奖励宿主生活常识技能 请问宿主是否激活该技能 激活 随着话音落下 大量的关于垃圾分类 修理小电器 安装灯泡 安装小板凳 打扫卫生 以及养护简单花草等等 生活常识技能 一股脑地输入到灵幼的脑海里 五秒钟后 灵幼再次睁开眼睛 看到面前茶几上的这盆绿螺 她就知道绿螺的养护方法 比如要给她照散射光 浇水讲究剑干剑施原则 半个月给她用一次 富含灵甲的复合肥等等 绝对长得枝繁叶茂 这些生活小常识 她以前是绝对不会的 现在 掌握了这些生活小常识后 她甚至有种 世界都在她手里掌控的感觉 比她在商界运筹帷 绝胜于千里之外更爽 世界 也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了 外加此刻三个女儿 得知她留下来住后 脸上绽放出的开心笑容 她对未来的生活 更加的充满了期待和向往 爸爸 我去给你收拾房间 乔楚夏立马兴奋地 蹦大地跳起来 去收拾房间了 乔楚雪虽然没说话 但是她脸上洋溢着浅笑地 去给灵幼准备新的牙膏牙刷 以及洗脸精 洗澡精 以及洗澡凉拖等等 小细节的东西 乔梦瑶向支欢快的蝴蝶跑过去 跟乔楚雪说话 大姐 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您哦 什么 我今天赚了320块钱 我们家可以给你买电脑了 乔楚雪拿东西的手盾了下 转头望向乔梦瑶 乔梦瑶嘻嘻地说道 我是不是超级厉害 真棒 乔楚雪毫不吝啬地夸赞道 等大姐买了电脑 你周末的时候 就别在晚上接单送外卖了 晚上太不安全了 嗯嗯 听大姐的乔梦瑶欢喜地说道 我把钱转到咱们的家庭银行卡上 说到这里 他忽然想到什么 他回过身 又蹬蹬蹬地跑到林佑身边 笑嘻嘻地问道 爸爸 你明天有空吗 有空 林佑想也没想地回到 即使明天有一单20亿的项目要谈 但是 那都没有陪伴女儿重要 只要女儿需要 她随时有空 爸爸 我明天还要去送外卖 四妹要在家里写小说 我们俩都没空陪大姐去买电脑 爸爸可以明天陪大姐去买电脑吗 乔梦瑶欢喜地问道 爸爸陪初雪去看电脑没问题 林佑爽快地答应下来 然后说道 瑶瑶 你看 你已经攒够了给初雪买电脑的钱 你今晚又送外卖到这个点 明天放的价 怎么样 毕竟买电脑是一件大事 爸爸也担心自己看不准 到时候多一个你在旁边做参考 我们可以给初雪买到更合适更优惠的电脑 既然她已经找到了女儿 自然不会再让女儿去辛苦地送外卖了 她要把最好的给她们 乔梦瑶觉得可行 这可是她跟爸爸第一次去逛街呢 她当即就点头说道 好的 听爸爸的 爸爸 你们在说明天要去买电脑的是吗 乔初夏把房间整理好了 初来欢喜地问道 嗯 初夏 你明天有空跟我们一起去吗 林佑问道 明天得给女儿子 把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都全部配齐 我有空 全家出门的日子 怎么能少了她呢 她今晚熬夜马字 把明天的写出来 林佑笑着说道 那我们一起去 晚上 林佑躺在床上拿出手机 上面有助理发来的最新工作进展报告 商业部分的 她直接掠过去了 目光停在助理说 龙原小区的物业公司已经换好 换成了绿城物业 所有员工今晚已经交接完毕 以及房子的事情 已经跟卖家商谈好 明天就可以去办过户手续 林佑很满意 助理是毕业于大英国的哈佛大学文秘专业 处理事情十分专业有效率 林佑 明天我会带人去XH区的电脑城买电子产品 让他们准备好最好的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 每样准备五份 把柜台位置发给我 张特助看到这条消息 再一次感慨 老板这次看来 对这个住在901室的姑娘 是超级的认真啊 不仅带姑娘去买电脑等电子产品 而且还要给姑娘的家人 或者闺蜜朋友们都买 好 好 好 她立马回复 好的 Boss 林佑看到助理的回复后 就关了手机 然后关灯 准备睡觉 最近这几年 她的钱越来越多了 但是她的睡眠质量却越来越差 总是睡不着觉 看了很多的权威专家医生 用了很多顶尖的药物 也没用 必须要借助专业的催眠师 辅助睡觉 才能入睡 今晚在女儿家这里 还把催眠师带过来的话 太影响女儿们了 所以 她准备躺到天明 可是没想到 渐渐地 她就感觉到眼皮沉重 然后不知不觉中睡了过去 乔梦瑶这边 她和乔出雪 住的是一个房间 睡的是上下铺 乔属下和乔诗涵住一个房间 乔诗涵今晚没在家 乔属下因为今晚认了爸爸的事 整个大脑都是兴奋的 完全没办法静下新来马子 于是乎 她溜到了乔梦瑶他们的房间里 跟乔梦瑶挤到一个被窝里 聊天 大姐 二姐 我睡不着啊 你们睡得着吗 我们聊聊天吧 二姐 你跟我仔细说说 你今天和老爸的相遇 我还想再听听 我觉得好神奇哦 乔梦瑶这会儿 确实超级兴奋 也睡不着 她趴在床上 跟乔属下再次说起 她和林佑相遇的事 说到她撞到的车的时候 乔属下立马喊停 等一下 二姐 你说 你撞到的车的车标 是一个飞天女神 乔梦瑶眨了眨眼睛 是啊 而且我还很确定 就是飞天女神 金色的小人 当时我以为要赔超级多的钱 可把我给吓坏了 没想到爸爸一下来 就说这车不贵 有保险 是他朋友的 然后他跟驾驶座的车主说了几句话 车主都没下车 直接开车就走了 爸爸可厉害了呢 乔属下一听这话 立马就从床上蹦搭起来 因为速度太快 小脑袋撞到了上铺 痛得他绝美的小脸 都皱成了一团 不过 他没空去理会这股痛意 他拿出手机 就搜索到劳斯莱斯的图片 给乔梦瑶看 二姐 你看 是不是这个车标 乔梦瑶看着手机里的图片 立马点头 对 就是这个车标 劳斯莱斯 天哪 竟然最便宜的劳斯莱斯 都要五百多万 我今天撞到的这台劳斯 莱斯比图片上的 这台还要长一些 长得也不太一样 乔储下兴奋了 立马找出所有的 劳斯莱斯车的图片 让乔梦瑶认 因为 他写的是总裁小说 里面男主标配劳斯莱斯 所以他搜集到了 很多豪车的照片 尤其是劳斯莱斯幻影 魅影 等等 他都有 乔梦瑶认真的 翻看图片上 然后他看到一张图片上的车的时候 他立马就用手指戳着这台车 激动地说道 就是这 乔储下拿过手机 一看 震惊呆了 我去 我天 我的个娘 我疯了 乔梦瑶见乔储下这个样子 又不具体的话 急忙地问道 老四 这到底是什么型号的劳斯莱斯啊 大贷好多钱 我要说了 那你和大姐做好心理准备 这台车 可是我准备给男主和女主结婚的时候 安排的重磅车 顶级豪车中的顶级车 我也是找了好多资料 才查到的这台定制款劳斯莱斯 定制款 乔梦瑶惊呼出声 不管是什么 只要加了定制款三个字 就要比普通的贵得多 甚至翻好多呗 因为定制款就代表着独一无二 睡在上铺的乔储许 这会儿也坐了起来 把房间里的灯打开了 从上铺下来 跟乔梦瑶乔储下坐在下铺的床上 这台车价值一个亿 是劳斯莱斯的特别定制款 全球一台 名叫慧莹 很多人只听过劳斯莱斯家族的幻影 魅影 都没听过劳斯莱斯的慧莹 我也是因为写小说需要 才查到的 乔梦瑶满脸震惊 乔储雪惊讶 乔梦瑶震惊地说道 四妹 你的意思是 我今晚撞到的是一台价值一个亿的车 天哪 那一个亿的车的修理费 岂不是天价了 虽然说 对方不找我赔钱了 会不会找爸爸赔钱啊 乔储雪凝眉 思考中 乔储下打了个指扣说道 肯定不会啊 既然爸爸都那么说了 那对方肯定是不会找你赔钱的 因为对于有钱人来说 修理车的钱 根本不算什么钱 主要是 我现在 有个大胆的猜测啊 什么猜测 乔梦瑶这会儿的小心脏 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 十分庆幸自己 当时碰到的是 自己爸爸坐在后排座上 要不然 他估计真的是打一辈子的功 也赔不起今晚他撞坏的地方 乔储下凑到乔梦瑶面前 问道 当时爸爸 是从哪个位置下车的 后排座啊 后排座 乔储下深吸一口气 然后竖着食指说道 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开车的是司机 坐车的才是老板 有这说法吗 乔梦瑶疑惑地问道 现在不都是自己买了车 自己开吗 还会去找司机 浪费那钱 一直没开口的乔储雪开口说道 我听过开宝马 坐奔驰 不少开奔驰的人 出门在外会被人误以为是司机 因为以前的年代 开奔驰的是司机 坐在奔驰后排座上的 才是这台奔驰车真正的主人 乔梦瑶傻眼啊 你 你们的意思是 那台 一个亿的车 可能是 爸爸的 三姐妹一口同声 互相震惊地看着对方 乔梦瑶愣了一下后 然后赶紧摇头 不会吧 我们爸爸这么有钱 乔储下摸着下巴说道 我从爸爸的穿搭 以及他身上的气质来看 特别符合我小说里的 总裁男主的形象 所以 我觉得有很大的可能 那台价值一个亿的会赢 还真的是爸爸的 乔储雪说道 爸爸的鞋子看不出牌子 但是 皮质很好 光泽度不是一般的皮鞋可比的 而且 爸爸有一种很大气的感觉 这样的感觉 我只在成功人士的身上看到过 乔梦瑶啊了一声 然后说道 爸爸穿的衣服和鞋子 应该都是他租的 他今晚要去参加一个聚会 所以搞了身很贵的行头 我再还不知道 爸爸是爸爸的时候 爸爸跟我说的 说毕业后 行头很重要 还有他坐的那台车子 他跟说我是他的朋友的 而且那会儿我还没跟他说 妈妈是乔冉 他也没认出来 我是他女儿 乔储下一听这话 摸了摸下巴 在思考 乔储雪说道 别想了 到时候 爸爸自然会告诉我们的 先睡觉吧 明天还要去买电脑 乔梦瑶点点头 乔储下兴奋地说道 太好了 我有灵感了 我要回房马寺了 爸爸真是我的幸运心啊 我可以把我的剧情 写更加的精彩 这次我的书要活活活 第二天一早 五点半的样子 林佑醒来了 醒来后 他整个人都是猛的 我昨晚睡着了 在没有催眠师 辅助催眠的情况下 我睡着了 是因为我睡在 女儿们的家里吗 想到这里 林佑整个人 都感觉到神清气爽 女儿真是我的福星啊 女儿一来 不仅让我激活了选择系统 轻松做出选择 就奖励给了我牛掰的技能 而且 还解决了我睡觉的难题 我可以自主地睡觉了 这种感觉 简直是太爽了 起床 买菜 给女儿们做饭菜 林佑起床 一边给助理发消息 让助理把龙云小区附近的 菜市场的地址导航发给他 一边竖口洗脸 洗漱完毕 穿好衣服 林佑出门 发现女儿们都还没起床 她的脚步放轻了一些 然后来到厨房 因为她已经激活了厨师技能 所以一进厨房 她就知道 四个人的一顿饭 应该放多少米 然后米要放多少水 可以把米饭煮好 在电饭包上点了煮饭按钮后 她来到客厅 把茶几上和餐桌上 以及阳台上的花草 浇一遍水 然后来到鞋柜这里 看到鞋柜台面上 专门放钥匙等小东西的盘子里 有房门钥匙和门禁卡 她用房门钥匙 试了一遍房门的开锁 没问题 她就带着房门钥匙 和门禁卡出去了 助理已经把菜市场的地址发来了 距离小区很近 走十分钟的路就能到 以前早上醒来 她就负责在花园里跑步 做健身运动 现在早上醒来后 是做饭 走路去买菜 她反而觉得 现在的这种生活方式 更加地贴近现实生活 更加地充满了烟火气息 她的心也更加地安稳了 这就是有了女儿 有了家的感觉吗 真棒 到菜市场里 林又买了最新鲜的猪肉 胡萝卜 大葱 山药 鸡蛋 青菜 等等食材 以及当季的水果 然后 提着满满的两袋子菜 从菜市场里走出来 路上遇见不少行人 她的回头率极高 忽然 走过一个拐角处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男孩 被五个社会青年围住 丁 恭喜宿主遇见自己的儿子 念灵选择 选择一 假装没看见儿子 奖励宿主出级书法技能 选择二 救儿子脱困 奖励宿主出级格斗技能 听到系统这话 林又亚然地望向 被五个社会青年围住的男孩 男孩看着18岁的样子 染了一头黄发 穿着打扮十分的潮 长得很帅 只是额头上贴了一个窗口贴 这会儿 正在跟那五个社会青年说好话 卫哥 再宽限几天 我真的会借到钱还给你们的 乔臣 我已经宽限过你三天了 你还要让我们等 你要是还不起钱 就早点说 去给我们老大 搬一个月的专底债就行 真的可以还的 我小姨刚给了我们家一笔钱 我这就去找我大姐姐 哼 你们家的情况 我们还不知道 你们是孤儿 哪里来的小姨 你们自己养活自己都困难 今天就跟我去我老大的工地搬砖 做满一个月再回来 不行 我还在读书呢 要是被我大姐知道我不读书 去搬砖了 会打断我的腿的 乔臣立刻拒绝 这次 你没有得选 给我带走 领头的社会青年 当即一挥手 另外四个社会青年 就要强行去擒住乔臣 乔臣立马转身就跑 刚好跑向的是 林佑所在的方向 五个社会青年凶狠地追过来 林佑抬起胳膊 一个个立马都倒在了地上 跑在前面的乔臣 感觉到不对劲 转过身 直接就震惊呆了 只见追他的五个社会青年 都倒在了一个中年男人面前 他差一万分地 望向那个中年男人 第一印象 帅 很帅 超帅 特么的 怎么感觉跟我一样的帅 他斗胆地走过去 看了看地上趴着的 晕过去的五个人 他震惊地抬头望向林佑 问道 你打倒的 问完之后 他又觉得问的话不对 因为这会儿 林佑双手都提着购物袋 根本没多余的手来揍人 可是这五个人 确确实实地是躺在地上了 而且还一动不动 他斗胆地踢了踢胶 卫哥的脑袋 对方一点反应都没有 显然是真的晕倒了 嗯 林佑点点头 他给的条件很简单 十万一个 倒下躺尸 所以 五个人都倒下躺尸了 说是他打倒的 也没毛病 到他这个份上 能用钱解决的事 就不动手动嘴 乔臣震惊到了 这五个人 真的都是眼前的男人 打倒的 高手啊 然后想到卫哥他们背后的老大 他赶紧好心地对这个 帮了他一把的男人提醒道 叔叔 谢了 不过 你还是赶紧走吧 要是他们醒来了 估计要找你查了 他们是彪哥的人 叫爸爸 林佑说道 乔臣满脸猛圈 然后愤怒 不要以为你救了我 我就会喊你爸爸 我是你爸爸 不是叔叔 初雪 梦瑶 初夏都已经跟我相认了 林佑说道 啊 乔臣震惊了 这次是真的被震惊得死死的 先回家再说 林佑抖了抖手里的购物袋 真的挺沉的呀 年纪大了 不服老不行 我来提 乔臣主动地接过两袋 沉甸甸的购物袋 虽然他这会儿脑袋是猛圈的 但是 林佑不仅精准地说出了 他三个姐姐的名字 而且 林佑手里 提着刚从菜市场里买来的菜 俨然是要回家做饭菜的 再者就是 林佑这跟他一样 帅得长相 看着 也不像是骗人的人 先回去看看情况再说 丁 恭喜宿主做出选择 奖励宿主出击格斗技能 请问宿主是否 现在激活该技能 激活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大量的关于格斗技巧 格斗方式等等资料 一股脑地输入到了他的脑海里 并且 他的身体 也在发生极大的改变 包括身体的肌肉 力量 听力 视力 侦查 反侦查能力等等 都在升级 十秒钟后 林佑睁开双眼 一道锐芒 从他的黑毛里迸射而出 十分锋利 吓得站在对面 偷看他的女人 直接撞在了电线杆上 啊 那眼神好吓人啊 就仿佛是从地狱里 走出来的沙神一样 天哪 太吓人了 不敢再偷看帅哥了 现在这年头 长得越帅的 越危险啊 林佑和乔晨走后 五个社会青年 还在地上躺尸 魏哥小声地问道 走远没 年纪最小的社会青年 悄悄地睁开一点点的眼缝 然后小声地回道 魏哥 他们已经走过拐弯的地方 看不见了 我们可以起来了吗 魏哥说道 为了保守起见 再趴个五分钟吧 毕竟躺是一次十万块呢 我们才趴两分钟不到 这钱太好赚了 我心里不安 行 魏哥 可是 魏哥 那个男人也没给我们钱啊 其中一个社会青年 怯生生地说道 魏哥一听这话 立马就浑身机灵了 从地上爬起来满脸汹汹地说道 对啊 擦 我魏大胆竟然也有一天被骗的时候 走 赶他压的 说着 魏大胆就招呼着四个兄弟 要去找林佑给钱 忽然 两个穿着黑衣静装 人高马大 腰圆绑促的男人 挡在了他们面前 十万一个 支付宝收款 还是微信收款 还是银行卡收款 其中一个黑衣保镖 冷冷地说道 他是林佑的保镖 退役王牌特种兵 负责暗中保护林佑的安全 魏大胆五人 立马被吓了一跳 连续后退了两步 你们 你们是谁 刚才 BOSS说十万一个 钱不要了 黑衣保镖冷冷地说道 魏大胆怂了 眼前这两个黑衣保镖 一看就知道强悍到天际了 尤其是他们手上的老姐 粗粗的 估计是摸过枪的 再加上刚才林佑身上 散发出来的 让人一看 就沉浮得气场 魏大胆吓尿了 他这是得罪了什么神仙 他只是找乔臣那个小子 要回一万块钱的借款 怎么就冲撞到了一尊神仙 好倒霉啊 不 不要了 怕有命拿钱 没命花钱 老板说了要给 必须给 把收款码拿出来 黑衣保镖冷冷地说道 哦 好 五个人被吓得听话的 颤抖着手 拿出自己的手机 然后打开微信收款码 另外一名黑衣保镖 用手机扫码 一人十万块 付款完毕 然后 两人就消失不见了 魏大胆五个人 还处于集体颤抖猛逼的状态 过了足足五分钟 才有人敢说话 魏哥 我 我好像真的 收到十万块 魏哥 我 我也是 我也是 真的收到了十万块 娘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要被吓死了 魏大胆看着手机里 躺着的十万块钱 浑身打了个冷战 然后严肃地 对四个小弟说道 以后谁也不准 再去找乔臣的麻烦 乔臣的一万欠款 我们一人出两千块 底调 乔臣之前说他小姨 给了他们家一笔钱 他还不相信 以为是乔臣框他的 没想到现在 这个突然出现 解救了乔臣的神秘人 真的一口吐抹一个钉 倒下躺是说给十万一个人 就十万一个人 这样才大气粗 而且还有两个一看 就像是退役特种兵的保镖的人 不用想了 肯定超级大人物 难不成是乔臣的小姨夫 肯定是的 是 魏哥 四个小弟一口同声地 郑重无比地点头 林佑这边 他一边走 一边问乔臣 你欠了刚才那些人多少钱 呃 八千块 然后利滚利 就到了一万块 乔臣尴尬地说道 林佑的俊脸 瞬间沉了下来 二女儿为了赚三百五十块钱 林辰还在送外卖 二儿子 竟然在外面败家 借了八千块 把钱用来做什么了 忍着怒火 林佑继续问 这个时候 如果是经常跟在他身边的人 就知道 他这是发脾气前的前奏了 乔臣也感觉到林佑生气了 他想到 昨晚二姐 在群里说的 找到爸爸的事 难道眼前的这个男人 真的是他爸爸 不管是不是爸爸 他这会儿 还挺怕板着脸的林佑的 所以 他如实说了 给一个女生 买了一台苹果手机 泡妞 林佑忍着怒火 继续问 不是 就是想追他 乔臣憨憨地抓了抓头发 这意思是 还没追到 林佑的脸色黑下去了一分 他林佑的儿子 竟然连妞都抛不到 必须好好叫一下 确实没追到 之前他跟我说 送他一部苹果手机 就答应当我女朋友 但是 我送了他手机后 他说 让我再送一台苹果电脑给他 他才答应当我的女朋友 买手机的钱 我都是借的 哪里再有钱买苹果电脑 然后呢 林佑的话里 听不出喜怒 乔臣又懊恼地抓了 抓自己的一头黄毛 然后就是 他现在成了别人的女朋友 两人这会儿 也走到了家门口 林佑把房门打开 乔出雪和乔梦瑶 都已经起来了 乔出雪在看书 乔梦瑶在北英文单词 两人听到房门的开锁声 纷纷停下手里的事 转过头望向房门口 看到林佑后 两人喊道 爸爸 弟弟 爸爸 你和弟弟 在路上遇到了 这可太巧了 苏梦瑶放下手里的单词本 欢喜地跑过去 然后对乔臣说道 乔臣 二姐正式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的爸爸 秦爸爸 乔臣震惊地望向林佑 然后又快速地 看向走过来的乔出雪 只见乔出雪朝他点点头 然后说道 叫爸爸 乔臣再次震惊地望向林佑 这 竟然 真的是他的爸爸 天哪 想到刚才林佑的高手风范 他把手里的购物袋放在地上 就一把抱住了林佑 激动地说道 爸爸 你教我武功吧 就你刚才料到魏哥他们的那招 乔梦瑶一听这话 立马紧张地问道 怎么回事 爸爸 你刚才在外面打架了 有没有受伤啊 当即 乔梦瑶就紧张地给林佑检查身体 乔出雪转身去拿药箱 两姐妹都很着急 乔臣听到姐姐们的话 立马放开了林佑 懊恶恶地拍了下自己的后脑勺 瞧他 只想着爸爸的风光了 都忘记体贴地问下 爸爸有没有受伤 魏哥他们可是五个人啊 虽然都被爸爸撂倒在地上 但是 爸爸 会不会受伤了 都是我的错 要不是我得罪了魏哥 爸爸就不用 为我打架了 也不会受伤了 乔臣坦白地自责道 林佑对儿女们说道 瑶瑶 爸爸没受伤 他们根本不是爸爸的对手 激活了个出击格斗技能的他 就算是他暗中的两个特种兵 保镖大山和小山 也不是他的对手 所以说这话的时候 他气势十足 爸爸 你真的没事吗 还是再检查一下吧 乔出雪带着医药箱出来了 对林佑说道 真不用检查 你看你爸爸我身上一点灰都没有 衣服上也没有褶皱 乔着像是打过架的人吗 他们连我的衣角都没碰到 魏大胆他们五个人 确实还没碰到林佑 就直接倒在了金钱之下 乔梦瑶和乔出雪两姐妹 仔细地给林佑检查了一遍 发现确实没伤后 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然后乔出雪去整理林佑买回来的食材 乔梦瑶则揪着乔辰的耳朵 严厉地问道 乔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跟别人起冲突 还要爸爸帮你打架 乔辰只好把事情的原委重新说了一遍 说完之后 乔梦瑶拿起鸡毛胆子 就追着乔辰打 乔辰一边跑 一边闪躲 乔辰 你胆子大了 竟然敢去借钱 还借八千块 利滚利到了一万块 二姐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你放心 这个一万块 我肯定是会赚回来 还给他们的 叮叮叮 忽然 乔辰的手机响了 二姐 我先接个电话 是 是卫哥打来的电话 乔辰赶紧说道 乔梦瑶气哼哼地 拿着鸡毛胆子 双手插腰 气死他了 开阔音接电话 乔梦瑶汹汹地说道 好 二姐 乔辰接了电话 点开阔音 他还没说话 那边的卫大胆先说话了 态度跟之前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甚至还喊乔辰喊乔哥了 乔哥 那一万块钱 你不用再还给我们了呀 我们已经收到钱了 以后你有什么事 尽管吩咐我们 那我就不讨扰乔哥了 拜拜 为大胆说完就挂了电话 乔辰直接猛逼了 这 是什么情况 乔梦瑶也满脸不知道情况 乔辰忽然诧异地望向林佑 爸爸 难道那钱 是你帮我还了 嗯 林佑点头 大山给了那五个人一共五十万 完全够抵这一万块了 为大胆那群人 还算有点眼力尽 爸爸 乔辰一听这话 立马感动得眼眶发红 就要朝着林佑扑过去 林佑制止了他 然后朝乔梦瑶伸手 瑶瑶 把鸡毛胆子给爸爸 好的 乔梦瑶立马把鸡毛胆子给了林佑 爸爸 你要做什么 乔辰后怕地问道 行林家家法 林佑拿过鸡毛胆子 从未有过的严肃地说道 他以前没有过孩子 也没有教育过孩子的经验 但是 现在有孩子了 他就得担起父亲的责任 教育好儿子 让乔冉安心 把儿子带到正途上来 乔辰的脸 一瞬间成了苦瓜脸 林佑带着乔辰去了房间里 房门关上后 听到声响终于醒来的乔楚夏 从房间里出来了 他问乔梦瑶发生了什么 乔梦瑶跟他解释了一下早上的情况 乔楚夏立马就震惊地问道 什么 乔辰这个浑小子 竟然在外面借了八千块 然后还不起后 那些社会青年找上门 搞得爸爸打了架 爸爸不仅帮乔辰打架 而且还帮乔辰把钱还了 爸爸没受伤吧 爸爸没事 现在正在房间里教训乔辰 乔梦瑶这会儿也还没消气 看着紧逼的房门口说道 爸爸拿的鸡毛胆子 肯定要把乔辰打得屁股开花 家里还是要有个男人的 我追着乔辰打 乔辰总是跑 我也打不了他几下 爸爸再就不一样了 一定要让乔辰这次 有个深刻的教训 要不然 要是让乔辰养成在外面借钱的习惯 乔辰估计得废了 因为借钱买东西装逼 是会上瘾的 他作为乔辰的姐姐 自然不希望自己的亲弟弟 走上这样一条坏路 乔楚下跑到门边 准备偷听 乔梦瑶一把将他拉到了客厅里 爸爸竟然把乔辰带进了房间里 行邻家家法 就是不想我们看到 爸爸是给了乔辰面子的 乔梦瑶说道 乔楚下摸了摸下巴说道 我去找点盐 爸爸可能下手不够重 我等会儿给乔辰的伤口上 再撒点盐 让他对这次的教训记忆深刻才行 说着 乔楚下就去厨房里拿盐 乔梦瑶也跟了过去 提议到 再加点辣椒面 好 还可以再来点芥末 二姐 你撩 房间里 林佑坐在书椅上 乔辰乖地站在他面前 右手伸出来 林佑一手拿着鸡毛胆子 一手拿着烟 抽了一口烟后 他看向乖乖地伸出右手的乔辰 爸爸 我知道错了 真的 下次我再也不敢去借钱了 这借钱的利息太高了 利滚利 八千块竟然就到了一万块 太坑人了 林佑把鸡毛胆子放在书桌上 然后说道 你自己打自己一下 乔辰听话地拿起鸡毛胆子 想轻轻地打自己 但是他看着林佑在烟雾中 飞一般严肃的脸 他心里又有点发出 最后 他闭着眼睛 狠狠地用鸡毛胆子 打了一下自己的右手掌 痛得他呲牙咧嘴的 痛吗 林佑吐了一口烟 问道 痛 痛就对了 这一下 爸爸是让你记住 除了阳光和空气 是大自然赋予的 其他一切都要通过劳动获得 而不是通过借钱 爸爸很有钱 你可以选择不自力更生 当个顽固富二代 但是这样的话 爸爸不会把公司交给你来打理 你这辈子 也就只不于一个月 拿着几十万的零花钱 乔辰震惊地望向林佑 爸爸 你 很有钱 可以给我一个月几十万的零花钱 天哪 这还是当顽固富二代的待遇 他爸爸到底多有钱啊 一个月 随手就给他几十万的零花钱 给他的话 肯定也会给四个姐姐同样的零花钱 他们家五个 就等于一个月 爸爸给出的零花钱都要上百万 这 简直是太震撼了 他是真真富二代 林佑点点头 嗯 爸爸很有钱 那如果我自力更生呢 乔辰激动地问道 林佑又抽了一口烟 自力更生的话 那你就要学很多的东西 很多的知识 日子过得会比较痛苦 但是一旦 你有所成了 你将会成为林家的继承人 从得知自己有四女一儿后 林佑就对五姐弟做了规划 女儿们喜欢学什么就学什么 只要开心就好 儿子 则是要培养成继承人 因为当继承人 不是要吃一般的苦 这种苦 他不想让娇娇女儿们来承受 而且 当继承人 还需要参加各种酒会 应酬 以及商业上的尔虞我诈等等 还是男孩来担任 更为合适 爸爸 那我要自力更生 乔晨想也没想地说道 林佑慢慢地吐出一口烟雾 烟雾营绕间 他眯着眼睛看向乔晨 声音里听不出息怒 确定 嗯 爸爸救我一个儿子 姐姐们虽然读书比我厉害 但是毕竟是女孩子 很多场合 女孩子都不适合去参加 我想成为爸爸的继承人 给爸爸守住家业 乔晨认真地说道 他这次去找魏大胆借钱 是被卫生间门上的广告给骗了 广告上说的是 借钱不用利息 只需要分12期付款就好了 签合同的时候 他也没仔细看 直接就签了 然后签完合同 对方才告诉他 利息确实没有 但是有服务费 服务费按照天数收取 这服务费跟利息就没什么区别 只是改了名头而已 而且 他原本以为第一个月还款 只需要还666块钱 但是 把服务费算进去 而且还是用了砍头锡的方式 导致他第一个月要还2000块 他哪里还得了这么多钱 就拖着 拖了三天 魏大胆就带人 要强行要带他去工地搬砖 这还只是一个小事情 他就被套路进去了 如果不是有爸爸帮他 还不知道要闹成什么样子 外面套路太多 他一个大男人吃点亏 也就吃点亏 但是 姐姐们肯定不能吃亏的 所以 当继承人的事 还是他这个大男人来扛 林佑又抽了一口烟 点点头 你有这个志向很好 不过 在你选择当继承人候选人之前 你还需要接受 爸爸给你的一个挑战 什么挑战 乔臣好奇地问道 林佑抖了抖手里的烟 然后从手机里选出一张照片 递给乔臣 照片里的女孩漂亮吗 乔臣的目光落在照片里 站在中间的女孩身上 愣了愣 这 不是大姐学校里 跟大姐并列的校花糖青衣吗 比她之前追的那个女孩漂亮 背都不止啊 漂亮 乔臣坦言道 喜欢吗 林佑又问道 乔臣诧异地望向林佑 爸爸 你为什么这么问 照片里 一共有三个人 一个是他爸爸 还有一个应该是唐轻衣的爸爸 唐轻衣站在中间 笑得很灿烂 他看得出来 爸爸应该和唐轻衣的爸爸关系不错 唐轻衣一直是他们男生宿舍的高冷女神 他自然也肖想过 但是想到室友们说的 唐轻衣家十分有钱后 他就十分有自知之明 打消了那个念头 喜欢吗 林佑继续问 乔臣被问得有点不太好意思 抓了抓一头黄毛 憨憨地笑着说道 这么漂亮 喜 肯定喜欢啊 喜欢的话 那就超过他 爸爸就给你安排继承人的专项训练 林佑起身 拿回手机 就走向房门口 啊 什么 乔臣还以为自家老爸 会说喜欢的话 爸爸就把他介绍给你 没想到 竟然是要让他超过唐轻衣 唐轻衣可是跟大姐一个大学的 是重本大学 是仅次于清华北大的负担大学的高材生 他一个三本大学的学渣 怎么超过他 老爸的这个挑战也太 太高难度了 但是想到 爸爸只有他这一个儿子 他如果真的选择了当顽固富二代 啃老的话 那等爸爸的年纪再大一些后 谁来帮爸爸守住 爸爸辛苦打下来的江山呢 想到这里 乔臣就转过身 对走到房门口的林佑 用力地喊道 爸爸 我接受这个挑战 林佑勾纯满意地笑了 然后就收敛了笑容 说道 嗯 吃过早饭了吗 还没 大清早地被畏畏大胆地催债电话吵醒 他就想着 来找大姐借钱 根本没心思吃早饭 那爸爸给你再做一份 今天早上煮的米饭 没有给儿子准备 不过没关系 今天买了很多的菜 做一顿五人吃的早餐 完全没问题 林佑打开房门 出去了 来到客厅 乔梦瑶和乔楚夏 立马跑到林佑面前 爸爸 嗯 爸爸去厨房里 给你们做早餐 林佑点点头 就进了厨房 乔梦瑶和乔楚夏 立马望向从房间里出来的乔晨 然后两姐妹上场 没一会儿 在厨房里和乔楚雪 一起准备早餐的林佑 就听到了乔晨发出的惨叫声 啊 四姐 你给我这手上涂的是什么 好痛啊 好辣啊 啊 二姐 你在水里面放了什么 怎么这么的辣 好啦好啦 乔晨被整得惨兮兮后 乔梦瑶和乔楚夏 才放过了她 乔晨坐在沙发上发呆 她虽然接受了爸爸的挑战 但是 她发现 自己半点头绪都没有啊 她要怎么超过唐清一 比学习成绩吗 可是 两人读的专业是不一样的 那比什么 比综合能力 综合能力又太广泛了 好难啊 不过 第一步 她想到了 那就是她的本专业 肯定要学到最棒 要不然 自己的专业都没学到最棒 怎么跟人家负担大学的高材生女学罢别 当即 她就去房间里 拿了一本西语单词书 到阳台那里被西语单词 西语是仅次于汉语的世界第二大语言 语法比英语复杂 发音比英语简单 就是读西语的时候 有特别的颤音 要说好西语 首先得把这个独特的颤音练好 乔晨在认真地念西语单词发音 在客厅里看书的乔梦瑶 和乔楚夏两人 纷纷惊讶地望向乔晨 然后两姐妹摇耳朵说悄悄话 乔晨这是怎么了 竟然没玩游戏 而是在那里念西语 可能是被爸爸在房间里教育了一番后 准备发愤图强了 乔楚夏摸着下巴推测地说道 乔梦瑶一听这话 眼睛一亮 爸爸太厉害了 之前我们让乔晨早上念西语 他死活不肯 说太丢人了 在心里念就行 你看现在 他念得好大声 果然 我们家里 还是要有一个能治得了乔晨的男人才行 嗯嗯 半个小时后 林佑把早餐做好了 四菜一汤 汤是用胡萝卜和青菜 以及鸡蛋山药 做的山药蔬菜汤 手抓饼 土豆鸡蛋饼 紫甘蓝花瓣蒸饺 酱牛肉 还有水果脆枣 以及鲜榨橙汁 十分的丰盛 当林佑把早餐端出来的时候 乔家三姐妹震惊呆了 乔楚雪之前 只是在厨房里 帮林佑打下手洗好菜 然后林佑就让她去看书了 早餐都是林佑一个人在厨房里做的 她没想到自家爸爸 做出来的早餐 竟然这么的有颜值 太让她震惊了 有爸爸的感觉 简直是好到爆炸呀 乔梦瑶和乔楚夏 也是被震惊的 再惊喜地尖叫 哇哇哇 爸爸 你太厉害了 这淡紫色的花瓣是什么 看着好漂亮啊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这么漂亮的食物 这是用紫甘蓝做的蒸角 林佑笑着解释道 爸爸 你太厉害了 这个蒸角我看着 都舍不得吃了 乔楚夏眼睛直勾勾地盯着 这淡紫色的花瓣蒸角说道 他要给他的男主 再加一条人设 就是会做既漂亮又好吃的美食 爸爸简直是太棒了 又给了他写小说的灵感 林佑看着女儿们惊喜的表情 他宠溺地笑着说道 做出来就是给你们吃的 放心地吃 以后想吃 爸爸继续给你们做 爸爸 还有这手抓饼 土豆鸡蛋饼 一看就超级好吃 我已经迫不及待地 要开动了乔梦 乔梦瑶咽了咽口水说道 林佑笑着说道 把碗筷拿来 我们就开吃了 乔梦瑶和乔楚夏 立马跑去厨房里拿碗筷了 乔成过来 看着满桌的花式早餐 也惊呆了 老爸 你太牛了 这些早餐 竟然都是你亲手做的 他以为林佑说的做早餐 是炒几个家常小菜 又或者是煮几碗粉条 没想到 竟然是这么精致的早餐 不仅煮食有了 而且汤 水果 以及鲜榨果汁 都配齐全了 简直是无敌营养大早餐 林佑这会儿真的很开心 而且还很有成就感 掌握了厨师技能的他 脑海里有各种营养早餐搭配 他考虑到女孩子爱美这一点 所以特意用心地 做了一款淡紫色的花瓣蒸饺 还把手抓饼 切成了好看的形状 一桌子的精致美食 乔梦瑶他们把碗筷端来后 立马就要拍照发朋友圈 乔成准备伸手去拿手抓饼 被乔梦瑶打开了手 等一下 还没拍完照片 姐姐们 你们赶紧拍好照片 我看到这些美食 肚子就咕噜噜直响了 真的超级想吃了 乔成急急地催促道 自家老爸简直太厉害了 不仅武功卓绝 而且还具有钱 还做得一手精致饭菜 这样的好爸爸 谁加油 乔家三姐妹都拍了很多照片 乔梦瑶和乔属下再发朋友圈 乔成又想动筷子去夹菜 被乔出学打了筷子 大姐 乔成满脸疑惑地嗷嗷叫 爸爸还没开动 爸爸是一家之主 爸爸先动了筷子 我们才可以动筷子 乔出学正色地说道 林佑听着一家之主四个字 心里很上头啊 他夹起一片酱牛肉放到碗里 乔成立马也跟着夹起酱牛肉 然后塞进了自己嘴巴里 吃得他眼睛都眯起来了 好吃 老爸 你这酱牛肉 是直接买的现成的酱好的 还是自己做的呀 这太好吃了 乔成一边吃着 一边鼓着腮帮子说话 乔出学也吃了酱牛肉 好吃得他的眼睛都亮了 爸爸 这真的超好吃 爸爸你先做的吧 我记得在洗菜的时候 这牛肉还是新鲜的牛肉 林佑笑着说道 嗯 先做的酱牛肉 好吃 你们就多吃点 原本还准备发完朋友圈 在吃早餐的乔梦瑶和乔楚下 一听这话 立马放下了手机 加入了吃饭大军 全程都是儿女们发出的惊叹声 太好吃了 这个蒸饺简直是美味 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蒸饺 这手抓饼金黄酥脆 饼外层的脆皮 太好吃了 那层松软柔韧有嚼劲 真的是好吃到爆炸 还有这土豆鸡蛋饼 味道也绝了 啊 就连这碗蔬菜汤也超级好喝 一顿早餐吃完 餐桌上的菜碟子 干净地发光 乔梦瑶摸着吃得饱饱的小肚子 打了个宝格 无比满足地说道 天啊 这就是有爸爸的早上啊 简直好到爆炸了 他们平日里为了省钱 早上一般都是吃包子 或者油条馒头这些 从来没吃过 这么一顿丰盛的早餐 真的是吃得他都要觉得 这是做梦了 老爸 大姐 二姐 四姐 早饭我吃完了 我就先回学校了 乔晨站起身说道 因为他要回学校 刻苦读书去了 林佑点点头 乔出雪 让乔晨路上注意安全 乔晨走后 乔梦瑶和乔 乔处下负责在厨房里 洗碗 乔出雪在整理 今天要出门 带的银行卡等东西 林佑去阳台接电话了 电话是他的好友 唐世泽打来的 老林 中午有空出来 一起吃个饭不 兄弟我有烦心事啊 没空 咦 我打电话问过你的秘书了 说你今天中午没有安排啊 要陪女儿 女儿 唐世泽震惊地问道 你什么时候有的女儿 还是你准备结婚了 你女朋友怀孕了 林佑笑着说道 不是 我女儿已经18岁了 什么 你女儿18岁了 我去 跟我女儿一样大 恭喜恭喜 唐世泽是真的没想到 林佑竟然有了女儿 而且还是18岁的 天哪 林佑这也太让他羡慕了 玩到中年 突然来了成年的女儿 这日子过得简直是不要太爽啊 嗯 我一个女儿跟你家轻衣 是一个学校 林佑抽了一口烟 眯着眼笑着说道 唐世泽再次被震惊到了 什么意思 一个女儿 难道你还有很多个女儿 嗯 四个女儿 林佑挺嘚瑟地说道 说完之后 舒服地眯了眯眼 我去 四个女儿 你快跟我说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简直是好奇到发疯了 唐世泽震惊无比地问道 是五胞胎 四个女儿 一个儿子 林佑说道 唐世泽直接被这话震惊地 刚喝下的一口水 全喷了出来 他赶紧忙乱地擦了擦嘴巴 然后走到阳台外 满脸震惊地问道 五胞胎 一胎无宝 林佑 你牛逼啊 我唐世泽这辈子谁都不服 真的 就服你林佑 做生意 你比谁都运气好 从来都没踏空过 现在生孩子 别人生对双胞胎 都要到处报喜 你家竟然生了五胞胎 而且 我想说我超级极度好吗 你知道 我们家为了培养轻衣 考上负担大学的医学系 花了多少心思和钱吗 特么的 你直接收线成的 你女儿上的 也是负担大学 我现在心里的阴影面积超级大 对了 你说 你五胞胎里 还有个儿子 唐世泽一想到这里 脸上的愁云 瞬间就不见了 只剩下了兴奋 嗯 林又笑着点头 这会儿 她的心情超级的好 她终于明白 为什么她的朋友们 陆续当了奶爸后 朋友圈就完全变了风格 就连喝酒吃饭的时候 聊的内容也变了 变得多跟孩子有关了 各种在她面前 秀他们家的娃多好 多优秀 多可爱 现在 她也有孩子了 而且还是五个 该是她报仇的时候了 老林 你看 我们俩家本来就走得近 我们俩家结成亲家怎么样 你之前不是一直都挺喜欢我家闺女的吗 现在直接可以领回去当儿媳妇 舒服不舒服 你要是觉得 我家闺女 哪里还需要再学习一下 我立马给她报课程 让她去学 绝对让你满意 她今天想找林又喝酒聊天 就是因为 她闺女拒绝谈恋爱 她本来也没觉得 这是什么大事 但是她老婆觉得 这是天大的事 说女孩子怎么能不谈恋爱呢 说高中以前不许谈恋爱 到了大学 一定要谈恋爱了 要不然到时候大学毕业就23岁了 再读硕士出来 就26岁了 还说女人25岁生孩子 是最好的黄金时候 导致今天早上 家里发生了一起大争吵 女儿早饭都没吃 就回学校了 老婆这会儿 也在房间里生闷气 她一个头两个大 最主要的是 她也不想女儿随便找个男孩子谈恋爱 她不放心啊 现在 突然得知 林又有五胞胎儿女 其中还有一个儿子 年纪也是18岁 这不是跟自家女儿绝配吗 当即 她就开始推销自家女儿了 以她和林又这么多年的交往 林又的人品 她绝对信得过 林又的儿子 她绝对放心 林又被好友的话给逗笑了 她一手撑在栏杆上 一手拿着手机 说道 老唐 儿子的感情是 我不插手 唐氏则说道 这样 老林 你把你儿子的电话号码 或者微信 QQ发给我 怎么样 我 我 让我女儿去追你儿子 林又笑着说道 电话号码发给你 没问题 不过 轻易不想 谈恋爱的话 你也别逼得太急 免得闹出父女矛盾 有了女儿的她 在对待儿女的事情上 不会像在集团里 处理事情那样的 用雷霆手段 会多站在女儿 儿子的角度 看待问题 就好比之前 乔臣借钱的事 如果是按照她 以往的脾性 肯定是要把乔臣 打得屁股开花的 但是 想到乔臣借钱 是因为要追女孩 而且还没追到女孩 女孩还成了 别人的女朋友 外加乔臣借钱 也没想到 为大胆 他们会砍头戏 等等套路她 如果站在乔臣的角度 乔臣那会儿 肯定是很伤心 很脆弱 很需要人安慰的 她如果非但 没有安慰乔臣 反而还把乔臣 打得屁股开花 狠狠教训一顿 很大的概率 会激起乔臣的叛逆心理 导致父子之间 有矛盾 有隔阂等等 所以 她用了比较温和的方式 她就会用别的方式教训她 乔臣重重地打了自己 她才跟她说起了 家里有钱的事 教她道理 给她定下目标 乔臣不愧是自己 和乔染的孩子 一点就通 立马就开始刻苦学习了 她很满意 唐世泽听到 父女矛盾这四个字 她就有一肚子的话 想和林佑说 但是在电话里 一时半会又说不清楚 而且 林佑刚认了孩子 她不好耽误 林佑太多的时间 所以 她说道 好 我不会逼轻衣的 是我家老婆逼 我也没办法 我家在中间 太难做人了 林佑转过身 刚好看到乔出雪 已经整理好东西了 她对唐世泽说道 我这边还有事 就不说太多了 行 要的 恭喜恭喜老林 你获得五个宝贝 唐世泽真心地祝福道 记得把你儿子的 电话号码微信发给我了 林佑笑着说道 行 放心 记着的 说完 林佑挂了电话 然后把乔臣的电话号码微信 发给了唐世泽 今天早上在厨房里的时候 乔出雪把他们五姐弟的电话号码 都告诉了他 他把这五个电话号码 都放在了一号位 一打开通讯录 就能看到 厨房里 乔梦瑶跟乔楚下嘀咕 今天乔臣好奇怪 以前他来家里吃了饭 怎么也要先看一回电视 或者打几盘游戏 拖到傍晚的时候 才会回宿舍 今天他怎么刚吃完早饭 就打了鸡血一样的 要回宿舍了 乔楚下一边洗碗 一边笑着说道 或许是因为他看到爸爸太优秀了 连饭菜都做得这么好 所以他被刺激的 也想要好好地读书 在爸爸面前好好地表现吧 乔梦瑶点点头 应该是 对了 我昨天都忘记问你了 三妹回老家拍短视频做什么 乔楚下说道 说是现在短视频发展前景很好 他准备去选景 然后做短视频 那他不用上课吗 乔梦瑶手里的活停了下来 惊讶地问乔楚下 乔楚下说道 三姐说 只是回去先选景看看 还没定下来 如果定下来的话 他说到时候 可以跟学校申请网上上课 他已经把大一上学期的内容 都自学完了 嗯 乔梦瑶继续洗碗 不过不管三妹做不做短视频 等会儿让大姐给他打个电话 让他先回来一趟 先认了爸爸的 而且 我还想到一个是 咱们五姐弟都姓乔 爸爸姓林 咱们是不是应该改一下姓氏 刚好这会儿 乔楚雪来厨房里 给宝温湖里装热水 听到了乔梦瑶这话 乔梦瑶和乔楚下 都看向乔楚雪 乔楚雪说道 我已经给三妹发过消息了 她明天会回来 等三妹回来后 我们在一起 跟爸爸说这个事 爸爸同意后 我们在一起去公安局改姓 乔梦瑶和乔楚下 纷纷点头 叮 对一声 乔楚雪的手机响了 她拿出手来一看 是乔晨发给她的消息 乔晨 大姐 你有你们学校 唐清一的联系方式吗 微信 QQ 或者电话号码 微博之类的 乔楚雪 你要她的联系方式做什么 泡她 乔晨十分霸气地回消息 我要找一个 比柳月月好一百倍的女朋友 乔楚雪 乔晨 大姐 你有她的联系方式吗 推给弟弟一下 乔楚雪想到自己弟弟 突然变得勤奋上进了 难不成是真的因为 想要找一个 比柳月月更好的女朋友 让弟弟去追一追 唐清一也没关系 指不定 弟弟会变得更优秀呢 而且 唐清一的人品不错 至少比弟弟之前 追的那个拜金绿茶表 柳月月好一万倍 当即 乔楚雪 就把唐清一的电话号码 发给了乔晨 上次她和唐清一 一起参加了教授 安排的计算机 和医学相结合的课题 所以互相存有 对方的电话号码 乔晨 谢谢大姐 泡到她后 我请客 她想了一个早上 想到 想要超过唐清一的办法 那就是征服她 泡到她 而且 唐清一确实也是 她心中的白月光女神 她之前不敢追唐清一 是觉得自己配不上她 现在 有自家老爸在后方坐镇 她乔晨 就没有不敢泡的妹子 乔楚雪 行 大姐等着你请客 不知道这辈子 还有没有机会 吃到这顿饭 乔梦瑶和乔楚夏 看到这消息 立马凑在乔楚雪的身边惊呼 天啊 老弟这也太大胆了 竟然敢去追大姐 你们学校的唐清一 我听说唐清一 从小就是什么奥数 钢琴比赛 舞蹈比赛 格斗比赛的冠军 而且 家里贼有钱 咱们家这个弟弟 谁给他的勇气 竟然敢去追唐清一 乔楚夏也紧跟着说道 我们学校也有男生 想追唐清一 但是一个个都不敢 连情书都不敢去地 之前听说 有个富二代 用了99999朵玫瑰花 在唐清一的宿舍楼下表白 然后唐清一回了一句男人 只会影响我赚钱的速度 火爆整个大学城 看来五弟这次 是真的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让他去追一追唐清一也可以 至少今天 看到五弟有学习干劲了 而且 唐清一也不会像柳月月那个 拜金绿茶表那样 哄骗弟弟 买那么贵的手机 电脑 乔梦瑶眨眨了眨眼睛 调皮地说道 大姐 四妹 要不咱们来打个赌怎么样 赌弟弟 能不能追到唐清一 乔楚夏 这还要赌 肯定追不到啊 乔楚雪 她没戏 乔梦瑶说道 你们俩都说弟弟没戏 那我这个二姐 就赌他有戏 赌出是输了的 在家里穿女仆装怎么样 可以 没问题 我想咔二姐穿女仆装了 肯定超nice哈哈 乔楚夏笑着说道 乔楚雪给保温壶里装温水 说道 赶紧洗碗碗 要出门了 大姐 你赌不赌 乔梦瑶把最后一个碗洗碗 追着问 乔楚雪给保温壶里 放了几颗枸杞 明景平戴说道 看来 你想穿女仆装了 那就赌呗 说完 她就出了厨房 刚好看到 从阳台打完电话 走进来的林佑 她把保温壶朝林佑晃了晃 爸爸 我给你装了杯热水 等会儿你渴了 就喝这一壶 好 女儿真贴心 乔梦瑶和乔楚夏 整理好厨房 跟着乔楚雪 还有林佑 一起欢喜地出了家门 因为今天是 乔楚雪他们第一次 跟林佑出门 所以乔楚雪很大方地 打了一台出租车 以前他们去逛街 都是坐的地铁 或者公交车 出租车是一台大众车 林佑坐副驾驶坐 乔家三姐妹 坐后排坐 刚坐进去 出租车司机 就特佩服地看向林佑 朝林佑竖起大拇指 暧昧地说道 哥们 厉害啊 眼神仿佛在说 带三个大美女 林佑解释道 这是我三个女儿 想什么呢 司机被震惊到了 这都是你的女儿 嗯 三胞胎 她看着这三个女孩的 年纪都一样啊 林佑特得意地说道 是五胞胎 还有两个没空 女司机被震惊呆了 天啊 五胞胎 我开出租车开了十多年 还是头一次见到五胞胎的 哥们 你这繁殖力 简直是强到爆炸了 牛 牛 牛 林佑也觉得自己的繁殖力惊人 不仅一次就让乔染怀孕了 而且还让乔染一台五宝 哈哈 爽 乔家三姐妹看到林佑公开地说 他们是她的女儿 特别地开心 纷纷喊林佑 爸爸 今天风有点大 你记得把车窗关一下哦 别冷到了 爸爸 你要是渴了 水壶在我这里 爸爸 坐在副驾驶座上要系安全带的 你要系好安全带哦 超贴心 林佑笑着回道 好的 然后他把车窗关上 安全带系好 司机一边开车 一边羡慕地对林佑说道 哥们 你的三个女儿都好关心你啊 真羡慕你 我家丫头 要是有你家女儿一半的董事贴心 我就烧高香了 林佑也觉得 自家女儿是贴心的小棉袄 笑着没回话 因为要去逛街 给家里置办一台很贵的物件 电脑 所以乔梦瑶和乔楚夏 两人都十分的兴奋 一路上再说个不停 大姐 你想好买什么牌子的电脑了吗 我觉得华硕不错 乔梦瑶说道 华硕的续航时间不够长 而且用个两三年后 会发出轰隆隆的声音 我觉得 可以买台苹果电脑 二姐 苹果电脑很贵的呀 六七千块一台呢 乔楚夏说道 我们可以买老款的 四千多就可以买到 不用买新款 乔梦瑶嘻嘻地说道 苹果电脑不管用几年 都不会出现发热 或者很大的排风扇的声响 流畅度也很快 大姐的电脑 主要是用来做文档设计 以及翻看国内外的 各种文献资料 办公用的 苹果电脑完全够用 用个十年都没问题的 乔楚雪说道 嗯 苹果电脑确实不错 等会儿去看有没有老款的 没有的话 我们自己找一台 二手的修理一下 就能跟新的一样用了 乔楚雪是学计算机的 高中的时候 他就对电脑十分有兴趣 发表的论文 也是关于计算机的 学校里不少家里 有电脑的同学 家里的电脑出了问题 都会来找乔楚雪修 每次乔楚雪都能修好 久而久之 乔楚雪对电脑的修理技术 越来越好了 对应的 他的计算机也更厉害了 将实践和理论结合在一起 所以 即使买一台 二手有问题的苹果电脑 它也可以修理得 跟新的一样好用 当林佑座的出租车 开出小区后 另外一台奔驰车子 正坐着两个穿着黑衣静装的男人 他们是大山和小山兄弟俩 林佑的保镖 开车的是大山 小山坐在副驾驶座上 哥 你有没有发觉 刚刚老板出来的时候 不一样了 小山说道 嗯 小山说道 你说 咱们跟了老板十多年 这还是头一次 看到老板坐出租车啊 而且我也还是第一次 看到老板笑得那么开心 还有今天早上 老板竟然亲自去菜市场买菜 这简直是太让我震惊了 老板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你只看到这些 大山无语地看了 自家弟弟一眼 那你还看到 老板哪里不一样了 小山不服输地问道 大山目光落在前面那台 林佑坐的出租车上 严肃地说道 老板的气场不一样了 像是一个隐藏高手 我现在都没有把握打赢老板 小山一听到这话 震惊到了 什么 老板是隐藏高手 你都没把握打赢老板 不会吧 他以前没发现 老板是高手啊 大山心里也很疑惑 不过他没把疑惑说出来 作为老板的保镖 还是不要管老板太多的事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好 他改为说道 你去多物色几个厉害的女保镖 女保镖 哥 你该不会是看到老板 开始过起了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 你也想结婚了吧 小山惊讶地问道 大山一巴掌拍在小山的后脑勺上 瞎想什么呢 老板现在有女儿了 老板的保镖又亲一色都是男的 你觉得老板会让男保镖去保护小姐吗 赶紧去办事 小山憨憨地摸了摸后脑勺 赶紧拍马屁 还是歌响事情想得远 我这就开始物色 林佑带着女儿们来到电脑城 助理已经把摆放有最好的电子产品的柜台号 发到了林佑的手机上 林佑直接带着女儿过去 在去柜台的时候 有人喊乔出雪 乔出雪 真的是你 太好了 你来帮我选选电脑吧 我爸刚刚给我打了八千块钱 让我买一台电脑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买电脑呢 乔出雪的同学顾玉丹走了过来 对乔出雪兴奋地说道 这种兴奋不是友情的兴奋 而是仿佛终于来了一个 可以随意使唤的丫头帮忙姐 问题的兴奋 乔出雪皱眉说道 不好意思 我今天没空 她是聪明人 又哪里不知道哪些人是真朋友 哪些人只是想用你用她 平日里 她和顾玉丹可没什么交集 虽然两人都是计算机系的同学 但是 顾玉丹的计算机知识学得很差 顾玉丹不放乔出雪走 乔出雪 我们是同学 你好歹也要帮我一把啊 你都来这里看电脑了 自己看也是看 帮我看也是看 你也太不顾及同学情义了吧 我姐要买电脑 哪里有空给你看 乔梦瑶没好气地说道 她最讨厌这种 拿到得来压人的人了 而且很显然 这个顾玉丹 跟她大姐说话的语气 就像是只是小丫鬟一样 让她很不喜欢眼前这个顾玉丹 乔出雪要买电脑 不会吧 我没听错吧 顾玉丹特意用十分夸张的语气 说出这句话 就仿佛这是世纪大笑话一样 乔出雪 你家的情况 我们全班都知道 你上大学的学费 用还是找学校申请的助学贷款 而且 你还要勤学减工赚钱 你哪里来的钱买电脑 今天你 只要帮我选好电脑 我可以给你一百块钱的劳务费 够大方吧 走了 走了 我上午买好电脑 下午还要跟我男朋友去看电影 没工夫在这里单个 说着 顾玉丹就要伸手强行 抓着乔出雪的手腕走人 只是 她的手还没碰到乔出雪的胳膊 就被一只强劲有力的手打开了 她整个人 也因为后退了数步 只见高大威猛的林佑 把两个女儿护在身后 冷冷地 看向顾玉丹 我女儿已经拒绝了你的请求 还希望你有自知之明 这里的电脑很贵吗 一百块钱劳务费 就想让我女儿给你选电脑 你也配 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里了 以后 谁要是请我女儿帮你们修电脑 选电脑 没个一百万 别来找我女儿 我女儿的时间 不是浪费在你们这些穷人身上的 其实她并不讨厌穷人 因为她自己也是从一穷二白 发展到如今身家万亿 但是 特么的你穷 竟然还这样理直气壮地欺负我女儿 那就别怪她讨厌顾玉丹了 林佑的话刚说完 全场都安静了下来 顾玉丹 更是被林佑身上散发出来的 强大的严肃气场 给吓得浑身发抖 她长这么大 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严厉的人 你 你 你知不知道 我男朋友是谁 你竟然敢说 我是穷人 别以为你长得帅 长得人高马大的 是乔出雪的爸爸 就敢说出这样放肆 又荒诞的话 顾玉丹想到自己男朋友的身份 当即就用上了吃奶的勇气 支支吾吾地回对了过去 你男朋友是谁 说来听听 我倒是想看看 你男朋友有多牛逼 能让你牛逼成这样 林佑冷淡地说道 完全是一副不怕事的态度 乔家三姐妹 虽然这会儿觉得 被老爸这么维护 特别地有面 心里特别地爽 但是 又有点担心自家老爸 尤其是乔出雪 因为他知道 顾玉丹的男朋友是谁 是复丹大学的校草成大药 是个标准的中海富二代 家里是拆迁户 听说分道的房子 有好几十套 很牛 有钱又有颜值 这个成大药才上大二 最爱泡大一的学妹 就他听说的 成大药来学校上了一年多的学 起码已经泡了三十多个女孩了 换女孩 如同换衣服一样 简直就是个极品渣男 但是家里有钱 听说还有点官方关系 所以学校里很多人都不敢招惹他 他有点担心 自家爸爸会招惹上这个成大药 但是 这会儿他肯定是不会给自家爸爸扯后腿的 所以 他嘴唇紧抿着 小手握成了小粉拳 在心里对自己说 一定要努力 出人头地 保护妹妹们和爸爸 不让妹妹们和爸爸 在外面受到别人的欺负 顾玉丹再次被林佑的气势给吓到了 这气势 太吓人了 就在他要耸的时候 他忽然眼睛一亮 看到他男朋友成大药过来了 他连忙激动地朝成大药挥手 大声地伴随着哭腔的喊道 要哥哥 你可算来了 呜 你的小可爱被人欺负了 他说我是穷人 还说你不你牛逼 说我们俩是垃圾 废物 最后两句话 完全是他添油加醋加上去的 为的就是刺激成大药的男子汉气概 让成大药在这里帮他扳回一局 他可不能再瞧出雪面前丢了面子 他一边说 一边拼命地挤出了几滴眼泪 委屈巴巴地望向成大药 时不时地还抽噎几声 看着确实像是受委屈的样子 成大药立马就搂着顾玉丹 霸气中二地说道 谁敢这么说我 敢说我成大药是废物 垃圾 嗯 是不知道我们家有多少套房 多少人卖关系吗 顾玉丹心里一喜 果然自己浇油没浇错 当即就抬手指向灵幼的方向 就是那个男人 站在桥出雪身边的 穿着黑西装的那个男人 成大药顺着女朋友的手指看过去 就看到了灵幼 然后 妖哥哥 你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他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骂我们俩是垃圾 废物 真的是半点面子都不给你啊 他的话刚说完 忽然 他感觉到不对劲 因为他感觉 成大药搂着他腰的手放开了 然后 他就看到 在校园里横行霸道 在商场里灰土如今的成大药 一脸狗腿外加 陪李道歉笑脸的 跑到灵幼面前 公身 弯腰 对灵幼点头哈腰 极尽谄媚之色 灵总 不好意思 误会 这是个大误会 我不知道您在这里 对 我就是垃圾 废物 我就是个不成才的废物 您骂得对 对了 我那个女朋友招惹到您了 您随便骂 您想怎么骂都行 说着 成大药就抓着顾玉丹 来到灵幼面前 一巴掌打在顾玉丹的脸上 骂道 你个没长眼睛的东西 冲撞了林总 还不知道陪李道歉 赶紧的 道歉 成大药是真心害怕灵幼 所以打顾玉丹的这一巴掌 是打了十二分的力气的 直接把顾玉丹的脸 给打得通红 出现了五个巴掌印子 顾玉丹 震惊万分 不可思议地 捂着被打痛的脸 望向成大药 你 打我 你竟然打我 成大药 你他妈的竟然打女人 我打你怎么了 你别给我逼避 赶紧给林总道歉 成大药见顾玉丹赶顶嘴 又是一巴掌下去 把顾玉丹另外一边脸 也打了一个大红巴掌印子 顾玉丹直接就羞愤地红了眼睛 成大药 我跟你没完 好玩 顾玉丹就捂着脸跑了 成大药想去追顾玉丹 但是想到灵幼还在这里 他又不敢直接走人 赶紧继续变着谴媚的小脸 给灵幼赔礼道歉 不好意思 林总 是我不会管我的女人 我代替她向您道歉 说着 成大药朝林幼深深地鞠了一躬 然后又扇打自己的脸 打了十多次后 林幼皱眉开口说道 滚吧 这人是谁 他见都没见过 不过没关系 对方认识他就行 是是是 谢谢林总开恩 我这就圆润地滚走 林幼说滚 成大药还真的不敢理解为 而是理解为字面上的意思 滚 所以 成大药说完话后 立马就躺到了地上 然后开始在带上打滚 滚出了林幼他们的视线 周围的人纷纷震惊地不可思议 妈妈 刚才那个人好像一条狗啊 狗也会打滚吗 有个没有坏心眼的纯洁小女孩 好奇地问自家妈妈 这个妈妈被吓了一跳 赶紧捂着女儿的嘴巴 就抱着女儿跑了 小孩不懂人情事故 说话不知轻重 她是个大人 可是懂的 虽然刚刚成大药在 林幼面前 卑躬屈膝如一条狗 但是 成大药浑身奢侈品名牌 可不是他们这些小普通老百姓 得罪得起的 赶紧跑路为妙 客人们也不敢再看下去 纷纷敬畏地偷窥了一眼林幼 把林幼的面容记在心里 告诫自己 以后看到林幼 一定要远离后 就都散开了 大家散开后 乔家三姐妹 震惊万分地望向林幼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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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姐妹都喊出不一样的产音 爸爸 你 多有钱啊 乔出雪颤抖着声音问道 因为 她觉得成大药家里 真的是很有钱的了 毕竟负担大学里 是有很多中海本地大学生的 家里有钱有权的 也不在少数 可是 成大药就是横着走 没人敢招惹她 可见 成大药家里 在中海的地位 肯定不一般 但是 这样的成大药 见到她家爸爸林幼后 竟然直接变成了舔狗脸 各种赔礼道歉 最后还真的滚走了 这 简直是太让她震撼了 乔梦瑶也眨巴着眼睛问道 是啊 爸爸 你到底多有钱啊 刚才那个场面 真的好震撼啊 爸爸 你太牛了 乔梦瑶十分解气地说道 乔主下眨巴着眼睛 超想问 那台价值一个亿的 劳斯莱斯会赢 是不是就是爸爸的 但是这话 他又不好问 如果是爸爸的还好 如果不是爸爸的 就有点尴尬 不合气氛 但是 他知道自家爸爸 真的 真的超级有钱啊 应该至少是个亿万富翁 甚至有可能是个 十亿万的富翁呢 毕竟刚才那条 舔狗的滚的姿势 真的是 看得他太爽了 林佑本来是想跟女儿们摊牌的 但是想到系统要求的 他选择了奖励后 必须要隐藏万亿富豪的身份一周 这才第二天 不过系统可没说 他不能说 自己有钱 之前他跟儿子说家里有钱的时候 系统也没反应 说明这是没问题的 所以 他张开双臂 宠溺地把三个女儿揽入怀里 笑着说道 你们爸爸我 很有钱 至于有钱到什么地步 我也不知道 该怎么来形容 总而言之 你们知道你们爸爸我 超级有钱 你们是富二代就行了 以后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 通通都可以来找爸爸 爸爸能帮你们全部解决 乔梦瑶 哇哇哇的兴奋地尖叫 乔楚下抱住林佑 也在兴奋地咬手指头 让手指头上的痛感 让他知道 这一切都是真的 他真的有个巨有钱 而且还是土豪的爸爸 他成了富二代 哈哈 富二代啊 他成了真正的富二代 太爽了 每次看到东西买不起 又或者是家里极度缺钱的时候 他就做梦幻想 幻想自己是富二代 但是每次都没有实现 于是乎 他就把这种想法 寄托到了小说里 创造出来的小说 一本本的 都很受读者们的喜欢 虽然他不是最红的小说作家 但是 他每个月也可以赚到好几千块钱的稿费 他觉得自己已经很牛逼了呢 尤其是 以前他看到有个作者 突然断更 说不写小说了 要回去继承家产了 他还好羡慕的 没想到现在 哈哈 他不用羡慕了 因为 他家爸爸超级有钱 他就是富二代 他再也不用为把一块钱 掰成一毛毛的钱用了 叔父啊 身体里浑身的细胞 都在尖叫狂欢啊 乔出雪是三个姐妹里面 稍微淡定的一个 昨晚看到爸爸的时候 他就知道 爸爸的身份 肯定不是普通人 但是他也没有想到 自家爸爸竟然这腰牛 一夜之间 他 成了富二代 不再是穷大学生 这种感觉 说实话 真的很爽啊 走 爸爸带你们 去买电子产品 把你们五姐妹 需要用到的全部买上 林佑爽朗地大笑地说道 在女儿们面前摊牌了 叔父啊 林佑带着三个超级兴奋的女儿 继续走向张特柱 给他发的专柜 而这边 成大药出去后 立刻就去找顾玉丹 顾玉丹正在哭 他看到成大药过来了 以为成大药是来跟他道歉的 他转过身 背对着成大药 抽抽叶叶地说道 没有一个爱马仕的包包 休想让我原谅你 我要你原谅 顾玉丹 你脑壳是不是进水了 我跟你说 现在你就去给林总道歉 你想做死 你他妈的别害我 老子差点因为你全家都要遭殃了 林佑啊 这个名字 是上流社会 站在尖尖塔顶上的男人 连新闻媒体 都不敢在网上泄露 他的长相和名字的男人 他也是有幸 有一次跟爸妈去参加一个聚会 远远地看到了林佑一眼 当时爸妈就跟他科普林佑的强大 并且 让他向林佑学习 以及再三告诫他 看到林佑 如果做不到礼貌 就要远离 千万不要招惹林佑 因为 在商场上 招惹了林佑的人 下场只有一个 不是家破 就是人亡 十分恐怖 而且 林佑也绝对有这个资本 所以他对林佑的面容 是记忆深刻 刚才一见到林佑 他就认出来了 而且他对林佑 还有一种来自本能的害怕 顾玉丹满脸梦了 转过身看向成大药 你说什么 完全听不懂 我还没问你呢 你不是自诩自己家超级牛逼吗 怎么看到个上班的男人 就耸成那样 还说我害你 我看你就是个耸货 成大药冷笑一声 对 你说的没错 我在林总面前 就是个耸货 但是 这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 就连我爸妈在林总面前 都只能是耸货 你以为你是谁 竟然敢招惹林总 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你知道他的身价多少吗 你知道人家的家里的钱 可以绕地球多少圈吗 你知道他的政治人脉关系 多牛逼吗 我看你你连自己招惹到了 怎样一尊大佛 都不知道 立刻给我把眼泪擦掉 去给林总赔礼道歉 他连林佑的名字都不敢直呼 生怕一喊 就会出现大恐怖 顾玉丹猛了 傻眼了 真的是彻底的傻眼了 可 可是 他说 他是乔楚雪的爸爸呀 他 有这腰牛逼吗 不对啊 乔楚雪是瓜 家里很穷的呀 不对 你喊他喊林总 他姓林啊 又怎么会是乔楚雪的爸爸 难道 我刚才看到乔家三姐妹 跟这个林总是 走在一起的 难道 乔家三姐妹 都被你说的这个林总 包养了 程大佑一听这话 并不觉得 这有多惊讶的 因为以林佑的才是 包养三胞胎 那还不是分分钟的事 虽然他还是有点震惊 自己学校有着高冷冰雪之名的 校花乔楚雪 竟然会被包养 但是 想到包养乔楚雪三姐妹的金主 是林佑 他就觉得 这都不是什么好惊讶的问题了 我警告你 这样的事 你自己知道就行 不要在外面乱说话 另外 我现在和你分手了 你赶紧跟我去给林总道个歉 要不然 别怪我没警告你 以后你自己怎么死的 你都不知道 顾玉丹被吓得傻眼了 他知道 成大药 这真不是在跟他开玩笑 包养了乔家三姐妹的男人真的很牛逼 牛逼到成大药十分害怕 他怂了 怂了的同时 又觉得乔家三姐妹 能攀附上林总 那他 也可以啊 如果他攀附上 这位神秘的林总 那他这辈子都不用愁了 而且 乔家三姐妹 哪里有他会的姿势多 他绝对会把林总给伺候的 那叫一个叔父 抢占林总更多出宠爱 到时候 成大药还算个屁 当即 他就特积极地对成大药说道 你快带我去 我要跟林总道歉 他干脆又把自己的裙子给撕碎一条 让自己看起来更加的惨 因为他知道 有些男人 特别的年纪大的一些男人 最喜欢那种了 他更惨 男人更兴奋 也会对他印象更好 他不能错过 这个结交权贵的路 要争取一句 拿下林总 成大药哪里能看不出 顾玉丹眼神里冒出来的光 他在心里吃笑了声 但是他也没点出来 因为他知道 林佑那样的人 是不可能看得上 已经被他玩过的女人的 更别说顾玉丹的颜值 完全没办法跟乔家三姐妹比 不过 他肯定是要带顾玉丹去道歉的 要不然 他不知道 林佑会不会对他们家动手 他赌不起 林佑这边 他带着女儿们 来到了苹果专卖店的柜台 这会儿 柜台已经被清场了 因为这里摆放的 不再是平日里 苹果销售的那些产品 而是全部都是 特地为林佑送来的 最高端的苹果产品 所有的苹果产品的外壳 都是纯金 而不是那些 一看就很low的玫瑰金 土豪金 这是真的纯金 比如 苹果电脑 MacBook Pro的外壳 就足足地 用了24克拉的 9999黄金 而苹果专门的标识的 那个苹果旁边 更是像镶嵌了 多种颜色的钻石 简直是好看酷炫 到了女生们 看了都会尖叫的程度 这还只是 苹果笔记本电脑 还有苹果手机 苹果iPad 苹果耳机 苹果台式一体机 以及Apple Watch等等产品 全部都有 都是纯金打造的外壳 放眼看过去 就是一片金灿灿的 好看得不得了 路过的顾客们 一看到这里 纷纷都惊呆了 但是因为有保镖 在这里专门围着 所以这些顾客们 也不敢靠近地看 只能远远地观看 然后有一个 提着爱马仕包包 带着Dior眼镜的女人 一过来 就喜欢上了那款 纯金打造的 苹果笔记本电脑 她看到林佑 带着乔家三姐妹进去了 她也想跟进去 但是立马就被保镖 拦在了门外 女人立马就不高兴地说道 你干嘛什么 我要买你家的东西 不好意思 这位女士 这里的产品不对外销售 保镖说道 女人根本不搭脸 不对外销售 那你还放在这里展示 难道你觉得 我买不起吗 不是 只是这些东西 确实不对外销售 那他们是谁 为什么他们可以进去 还可以摸产品 女人不高兴 自己被这样差别对待 脾气很火爆 保镖淡淡地说道 这些全部都是林总的 我不相信 她一个人 要用这么多东西 赶紧的 让我进去 我只买 那台笔记本电脑 那纯金的笔记本电脑 她还是第一次见 她一定要买到 好回去装逼炫耀 不好意思 不卖 保镖见这个女人 还是不走 脸上还是不客气了 因为她已经解释清楚了 这些都是林佑买了的 只是放在这里 让林佑的女儿们挑选 女人更加不高兴了 你看不起谁啊 你就说吧 那台笔记本电脑多少钱 你说她买了 那我出她的双倍 卖给我 经理看到这边闹出了事情 担心影响到林佑购物的心情 立马过来调解 说道 这位女士 您想买那款笔记本电脑 也可以 不过就是今天没货 您可以等 又愿意出双倍价钱的话 我可以为尽快调货 一个月后可以到 买 女人拿出银行卡就说道 经理礼貌地说道 好的 这台Pro的售价是18万 您出双倍 就是36万 那我现在就带您去刷卡 女人立马拿回了自己的银行卡 脸上憋出了猪干色 你 你骗人哪 一台破电脑 还要18万 小姐 你如果买不起的话 那就还请你不要 再骚扰我们这里 要不然 我们就只能请商场的保安了 经理当即就冷冷地说道 女人脸色又红又紫的 气哼哼地 瞪了经理和保镖一眼 就急急地走了 旁边围观的人纷纷开始说 天啊 我刚才查了一下 这台黄金打造的苹果电脑 真的要18万啊 而且还是限量款 不是谁买都有的 疯了 一台电脑 平日里 也就是一万多块钱 土豪们的专属款 就直接多了十多倍的价钱 不过这钱也不是坑人 你们看 那外壳都是用的纯金打造的啊 还镶嵌有钻石 确实值这个价钱 只能说 有钱人的世界 我们看不懂啊 是啊 是啊 天哪 那个男人到底多有钱啊 竟然买下了这么多的 纯金打造的苹果产品 保守估计得上百万啊 何止啊 你看笔记本电脑 就有五台 就是九十万了 还有其他的 我估计得上千万 太吓人了 土豪买电脑 就是不一样啊 一堆堆地买 而且买的还都是黄金 和镶嵌了钻石的 羡慕得我流口水了 这样的日子 我这辈子没生在土豪家庭 是一辈子都没希望过上 这样的奢华日子了 正在看电脑的乔家三姐妹 被经理的话给震惊到了 他们虽然 看到这些电子产品 确实都是用了真金子 知道应该很贵 但是没想到 竟然比普通的 要贵十多呗 这 真的是太吓人了 这跟他们概念里的富二代不一样啊 概念的富二代 就是电脑用苹果最好的 Pro系列的 然后所有的电子产品都是苹果的 可是 现在他们爸爸给他们打开的富二代的方式 则是 所有电子产品都是用纯金打造 镶嵌钻石的 天哪 简直是震惊的他们无以复加了 完全超出了 他们大脑对有钱的想象 爸爸 会不会太贵了呀 乔梦瑶拉着林佑的胳膊 小声地说道 林佑宠溺地摸了摸小丫头的小脑袋 说道 不贵 只是毛毛雨 这些都是爸爸已经买好的东西 你们选各自喜欢的款式 然后 还有给乔晨和乔诗涵都选好 每个品种你们都要选 这些爸爸已经付过钱了的 不能退 你们要是不用的话 爸爸就只能扔了 最后这句话 刺激的乔家三姐妹 立马说道 爸爸 我们选 这么贵的东西 扔掉 也太可惜了呀 肯定不能扔啊 选选选 眼花缭乱啊 虽然都是用纯金打造的 但是 款式上还是有所区别的 最后三姐妹都选了自己心仪的款式 然后又给乔晨和乔诗涵选了 全部都选好后 看着还剩下的电子产品 爸爸 这些真的要扔掉吗 不扔 给你们备份用 啊 电脑手机这些 还有备份用的 乔梦瑶再次被刷新了 有钱这两个字的概念 林佑笑着说道 当然了 比如两台电脑 如果停电的话 一台电脑没电 另外 还有一台备用的可以用 比如手机 你如果登陆两个QQ或者两个微信 就不用切换号码了 直接拿另外一个新手机就行 林佑跟女儿们说了很多 再次打开了女儿们的新世界大门 最后 乔初雪宁没对林佑说道 爸爸 可是东西太多了 我们家里放不下 尤其是台式的一体机电脑 一人一台 家里完全放不下啊 林佑笑着说道 这都不是问题 爸爸 已经把你们楼上两层 楼下两层 以及你们的隔壁都满下了 今天已经让他们在那里动工 把所有的房子都打通 坐楼梯 过两三天 就可以搞定 最后再把你们住的房子 跟隔壁打通 咱们家就很大了 其实 就算是这样的三层房子 对林佑来说也很小 不过 她正在逐渐地 融入到女儿们的世界里 所以 她用了女儿们 喜欢用的很大两个字 如果不是大学城这附近 没有大别墅卖的话 她会直接买一栋别墅的 她看了下 距离五个孩子学校 最近的楼盘 确实是乔木秋 给孩子们买的这个龙原小区 而且现在龙原小区的物业 已经被她买下了 并且换上了最好的绿城物业 一家人住在三层的富士楼里 也是很温馨的 乔梦瑶震惊地望向林佑 话都快说得不利索了 爸爸 你 你把我们楼上两层 楼下两层 还有隔壁都买下了 天哪 这得花多少钱啊 我记得当初小姨买下9014 就花了600多万 你这买了五套 那得多少钱啊 天哪 起码得3000多万啊 乔楚夏和乔楚雪 都震惊地望向林佑 尤其是乔楚夏 之前她推测了下 自家爸爸 应该是在亿万富翁 但是现在 光买房子 自家老爸 就买了3000多万 还有给他们买的这些电子产品 也是好几百万 随手就花这么多的钱 难道 昨晚那台价值一个亿的 劳斯莱斯会赢 真的是自家爸爸的 爸爸 乔楚雪其实想说 房子买得太多了 最多把隔壁买下 就够他们一家六口住了 外家小姨偶尔过来 也足够住了 因为一个单元房是四个房间 两个单元房就是八个房间 现在 自家爸爸买了五个单元房 等于家里有六个单元房 那就是24个房子 这么一算 她 傻眼了 家里有24个房间 这是什么概念 林又拍了拍女儿们的肩膀 宠溺地说道 咱们家里很多房间 你们可以想一下 你们还想要什么房间 到时候 爸爸可以找专门的软装设计师 给你们设计 乔楚夏第一个跳起来说道 爸爸 我要一个专门的卧室 我要一个人睡觉 因为 她有时候写小说 会熬夜到凌晨一两点 然后会影响到 跟她一起睡觉的三姐 虽然三姐没跟她说 但是她时不时地会发现 三姐第二天醒来后 有黑眼圈 一脸没睡好的样子 每次她都会很自责 想要早点把稿子写完 但是有时候需要灵感 又只有夜深人静的时候 她的灵感爆发 写出来的剧情更加精彩 导致她很多时候 白天写不出来 只有半夜才能写 现在自家爸爸 买了超级多房子 那她首先要申请的 就是要一个专门 属于自己的卧室 这样的话 她就算是半夜马字 又或者是凌晨三四点 突然想到一个精彩剧情 然后兴奋地起床 记录下来的时候 不会吵到 跟她在一个房间里 睡觉的三姐了 林又宠溺地说道 一人一个房间睡觉 这是最基本的 咱们家有24个房间 你们还可以想点 其他的兴趣爱好的房间 比如 楚下你喜欢写小说 那就可以单独设计 一间书房 比如雪儿 你喜欢计算机 那就可以单独设计一间 专门放大型计算机的房间 说到这里 林又想到自己 还不知道梦瑶女儿喜欢什么 她望向瞧梦瑶 问道 瑶瑶 你有什么兴趣爱好呢 爸爸给你报培训班去学习 爸爸 我想要一个钢琴房 可以吗 乔梦瑶小心翼翼地问道 因为中学的时候 她看到教室的走廊里 有一架钢琴 她很想去弹 但是她不会弹钢琴 所以一直不敢坐上去 只能远远地看着 别的会弹钢琴的女孩子 坐上去 弹出美妙的曲调 所以 她心里一直都藏着 这样一个钢琴梦 林又双手放在 乔梦瑶的肩膀上 微微弯腰 看着她的眼睛 用很认真的态度说道 瑶瑶 你当然可以有一个钢琴房 我们家瑶瑶以后 是要去世界舞台 表演钢琴的 所以 瑶瑶 你要自信 爸爸相信你可以成为 一名很好的钢琴家 被林又这么一鼓励 乔梦瑶之前 还有些窃窃的眼神里 立马迸发出了自信的光芒 她朝林又用力地点头 嗯 爸爸 我将来一定会成为 一名优秀的钢琴家的 加油 林又见女儿自信了 她很是欣慰 笑着做了一个 加油握爪的手势 鼓励她 加油 乔梦瑶也奥利给得握了小粉圈 选好电子产品后 林又让销售经理打包 打包的时候 顾玉丹和程大耀过来了 顾玉丹一过来 就跪在了林又面前 她今天穿的是裙子 跪的时候还特别地讲究 特意露出白大腿 肩膀上的衣服也撕碎了 脸上还浮肿 哭得梨花带雨的 这会儿 如果是一般的普通男人 站在这里 估计还真要被顾玉丹 这样子给骗得心软了 但是林又是谁 别说是顾玉丹这个样子 出现在她面前 就算是顾玉丹脱光了 站在她面前 她照样不看 因为 实在是太丑了 她见过的美女 比顾玉丹吃过的盐还多 哪里能看不出来 顾玉丹这是想勾引她的心思 她自己看了吃不下饭 影响还不是很大 但是 特么的 在她女儿面前玩这一出 看得让她的女儿们恶心 那就是触及到她的逆龄了 当即她就拨打了110 举报有人衣衫不整 在公众场合暴露 打完电话后 也不管顾玉丹是什么表情 她带着三个女儿就走了 顾玉丹被赶到的警察 带回了警局进行教育 修奋的顾玉丹 当场差点就晕过去了 她没想到 林又竟然会这么对她 她哪一点 比不过乔家三姐妹 林又带着女儿们 出了白脑会后 继续带着她们 去附近的横龙广场买衣服 爸爸 你刚才的做法真的好棒 才回过神来的翘楚下 朝林又竖起大拇指夸赞道 因为在她的小说世界里 顾玉丹那样的就是骚货 她哪里看不出来 顾玉丹是想勾引她爸爸 她当时还着急呢 没想到自家爸爸 直接用简单粗暴的方式 就解决了问题 真的是太棒了 不过 她与此同时也想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 自家爸爸现在还是单身状态 而她妈妈 已经去世了 爸爸身边 如果没个女人照顾的话 确实是很不妥当 毕竟男人 总是有生理需求的 这点 她也是看小说 然后专门在网上搜索了资料得知的 但是给爸爸介绍女人 肯定要介绍靠谱的才行 忽然 她脑海里浮现出了一个女人的身影 她的小姨乔木丘 今年28岁 未婚 而且一直都没谈过男朋友 长得也是超级漂亮 跟她妈妈十分像 她在想 如果这辈子 自家爸爸会娶个女人结婚的话 那娶乔木丘更好 因为乔木丘对他们五姐妹真的很好 虽然说才相认没几个月 但是 她能感觉得出来 乔木丘在把她所有的好都给他们 比如 把存款都拿出来 给他们五姐妹买房 还留了一张50万的银行卡 给他们以备不时之需 而乔木丘自己却很节省 开的车 只是一台普通的QQ车 包用的也是很普通的 一两百块钱的包包 衣服穿的也不是名牌 每次来看他们的时候 穿的都是部队里发放的制服 想到这里她就机灵了起来 爸爸 我们等会儿也给我们小姨买点礼物吧 你觉得怎么样 林幼宠溺地笑着说道 当然可以 你小姨什么时候有空 爸爸准备请她吃饭 当面感谢她对你们的照顾 另外就是 她也有很多话想问问乔木丘 乔染的是 乔木丘知道的肯定比女儿们更多 这么多年过去了 当年追在她屁股后面跑的小女孩 如今不知道出落成什么样子了 说实话 她还挺有点期待的 毕竟是乔染的妹妹 小时候就看着跟乔染长得像 如今 不知道长成什么样的大美女了 乔楚下一听这话 高兴地说道 小姨 每隔两个星期的周末 就会来看我们一次 上周她们来看过我们 下下周的周末 她就会来看我们了 到时候 我们一起吃饭 好 给你们小姨买礼物的事情 就交给你们三姐妹了 爸爸只管买单 林幼爽朗地笑着说道 嗯嗯 林幼带着女儿们来到横龙商场 横龙商场是中海最高档的商场 也是奢侈品最多 最全 美女最爱逛的地方 进了商场后 林幼问女儿们 先去买包包 你们喜欢哪个牌子的包包 爱马仕 香奈 LV Dior 还是哪些品牌 三姐妹第一次进这么贵气的商场 看得眼花缭乱 最后三姐妹商量着 去了香奈 不仅是香奈的名字好听 还有就是香奈包包 在女孩的圈子里很火 林幼带着女儿们进了香奈专柜 林总 香奈女店长一看到林幼来了 惊喜的眼珠子都要贴到林幼身上了 连忙带着销售员过来热情迎接 因为每次林幼过来 都是消费几十万以上的 不仅是在他们香奈店里 在其他的奢侈品店里 林幼都是超级VIP大客户 是他们跪着 也要争先恐后 抢着服务的金主爸爸 林总 好福气啊 这三位女士 天哪 请问是三胞胎吗 长得好像啊 女店长艾文震惊地问道 林幼知道艾文误会了 以为这次她带来的是女伴 或者女朋友 她说道 这是我的三个女儿 不过不是三胞胎 而是五胞胎 女儿 恭喜林总 贺喜林总 喜得千金 而且还是五胞胎 天哪 林总 您不愧是最成功的男人 连孩子都是震惊 整个龙国的五胞胎 我真的是第一次听到五胞胎 林总 您太厉害了 艾文震惊不已 当即她就笑着 对乔家三姐妹热情地说道 三位小姐 这边请 我带你们看我们这里 最欣赏的香奈包包 还有跟这些包包搭配的墨镜 毛衣链 耳环 衣服等等 都有全套的 乔家三姐妹 还是第一次进奢侈品店 虽然她们知道 自家爸爸很有钱 但是 她们还是有点不太习惯 最后 是乔储下第一个反应过来 一手拉着乔出雪 一手拉着乔梦摇 对艾文说道 行 我们要选好看的 她们现在可是富二代 可不能给爸爸丢面呢 就算是第一次进奢侈品店 也不能露怯 乔家三姐妹 去选购包包了 林佑坐在休闲沙发上休息 因为买女人的包包 她不再行 她只要付款就行 艾文绝对会服务好 她的三个女儿 三个女儿 都会买到心仪的包包首饰等等 林佑 在她喝茶的时候 一记女生传来 紧接着 一抹曼妙的身影 就坐落在她的对面 她抬眸望过去 是她的前前前女 有蓝惹灵 妈格赌王的五女儿 长相甜美 身段娇美 而且大方得体 性格也不错 是个不错的女朋友 只是不是她的理想妻子人选 所以两人和平分手 嗯 林佑点头 你 我听说你现在单身 我们 蓝惹灵一脸痴情地望向林佑 想和林佑再续前缘 因为像林佑这样身家万亿 谈恋爱的时候还专情 对女友还体贴照顾的男人 几乎已经绝肿了 所以 她想再争取争取 如果能和林佑结婚 相伴到老的话 她一定是最幸福的女孩 只是她后面的话还没说完 她忽然想到了一个事 那就是 林佑一个男人 如果在没带女伴的情况下 是绝对不可能进香奈尔专卖店的 而林佑会带着进商场里购物的女人 都是林佑认可的女朋友 也就是说 她还是晚了一步 林佑又有女朋友了 她倒是想看看 到底是哪个女人 竟然先她一步 抢到了林佑 当即 她就扫向四周 目光落在被店长艾文恭维的 乔家三姐妹身上 她的眼神晃了晃 想当初 她作为林佑的女朋友来这里的时候 艾文对她 也是如此的恭敬热情 但是 如今 被艾文恭维着选包的人不是她 而是 三个看着才18岁的女大学生 不得不说 这三个女大学生的颜值 真的很高 比她还要漂亮 而且 她忽然发现 这三个女大学生 竟然长得十分相似 难道她们是 三胞胎 林佑的口味患了 喜欢三胞胎女笑话了 她惊讶地望向林佑 话到了嘴边 却说不出来 最后换成了一句 林佑 你如果想要结婚的话 可以考虑我 我会一直等你 爸爸 你们在聊什么呢 你帮我看看 这款包包怎么样 好看吗 乔楚下拿着一款 白色的林佑包包过来 轻易地从林佑身后 圈住她的脖子 把包包放到她面前 然后才抬头看向 坐在林佑对面的蓝忍铃 本来她是可以不过来的 但是 看到有女人 在跟自家爸爸说话 而且 女人看向自家爸爸的眼神 一看就是喜欢自家爸爸的人 所以 她就机灵地过来了 因为 她更想让自家爸爸 和自家小姨在一起 这样她们五姐妹就没有后妈了 和小姨也是亲上加亲 爸爸 蓝惹林震惊地望向林佑 林佑拿着包包 对女儿宠密地说道 嗯 好看 楚下选的包包 跟楚下很配呢 等会儿让艾文阿姨 帮你选一套 跟包包搭配的衣服 嗯 好地 那爸爸 我过去咯 写爸爸 说着 乔楚下就欢喜地低头 在林佑的脸上亲了一口 然后就拿着包包走了 这一幕 看得蓝惹林震惊地瞪大了双眼 天哪 刚才林佑那眼神 是宠密的眼神 她和林佑谈了三个月的恋爱 林佑是一个十分优秀的男友 但是 林佑从来都没有用这样宠密的眼神看过她 这看得她 简直是心里极度的发狂啊 那个女孩 叫林佑叫爸爸 林佑今年才 37岁 怎么可能有18岁的女儿 两人关系 肯定是情侣的关系 只是爸爸这个称呼 就是男朋友的意思 因为女孩确实看着比林佑要小很多 两人玩爸爸这样的时髦称呼 也是很正常的 林佑看向蓝惹林 说道 那是我女儿 所以 你不要再对我抱有希望了 我林佑不是你们这些女人能得到的 蓝惹林震惊 那真的是你的女儿 嗯 三个都是 还有两个再没空过来 是五胞胎 林佑说起五个孩子的事 脸上自然而然的就有了笑容 五个孩子 是她和乔染的孩子 更是她生命的延续 是她新生活的开始 蓝惹林再次震惊地瞪大双眼 整个人被震惊地说话都不利索了 那都是 你的 女儿 真 女儿 五胞胎 天哪 她脑壳运转得飞快 这三个女孩看着18岁 也就是说 在19年前 一个女人和林佑欢好后 就怀了林佑的孩子 而且 林佑之前肯定不知道这件事 因为 她从来都没听说过 林佑有孩子 也就是说 林佑是在最近才和五胞胎孩子相认的 林佑和孩子妈在一起了 她被震惊地傻眼了 内心超级佩服那个孩子妈 竟然可以怀上了林佑的孩子 而且还聪明地知道带球跑 悄悄地把孩子养大成人 再带着孩子上门来跟林佑相认 高啊 这招简直是超级高 其实她之前也想过 悄悄地怀上林佑的孩子 但是 林佑不想要孩子 自然就不会让她怀上 即使她悄悄地 在两人夜晚玩游戏之前 把杜蕾斯用针戳一几个小洞 但是林佑只会用 她突然拿出来的杜蕾斯 她还想过 给林佑灌醉 然后不用杜蕾斯 但是 林佑从来没喝醉过 即使躺在床上了 也能清醒地睁开眼睛看着她 她想过无数种招数 想要怀上林佑的孩子 但是 林佑有千万种方法 戳破她的伎俩 让她无计可施 最后跟林佑和平分手 她也没能怀上林佑的孩子 跟林佑凤子成婚 这是她这一年来 最遗憾的一件事 跟她有一样想法的 林佑的其他女朋友们 估计不在 叔 估计都失败了 没想到 在19年前 竟然有女人做到了 那她这辈子 跟林太太这个称号 是真的没缘分了 她深吸一口气 对林佑说道 林佑 恭喜你生了 对五胞胎 结婚的时候 要记得给我发席帖哦 林佑的身份 不允许她对林佑 说出恶毒诅咒的话来 她只能说祝福的话 至于要席帖 她是想去婚礼上看看 那个被上天选中 甚至上辈子 很可能是 拯救了银河系 所以 这辈子能够成功上位 嫁给林佑 做上林太太的位置的女人 到底是何方神圣 林佑淡淡地说道 这就不必了 且不说如今乔然已经去世 就说乔然 给她生了五胞胎孩子 她暂时是 没有结婚的打算的 因为她结婚的话 孩子们肯定会不喜欢 到时候 会引发更多的问题 矛盾 那并不是 她想要的生活 她现在只想 好好地跟女儿们 过温馨的日常生活 把乔然为她生的五个儿女 都栽培成 各行各业的顶尖人才 拦惹林愣了一下 知道林佑 这是不想再跟她 有任何的交集了 而且 她看到林佑的脸色不太好 她不敢再多说了 怕惹怒了林佑 她急忙找了一个理由 就急匆匆地走了 拦惹林走后 三姐妹齐刷刷地过来了 乔梦瑶和乔楚雪 一左一右地 坐在林佑的身边 乔楚夏趴在林佑的身上 都在亲密地跟林佑说 他们选的包包配饰等等 让林佑给他们参考 自从拦惹林来了后 他们三姐妹 其实也没心思看包包了 有一搭没一搭地 听着艾文在给他们介绍 其实眼角的余光 都关注着林佑这边 所有的心思 也都放在那上面 但是因为距离太远 他们听不清楚 林佑和拦惹林聊天的内容 不过 可以看得出来 林佑和拦惹林搞什么暧昧之类的 相反 拦惹林最后好像是受到了什么打击 然后急急地走了 这让他们三姐妹 差点就一口同声地喊 终于走了 爽之类的话了 所以 这会儿到了林佑身边 三姐妹的话都更多了 最后去选衣服的时候 三姐妹不让林佑一个人 坐在沙发这里 而是把林佑拉了过去 帮他们做餐吗 最后在给乔木秋 选套裙的时候 乔楚夏特意把乔木秋的照片 给林佑看 爸爸 我还是第一次来这里买衣服 所以也不知道哪些适合小姨穿 爸爸 你帮忙选一选 这是小姨上次过来家里玩的时候 我给她拍的照片 你看小姨适合穿哪套秋装 行 爸爸看看 林佑接过乔楚夏的手机 看着照片里的乔木秋 她有一瞬间 仿佛看到了18岁的乔然 因为这两姐妹长大 真的是太像了 虽然不是双胞胎 却胜似双胞胎 乔木秋穿着一套迷彩服制服 头上没戴帽子 一头黑色的长发 全部披散下来 正坐在阳台那里吹头发 就被乔楚夏抓拍了 抓拍得挺好的 刚好乔木秋回过头来 看向乔楚夏 然后发现乔楚夏在偷拍她后 她宠密地笑了 这笑容 直接暖进了林佑的心坎里 小木秋长大后 很甜啊 而且 身材也十分不错 虽然是坐着吹头发 但是因为吹头发的姿势 需要稍微倾斜着 还需要抬着胳膊 举着吹风机 所以她能很清楚地 从照片里看到 乔木秋那足足有益的胸 发育得很不错 一只手都没办法掌控住 呃 她想到哪里去了 晃了晃神思 她就把手机还给了楚夏女儿 然后对楚夏女儿说道 爸爸去给你小姨选一下衣服 嗯嗯 乔楚夏没跟过去 而是在林佑去选衣服后 她拉着乔梦瑶 还有乔楚雪 悄悄地跟他们摇耳朵说悄悄话 我刚才看到爸爸 看小姨的照片的时候 脸上有满意的笑容 你们说爸爸 会不会喜欢小姨这一款 乔梦瑶 乔楚雪 你想凑合爸爸跟小姨 乔楚夏 嗯 你看爸爸现在正直壮年 那方面肯定是有所需求的 身边最后肯定得有个女人 刚才的情况 你们也看到了 你们难道希望 爸爸身边的女人 是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吗 而且 小姨那么美好 难道你们舍得她 嫁给别的男人吗 咱们爸爸这么好 小姨又单身 爸爸和小姨在一起的话 以后我们就是亲上加亲 对小姨的称呼 也可以不用变 你们俩觉得怎么样 乔梦瑶立刻说道 不好 乔楚雪凝眉 说道 这个主意可以 乔梦瑶急了 妈妈还活着呢 你们怎么可以撮合爸爸和别的女人 乔楚雪和乔楚夏两姐妹 都望向乔梦瑶 乔楚夏说话了 二姐 你不要一根筋 妈妈还活着 那是我们最美好的向往 但是我们是活在现实里的 他们都知道 妈妈其实是真的已经去世了 只是他们不愿意相信 所以都说 妈妈肯定还活着 但是他们知道 真相就是 妈妈已经去世了 这是没办法改变的事实 因为这不同于爸爸 爸爸是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所以直到现在才出现 而妈妈 是一直都知道他们的存在的 17年前的那次任务 全军覆没 无一人生还 包括养育他们长大的奶奶的女儿 也在那次任务中去世了 乔梦瑶搭拉下了小脑袋 心情低沉 乔楚雪安慰乔梦瑶 二妹 妈妈在天上 是希望我们都过得开心 你别难过了 而且 我们确实要着眼于现实 爸爸很有钱 想要嫁给爸爸的女人太多了 但是我们对那些女人又不了解 那这样的话 我们为什么不选一个我们了解 而且对我们又好 还跟我们有亲戚关系的小姨呢 小姨也算我们的第二个妈妈 虽然小姨才找到我们 但是 这些日子以来 她在全心全意地对我们好 梦瑶 你应该感觉得到吧 小姨想把妈妈 没有给我们的母爱 给我们 小姨又单身 爸爸又这么优质 确实可以撮合他们俩在一起 这样的话 我们一家 以后都是开开心心的 这样 妈妈在天之灵 也会更加高兴的 乔楚夏也说道 二姐 爸爸这个年纪 真的是很需要一个女人在身边的 要不然 难道让爸爸去KTV里找她什么吗 不仅容易染病 而且是非法的 听着姐妹的话 乔梦瑶渐渐地也改变了想法 她点了点头 最后看向乔楚雪和乔楚夏 说道 我同意爸爸在娶妻 但是 你们不要瞎撮合 免得到时候 搞得爸爸和小姨都很尴尬 乔楚夏立马比划了一个OK的手势 甜滋滋地说道 你放心了 我们肯定不会乱来的 而且 我跟你说 刚刚我给爸爸看小姨的照片的时候 爸爸笑的表情 我觉得 爸爸起码对小姨是不反感的 小姨那边 等会儿我去试探下 反正我们现在和爸爸在一起了 有的是时间凑合爸爸和小姨 说到这里 乔楚夏见灵又拿了一套淡紫色的套裙过来 她立马收住了话 喜滋滋地朝着灵又走过去 爸爸 给小姨选了这套裙子吗 好漂亮啊 看起来好鲜 小姨穿上的话 肯定超级的美丽 乔楚雪和乔梦瑶也过来 看到灵又选的 这套淡紫色的裙子 两人都认真的点头 跟小姨的气质很搭配 就是不知道 一直穿迷彩服的小姨 会不会穿套裙 他们从跟乔木丘相认到现在 都还没见过乔木丘穿裙子呢 想想 就蛮期待的 灵又笑着把选好的套裙交给艾文 然后说道 行 那就选这套了 尺码用S的 好的 林总 艾文热情地拿着套裙 让助理去打包 爸爸 那我们再给小姨 把跟这套裙子搭配的包包 鞋子都选一下吧 你觉得怎么样 乔楚夏抱着灵又的胳膊 撒娇地说道 到时候 她家小姨穿着她家爸爸 亲手选的衣服 外加鞋子 包包 然后跟她家爸爸约会 想想 就很梦幻美好啊 灵又一个过来人 哪里看不出女儿的心思 一会儿让她帮乔木丘选裙子 一会儿又让她帮乔木丘选包包等配饰 估摸着 是想撮合她和乔木丘 想到这里 她无奈地笑了 说老实话 如果是在不知道乔然给她生了五胞胎之前 看到乔木丘 她肯定会想跟她谈一场恋爱 甚至 有想要取她的心思 不过现在 她刚跟乔然给她生的儿女们相认 暂时还没有跟别的女人谈恋爱的想法 不过 女儿请她帮忙参考选搭配 她也不好拒绝 就答应了下来 在给女人选配饰的时候 灵又的眼光十分独到 选了一款浅白色的香腊 经典小香风的包 以及一双浅紫色的羊皮高跟鞋 还有珍珠耳环 珍珠毛衣恋 以及一顶很有高级感的黑纱贵服帽 选好这些东西后 三个女儿都惊艳到了 小姨穿上这一套后 绝对漂亮的发光 乔楚夏激动地说道 乔梦摇曳点头 超级好看 爸爸太有眼光了选得好美丽 乔楚雪点头 这配色搭配得很好 一看就很高级 然后女儿们纷纷拉着灵又帮她们重新搭配 灵又只会搭配成熟女人的衣服 给女儿们搭配衣服 她还真不会 最后 她选了一些十分保守的长衣长裤 以及低调的黑色包包 给女儿们 女儿们集体用双镖的眼神 看向灵又 爸爸 你给小姨选的时候 眼光独到 给我们选的时候 怎么就成了嗷嗷嗷 最后女儿们 乔梦摇选了浅粉色系 乔楚夏选了浅绿色系 乔楚雪选了白色系 然后三姐妹 还给今天没到场的乔诗涵 选了浅蓝色系 在香袋店里买好东西 已经到中午了 乔楚雪说道 爸爸 快到吃中饭的点了 我们回去吧 不再买了 灵又问道 她本来是准备带她们继续买买买的 但是三个女儿纷纷摇头 爸爸 今天买了好多东西了 不买了 再买的话 我的小心脏要受不住了 下次 下次再来买 行 灵又点点头 然后帮女儿们提着购物袋 朝着地下商场的电梯走去 咦 爸爸 我们要去地下停车场吗 乔梦摇疑惑地问道 灵又笑着说道 嗯 早上她没开自己的车 是因为她没想到 大女儿先打了车 打了车 那就一起坐 正好回顾一下 坐出租车的感觉 现在女儿们逛街逛累了 那就没必要再打车回去了 因为打的出租车 坐着还是有些不舒服的 她想让女儿们 好好地在车里休息一下 所以 在女儿们选包的时候 她就让助理把车子开过来 放在地下停车场了 当灵又带着女儿们 来到地下停车场 乔梦摇看到昨晚那台 劳斯莱斯会影的时候 直接惊呆了 她急急地跑到 她昨晚撞坏的那个地方 惊讶地说道 爸爸 这里已经修好了 嗯 不算什么事 一下子就修好了 灵又笑着说道 上车 三姐妹上车 今天灵又没让司机开车 她自己开 乔出雪和乔梦摇 坐在后排座 乔楚下大胆去坐了副驾驶坐 刚上车 三姐妹都很拘谨 因为这可是他们昨晚查到的 价值一个亿的顶级豪车啊 这奢华的真皮座椅内饰 这星空顶棚等等 都是尊贵的象征 他们都坐得很小心 都不敢把小屁股贴着座椅贴得太多 怕把座椅给做坏了 这会儿三姐妹心里都有个十分好奇的声音 那就是 这车到底是爸爸的 还是爸爸的朋友的 灵又上了驾驶座后 系好安全带 转过头 看到三个女儿把车里坐满了 她有一种十分满足的感觉 然后想到 家里有五个孩子 以后一家人出门的话 这台五座车肯定不够 她当即就给劳斯莱斯 现任董事长克鲁格发了条消息 克鲁格给我定制一台九座保姆车 好的 林总 三个月后送到龙国 可以吗 克鲁格回道 OK 发完消息 灵又对三个座的拘谨的女儿 宠溺地说道 雪儿 瑶瑶 楚夏 你们可以随意地坐 这是爸爸的车 也是我们家的车 瑶瑶 昨晚爸爸跟你说这是朋友的车 是不想你有心理负担 没想到最后发现 你是我女儿 那爸爸就没必要跟你们藏着掖着了 系统只是说 要隐藏万亿富豪的身份一周 没说他不能说 这台车是自己的 而且 当时他也问了系统 只要一次给儿女们的零花钱 不超过一百万就行 所以 今天早上他和儿子说的话 以及现在跟女儿说的话 都没问题 乔家三姐妹一听林佑这话 立马各种反应都有 乔楚夏兴奋的傲力 给得握了握小拳头 惊喜地说道 我昨晚推测的果然没错 这台车真的是爸爸的 天啊 爸爸 你这到底是多有钱啊 这台车我们查过 可是要一个亿啊 果然 这台车 真的是自家爸爸的 自家爸爸的车都要一个亿 天哪 那自家爸爸的身家 到底有多少 十亿 二十亿 三十亿 五十亿 不敢再往下想了 太 太 太震撼了 乔梦瑶拍了拍自己的小脸 然后满脸震惊地妄想灵诱 爸爸 这 这竟然真的是我们家的车 天哪 那我昨晚还把我们家的车给装坏了 修理费是不是花了好多钱啊 哦哦 爸爸太好了 自家爸爸的人品真的是太好了 这么贵的车 被他撞了 在不知道他是他女儿的情况下 竟然还不要他赔钱 自家爸爸是无敌大好人 跟那些有了钱就嚣张跋扈的人 完全不一样也 太好了 乔出雪也满脸震惊地妄想灵诱 虽然昨晚他们三姐妹 聊过这台车是爸爸的事 他也推测过 有很大的概率 这台车真的是爸爸的 但是 当他真的听到灵诱说 这台车是他们家的车后 他还是被震惊到了 因为连车都买一个亿的 那自家爸爸的身家得是多少啊 就算他发挥他所有的想象力 都感觉自己想象不出来 自己爸爸到底多有钱 林又挨个揉了揉女儿的小脑袋 然后宠溺地说道 你们只要知道你们的爸爸我 很有钱就行 以后你们会知道 爸爸到底多有钱的 因为爸爸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到底多有钱 总而言之就是超级有钱 乖 系好安全带 爸爸要开车了 哦 好的好的 三个女儿纷纷震惊地猛圈 爸爸竟然都不知道 自己有多少钱 那是得多有钱啊 爸爸 我们坐在后面 也要系安全带吗 乔梦瑶兴奋地问道 知道这车是自家爸爸的后 乔梦瑶终于敢用手去 试探性地这里摸摸 那里摸摸了 不过他还是摸得很小心 生怕把哪里给搞坏了 因为这可是他们家的车啊 价值一个亿的车啊 林又点头 嗯 记好 安全第一 好的 爸爸乔梦瑶和乔楚雪 都乖乖地把安全带系好 然后 林又开始开车 乔楚雪看着车窗外 在消化自家爸爸超级有钱 有钱到无法想象的地步的事情 乔梦瑶在拍照 然后发朋友圈 编辑文字 文字内容是 超级大幸运 乔楚夏在给乔木秋发微信 他把今天林又给乔木秋选的衣服等等 东西的照片 一一发给了乔木秋 然后开始发文字 乔楚夏 小姨 我们找到爸爸了 爸爸超级有钱 给我们买了好多的东西 有笔记本电脑 手机 iPad 蓝牙耳机等等 还有香奈儿的包包 衣服 墨镜等等 爸爸 也给小姨选了一圈套 我今天下午就给小姨送来 对了 我们的爸爸的名字叫林又 小姨应该也认识的 这是我拍的爸爸的照片 发完文字消息 乔楚夏把今天在香奈儿店里 拍的林又的照片 发给了乔木秋 这会儿 乔木秋刚叫到完新兵 走路去食堂吃饭 就听到了手机震动了 拿出来一看 发现是乔楚夏发来的消息 他点开 一看到这些消息 他立马就站住了 美眸里盛满了震惊 拿着手机的手 甚至在发产 姐姐的女儿们的亲爸爸 竟然是林又哥哥 楚夏他们 找到了林又哥哥 林又哥哥 不仅给楚夏他们 买了很多东西 而且还给他也买了衣服 包包 墨镜 天哪 林又哥哥 孩子爸是林又哥哥 太好了 木秋 你怎么了 跟乔木秋同行的女教官 英真真 见乔木秋不走了 回过头来 疑惑地问道 乔木秋深吸一口气 对英真真说道 我有点事 你先去吃 英真真愣了一下 因为他看到乔木秋笑了 极少笑的乔木秋 竟然这个时候笑了 他凑过去 暧昧地笑着问道 木秋 你该不会是背着我 跟谁太恋爱了吧 没有啊 你说什么呢 乔木秋的小脸一红 放下了手机 英真真的目光 落在乔木秋收起来的手机上 打趣地笑着说道 还说没有 真没有的话 我一过来 你就把手机收起来了 好了 你有男朋友 那可是大喜事 我们俩谁跟谁啊 不用瞒着我 把你的饭盒给我 我先去给你打饭 要不然 等你和你的情郎聊完 估计食堂里的饭菜都凉了 哈哈 说着 英真真就拿过乔木秋手里的饭盒 在乔木秋想解释的时候 他拿着饭盒 就快步地走了 并且还转过头来 对乔木秋眨了眨右眼睛 把握住这个机会哦 我可等着喝你的喜酒哦 抓紧早点结婚 赶在三十岁之前 生下胖娃娃 越说越远了 乔木秋急急地喊道 我真的没谈啊 我知道的啦 没谈就是谈了 哈哈 英真真的身影 消失在转角处 乔木秋拍了拍自己的小脸 小脸 还真有点发红 他刚才有恋爱的样子吗 没有吧 他跟谁谈恋爱啊 帅 找了个隐蔽点的位置 乔木秋才拿出手机 然后点亮手机屏幕 重新看着 楚夏给他发来的消息 他的美眸再次点亮 他颤抖着手 点开灵佑的照片 看着照片里的灵佑 他的心都在发展 心里的小鹿 甚至在砰砰乱撞 过去这么多年了 没想到灵佑哥哥 竟然半点都没见了 相反 他身上散发出来的 全部都是成熟的男性魅力 还只是隔着照片 他都差点要兴奋地尖叫了 灵佑哥哥 好帅 太帅了 一如记忆里的帅 楚夏他们的爸爸 是灵佑哥哥 他好了 真的是他好了 他第一次见到乔晨的时候 就发现 乔晨跟灵佑有些相似 想过乔晨他们 是不是姐姐和灵佑哥哥的孩子 但是因为他不知道 乔晨他们的亲生爸爸 到底是谁 所以也不敢乱推断 现在 看到楚夏发来的这些消息 证实了灵佑哥哥 真的是楚夏他们的爸爸 太好了 一是 楚夏他们终于找到了爸爸 太好了 二是 楚夏他们的爸爸是灵佑 而不是别的男人 太好了 好到爆炸 因为如果楚夏的亲爸爸 是别的人的话 他肯定不放心 因为 如果他们的亲爸爸那边 有了新的家庭 又或者是有了新的孩子 那这个亲爸爸 肯定没办法 好好的对楚夏他们五姐妹 但是知道楚夏的亲爸爸 是灵佑后 他知道 灵佑肯定会好好的 带他大姐的五个孩子的 因为灵佑哥哥 在他的印象里 一直都是很有正义感的人 就是不知道 灵佑哥哥 现在有没有新的家庭 他刚想到这里 忽然 手机又进了 乔楚夏的消息 乔楚夏 小姨 忘记跟你说了 爸爸现在没有结婚 也没有其他的孩子 Oh yeah 乔木秋立马奥地 给他握了握小粉圈 这样的话 那就太好了 灵佑哥哥 现在就只有 楚夏他们五姐妹 灵佑哥哥 可以给楚夏他们五姐弟 全部的父爱 楚夏他们会过得 更幸福快乐了 不过 有一点让他震惊到了 他没想到 19年没见 灵佑哥哥 竟然这么有钱了 送给他的东西 都是香袋的 更别说 买给楚夏他们的东西了 肯定更好 乔楚夏又跟乔木秋 说了灵佑这边的事 比如 灵佑把他们家楼上 两套房子 楼下两套房子 还有他们这一层的一套房子 都给买下来了 他们家的房子 是两梯两户 一栋楼 一层是两个房子 所以 灵佑这么一买下来 到时候所有房间打通后 就是一个超级大的三层房子 超级阔潮 乔楚夏还兴奋地 跟乔木秋分享快乐 包括灵佑的车子 是价值一个亿的 劳斯莱斯慧影 以及乔梦瑶遇到灵佑的事 然后 还有灵佑帮乔晨打了架的事 以及今天在商场里 灵佑护着他们 对了他大姐的同学 顾玉丹的事 以及最后程大药 和顾玉丹来道歉的事 事无巨细的 都说给了乔木秋听 唯独没说的就是 中途拦惹灵来见灵佑的事 因为 他觉得拦惹灵没机会了 所以就不提了 说完之后 乔楚夏总结道 小姨 我爸爸真的超级man 男友力爆棚的 今年好多人都误以为 爸爸是我们的男朋友呢 他超级显年轻 看着 就是三十岁的样子 而且 他特维护我们 对我们可好了呢 是我理想中的爸爸 我现在超级高兴 他甚至还把一句话打出来 要是小姨跟爸爸在一起的话 我就更高兴了 这句话打出来后 他又赶紧删掉了 他自己太急 到时候非但没促成一段良缘 反而还搞得爸爸和小姨 闹出矛盾 那可就不好了 乔木秋 嗯 你们爸爸确实很好 很不错 果然 他没有猜错 林佑哥哥 真的对乔楚夏他们无解 好到爆炸 那他就真的放心了 因为 他在部队里当职 部队里是军事化管理 很严格 他一个月 只有两周的周末时间可以休息 其他时间 都没空 他有点担心 因为自己太忙 照顾不上姐姐的五个孩子 现在孩子们找到了林佑 而且 林佑对他们也很超级好的 那他可以放心了 乔木秋 只是你爸爸给小姨 买了这么多的名贵的衣服 小姨平日里也穿不上 这些衣服小姨没用过 你们那边 还可以去退掉吗 乔楚夏 嗯 小姨 这个不能退咯 是爸爸特意买来送给你的礼物 乔木秋 一共多少钱呢 既然不能退的话 那小姨把钱转给你爸爸 可以加上林佑哥哥的微信吗 他隐隐有点小小的期待 乔楚夏刚想说 不用的 但是转念 想到自己正准备凑合爸爸和小姨 小姨说 要把钱转给爸爸 不是给了小姨和爸爸聊天的机会吗 当即 他就说道 这个 小姨 我不好跟爸爸说 爸爸肯定是不会收你的钱的 你要是执意要转给爸爸的话 那我把爸爸的微信推给你 你家他的好友 跟他聊 怎么样 发完这段话 乔楚夏就黑黑地笑了 自己真是贼姐的聪明啊 哈哈 堂堂网络作家的他 脑壳就是活络呀 乔木秋没想到 楚夏真的给他送枕头来了 他差点爽快地 想要大笑三声 但是 想到这里是纪律严明的部队 他还是忍住了这份狂喜的心情 乔木秋 行 乔楚夏立马把林佑的微信名笔 推送给乔木秋 笑的那叫一个荡漾 刚好这会儿 林佑把车子开到一个十字路口 他把车停了下来 就看到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四女儿 笑得很开心 他笑着问道 楚夏 有什么开心的事 让你这么高兴 啊 爸爸 我刚好看到一个搞笑的剧情 所以笑了 乔楚夏赶紧瞎周了一个解释 然后他抓了抓脑袋 对林佑说道 爸爸 小姨跟我说 他想把今天我们给他买的衣服的钱 转给你 他本来是想直接转给我的 我说不用 但是他坚持 我就让小姨跟你说 我把你的微信推给了小姨 估计等一会儿 小姨就会加你的微信 跟你谈这个事了 爸爸 我是不是好笨啊 这么一点小事都处理不好 还要让爸爸来帮忙 说到最后 乔楚夏撒娇地看向林佑 林佑宠溺地摸了摸他的小脑袋 说道 我家楚夏很聪明 一点都不笨 这个事情交给爸爸来处理 是最好的 爸爸和你小姨是同辈 好说话一些 嗯嗯 爸爸你真好那这个事情 就交给爸爸了 爸爸 小姨是一个很独立自主的女人 她从来都不随便收别人的礼物 我记得上周 我们和小姨出去逛街 遇到一个小姨的追求者 那个男人看到小姨 就要送小姨玫瑰花 小姨很坚决地拒绝了 并且让那个男人 别再打扰她 林佑听完女儿的话 笑着说道 你小姨看来很抢手 估计追求者还不少 毕竟从照片上看 就看得出来 颜值超高 外加成熟的风韵 就她这样一个老司机看了 都免不了回心动 更何况其他的男人 小姨的追求者确实很多 不过小姨从小到现在 都没谈过男朋友的 现在也没有男朋友 乔楚夏立马接话地说道 坐在后排座的乔楚雪 悄悄地朝乔楚夏竖起大拇指 乔楚夏朝她眨了下有眼睛 林佑把两个女儿的互动 看在眼里 笑了 哈哈 看来女儿 还是很想凑合她和乔木秋啊 刚好这会儿 手机低的一声 她拿过手机一看 是乔木秋发来的微信好友申请 乔木秋的微信名 就叫乔木秋 照片是她的正装照 跟之前看到的那张 吹头发的柔美照片相比 这一张正装照 则是英姿萨爽 她点了同一家为好友 刚好这会儿绿灯亮了 她把手机放下 双手握着方向盘 沉稳地开车 车里载着她的三个宝贝女儿 所以安全开车第一重要 乔木秋这边 她看到林佑通过了 她的好友申请后 她立马兴奋地 在原地蹦蹦跳跳了好几下 如果不是看到 不远处有士兵过来了 她还得继续再蹦打几下 她立马就恢复了高冷 严肃的样子 然后假装在看 国事新闻一样的 严肃地点开林佑的朋友圈 咦 怎么一条朋友圈都没有 是对我设置了不可见吗 想到这里 乔木秋立马去 QQ浏览器里搜索情况 然后发现 被设置了不可见 和她现在看到的这个界面 是不一样的 她看到的这个界面 就是林佑没发朋友圈 一条都没有发 看来林佑哥哥 没有发朋友圈的爱好啊 没看到林佑的朋友圈 乔木秋继续点开林佑的头像 头像是一片蔚蓝的大海 海上有两只海鸥 两只海鸥不是一只海鸥 林佑哥哥的心里有人 是姐姐吗 还是别的女人呢 想了一下 她就没多想了 继续点开林佑的个人资料 看林佑的微信号 微信号是ly777 ly是林佑哥哥的名字的 第一个字母吗 777是什么意思呢 乔木秋歪着小脑袋在想 当年姐姐喜欢林佑哥哥 我看得出来 但是林佑哥哥喜欢姐姐吗 林佑哥哥那会儿 谈过不少的女朋友 不过都没有谈多久 最久的一次是三个月 林佑哥哥到现在都没结婚 而且还很喜欢 姐姐给她生的女儿 林佑哥哥心里 肯定也是喜欢姐姐的 只是 哎 姐姐 去世了 要是姐姐在的话 那他们一家人 就可以大团圆了 只是不知道 为什么当年姐姐不肯说出来 孩子爸是林佑哥哥呢 是担心爸爸不会同意吗 还是觉得 那会儿的林佑哥哥 才18岁 太年轻了 又或者是其他什么 乔木秋晃了晃小脑袋 然后点开和林佑的对话框 然后他开始在编辑框里编辑文字 林佑哥哥 是我 小秋秋 好久不见 没想到 你是储下他们五姐弟的爸爸 意外的同时 我又觉得很合理 我在看到乔晨的时候 就发现 你们俩很像了 我从姐姐的日记本里看到 写了很多关于你的事 所以我知道 姐姐很喜欢你 只是姐姐 在17年前去世了 留下了储下他们五个孩子 小秋秋希望林佑哥哥 能够照顾好他们 我也会经常去看他们的 把所有的文字编辑好后 乔木秋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然后又看了一遍 反复看了五遍后 确认无误 他才点了发送两个字 把这一段消息发送了过去 林佑这边 他在开车 没空看手机 坐在后排座上的乔梦瑶 正在给乔诗涵发消息 发今天爸爸给他们买的东西 还有他们给乔诗涵选的东西 乔诗涵 我有了个超级大土豪爸爸 乔诗涵这会儿 正坐在他们老家的堂屋里 老家是用全木头做的房子 年代已经很久了 之前是养育他们五姐弟的奶奶住的房子 奶奶去世后 他们五姐弟一直住在这个房子里 虽然房子从外面看着很破旧 但是乔诗涵却觉得这个房子 更有艺术感觉 坐在堂屋里 也更能让他感觉到安心 即使外面此刻下着雨 他也觉得心里是一片宁静 只是这片宁静在得知 自家爸爸竟然是超级大土豪后 掀起了大波浪 乔梦瑶 嗯 超级有钱 爸爸说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有多少钱 总而言之 就是爸爸超级有钱 有钱到 我们无法想象 所以 你赶紧回来吧 你现在还是以上学为主 别再做什么短视频赚钱了 他很担心 三妹会因为 想做短视频赚钱 而影响到学业 乔诗涵 我明天回来 不过这个短视频 我还是会做的 因为 他一直有一个小小的梦想 就是把家乡宣传出去 这些年 他们五姐弟 能够全部都上的起学 跟当地的政府的扶贫帮助 也有很大的关系 外加 就是他在中海上了一个多月的学后 他发现自己更加喜欢农村的生活 空气 乔梦瑶 行 等你回来后再说 发完消息后 乔梦瑶告诉林佑 爸爸 三妹明天回来 明天是周一 我们有课要上 到时候 还得麻烦爸爸去接一下三妹 林佑一听 三女儿要回来了 而且梦瑶女儿还让她去接 当即 她就笑着说道 瑶瑶 不麻烦 爸爸现在每天都很闲 你把诗涵坐的车的型号和时间 告诉爸爸就行 爸爸明天保证 把诗涵安全地接回来 谢谢爸爸 等会儿三妹买好火车票后 我就告诉爸爸 乔梦瑶欢喜地说道 林佑问道 从家里坐火车过来 要多久呢 她是很很久以前坐过的火车 那个时候是绿皮火车 坐一次 至少需要好几个小时 很慢 而且 火车的座位也很硬 坐起来不舒服 她不想女儿遭着罪 所以准备问问情况 乔梦瑶说道 要坐12个小时 三妹应该是傍晚的时候 到中海 12个小时 姚姚 你们的老家是在哪里 林佑问道 在乡省称市下的 资泉市的龙回乡平山村 林佑立刻问车在导航 小渡 小渡 查一下 乡省称市资泉市附近的机场 好的 主人 主人 查到称市有机场 林佑得了这个消息后 对女儿说道 姚姚 这样吧 刚好爸爸还没去过你们老家 这次爸爸 就直接去 你们老家接诗涵 坐飞机去 坐飞机回 三个女儿都惊到了 爸爸 这样会不会太麻烦你了 是啊 爸爸 要不就让三姐坐飞机回来就好了 爸爸要去我们老家的话 可以等我们放假了 我们一起回去 乡楚下也说道 林佑一边开车 一边宠密地说道 不麻烦 从中海坐飞机去全国 都只要两三个小时 去乡省的称市更近了 两个小时就能到 乡楚雪看着手机屏幕 说道 爸爸 还是听二妹和四妹的话吧 咱们中海没有直达称市的飞机 需要从乡省的省会城市 新城转机 才能到称市 耗市要八个小时 太久了 会累到你的 林佑笑着说道 雪儿 爸爸有飞机 不用去新城转机 等会儿 爸爸直接让助理申请 从中海前往称市的航线就行了 乔家三姐妹 再次被震惊到了 乔楚夏第一个惊呼出声 爸爸 你有私人飞机 天啊 爸爸 你太有钱了 我们真的是真真的富二代啊 我从来都没想过 我会成为真真的富二代啊 还是家里有私人飞机的那种富二代 老爸的豪气 再次给他带来写作灵感 他也要给他小说里的男主角家里 安排上私人飞机 这样 男主才有逼格 读者们才会更加的喜欢 他之前觉得自己 给男主安排上一辆劳斯莱斯 已经很有逼格了 没想到 还可以安排私人飞机 哦哦 如果不是这会儿 自家爸爸正在开车 他真的很想直接扑过去 亲爸爸一口 爸爸 简直就是他灵感来源的制造机啊 太幸福了 他这次 这本新小说 他有预感 肯定会火炸天际的 乔梦瑶也欢呼道 爸爸 哦哦哦 爸爸 他已经激动的 不知道说什么话了 好想敲掉课 去坐爸爸的私人飞机啊 不过 还是算了 等下次吧 翘克 这会影响到 自己在爸爸心里的形象的 哦哦 乔初雪愣了下后 说道 爸爸 如果您坐私人飞机的话 那两个小时可以到 自家老爸是百亿富豪 太有钱了 针针的事 太有钱了 他这会儿 都感觉自己整个人都飘了 还好系了安全带 要不然真的要飘起来了 乔梦瑶说道 爸爸 那我现在就告诉诗涵 让他别买火车票了 说到这里 乔梦瑶又抬头 对林佑黑黑的说道 爸爸 那我们给诗涵一个惊喜吧 我让诗涵在家里等着 说给他安排了专车 到时候 专车会去接他 然后坐飞机回来 怎么样 到时候 如果三妹发现 接他的人是爸爸的话 三妹肯定会更加的感动和惊喜的 指不定三妹 就会当场就认了爸爸 想想 他都觉得很惊喜 很意外 很浪漫呢 林佑没想到 女儿还这么会准备惊喜 当即就豪爽地答应下来 这个可以有 他也很期待 看到三女儿 看到他之后的惊喜表情了 如今已经认了三个女儿外加儿子 只差三女儿没有认到了 等把三女儿认下来 那他们一家六口 就算大团圆了 事情敲定 乔梦瑶给乔诗涵发消息 乔诗涵也没多怀疑 因为他知道 自家爸爸有钱 想来 这应该是 爸爸安排的专车 林佑把车开到了 龙云小区的地下停车位 下车后 一家人提着大包小包进了电梯 刚好碰到认识的 这栋楼里的住户 王大妈 王大妈的眼睛 直勾勾地放在林佑身上 还是乔梦瑶重重地咳嗽了一声 王大妈才收回了视线 笑着看向乔家三姐妹 目光落到他们手里 提着的购物袋上后 直接就夸张式地震惊了 天哪 乔一 乔二 乔四 你们提着的是香那儿的购物袋啊 还提了这么多 这是到香那儿专柜 买了超级多的东西 因为乔家五姐弟是五胞胎 名字太多 王大妈一时半会记不住 最后就用乔一 二 三 四 五来喊乔家五姐弟 嗯 爸爸给我们买的 乔梦瑶晃了晃手里的购物袋 很是欢喜地说道 爸爸 王大妈再次被震惊到了 之前她问到乔家五姐弟 现在是姑儿啊 嗯 我是梦瑶 雪儿 楚夏 诗涵 乔臣的亲爸爸 林佑开口说道 她知道 小区里的大妈特爱说八卦了 所以她第一时间就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免得这个大妈去外面传出些什么不好的话来 让女儿们在小区里被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待 她还特意在亲爸爸的亲这个字上加重了音量 王大妈再次被震惊到了 你 你是他们的爸爸 天啊 她刚才还以为这是哪家的郡公子呢 还想着要做个梅之类的 没想到 这个帅的眉边的男人 竟然是乔家五姐弟的亲爸爸 太震惊了 她立马改了口 脸上堆满了笑容地说道 恭喜恭喜啊 这可太好了 梦瑶 你们找到了亲爸爸 恭喜你们 你们爸爸很有钱啊 到你们买了这么多好东西 香大 这可是奢侈品啊 因为林佑的气势很强大 王大妈也不喊乔梦瑶喊乔三了 直接喊了梦瑶的名字 我们爸爸确实很有钱 乔梦瑶很自豪地说道 爸爸不仅给我们买了香大 还给我们买了电脑 还有房子 我们家 楼上两户 楼下两户 还有我们家的隔壁那户 也被我爸爸买了 王大妈再次震惊地满眼思巴达 我的个天啊 我今天就听说 有人豪横地 买了咱们这栋楼的五套房 而且还是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买下的 没想到 竟然是你们爸爸买的 这可至少得三千万以上啊 你们家 太 太 太有钱了 对了 刚才我从车库过去的时候 看到一辆劳斯莱斯 那台车 该不会也是你们家的吧 之前我都没看到 我们车库里 有这么贵的车 乔梦瑶笑着说道 嗯 是我们家的车 王大妈彻底地震惊呆了 整个人兴奋不已 她还想跟乔家三姐妹聊聊 但是丁 这一声 就到了四楼 她住的楼层 她只能跟乔家三姐妹 还有林佑挥手拜拜 然后满脸兴奋地回家 准备跟老伴分享这个天大的消息 今天业主群里 很多人都在说 买了五套房的神秘人的事 因为这关系 到了他们小区的房价 有不少人买了这里的房子 不是自己住 而是用来投资 或者用来出租的 所以 很关心小区的房子的 实时成交价格 在得知五套房子 每套都卖出了七百万后 他们纷纷在群里说 这个神秘大土豪 怎么没有看中他们的房子 要是看中了 他们直接卖了 多赚一百万啊 因为现在的市场价 是六百万一套 林佑直接以高于市场价 一百万的价格 买了五套房 因为不高于市场价买的话 中间还得磨很多事 浪费时间 所以林佑的助理 直接多出了一百万 今天就和业主们 到房产中心 把房子过户的事情 给搞定了 明天就可以开始砸地板 坐楼梯 打通五套房子 有钱 办事效率真的超级快 乔梦瑶他们回到家里 把东西放好后 乔主下就兴奋地说道 爸爸 我们去看我们的新房子吧 林佑笑着说道 好 助理已经把五套房的房门 都安装上了密码锁 密码设置的是他给数字 这个数字正是昨天的年月日 因为昨天 他见到了女儿 得知自己有五胞胎孩子 这是一个十分值得纪念的日子 乔梦瑶抓了抓头发 有些选择综合征地问道 我们先去看楼上 还是看楼下 还是先看隔壁 因为这三个地方 都有他们家的房子 好难选择呀 乔出雪说道 先去看隔壁 然后再去看楼下 再看楼上 林佑笑着说道 可以 看来大女儿一直都是家里的小当家 这些年 辛苦大女儿了 日后 他会加倍地宠爱她们的 林佑带女儿们 来到隔壁902室的门口 然后一边输密码 一边把密码告诉女儿们 女儿们一听到这个密码 纷纷目光激动地望向林佑 爸爸 密码你设置的是昨天 嗯 爸爸 这个密码太好记了 我一下子就记住了 我也是 很好记 因为昨天那个日子 对他们来说 也是非常特别的日子 是他们找到爸爸的日子 是他们终于有了爸爸的日子 打开房门 进去后 房子是精装修 业主还没有入住 所以也没有其他的家具 格局跟他们901室是一样的 只是方向变了一下 林佑指着一面墙 告诉他们 到时候可以把面墙都砸掉 然后两个套房就连在一起了 而且会先装修五个套房 把五个套房都连起来 并且装修好后 再砸掉这面墙 连通整个套房 而砸这面墙 以及给这面墙做上门套 只需要一天时间 不会影响到大家的入住 女儿们听完后 纷纷兴奋地说道 这样太好了 要不然 我们还要去酒店住 就太浪费钱了 爸爸 你这个安排得很好 我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看到我们三层大房子的样子了 爸爸 我想在这里 有一个写小说的房间 然后这个房间 可以作为我的卧室 我想把书房和卧室 打通一个门 这样的话 我就算写小说写到很晚 也可以写完后 不用出门 直接回卧室里躺着睡觉 林佑拿出手机 认真地把四女儿的这个想法 记录了下来 然后笑着说道 可以 没问题 等会儿 爸爸建一个裙 然后把设计师拉进裙里 你们有什么想法 都可以跟他谈 这太好了 爸爸乔楚下欢喜地拍手 乔梦瑶也十分开心 在物色她的琴房 他原本想在这里物色一个的 但是想到四妹要在这一层码字 他还是选楼下好一些 到时候练琴的时候 不会打扰到四妹 爸爸 那我们去看楼下吧 好 林佑带着他们来到了楼下 户型都是跟楼上的901和9020是一样的 也都是精装修的房子 没有家具家电之类的 乔梦瑶选了一个房间 对林佑说道 爸爸 我想选这个房间当作琴房 可以吗 林佑宠溺地笑着说道 当然可以 这个房间是朝南的 早上朝阳升起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 是一个不错的房间 而且 房间也够大 给梦瑶女儿练琴或者练舞 都没问题 爸爸 有没有办法把这个房间装修成 我关上房门练琴 不会吵到楼上楼下 或者其他房间里的人呢 乔梦瑶 咬着手指头问道 因为住高层的时候 如果有一家有人弹琴 楼上楼下都会听到 然后会影响到邻居们 从而引发出邻里矛盾 林佑宠溺地说道 可以解决的 到时候 爸爸让设计师给你的琴房 全方位地做好隔音效果 房门也用静音门 窗户也有隔音的中空玻璃 到时候 你在琴房里练琴 即使在门外 也听不见的 林佑一边说 一边在手机上记录下来这一条 乔梦瑶一听这话 欢喜地抱住林佑的胳膊 点起脚尖 就在林佑的脸上亲了一口 痛快地说道 这可太好了 那我就算是谈得不好听 也不会被人听到出球了 而且还不会打扰到别人 Oh yeah 那我到时候 可以肆无忌惮地练琴了 林佑看着女儿 开心地像那小孩子一样 她很满足 她终于找到了赚钱的乐趣 那就是赚钱后 给儿女们花 这样赚钱就很有动力 也很有乐趣 之前她一个人花 花得时间久了 生活日复一日后 就觉得太枯燥乏味了 整个人对生活都提不起劲 现在 她干劲满满 而女们真是她的宝贝 女儿们真是她的开心果 快乐源泉 看完这一层 林佑又带女儿去1001和1002试看 在这一层 乔初学选了两个房间 爸爸 到时候 我想把这两个房间打通 做成一个大的计算机室 以及我的书房 可以吗 一般的电脑 是比较小的 一个书桌就可以 但是专门的计算机 占地面积是很大的 林佑宠密地说道 当然可以 到时候 爸爸给你去采购一台 适合家用的专业计算机 谢谢爸爸 乔初学感激地说道 因为普通的电脑运行速度 远不如专业的计算机快 女儿们 都选好自己的心仪的房间后 林佑带她们回了家里 然后打开微信 准备建群 就看到了乔木秋发来的消息 她点进去 就看到了乔木秋发来的内容 看来 当年乔染还真的很喜欢我啊 竟然还有一本日记本 她想看这本日记本 想看看 乔染在日记本里 是怎么写它的 当即 她就回话 小秋秋 你放心 林佑哥哥会照顾好 初学她们五姐弟的 你姐姐留下的日记本 现在放在了哪里呢 乔木秋这会儿 正坐在宿舍里 吃闺蜜给她打的饭 听到手机的响声 立马就拿出了手机 看到林佑发来的消息 她立马放下筷子 两只白嫩的小手拿着手机 开始在手机上打字 乔木秋 姐姐的日记本在我这里 我一直随身携带着 她每天有空的时候 都会翻看 再也没找到乔出雪 她们五姐弟之前 这本日记本 成了她思念乔染的唯一途径 林佑 下周周末 你有空吗 我想请你来家里吃个饭 乔木秋 我有空 林佑哥哥 日记本我会带过来的 林佑看着这条回复 笑了 真是个乖孩子 林佑 好 乔木秋 那个 林佑哥哥 我听楚夏说你给我买的东西 不能退了 你可以告诉我一共花了多少钱吗 林佑 小秋秋 你是乔染的妹妹 那就是我的妹妹 我给妹妹买东西 还要收钱 这说不过去 乔木秋 林佑哥哥 林佑 还叫哥哥 乔木秋 姐 姐夫 林佑笑着打字 哎 小秋秋 那林佑哥哥先去忙了 钱的事 就不要跟姐夫提了 到时候 你记得把你姐的日记本带过来 乔木秋看着这话 最后在屏幕上打上一个好字 发送了过去 既然林佑哥哥不收他的钱 以后他就亲手做个礼物 到时候下周二 亲手送给林佑哥哥 当回礼 但是 送什么好呢 林佑哥哥 现在超级有钱 估计什么也不缺吧 乔木秋正歪着小脑袋在想 忽然 一只手伸到他面前晃了晃 他抬头 就看到林真真笑的一脸暧昧的脸 木秋 你在发春呢 林真真笑着问道 呀 你说的什么啊 没关系 到了你这个年纪 发春是很正常的 你再说 我就把你写的小说 告诉你妈妈 乔木秋嗷嗷地说道 林真真立马就怂了 别 别这样 我们是好朋友 你说对不对 我刚给你打了饭 没让你饿肚子 你可不能把我写的小说 告诉我妈妈 他写的那些小说 要是被家里人看到 他真的是不要见人了 之前他都捂得死死的 是一次他寄小说和网站签约的合同的时候 不小心被快递员把纸张撒落在了地上 刚好那会儿乔木秋经过 帮他剪纸张 刚好乔木秋捡的那张纸 正好是写了他的笔名和书名 还有真名的纸 从此 他的秘密就被乔木秋知道了 乔木秋忽然想到什么 然后说道 不告诉你妈妈 也可以 不过 你得帮我 不 帮我朋友解决个问题 只要你不把我写小说的事 告诉我妈 你就算是有一百个问题 我英真真也帮你解决 说 不是我 是我朋友 好好 无中生有 快说我帮你出主意 英真真搬了一把小板凳 就坐在乔木秋面前 喜滋滋地跟他聊 他跟乔木秋成为朋友 战友已经有八年了 他还从来没有看到 乔木秋竟然会为了一条微信笑 然后还会看着微信傻笑 以及打字的时候 脸上都洋溢出那种甜滋滋的可爱笑容 这一看 不就是小说里常写的 女主遇见了让他心动的男主时候的表情吗 所以他特好奇 能让他们部队里的 从来都不动繁星的高冷军花乔木秋心动的男人 到底是何方神圣 乔木秋知道他想 无中生有事不行的了 所以也就没再藏着掖着了 他说道 我想给一个很重要的人 送一份很有心意的礼物 这个重要的人是男人 然后年龄在三十多岁 比我大 他很有钱 他给我买了很多东西 所以我想回赠他一份有心意的礼物 你说选什么比较好 英真真摸着下巴 把这些消息串起来就是 乔木秋的男神是一个有钱的哥哥 而且还主动地给乔木秋送了礼物 代表对方对乔木秋也有意思 当节 他就说道 这个好办 我给你推荐一款礼物 保证到时候让你的男神哥哥惊艳 林佑这边结束了和乔木秋的聊天后 他把女儿们拉入到一个群里 群名字叫装修设计群 然后给助理发去消息 让他去找一个顶级设计师 性别要女 张特助 好的 BOSS 林佑 申请明天早上八点 从中海到乡省城市的航线 我要去一趟城市 张特助 可是 林总 您今天推了跟万达集团 王健健的会议 明天上午 是跟时事集团的会议 也要推掉吗 林佑 推掉 什么事都没有他去见女儿重要 张特助震惊了 因为以前虽然林总也会偶尔推掉会议 但是 没有像这两天这么的频繁 看来林总 这次是真的收心 准备结婚了 所以 一切都在为结婚做准备 当即 他就回到 好的 BOSS 乔晨这边 他已经看了唐轻一的手机号码 看了一个上午了 也在微信上搜索了这个手机号码 搜到了唐轻一的微信号 还有他的头像 以及微信名字 头像是一只可爱的小猫咪 微信名字是 要报复的轻一 不过没办法看唐轻一的朋友圈 因为唐轻一设置了不对非朋友卡 乔晨没有点申请 加唐轻一为朋友 因为他觉得 那样太莽撞了 乔晨 去游泳部 室友们喊乔晨 不去 真不去 听说今天复旦大学的校花唐轻一 会去博爵游泳馆游泳 这么好的福利 你确定不去吗 景宝明走到乔晨的身边 拍了拍他的肩膀 笑着说道 薛浩也拍着乔晨的另外一边肩膀说道 乔晨 跟我们去呗 失恋没有什么可怕的 指不定今天你去了游泳馆 跟唐轻一女神来得一见钟情 直接拿下唐轻一女神 那可就大爽了 今天他们见乔晨上课的时候 若有所思 时不时地看着手机 他们想乔晨肯定是在得知柳月月谈了男朋友后 心神不定 一脸失恋的样子 所以特意搞到唐轻一等会儿 要去博爵游泳馆游泳的情报 就是为了让乔晨振作起来 向山附和道 是啊 唐轻一可比柳月月强一百倍 一千倍 一万倍 走吧 乔晨 咱们宿舍里就你最帅了 你不去 我们都没底气过去 这可是我们好不容易才探听到的消息 不去看的话 就太可惜了 唐轻一 乔晨听到这话 立马看向宿舍三人 对 负担大学的校花女神 比柳月月强一万倍的女神 乔晨 泡到她 打脸柳月月 乔晨立马收了手机 哈哈大笑地说道 走 走 这个太好了 真想着该怎么接触唐轻一 显得不突兀 室友们就送来枕头了 太爽了 一定要泡到她 乔晨对室友们说道 室友们见乔晨恢复了朝气 一个个打了鸡血一样 纷纷开始给乔晨出谋划策 虽然室友们都是单身狗 但是三个臭皮匠 赛过一个诸葛亮 最后整出来的方法 还真的很有可行性 乔晨 到时候 你真的泡到了唐轻一 你可要请我们去吃小龙虾 对 我要吃麻辣 蒜蓉 清蒸的各种味道的小龙虾 乔晨好爽地一挥手 哈哈笑道 没问题 别说是吃小龙虾了 就是请你们 去UV紫外仙餐厅吃都没问题 欢迎订阅新魂爽文 下一集再置顶评论 乔晨 你飘了呀 这可是你说的 别到时候请不起我们吃UV紫外仙啊 那里的饭菜 一人可是两千块以上 乔晨想到自家老爸的话 说他只要超过了唐轻一 那他就可以成为老爸的 继承人的候选人了 自家老爸很有钱 随便给他们每个月的零花钱 都是几十万 几十万的 到时候 他真的征服了唐轻一 拿下唐轻一 还会没钱 请室友们吃两千块一味的 UV紫外仙 当即 他就特扩气地笑道 两千块一味 很贵吗 我乔晨会请不起 哈哈 确实不贵不贵 乔哥最厉害 乔哥最牛 乔哥威武 一行人来到伯爵游泳馆 正准备拿着四人众筹的钱 办个会员卡 经理一看到乔晨 立马笑着说道 请问是乔先生吗 是我 乔晨点头 心里狐疑 这人怎么知道他的性的 宿舍另外三个人 也一团疑惑地望向乔晨 乔先生 这是本店免费给你们 四位办的会员卡 以后你们有空 都可以来这边玩 游泳免费 乔晨他们四人一人 拿着一张会员卡 心里满团疑云 直到四人走到一处 没人的地方 室友们才纷纷八卦地问乔晨 乔晨 这怎么回事 这家游泳馆的老板认识你 听到室友这么一问 乔晨想到自己老爸很有钱 那肯定是有很多资产和公司的 所以 他点点头说道 嗯 应该是这样 乔晨 你牛逼啊 这家伯爵游泳馆 可是我们中海最大 最豪华的游泳馆 开一次卡 都要一千块钱呢 现在对方白送我们四张会员卡 太爽了 乔晨 这次我们跟着你 可是赚大发了 乔晨其实心里有疑惑 决定回去后 再问自家老爸 现在先找到唐清衣要紧 所以 他笑着说道 走走 找笑花去 因为这家游泳馆很大 都是室内恒温游泳池 有公用的 也有单人用的 乔晨推测 唐清衣肯定是在单人用的游泳池里游泳 所以 四人分头找 此刻 唐家的大宅里 唐世泽接到电话 听完对方的禀告后 他大喜 哈哈 乔晨真来了 大好事 立刻安排下去 让乔晨找到小姐游泳的地方 乔晨进去后 封锁那个地方 不许任何人进去 是 唐总 游泳馆的经理 立马领命 挂了电话后 唐世泽的老婆沈秀琴 立马凑到唐世泽身边 惊讶地问道 厉害啊 老唐 你怎么就知道 乔晨会来的 唐世泽抽了一口烟 哈哈笑道 男孩心里的那点小酒酒 我还是懂的 哈哈 很简单 他通过灵诱给他的乔晨的电话号码 查到乔晨的名字 然后 查到乔晨读的大学 再查到乔晨的室友们 然后 再用不经意的手法 把自家女儿 今天去伯爵游泳馆游泳的事 散布给乔晨的室友 作为男人 可太懂男生寝室里的文化了 所以 他断定 乔晨肯定会来游泳馆 沈秀晴听完后 立马朝堂室则竖起大拇指 黑黑地说道 老唐 还是你厉害 要是我硬逼着清衣和乔晨见面 估计 他们两个小孩子 都会互相反感对方 但是 经过这妖巧妙的安排后 他们俩的见面 就是一场意外的邂逅 浪漫又唯美啊 就是有点小可惜 要是咱们不送清衣学游泳就好了 这样的话 乔晨就可以教咱们清衣游泳 这一教学 就会有肢体接触 乔晨那长相 酷似凌幼 帅得很 咱们闺女肯定很容易沦陷 哈哈 不用多久 咱们就可以抱外孙了 唐世泽看到老婆开心了 她也笑开了怀 好了 别去想这些细节问题了 那些小细节的事情 就交给年轻人 让他们自由去发挥 抱外孙的事 现在确实可以去想想了 沈秀晴欢喜地起身说道 我去查一下最好的月子中心是哪家 被提早走好安排才行 唐世泽哈哈大笑 也没阻拦 让自家老婆有点失忙 也是好的 要不然 自家老婆太过干涉女儿的感情事 就像林佑所说的那样 很容易造成孩子的逆反心理 乔晨这边 她开了好几个单人游泳室的门 都没打开 然后找了个在做保洁卫生的阿姨 问了下 哪里有可以打开的单人游泳室 她要去那里游泳 保洁阿姨立马给她指了一个方向 她过去了 推开两扇门 都没找到唐轻衣 又推开一扇 忽然 她就看到一抹靓丽的身影 从水面浮出 闭着眼睛 任由水珠凌落而下 小身板还晃荡了几下 那足足有一号大的胸 在碧波水池里 荡起一圈圈的涟漪 谎得乔晨都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唐轻衣 真是没想到 穿上泳装的唐轻衣 出水芙蓉的唐轻衣的身材 竟然这么好 好到爆炸了 是她喜欢的类型 不管是颜值还是气质 还是身材 都比柳月月好一万倍 都不止 啊 忽然 少女惊呼出声 整个人慌乱地在水面扑腾了一下 然后整个人都沉了下去 乔晨暗叹自己 果然不愧是天选之子 竟然出现了 让她英雄救美的桥段 当即 她就冲了进去 快速地脱下外套 直接狂野地跳进了唐轻衣 刚才沉下去的深水区域 这里的水位有五米深 游泳池里有灯光 所以 钻进去水面下后 乔晨能看清楚水下的情况 精准地就找到了唐轻衣在的位置 然后朝着她快速地游过去 此时的唐轻衣已经沉到水底了 她抱起唐轻衣 就被她的嘴里镀进空气 然后抱着她 用力地往上游 但是 她穿的是紧身的泳装 又是在水下 像泥丘一样 太滑了 抱都抱不住 最后 她只能得罪了 抓着她的大胸 夹住她的胳膊 把她往上带 因为这个时候是生死时速 所以她也不顾不得那些了 只想赶紧把人救了 把人带上岸边后 她立刻就开始用以前学的急救方式 快速地按压唐轻衣的胸口 看到唐轻衣吐出好几口水后 她又立刻俯下身 对她做人工呼吸 吹气 按压 人工呼吸 分别做了三次后 唐轻衣又吐出一口大水 然后虚弱地睁开了眼睛 乔晨见她醒了后 松了一口气 把她抱起 放到岸边的躺椅上 又给她搁上干毛巾 然后对她说道 你醒了 那行 我去喊人 说完 乔晨就打了墙壁上的 游泳馆内部的急救电话 不一会儿 就来了三个救援女人 救援女人来了后 乔晨就走了 因为 她怕被醒来后 回过神来的唐轻衣 拳打脚踢 走出游泳馆后 她整个人都是兴奋的 低头看向自己的右手 右手之前抓了少女的 然后她又摸了摸自己的唇 刚刚触碰过少女的粉唇 天哪 她乔晨还是第一次 碰女孩这些地方 她太兴奋了 都忘记给室友们打电话了 直接兴冲冲地回家 准备把自己救了人的伟大事情 告诉老爸和姐姐们 林佑这会儿 正坐在阳台 跟唐世泽聊天 唐世泽在跟她说游泳馆的事 老林 这可真是天定的缘分啊 你儿子救了我女儿 林佑听到唐世泽特意强调的 天定的缘分这五个字 了然地笑了 不同于她是白手起家 运气好到爆炸 上天庇佑 一路高歌猛进地成为的万亿富豪 唐世泽家是世代经商 家族传承已经有上百年 经历过七十年前龙国的那场万战 唐家继承人的争夺也是很激烈的 唐世泽能坐稳唐家一把手的位置 靠得全谋制动 所以 她可不相信 自家儿子和唐清一的见面 是一场天定的缘分 肯定是唐世泽这只老狐狸安排的 不过 自家儿子救了唐清一这事 还真的是巧合了 因为唐清一本身就是游泳健将 根本不会出现溺水的情况 这次溺水 刚好是因为唐清一的小腿 抽筋抽得太猛了 导致她溺水了 又刚好自家儿子在那里 来了个英雄救美 不错不错 看来自家儿子和清一 还真的有缘分 唐世泽笑着说道 老林 这次我们两家真的要亲上加亲了 清一怎么样 林又问道 已经没事了 话说这次 我是真的没想到 她会小腿抽筋 看来我得多给她补点盖了 要是再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太危险了 唐世泽有些后怕地说道 好 我要去准备晚饭了 就先挂电话了 她也得照顾好儿女们的营养搭配 可不能让自家儿女们 出现在游泳的时候 腿抽筋的情况 旁边有人还好 没人的话 她想都不敢想那种后果 等一下 老林 你去准备晚饭 不是你家厨师做吗 我现在在我女儿们家里 当然是我做饭了 而且 我做饭更放心点 因为她激活了厨师技能 技能里包括了饮食营养搭配 唐世泽震惊到了 老林 我没听错吧 你做饭 你是煮饭 还是炒菜 都做 你会炒菜 她跟林佑认识十多年 可还是头一次知道 林佑会做菜 炒菜很难吗 林佑反问 嗯 真的很难 我老婆多次想下厨做菜 不是把菜锅给烧了 就是把厨房给烧了 但是她还是不死心 上次又下了一次厨 倒是没烧哪里了 有经验了 可是做出来的菜 那叫一个黑暗料理啊 她还逼着我吃完 还逼着我夸她 她真的好难啊 她差点都要以为 自己那次要毒发身亡了 林佑笑了 那是你老婆 没有做饭菜的天赋 我有 我今天早上给孩子们 做了一桌早餐 他们吃的 都把盘子给舔干净了 很好吃 他们还发了朋友圈 哈哈 发给你看看 说着 林佑就截图了 孟瑶女儿发的 关于今天早上 她做的饭菜的朋友圈 然后发给唐世泽看 有种炫耀的成分 唐世泽看着那些美食图片 震惊了 老林 你确定这是你做的 不是你让你家厨师 送来的早餐 还只是看着图片 她都有种想要吃的感觉了 而且 最主要的是 这早餐做得很精致啊 不是专业的厨师 或者经常下厨的妇人 谁能做出这么精致的早餐 瞧那紫色的花瓣饺子 捏得也太好看了 肯定需要一双巧手 她不相信这是 刚学下厨的林佑做的 林佑 是我做的 好了 不多说了 做饭菜去了 说完 林佑就挂了电话 嘴角上扬起一个弧度 心情十分不错 她起身去了厨房 熟练地系好围裙 开始煮饭 洗菜 准备晚上的饭菜搭配 今晚儿子应该会回来吃饭 得煮多点米饭 电话那段的唐世泽 则被震惊得 久久不能回过神来 老林都这么说了 那顿早餐 肯定是她做的 可是 她的目光落在那精致的早餐图片上 忍不住惊叹道 这饭菜做得也太好了吧 老林有了孩子后 整个人才一迸发啊 这是为了孩子们 开始努力了 老林都能做出一顿这样好的饭菜 那肯定会把乔晨的胃给胃坏的 而一个女人想要抓住一个男人 首先得抓住他的胃 得给女儿报一个高级厨艺班 也得给沈秀琴也报一个 丈母娘的饭菜 也得做得好吃才行 当即 她就给助理打电话 让她物色最好的高级厨艺班 下午五点的时候 乔晨回来了 一回来 她就兴奋地喊 老爸 你在哪里 我回来了 乔晨 爸爸在厨房 你今天得奖了吗 怎么看着这么兴奋啊 在客厅里 整理今天买的东西的 购物袋的乔梦瑶 笑着问道 乔晨刚想回话 目光就落到了 乔梦瑶整理的购物袋上 立马她就蹭蹭蹭 跑到她面前 拿起一个香袋的购物袋 满脸震惊 二姐 你们去买香袋了 还这么多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好多购物袋 我的呢 我的礼物呢 在哪里 我也要看 给你买了的 在阳台的桌子上 你去看 乔梦瑶指着阳台的折叠桌子上 摆放的苹果电子产品 笑着说道 我也有 太好了 哈哈 乔晨兴奋地跑过去 看礼物 紧接着 就是她发出的 一连串的爽快的大笑声 哈哈 这是苹果笔记本电脑 天哪 这颜色 黄金的颜色呀 这是真金吧 一看就好高大上 乔梦瑶笑着说道 是真金呢 所以你用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还有不要在外面用 免得被小偷抢走了 乔晨说道 放心 我肯定宝贝得很 哇 还有苹果最新款的手机 也是黄金的 天哪 这手机是给谁的 我要笔记本电脑就好了 也是给你的 什么 也是给我的 这幸福 一下子来得太突然了 那桌子上的东西 都是给你的 乔梦瑶说道 乔晨兴奋地一蹦三尺高 双手展开 把所有的东西都抱入怀里 都是给我的 哈哈 都是给我的 天哪 不仅有笔记本电脑 手机 还有苹果的蓝牙耳机 iPad Apple Watch 都是黄金做的 我的个天啊 这一套也太刁了 他太喜欢了 有土豪爸爸的感觉 简直是爽到爆炸了 他当即就用 充画费送的手机拍照 拍好照片后 发朋友圈 文字内容是 一套齐全了 感谢老爸 这朋友圈一发出去 立马他宿舍里的人 纷纷点赞加评论 请报名 苹果的电子产品 有这样的款式吗 求楼下告知 薛浩 一台笔记本电脑 也就18万吧 而且还不 对外公开出售 都是有身份的人 才能买到的 向山 一台笔记本电脑的外壳上 也就镶嵌了 24克拉的9999黄金吧 A同学 什么 电脑的金属外壳上 镶嵌了黄金 B同学 擦擦 一台笔记本电脑 就要18万 这可是一个小县城的 一套房的首付啊 绝了 乔晨 你发达了呀 乔晨 你爸爸 你找到你爸爸了 我去 乔晨 你竟然是富二代 一整套的苹果电子产品 而且还都是真的金字做的 谁要你乔晨雕 牛逼 乔哥 带我飞 这一整套下来 得好几十万吧 太吓人了 跟乔哥一比 其他那些买了全套 苹果电子产品的富二代 就是假富二代啊 乔哥这才是真正的富二代啊 一套电子产品 都能在中海首付一套房了 牛逼牛逼 请问下柳月月那个女的新找的男朋友 能买得起这样一整套的纯金苹果电子产品吗 应该买不起吧 谁去告诉一下柳月月 我们乔哥发达了 再也不是他柳月月能得到的男人了 我已经转发到我的班级群了 柳月月说 乔哥是吹牛逼的 说乔哥给他买一台苹果电脑都买不起 还能买一全套价值几十万的纯金打造的苹果电子产品 骗鬼呢 那柳月月的眼睛肯定瞎了 哼 乔哥威武 乔哥 什么时候回寝室 我来你宿舍里观看一下你的这些装备 太牛气了 我可还从来没见过这么高档的东西呢 让我仗仗见识 乔臣看到这些评论 尤其是看到柳月月的那时 他笑了 柳月月说他是吹牛逼的 柳月月 我乔臣现在是你再也得不到的男人了 发完朋友圈 乔臣没沉迷于玩手机 而是收起手机就兴奋地跑进厨房 喊林佑 老爸 我回来了 你在做什么 这是 米粉鹅 乔臣看到林佑在炒的菜 惊讶到了 因为米粉鹅是他们老家资全市才有的特色做法 他们自从来到中海上大学后 就已经很久没吃过米粉鹅了 以前要吃到这道菜 也需要逢年过节的时候 他家大姐才会把家里养的鹅 杀掉一只来做米粉鹅 没想到今晚 他就可以吃米粉鹅了 而且还是自家老爸做的 林佑的厨艺有多厉害 他早上吃早餐的时候 可是体验过的 而且 现在从菜锅里飘出来的肉香味 他不用吃 都知道 这道米粉鹅绝对好吃 看着菜锅里快要好的米粉鹅 他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嗯 是米粉鹅 林佑笑着说道 老爸 你会做米粉鹅鹅 你真的是太厉害了 老爸 你的老家是哪里的 乔臣一连串的话问道 问话的时候 他的眼睛 还是放在菜锅里的 也是香声 在邵氏 邵氏 哦 我知道 小姨说 之前她和妈妈 从小就是在邵氏长大的 那爸爸 你认识小姨吗 你妈妈的妹妹 爸爸当然认识了 乔臣忽然想到什么 笑着 看向林佑说道 爸 虽然说挺多子女都不希望自己的爸爸二婚 不过 我是开明的 作为男人 我很懂的 男人身边肯定要有个女人才行 所以 爸爸我支持你再娶 唯一的一个小请求 就是爸爸娶的那个女人 我们得先看看 我们满意才行 被儿子开感情的玩笑 林佑笑着 腾出一只手 给了她一个暴力 想什么呢 爸爸 暂时对结婚的事 没有什么想法 乔臣被敲了脑袋 憨憨地摸了摸一头黄毛 说道 老爸 遇到好的女人 还是不要错过 对了 我家小姨还没结婚 好像也没男朋友 等会儿 我帮爸爸去问问 小姨跟妈妈长得很像的 要是爸爸娶小姨的话 我肯定举四肢支持 你个臭小子 今天是不是做了什么事 敢这么开爸爸的玩笑了 林佑拿起桌上的擀面杖 就朝着乔臣揍去 儿子不揍 真的是说话越来越大胆了 女儿都不敢这么直白地说 想让她和乔木秋结婚 只是很隐晦的暗示 乔臣一边躲 一边朝着门外跑 跑到门外后 又扒着门套 继续嬉皮笑脸地 跟厨房里的林佑说话 老爸 我跟你说个事 今天我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林佑见臭小子转移了话题 这才收起擀面杖 继续一边边炒米粉鹅 一边明知故问道 哦 什么大事 我去喊下大姐和四姐 一起跟你们说 说着 乔臣就去喊了在房间里 看书的乔楚雪 和在用新电脑码字的乔楚下 乔臣 你要跟我们说什么 怎么把我们全部拉出来了 快说 快说 我用上新电脑 文思全涌的 我要报更 乔楚下催促地说道 乔臣站在厨房门口 说道 爸 大姐 二姐 四姐 我跟你们说 今天我被室友喊着 去伯爵游泳馆游泳 你们猜我遇到了谁 谁 乔楚下发挥自己的作家思维 你别告诉我 你遇到了唐轻衣 乔臣立马打了个指扣 哈哈笑道 对 四姐猜对了 然后呢 乔楚下八卦地问道 你们猜 乔臣 你别卖关子了 快点说 乔楚下催促道 乔梦瑶在削苹果 所以并不急 就是不问乔臣 等着乔臣说 乔楚雪也很冷静地 去了厨房里 帮林佑洗菜 林佑老贤淡定地 把炒好的米粉鹅 盛到大菜碗里 然后洗锅 热锅 一气合成 乔臣见只有二姐 着急想知道 爸爸和大姐 还有四姐都不着急 这可把乔臣给急坏了 他原本 还想卖一卖关子的 这会儿 直接不卖关子了 重磅地 把今天在游泳馆的事 说了出来 当然他没说 自己和室友们 是特意去看唐轻衣游泳的 只说 是刚好想去游泳 然后说巧合地推开门 就看到了游泳的唐轻衣 然后看到唐轻衣溺水 他英雄一般地跳下去 来了个英雄救美 救美的详细过程 他没说 毕竟有点香艳 不过他说了 自己对唐轻衣 做了人工呼吸 把唐轻衣救醒的事 说这事的时候 他还一脸的嘚瑟 这应该是唐轻衣的初吻 被我抢先夺走了 乔家三姐妹都挺震惊的 林佑因为早就知道了 其中缘由 所以没有震惊 不过 为了融入到家庭氛围里 他夸赞道 乔臣 你还会做急救 不错 今天要是没有乔臣突然出现 唐轻衣的情况 大概率不容乐观 他以前也不会做急救 不过激活了生活小技能后 他会急救了 他也知道 急救是需要标准的操作的 如果做得不标准 是就不醒来人的 乔臣就醒了轻衣 说明乔臣的急救措施 做得很标准 乔臣被林佑夸赞后 憨憨地抓了抓一头黄毛 说道 是大姐让我们全家学的 我也是学了好多次 才学会 为了学这个 他们家还买了专门练习 急救措施的魔心人 他是无解地理 学得最慢的一个 原本他以为这个技能 他这辈子都用不到 没想到今天用到了 不仅救了人 让他感觉到很骄傲自豪 而且 他还抱了唐轻衣 还那什么了唐轻衣 还清了唐轻衣 现在 他还能感觉到 唇上残留着唐轻衣粉唇的香味 是樱桃味的 还有大掌 也还能感觉到那份柔软 真的 很软 手感十分不错 丝毫不亚于牛奶 林佑微微有些惊讶 没想到自家大女儿很有远见 这种急救技能 确实是需要学习的 他之前不学习 是因为家里常住家庭医生 真不愧是我林佑的女儿 就是聪明 乔出雪朝乔辰竖起大拇指 不错 乔梦瑶惊喜地说道 乔辰 这么说 你不仅夺走了人家唐轻衣的初吻 还抱了他 泽泽 艳福不浅啊 他有没有揍你 乔楚下惊叹地说道 小说都不敢这么写啊 乔辰 你好艳福啊 唐轻衣醒来后 是不是把你揍得很惨 二姐 四姐 你们怎么总是 把我往坏的方向想啊 难道你们弟弟 我就没有魅力吗 你们怎么不说 唐轻衣被你们弟弟 我的英雄救美 感动得稀里哗啦 要以身相许啊 乔辰嗷地说道 这话一出 全家都笑了 林佑也忍俊不惊 一边炒今晚的最后一道油卖菜 一边说道 以身相许 估计还是有点难度的 不过 唐轻衣记住你 肯定是真的 你明天去学校的时候 记得果言十点 乔辰想到自己 对唐轻衣做过的事 好吧 他承认她 对她做人工呼吸的时候 看到她醒来后 她多庆了唐轻衣几十秒 而且还伸了舌头 可是那都是她情不自禁的呀 她控制不住自己啊 她也不是故意的 她只是个血气方刚的少年 能有什么坏心思呢 老爸 就算她想来揍我 她也打不赢我啊 我可是男子汉 说这话的时候 乔辰还特意展示了 一下自己胳膊上的肌肉 林佑一边边炒油卖菜 一边笑着说道 我要是记得没错的话 轻衣应该是去年 拿下的跆拳道黑带 跆拳道黑带 乔辰震惊的嘴巴张得老大 他仿佛已经感觉到 自己被狂揍一顿的画面了 老爸 老爸 乔辰赶紧钻进厨房 对林佑撒娇 老爸 你武艺高强 娇娇我呗 我也想像老爸那样 打遍天下无敌手 说这话的时候 乔辰还霍霍地挥舞着拳头 做出电视剧里的武术动作 你确定要学武 学武很辛苦 林佑说道 他可没忘记 唐世泽以前晒女儿学武的朋友圈 不是今天女儿的胳膊 练跆拳道被打得亲子一片 就是韧带拉伤 以及下雪天 也要大清早起来跑步训练等等 一切都在说明 练武很辛苦 而他因为有系统 直接秒速掌握了格斗技能 所以没有经受练武的痛苦 儿子有练武的想法 很不错 乔辰用力地挥舞着拳头 唐青衣都能练到跆拳道黑带 我 乔辰也可以 好 不愧是我林佑的儿子 今晚爸爸就让大山指导你 啊 大山是谁啊 老爸 不是你亲自教我吗 我可是要拿下跆拳道黑带的 你可不能随便给我指派个人叫啊 林佑笑着说道 今晚你见过 大山就知道大山是谁了 爸爸没空教你 教女儿还行 教儿子练武 真的没空 大山没退役前 是部队里的王牌特种兵 打遍无敌手 给乔辰当教练 完全没问题 而且 大山为人严格 对乔辰会用军队化的教学 想到儿子以后的学武人生 林佑的心情 突然变得更好了 哈哈 臭小子 这可是 你自己撞上门来学武的 不是爸爸强迫你的 乔辰挥了挥手里的拳头说道 行 今晚见见大山 老爸 你可得答应我 如果大山不厉害的话 你得再帮我 选个厉害的教练 可以 乔家三姐妹 见乔辰要习武 乔楚下也凑热闹地说道 爸爸 我也想学武 爸爸 我也是 乔梦瑶也说道 乔楚雪也点头 林佑笑着说道 行 爸爸亲自教你们三姐妹 乔辰一听这话 立马就感觉自己被双标了 大呼道 老爸 你刚才不是跟我说 你没空教我吗 怎么就有空教姐姐们了呀 老爸 你这双标的太严重了 你儿子感觉到自己像是被捡来的 不是亲生的 乔家三姐妹一听林佑要亲自教他们 纷纷喜笑颜开 乔楚下哈哈地笑道 乔辰 你就是捡来的 对 乔梦瑶笑着附和 乔楚雪说道 乔辰 你是家里的男子汉 爸爸给你找了专门的武学教练 花费的时间肯定很多 姐姐们是女孩子 只是学着玩的 爸爸自然就有空教我们了 乔辰一听乔楚雪这话 立马就嗷嗷感动地说道 还是大姐最好了 我这玻璃心 差点就碎了 林佑看着儿女们打闹的热闹画面 笑了 这日子 真的很舒服啊 他把炒好的油卖菜 盛到菜碟上 笑着对儿女们说道 准备开饭 好的 爸爸 我帮你端菜 爸爸 我来盛饭 老爸 我也来帮你端菜 一家人坐在餐桌上 开始吃饭 今晚是正餐 林佑做了六菜一汤 六道菜 都是滋全市的名菜 米粉鹅 手撕农家鸡 三文鱼 皮蛋炒辣椒 孜然寸骨 干锅土匪鸭 以及一道鱼汤 三文鱼和鱼汤用的都是 直接从滋全市的西江湖空运过来的新鲜活鱼 因为这是林佑给儿女们做的第一道正式大餐 所以 她做得很讲究 为的就是让儿女们 吃到真正的家乡的味道 好香啊 老爸 你什么时候学会的这些菜啊 这么多 以前我们都只有过年的时候 才会吃上一桌这么好吃的菜呢 乔臣看得一个劲的在吞口水 如果不是之前乔出雪焦他 爸爸是一家之主 得爸爸先动了筷子 他们才可以动筷子 他真的是恨不得立马加菜开吃了 之前做出来的其他的菜 都放在保温箱里 他都没看到 这会儿全部看到了 他真的是眼馋的不行 肚子都在呱呱叫了 最让他震惊的是 自家老爸竟然会做这么多字诠释的名才 乔家三姐妹也很震惊 爸 你特意学的吗 林佑宠溺地对女儿们说道 嗯 你们出来读书也有 一个多月了 应该很想吃家乡的美味了 爸爸特意学了一下 还是第一次做这些菜 不知道合不合你们的胃口 开动吧 说着 林佑作为一家之主 先动了筷子 加起一块鸭肉 乔楚下紧随其后 乔臣刺之 乔梦摇紧跟上 乔出血最后 太太太 太好吃了 天哪 这绝对是我 吃过最好吃的米粉鹅 天哪 爸爸 你这厨艺绝了 第一次做 竟然做得这么好吃 这干锅鸭 简直是好吃到爆炸呀 是我吃过最好吃的 爸爸 这皮蛋 入了辣椒的味道 超好吃 是我吃过最好吃的 乔楚下吃得满嘴是油 完全没功夫说话 一个劲的低头再啃寸骨 眼睛都冒出绿光了 什么叫做舌尖上的美食 这就是啊 好吃到要炸开宇宙了 难怪那么多种田美食温火爆 因为吃 对人类来说 真的是难以抗拒的东西 尤其是美食 女生们的最爱 在美食面前 减肥什么的 都可以排到后面去 吃完这顿再减肥 难怪他这次给男主力上 会厨艺的技能后 就有读者 开始给他的小说打赏了 小说来源于生活这句话 果然没错呀 爸爸简直就是 他的灵感制造机 一顿晚饭 吃的四个小家伙 最后都是 扶着小肚子离开的餐桌 在葛优躺在沙发上 一个个都满足地笑了 林佑这顿饭 也是胃口大开 足足吃了三碗米饭 资泉是和他的老家邵氏 都是相省的 虽然说家乡菜的做法 有一些区别 不过 香辣这些口味 都是糊通的 这真的是他这辈子 吃过最好吃的一顿饭了 真是没想到 系统这腰牛逼 还只是激活的初级厨艺技能 就能做出这么美味的饭菜 要是激活了终极厨艺 那岂不是要爽到天上去了 爽爽爽 休息了一会儿 乔楚雪带着妹妹们 去收拾碗筷 乔晨急急地催着林佑 要去习舞 林佑说等姐姐们 洗碗碗后 一家人一起出去 老爸 那我们去哪里练舞 在西晚的乔楚雪说道 爸爸 去楼下广场那里吧 我知道 那边有一块空地 很大 人不是很多 很方便习舞 乔楚夏说道 我知道大姐说的哪个地方 爸爸 就去那里 够我们学舞的了 刚好今天秋高气爽的 去广场玩 很舒服啊 林佑原本是准备 带着儿女们 回她的别墅练舞 听到女儿们 说去广场玩 而且 这里距离她的别墅 确实有点远 开车的话 需要一个小时的车程 来回就是两个小时 明天孩子们还要上学 去附近的广场洗舞 有空地的话 确实不错 今天的天气也很凉爽 刚入秋 林佑笑着说道 行 今晚去广场那里练舞玩 然后 林佑让乔楚雪 给了她一份五个孩子的银行卡号 她把孩子们的银行卡号 发给助理 让对方给每张银行卡 打五十万 在林佑让乔楚雪 发银行卡号的时候 乔梦瑶和乔楚夏 还有乔晨知道 爸爸是要给他们打零花钱了 很激动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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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姐弟的手机同时响了 紧接着 就是乔晨一蹦三尺刀的惊喜声 我收到好多钱 乔晨在想 他是儿子 爸爸给他打的零花钱 应该比姐姐们的多 所以他没说自己收到多少钱 免得到时候 姐姐们觉得心里不平衡 天哪 五十万 自家老爸给他打了五十万的零花钱 自家老爸到底多有钱啊 他们宿舍里 家里最有钱的象山 家里得给的零花钱 一个月也才三千块啊 但是 这三千块对他们来说 已经是寝室里的富二代了 没想到 自己收到了五十万的零花钱 怎么花 怎么花 有种被幸福砸中的眩晕感 乔楚夏惊呼 爸爸 我收到了五十万 是爸爸打给我的吗 乔梦瑶满脸晕乎乎的 我也收到了五十万 天哪 五十万 乔楚雪也没想到 自家爸爸给他们五姐弟打零花钱 竟然一人打了五十万 爸 我也收到了五十万 这么说 爸爸一次就给他们五姐弟 打了二百五十万的零花钱 这钱 都能在中海首付一套面积不错的商品房了 叮 这一声 他的手机响了 是三妹乔诗涵发来的消息 乔诗涵 大姐 我突然收到五十万的巨款 怎么办 肯定是有人赚错了 转到了我的银行卡上 我现在报警吗 远在乡省资泉市老家的乔诗涵 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因为 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钱 他收到钱的时候 还以为是诈骗短信 然后点了银行APP查看 他的银行卡里 真的多了五十万 显示转账的公司 是天佑基金会 他从来不认识什么天佑基金会 肯定是对方打错钱了 乔诗涵立马把手上的水擦干 然后回乔诗涵 三妹 这是爸爸打给我们的零花钱 我和二妹 四妹还有弟弟 每人都收到了五十万 乔诗涵看到这条消息 直接震惊地傻眼了 颤抖着圆润的手指 在屏幕上打字 爸爸 爸爸打给我们的零花钱 五十万 虽然今天白天的时候 大姐说过 爸爸很有钱 有钱到他们没办法想象的地步 以及爸爸给他们买了 全套的黄金苹果电子产品 以及一全套的香奈 但是他以为 这可能是爸爸 想要弥补这么多年来 没找到他们五姐弟的父爱 他以为那已经够了 没想到 爸爸竟然又给他们五姐弟 每人打了五十万的零花钱 直接把他都砸晕了 有个这么豪横的爸爸 他突然之间感觉到 生活的压力 不再压得他喘不过气 仿佛整个人被打通了 任督二脉一样 浑身通体舒畅 有无穷的力量 对未来的生活 也充满了向往和期待 有了这笔五十万的零花钱 他可以打造一个 很好的直播团队了 不用去给工会打工当主播 而是自己当老板 自己组建直播团队 这五十万 比之前的苹果电子产品 以及香奈全套 对他来说 更加的有吸引力 因为他并不是一个物质的女孩 电子产品 以及包包衣服这些 他觉得 只要够用就好了 但是 打造自己的直播团队 一直是他想做的事 他之前还想着 先给工会打几年工 然后等攒够钱后 再自己打造自己的直播团队 当老板 现在 有了豪横的爸爸 给的五十万零花钱后 他完全可以自己当老板了 爽 当即 他就给乔初雪发消息 大姐 帮我感谢爸爸 这五十万的零花钱 对我来说 真的来得太及时了 乔初雪看到三妹的这话 知道这会儿 手机那边的三妹很高兴 他笑着说道 好 然后他就对坐在客厅里 喝茶的林佑说道 爸爸 三妹让我跟你说 谢谢你 这五十万零花钱 对他来说来得很及时 林佑笑着说道 这是你们这个月的零花钱 下个月还有 乔家四姐弟 再次震惊 一个月的 乔晨之前还在为自己 竟然跟姐姐们的零花钱 是一样多的 心里有点吃味 毕竟他可是儿子哦 现在一听林佑这话 他就跟打了兴奋剂一样 在客厅里再歌再舞 还唱起了顺口溜 老爸 老爸 欢迎你 等风等雨等到你 他来了 他来了 他带着礼物 走来了 他来了 他来了 他脚踏降云 飞来了 老爸天 老爸地 老爸能顶天立地 老爸风 老爸雨 老爸能呼风唤雨 林佑被儿子这顺口溜给逗笑了 洗碗碗的女儿们 也跟着出来 一起唱 这欢乐场面 可比之前在光辉这些 中海顶级KTV撒钱的时候 那些女人们 唱得要有意思多了 虽然那些女人 还会一边唱 一边在她身边调贴声舞 但是 还是看着儿女们 这么欢快地唱歌 舒服 温馨甜蜜 而不是纸醉精迷 物欲横流 走 练舞去 林佑笑着大手一挥 带着儿女们出门了 来到广场 林佑一个电话 暗中保护林佑安全的大山 就出来了 老板 大山人高马大 走到林佑面前的时候 躬身致力 林佑点点头 然后对大山说道 大山 这是我儿子乔成 他想跟你洗舞 你教教他 乔成看到大山的时候 就对林佑给他选的 这个教练满意了 因为这一看 就是练家子 当即 他就跃跃欲试地 对大山说道 大山叔叔 现在就教我吧 我第一步做什么 跑步 还是扎马步 还是提水 这些是他之前在电视剧里 看到那些洗舞之人常做的事 大山看向乔成 没回乔成的话 而是问林佑 老板 您儿子没练过舞 要不让小山来教 乔成一听这话 就不高兴了 立刻说道 我不要小山教 就要你教 大山 小山 一听名字 他就知道 大山比小山更厉害 他乔成可不笨 当然要让个厉害的教练教 林佑知道大山的意思 大山不仅功法比小山强 对手底下的兵的要求 也比小山严苛得多 那训练之法 就更加的霸道了 林佑笑着说道 乔成选了你 就你来教吧 按照你的方式 来教就行 好的 老板 确认了之后 大山对乔成郑重地说道 乔成 你想学哪种 龙国武术 跆拳道 空手道 剑道 散打 搏击 你选一个 乔成心想 唐青一学的是跆拳道 他肯定要出其不意 而且 他看电视剧的时候 对自己龙国的武术 也是极为的喜欢的 当即就说道 我学龙国武术 行 大山点头 然后开始指点兴奋的 乔成站桩的姿势 指点完后 大山猛地对乔成拳打脚踢 痛痛 停 乔家三姐妹看呆了 乔成跑去 跟林佑嗷嗷地告状 老爸 他揍我 他真心实意地去习武 大山竟然实打实地揍他 太可恶了 林佑一脸如常地说道 爸爸看大山 只用了一分的力气揍你 没下狠手 无碍 乔成满眼猛圈 林佑解释道 习武第一步 就是挨揍 这是训练你不怕打 你只有不怕被打 才能在跟对手交锋的时候 练出逢打必赢的本事 才能把敌根 错敌锐 你想 你要是怕打 那么在气势上 你就输了 大山说道 老板说的没错 这点挨揍只是轻的 后面还有更加艰苦的训练 乔成 你先想好了 要不要跟我学真功夫 一旦决定跟我学了 那你不出师 我是不会放人的 就算你爸爸亲自让我放人 我大山也不答应 乔成傻眼了 他以为学功夫 就是很漂亮的耍招式 然后最多也就是站桩 体水 跑步这些比较累人的火 没想到 第一步 竟然是挨揍 而且刚才大山揍的他几下 真的好痛啊 现在还痛呢 而且 大山竟然说 后面的训练更加的艰苦 而且刚刚自家老爸说 大山只用了一分的力气 他已经能看到 自己未来的习武道路 异常的痛苦艰难了 要学吗 要 他可是爸爸唯一的儿子 是立志要给爸爸 当继承人的男子汉 没有他做不到的事 而且 男人 确实要有些伸手才行 否则 怎么镇压住女人 唐轻衣可是跆拳道黑带 爸爸要他超过唐轻衣 那在伸手上 他也得打赢唐轻衣才行 所以 他咬唇 眼神里不再是之前那种 单纯的 因为要玩一件新奇的事的兴奋 而是郑重严肃 他对林佑说道 老爸 我考虑好了 我决定跟大山叔叔学武 我一定会出师的 我选择的路 我咬着牙也会走完 这是大姐教我的道理 林佑见儿子 选择继续跟大山学武 感到十分欣慰 郑重地拍了拍儿子的肩膀 说 嗯 雪儿说的没错 男子汉大丈夫 选择的路 咬着牙也要走完 嗯 乔臣用力地点头 然后转身向大山鞠躬 对不起 大山叔叔 刚才是我无礼了 还请大山叔叔继续教我 大山欣赏的点头 走 大山带着乔臣去 一边训练乔臣的挨奏能力去了 乔家三姐妹 看被奏的乔臣一眼 都会痛得抖一下肩膀 最后都不忍看了 爸爸 那我 还是不学武术了乔楚下认怂地说道 现在不看那边 都能听到乔臣喊痛的声音 这铁拳头 要是砸在他们身上 还不知道有多痛 不敢学了 怂了 乔梦瑶则是跃跃欲试地说道 爸爸 我要学 你来揍我吧 我扛得住 乔楚学一点头 我也可以 自家爸爸这么有钱 他们这些当女儿的 帮不了爸爸什么忙 但是可以提升自己的武力值 不成为爸爸的弱点 因为电视上 他看到不少有钱人家的孩子 被绑架 被勒索之类的 他不想这样的事情 发生在他们家 所以 唯一的办法 就是提升他们自己的武力值 乔楚下见两个姐姐 竟然都要练武 他问道 你们不怕痛吗 乔梦瑶说道 楚下 你看人家唐青衣 都是跆拳道黑带 他家也很有钱 我们家现在也很有钱 爸爸又愿意教我们 我们当然 也要练武来防身了 乔楚下愣了一下 好像二姐说的没错 他们家现在具有钱啊 不是普通人家了 按照小说里的那些狗血桥段 坏蛋可是最喜欢绑架 富人家的孩子 来敲诈勒索的 当即 他改变了想法 对林又说道 爸爸 姐姐们都学 那我也要学武 而且 他想到一个好点子 他可以给他这本新书的女主角 增加武术技能 哈 这样的话 女主角碰到坏人 就可以自己酷炫地 打遍天下无敌手了 而不是等着男主来救火 救人 各种救救救了 哇塞 跟了爸爸之后 他真的灵感爆发啊 太爽了 林又见女儿们 都要学武后 笑着说道 行 那爸爸先来教你们站桩 乔楚下正愣地问道 爸爸 你要开始揍我们了吗 乔梦瑶 爸爸 你尽管地揍我吧 乔楚雪 我也可以承受 林又笑着说道 雪儿 瑶瑶 楚下 爸爸教你们的武术 不用挨揍 儿子皮糙肉厚地 挨揍没问题 女儿娇滴滴 他疼都来不及呢 可舍不得揍 乔家三姐妹 纷纷愣住了 我们不用挨揍 可是爸爸 你刚才跟乔晨说 你弟弟的性子不一样 他需要揍揍 才能变得更沉稳 来 爸爸教你们站桩 乔家三姐妹 互相对视一眼 纷纷地幸福地笑了 啊 自家爸爸没有重男轻女 而是重女轻男 太好了 小时候 他们可见过不少 重男轻女的家庭 甚至有的家庭 因为没什么钱 最后只让儿子上学 女儿则是去打工赚钱 自家爸爸 没有重男轻女 太棒了 乔晨这个弟弟 确实应该好好地揍揍 就乔晨上次赶去 借高腰带的事 就必须要好好地揍揍乔晨 让他常常记性 要不然 爸爸给了乔晨 五十万的零花钱 乔晨还得飘到天上去 这边灵右开始指导女儿战装 那边乔晨还在挨揍 他休息的时候 看了一眼灵右那边 直接就傻眼了 啊 姐姐们已经开始跟着爸爸学招式了 姐姐们没有被爸爸揍 为什么我却被挨揍 因为我是儿子 嗯 肯定是这样的 爸爸更重视我 所以把我交给大山来教 而姐姐们是女孩子 根本不用练太厉害的武术 学点花拳绣腿的功夫 做做样子就行了 对 一定是这样 加油 乔晨 爸爸最重视你 半个小时后 乔晨被揍得 恨不得躺到地上打滚了 但是他 还是坚持着 坐在石板凳上喝水休息 林佑那边三个女儿战装学得差不多 在跟苏晨学拳法 周围很多人在围观 不仅是有三个美女在打拳 最主要的是 教练也是超级大帅哥 教练教的时候 打得拳头 虎虎声威 十分的有劲道 一看就是练家子 所以 吸引了很多大妈和小孩子来围观 年轻人一般都在家里苦逼的加班 或者洗衣做饭 打扫卫生 葛优堂 只有大妈和小孩子 有空有精力逛广场 咦 这不是乔家三姐妹吗 有大妈惊呼道 听说乔家五姐弟找到爸爸了 难道这个大帅哥 是他们的爸爸 因为一栋楼里住了五胞胎 是十分震惊人的事 所以 小区里的业主很多人都知道 乔家五姐弟 而且 见过乔家五姐弟后 就再也不会忘记他们的长相了 因为太漂亮了 太帅气了 妥妥的 别人家的孩子的盛世颜值 对 他就是乔家五姐弟的爸爸 天哪 没想到他打起拳头来 这么的帅 衬衣都要撑爆了 之前在电梯里 见过林佑的大妈 眼睛发出绿光的说道 旁边的大妈立马吃惊 天哪 真的是乔家五姐弟的爸爸 这个男人了不得呀 一胎无宝 这繁殖力逆天了 而且他还这么年轻 如果不是王大妈说 这帅哥是乔家五姐弟的爸爸 我还要以为他是他们的哥哥 或者其中一个的男朋友呢 我听说乔家五姐弟的妈妈去世很久了 也就是说 现在他们的爸爸 还没结婚 哎呀 我家姐姐有个女儿 今年三十岁 还没结婚 有车有房 不知道五胞胎爸爸看得上不 我妹妹有个女儿 今年二十八岁 博士生 海归 也还没结婚 等会儿 我得去问下五胞胎爸爸的联系方式 撮合撮合下 大妈们看着林佑 纷纷开始琢磨着 自家亲戚中哪个优秀点的姑娘 还未婚的 得赶紧把林佑拿下 指不定以后 也能生个五胞胎 那可就是震惊全村的大喜事啊 乔家三姐妹 看到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 乔楚下停了下来 跑到林佑身边 说道 爸 人好多 要不我们今晚就练到这里为止吧 最主要的是 她发现围过来的大妈们 竟然一个个的 想要给她爸爸介绍对象 她爸爸只能是她小姨的 其他女人都靠边去 她是绝对不会让其他女人 染指她爸爸的 呀呀 时间过得好吗 还没到下周末 距离下周六 还有六天 下周六 小姨才会有空过来 今天下午她去给小姨送衣服的时候 都没见到小姨 小姨的室友告诉她 她小姨出去办事了 要很晚才回来 她原本是想见到小姨后 当面跟小姨吹捧一番自家爸爸的 没想到没见到 那就只能等到下周六见面了 她之前也以为 这也没什么 但是现在 看到广场大妈们纷纷 要给她爸爸介绍对象 她急了 恨不得现在就让小姨 和自家爸爸见面 但是她也知道 事情不能太急了 急了反而容易出错 或者是让人反感之类的 她只能等了 林佑看了看周围的人 确实 大妈们的眼睛 一双双都饥渴地投放在她身上 她以前就知道自己很吃香 不过 那是在女人堆里 这会儿 在广场大妈堆里 她发现自己也吃香后 就十分无奈地笑了 看来我林佑 不仅是少女杀手 还是少奶杀手 好 今晚就训练到这里吧 你们明天还要上课 早点回去洗个澡 就睡觉休息 林佑点点头 乔楚雪和乔梦瑶也过来了 听到林佑这话 三姐妹对视一眼 一左一右 一后地护着林佑 有大妈想过来 找林佑要联系方式的时候 乔楚下刚想说 自家爸爸有女朋友的 就听到 林佑对大妈说道 没有寄电话号码的习惯 那你带手机没 加个微信吧 大妈坚持 手机坏了 林佑说道 大妈还不死心 乔楚下立刻大声地喊道 快看 隔壁小区的大妈 来抢我们的广场了 大妈们闻声 立马转身就跑 因为确实有几个 隔壁小区的大妈 见龙云小区的大妈们 不在之前的地方 跳广场舞 立马就去抢了地盘 开始排队行跳舞 这可把横龙小区的大妈们 给急坏了 纷纷跑过去 干架夺回地盘 乔楚下则机灵地捂着笑 带着林佑 快速走出了广场 然后放声大笑 爸爸 你的行情太好了 下次可不能带你来广场 叫我们练舞了 乔楚下笑完后 委屈巴巴地看向林佑说道 乔某瑶说道 我觉得 我们可以把客厅收拾一下 然后在客厅里练舞 乔楚雪点头 这个不错 外面的蚊子太多了 林佑知道女儿们的心思 这让她感觉到 心里甜滋滋的 她宠溺地对三个女儿说道 好 下次不来广场练舞了 这几天 就会把那三个房子全部搞完 你们记得跟群里的设计师 沟通自己的想法 软装的话 一天就能搞定 明天先做硬装工作 把墙打了 楼梯修好等等 下午的时候 助理就找到了一名女设计师 然后林佑把设计师 拉入到了装修群里 把之前女儿们的想法 发给了设计师 然后让女儿们跟设计师聊 乔楚下一听林佑这话 立马满血复活 兴奋地点头 嗯嗯 爸爸 我们家的房子那么多 我们整一个宽敞的健身房吧 以后就可以在健身房里修炼 可以 没问题 爸爸跟设计师说 林佑带着三个女儿先回去了 女儿们去洗澡 林佑坐在沙发上 用手机处理今天的公务 扣扣 房门声响起 林佑起身去开了房门 敲门的是 林佑的家庭私人管家 董宇飞 林总 这是您的常用换洗衣物 董宇飞把手提袋交给林佑 林佑接了袋子 董宇飞关心地问道 主人 您昨晚没回别墅睡觉 今晚需要我留在这里吗 她还是林佑的私人催眠师 辅助林佑睡觉的 说起这个事 林佑笑着说道 不用啊 昨晚是我睡过有史以来最舒服的一觉 一觉睡到大天亮的感觉 真的是太舒服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整个人也都是神清气爽的 完全没有睡不着的头痛 提不起精神等候一症 女儿真的是她的宝啊 董宇飞满眼震惊 她作为林佑的私人催眠师 知道林佑晚上睡不着 已经到了成病的状态了 没想到 林佑在这个小小的房子里 没用她的辅助 竟然能睡着 还睡得特别的好 这个小小的房子里 住着的是什么人 她很好奇 超级的好奇 不过 尽管她很好奇 她也没多问 她点点头 说道 那恭喜主人 如果没有别的事的话 那我就离开了 嗯 走吧 林佑说得很干脆 因为她现在知道 自家女儿的性子了 不希望她和别的女人 有太多的来往 除了她们的小意 董玉飞正愣了一下 然后秒速回过神来 朝林佑深深鞠了一躬 然后走了 林佑把房门关上 刚转过身 就看到一边擦着头发 一边从浴室里走出来的乔梦瑶 爸爸 你出去了 没有 爸爸的管家 送了爸爸的换洗衣物过来 嗯嗯 好的 爸爸 那我去吹头发了 乔梦瑶指了指 自己一头湿答答的头发说道 林佑走了过去 把袋子放在沙发上 宠溺地对乔梦瑶说道 瑶瑶 你去阳台那里坐着 爸爸给你吹头发 你的头发这么长 你总是举着手吹头发的话 就太累了 好啊 乔梦瑶欢喜地点头 爸爸对她太好了 好贴心哦 她的头发快到腰了 每次洗完澡 吹头发 都要吹半个小时以上 左手吹完 换右手 吹完头发 整个人都累累趴下了 只想躺在床上休息 所以 听到林佑说 要帮她吹头发 她简直是太开心了 当即她就去搬了一把小凳子 然后坐在阳台上 阳台上有插座 林佑把吹风机插上插座 然后就开始给女儿吹头发 吹风机还很重 是康复的 不过风力很大 热度也可以 就是女孩子一直拿着这么重的 吹风机吹头发的话 就太累了 等会儿就让助理去买四个最好最轻的吹风机 每个女儿都配一个 以及梳子 卷发棒等等 都全套安排上 爸爸 你再给二姐吹头发 那我也要瞧 初夏从浴室里走出来的时候 看到林佑在给乔梦瑶吹头发 连忙跑过去 林佑宠溺地笑着说道 好 好 爸爸都给你们吹头发 乔梦瑶赶紧说道 初夏 你不要闹 今晚就不要再让爸爸给你吹头发了 下次吧 爸爸 已经给我吹了二十分钟了 等会儿 还要给你吹半个小时的话 爸爸的手会累到的 林佑说道 不累 瑶瑶 爸爸可以的 如果是在还没有激活出击格斗技能之前 拿着吹风机拿一个小时的话 他肯定会累到 不过现在 激活了格斗技能 他的身体素质也有了大大的 生 就算是拿着吹风机吹一整天 他也不会感觉到胳膊酸 乔楚夏眨了眨眼睛 然后说道 这样 爸爸 你去休息一下 我来给二姐吹头发 等会儿二姐的头发干了 爸爸再帮我吹头发 吹十分钟就差不多了 后面的 我可以自己吹 他不是真的要爸爸 给他把头发吹干 他只是想要享受 二姐也享受的爸爸派吹风机 乔梦咬点点头 这样的话 可以 乔楚夏当即就去拿林佑手里的吹风机 并且对林佑说道 爸爸 你先去沙发那里坐着休息 我来给二姐吹头发 林佑见女儿坚持这么操作 笑着把吹风机给了她 然后问她 家里还有别的吹风机吗 因为这会儿 乔楚夏的头发也是湿的 虽然小家伙用干发帽 把一头长发盘起来了 但是 这入秋的天气 头发湿太久了 容易感冒 没有了 爸爸 乔楚夏说道 林佑点点头 然后走到沙发处 坐下 拿出手机给助理发去消息 让他用最快的速度 买四个最好也要最轻的吹风机 二十分钟之内送到 张特助看到这条消息 都猛圈了 四个吹风机 不过他没多问 立刻就回到 好的 Boss 当即 他就安排 十五分钟后 房门响了 林佑去开的房门 林总 这箱子里 全部都是戴森吹风机 因为不知道林总喜好的颜色 所以我们把所有颜色都拿了货 戴森销售经理恭敬说道 好 有钱 他人就会把事情 都安排得事无巨细 有钱的魅力啊 他都忘记 吹风机 还有颜色分类 女孩子心思细腻 小到圆珠笔 大到床 都要选自己喜欢的颜色 甚至在颜色的选择上 能纠结一整天 林总 那我帮您 把这个箱子搬进去吧 还挺沉的 戴森销售经理说道 林佑摆了摆手 不用 你回去吧 家里 是刚洗完澡的女儿们 穿的都是秋天的睡衣 她可不想让别的男人进去参观 戴森销售经理愣了一下 然后点头 带着手下人走了 她自己问的多了 反而容易说错话 林总可不是他们这些小人物 得罪得起的 这个箱子很大 她不仅放了吹风机 还放了美发造型器套装 每个颜色都有 吹风机和美发造型器 都有五个颜色 四套的话 就有四十个 她是用了两立方米的大箱子 足足有一百六十斤重 他们是三个成年男人 抬上来的 原本她是想要送进房间里的 但是林总说 不用他们送 他们只好走了 但是她还是有点担心 林佑搬不动 所以又悄悄地回头看了一眼 然后一看 她直接就被震惊呆了 天呐 她眼睛花了吗 她竟然看到林总一个人 两条胳膊 就把大箱子给举起来了 而且还是那种 很轻松地举起来 而不是向他们吃力地举起 天呐 然后她还听到少女的声音 爸爸 那是什么 爸爸 这个重不重啊 要不要我们帮忙 爸爸 快进来 放这里 客厅这里 每个声音都不一样 而且还都是女神级的声音 听着声音就知道 这三个少女 都是三个女神级的 天呐 难怪林佑说不让他们 把箱子搬进去 原来是金屋藏胶了 而且还是藏的三个美少女 真不愧是身家万一的林总啊 尽管已经到了三十七岁的年纪 但是身体就是强壮 一屋三个少女 想想 她就露出了羡慕的眼神 她今年才三十二岁 就已经因为工作压力太大 导致每个月都是被迫交公粮的 而且 每次交公粮的时候 还会被老婆给抽干 最后还会被老婆敲头 揪耳朵 越来越短了 林佑这边 她把大箱子搬到客厅最宽敞的地方 乔梦瑶负责官房门 乔出雪负责挪客厅里的凳子 乔楚夏负责去帮扶着林佑抱着的箱子 楚夏把手放开 爸爸要把箱子落地了 林佑说道 好好 乔楚夏松开手 好奇地问道 爸爸 这里面是什么呀 因为她帮扶的时候 没感觉到自己承受了多重的力气 所以想着 这里面的东西应该都很轻 林佑笑着说道 打开就知道了 这个时候 关好门的乔梦瑶拿来了剪刀 爸爸 我来开箱 平日里网购的东西 乔梦瑶最喜欢去拆包裹了 因为会有一种惊喜感 林佑宠溺地笑着说道 好 她把位置让给了梦瑶女儿 乔楚夏的眼睛 也满眼好奇地盯着箱子 很好奇 里面装着的是什么 当乔梦瑶把包裹拆开后 乔家三姐妹看到里面 码得整整齐齐的盒子 震惊呆了 天哪 这是戴森吹风机 还有戴森美发造型妾 好多啊 一 二 三 四 十二 十三 二十 二十一 啊 数都数不清了 爸爸 你刚刚是怎么举起来的 这么多东西 肯定超级重 乔楚夏一脸崇拜的望向林佑问道 林佑笑着说道 还行吧 不是很重 你们爸爸我可是高手 爸爸最棒了 乔楚夏拍彩虹屁 这会儿 乔楚雪拆开了一个吹风机的盒子 美眸里有惊喜 是白色的 乔梦瑶也拆开了一个 惊呼出声 我这个吹风机是粉色的 天啊 我说爸爸怎么买了这么多吹风机 原来有这么多颜色 是给我们挑选吗 乔楚夏也赶紧拆盒子 拆出了一个紫色 他欢喜地说道 哇哇 我的这个是紫色 竟然还有紫色的吹风机 这戴森的吹风机太漂亮了 比我们之前用的那个康夫的重型吹风机 好看太多了 最主要的是 这个好轻啊 估计只有康夫那个吹风机的一半中都没有 刚用手机搜索了一下戴森吹风机价格的乔楚雪 再次震惊出声 天啊 这个吹风机竟然要两千九百九十块 咱们之前买的那个康夫才一百块 这个吹风机竟然是咱们那个吹风机的将近三十倍 一个吹风机都能买一台笔记本电脑了 好贵啊 虽然林佑已经给他们买过几十万的电脑 几万块的香奈包包 给过他们五十万的零花钱 但是 他还是觉得 这两千九百九十块 一个的吹风机 真的好贵啊 金子做的吗 他都忍不住放在嘴边啃了一下 林佑看到这一幕宠溺地拍了拍乔楚雪的小脑袋 说道 爸爸给你们用的当然是最好的 这款吹风机 不仅轻 而且颜值也很好看 吹头发的时候 对头发没伤害 吹完头发后 还不带静电 贵的东西 有贵的东西的道理的 乔楚下欢喜地说道 爸爸 有你真的是太好了 这种富二代的日子 好舒服啊 这个吹风机的颜值 真的是超高 我从来都不知道 原来吹风机也能做得这么漂亮 做出这么多的颜色呢 而且还有爸爸你说的那么多的功效 那简直是我们女生们 解放双手的神器啊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 我们天天都要洗澡洗头发 吹头发的时候 真的是一片泪水啊 乔梦瑶也复合地点头 对 我都好几次冲动地 想要去剪个短发 但是剪短发 又不好看 才一直没有下定决心去剪短发 现在有了这款吹头发神器 爸爸再也不用担心 我吹头发会手酸了 超开心 有爸爸 真的是太爽了 爽爽爽 咦 这个是什么 这是卷发棒吗 大姐 二姐 乔楚夏拆开了一个箱子 拿起里面的一个像卷发棒的东西 问乔楚雪和乔梦瑶 乔楚雪拍了照片 直接用淘宝搜 一搜 就搜到了 然后一看到价格 他再次震惊呆了 这确实是卷发棒 全名叫戴森美发造型器 竟然要3990块一套 一般的卷发棒 也就几块钱一个呀 这个竟然要将近4000块 林佑对卷发棒不太了解 因为他没跟助理说 要买这些东西 不过手底下人用心了 把女孩喜欢的美发造型器 一起送过来了 倒是机智 下次可以入资一下戴森 上次戴森的老板詹姆 戴森还给他发过 希望能得到天佑基金会的入资 当时他对做吸尘器 卷发棒这种小生意的公司 看不上眼 不过今天他们的工作人员 做事做得很贴心 让他得到了女儿们的 一连串的惊喜连连的笑容 单凭这一点 就值得他入资了 爸爸 我这一套白色的吹风机 和造型器 乔初选拿出两个盒子说道 乔梦瑶有点选择综合针 这粉色的好看 这大红色的也好看 这紫色的也好看 我选什么颜色呀 还有这橙色 也超好看的 每个颜色都好喜欢啊 我怎么选 乔初下建议到 二姐 你可以闭着眼睛抓九雪 抓到哪个选哪个 我也准备这么做 因为这些颜色 他也都超级喜欢 五个颜色 就没有一个不好看的 纯洁白 热情火 神秘紫 奔放城 少女粉 这五个颜色 他也是都爱不释手 林幼宠溺地对女儿们说道 雪儿 瑶瑶 楚下 你们不用选 每款每个颜色 你们都有一套 这些都是买给你们的 已经付过钱了 不能退货的 知道女儿们 肯定会觉得奢侈浪费 让她去退货 所以她提前把话 给堵住了 作为她林幼的女儿 就不需要做选择 通通要 乔家三姐妹惊呆了 乔梦瑶说话都不利索了 爸 爸爸 这 这些颜色 我们 都 有一套 乔楚下惊喜地嗷嗷叫 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自己的兴奋激动喜悦感情了 就扑到林幼身上 抱着林幼 亲了一口她的脸 哇卡卡地说道 爸爸 你对我们太好了 哇哇哇 这样我就不用抓究来选颜色了 而且 我还可以每天都换不一样 颜色的吹风机吹头发 太豪横了 爸爸排吹风机 就是不一样啊 甜甜的 重重的 日子好幸福 乔梦瑶也超级欢喜 也抱住林幼 表达她的欢喜之情 乔楚雪虽然只选了一个白色 但是 其实作为女孩子 也是喜欢其他的颜色的 得知爸爸说 这些吹风机和美发造型器 都不能退了之后 他接受了自己 即将有五套颜色不一样的吹风机 和五套颜色不一样的美发造型器的事实 过了好半想 他才反应过来 然后也扑过去 抱住了林幼 小身板因为激动而微微发颤 谢谢爸爸 爸爸对他们五姐弟真的超好 尤其是对他们几个女儿 更是好的没话说 这种细致入微的好 最是让她受不住 以后一定要好好地用功读书 赚钱 孝敬爸爸 乔家三姐妹 兴奋地开始一个个地拆包裹 一人十个 五个颜色的吹风机 五套颜色的美发造型器 拆出来后 摆成一排 乔梦瑶和乔楚夏纷纷拍照 乔楚雪也在拍照 乔梦瑶和乔楚夏拍好照片后 兴奋地发朋友圈 乔梦瑶 从此爸爸再也不用担心 我的头发吹不干了 乔楚夏 有了她 我马自速度 应该可以更快了 两人的朋友圈发出去之后 直接炸了朋友圈 我去 孟瑶 你竟然买了这么多的 戴森吹风机 每个颜色都安排上了 而且还有美发造型器 也是每个颜色都有 天哪 这就是超级大土豪的 打开方式吗 天哪 十米流口水羡慕了 我把我所有的 零花钱都用上 都没不够买一个 戴森吹风机的 孟瑶竟然把每个颜色都买了 简直是毫无边际啊 孟瑶 你还缺挂剑吗 我给你来当保姆吧 戴森吹风机啊 吹风机的爱马仕啊 瞧楚夏这边的朋友圈 楚夏 你的书卖爆了吗 竟然有钱买戴森的吹风机 而且还每个颜色都买了 还有造型器 这一套下来得搭三挖啊 我一年的稿费 都没有这么多 楚夏姐姐 快更新 刀片已经在寄往你家的路上了 恭喜楚夏妹妹成土豪 不要太累了 好好地休息 一天更个五六百万张就行了 我是不会催你的 我是你最可爱的读者 爱你哦 乔楚雪拍了照片后 没发朋友圈 而是发给了乔诗涵 乔楚雪 涵涵 爸爸给我们四姐妹 每人都买了戴森的吹风机 和戴森的美发造型器 而且每个颜色都有 你看 乔诗涵这会儿刚吹完头发 老家的电压比较低 家里的吹风机 也是用过十年的老款吹风机 风力特别的小 他吹了足足一个小时 才把头发吹干 现在手酸的只想躺着了 听到微信声 他才拿过手机滑开屏幕看 然后就看到乔楚雪 发来的消息 他立马整个人 从床上蹦跌了起来 放大图片看 乔诗涵 天啊 这么多吹风机 戴森吹风机 好像在哪里听过的样子 好用吗 乔楚雪 还没用 应该超级好用 因为贼贵 一个吹风机 就要两千九百九十块 一套美发造型器 要三千九百九十块 我查了下 这个牌子的吹风机 和造型器是最牛的 我让楚夏测试下 他刚好头发 还没吹 说完 乔楚雪就喊乔楚夏去吹头发 试试吹风机 乔楚夏欢喜地答应下来 扔掉手机 就拿起他喜欢的紫色吹风机 去吹头发了 一边吹头发 一边说他的体验手感 爸爸 大姐 二姐 这吹风机真的很不错啊 风不是很猛 比较柔和 而且一下子就把我抓到这里 头发给吹干了 干发效果杠杠的 还有 乔楚雪把乔楚夏的体验心得 发给乔诗涵 乔试涵也趁着时间 查了一下戴森的护发产品 然后整个人都兴奋了 哎呀呀 大姐 我要 我也有一拳套是吗 这可太好了 解放双手的神器啊 如果他可以顺移的话 他真是恨不得 立马就顺移到中海的家里 看着吹风机 不过没关系 明天他就可以回中海了 真的是越来越期待回中海了 更期待见到爸爸 爸爸对他们三姐妹 简直是太好了 细致如微的好 虽然还没见到林佑 但是 他对林佑的印象 已经很好了 乔出血药的就是这个结果 他笑着说道 你也有的 五个颜色的吹风机 五个颜色的美发造型器 诗涵 明天你还要回来 那你早点睡觉 别熬夜刷短视频了 乔诗涵 好的 他要养精蓄锐 明天以全胜的状态 出现在爸爸面前 给爸爸一个超好的印象 当爸爸最可心的女儿 今晚乔家四姐妹 都很开心地入睡了 林佑也很舒服地睡着了 乔诚则是躺在宿舍的硬板床上 睡不着 因为他浑身疼痛 翻身 就痛 不动 也痛 刚才洗澡的时候 他叫得呲牙咧嘴的 室友们都以为他在厕所里 被人揍了 纷纷关心他 他只是抱以微笑地说 没事 今天在外面不小心撞到了膝盖 洗澡的时候痛得不行 三个室友纷纷表示不幸 这会儿 宿舍里的灯已经自动灭掉了 但是三个室友都睡不着 纷纷趴在床上 望向乔诚所在的方向 特八卦地开说 乔诚 我们今天在游泳馆的时候 听说有人救了唐轻衣 还对唐轻衣做了人工呼吸 那个人 该不会是你吧 是啊 乔诚 是不是你啊 当时我们三个都在找唐轻衣 都没找到 然后你就离开了游泳馆 是不是你救了唐轻衣 然后对唐轻衣做了人工呼吸后 被醒来的唐轻衣 给恩将仇报揍了一顿 听说唐轻衣跆拳倒是黑道 可凶了 纯种的带刺的玫瑰 乔诚 要不要明天兄弟陪你去医院看看 别被揍出内伤啊 听了室友们的话 乔诚吹起了牛逼 因为他发现吹牛逼 可以让自己兴奋 然后那疼痛感就减少了 你们猜的没错 确实是我救了唐轻衣 我不仅对他做了人工呼吸 我还 抱了他 这话一说出来 顿时 整个寝室里的三人都震惊呆了 纷纷兴奋的八卦 我去 乔哥 我喊你喊乔哥 快跟我们说说 你是怎么英雄救美救的唐轻衣 唐轻衣应该是会游泳的 要不然 也不至于去泳池里游泳啊 乔哥 你竟然不仅对唐轻衣做了人工呼吸 还抱了他 我记得女生们去游泳的时候 穿的泳衣可都是贴身的 乔哥 你抱他的时候 是不是吃他豆腐了 哈哈 乔诚一下子没说话 发现疼痛感又席卷上来了 他立马继续吹牛逼 哈哈 你们想的我都做了 从今天起 唐轻衣就是我乔诚的女人了 室友们纷纷起哄 乔哥威武 乔哥牛逼 乔哥 你身上的伤 是不是嫂子揍的 不过没关系 打是亲 骂是爱 乔诚笑着说道 没有呢 他爱我还来不及 怎么可能会揍我 我这真的是不小心撞到的 哈哈 动 动 动 乔哥 你老爸是不是超级有钱啊 竟然给你买了上百万的苹果电子产品 我的个娘娘 手机 笔记本电脑 iPad 竟然都是纯金打造的 说起这个 乔诚就有好多话说 我老爸确实超级有钱 以后我就妥妥的富二代了 哈哈 你们跟着搁混 搁照着你们 薛浩 乔哥 真是羡慕你啊 我做梦都想成为富二代 我现在还没梦想成真 反倒是乔哥 你先成真了 恭喜恭喜 这么看来 你爸爸对你很好 他现在有其他的家庭吗 说起这个 锦宝明和象山 也纷纷关心地问起来 毕竟乔诚到现在才找到爸爸 有极大的可能 乔诚的爸爸 已经有家庭了 这样的话 乔诚的爸爸对乔诚的好 或许就只是一时的 而且 乔诚的爸爸的老婆 对乔诚肯定也会特别地排斥 觉得乔诚是去争夺家产的 后面就很可能上演狗血的 豪门家产争夺剧情 他们担心了起来 乔诚酷酷地挥手 立马痛得他呲牙咧嘴的 他强忍着没喊出痛 因为正在装逼呢 他笑着说道 我老爸现在没家庭 除了我和我四个姐姐外 没有其他的孩子 我还在想给我老爸介绍对象吗 想把我小姨介绍给我爸 室友们一听乔诚的爸爸还没成家 也没除了乔诚无解地外的其他孩子 纷纷都松了一口气 恭喜道 那这样可真是太好了 乔哥 我发现你不追柳月月之后 你就走上了人生巅峰啊 不是跟复丹大学的女神唐青衣 有了肌肤之亲 就是找到了土豪爸爸 成了名副其实的真真富二代 羡慕羡慕啊 乔哥 要是你成功地凑合了 你小姨和你爸爸 那以后 你们姐弟们的日子 真的就舒服了 哈哈 小姨就是半个亲妈 而且 你小姨对你们姐弟们又那么好 找到你们后 又是给你们买房 又是给你们钱的 特么的 说得我真的好羡慕你啊 乔诚被室友们一番吹捧 心情特别的巴适 身上的痛都感觉不到了 他在暗暗地想 这么一点 你们就羡慕上了 那到时候 我乔诚成了我老爸的继承人 嘿嘿 那你们还不得羡慕到爆炸了 哈哈 想想 就特别的爽 乔木丘这边 她是凌晨的时候回来的 回来后 就满身疲惫地 准备去洗澡睡觉 醒来的 英真真喊住了她 木丘 今天你外甥女 给你送东西来了 我给你放在你的桌子上了 你记得看一眼 说完后 英真真就闭上了眼睛 继续睡了过去 准备去洗澡的乔木丘 听到这话 顿了顿 然后看向书桌 确实看到 上面放着一个大大的纸箱 她放下手里的洗浴篮子 拿过一把剪刀 把箱子拆开 然后 看到箱子里的东西后 她震惊了 这是 灵佑送给她的香奈全套 包括浅紫色的裙子 白色的羊皮包 浅紫色的羊皮鞋子 还有香奈 双C珍珠耳钉 珍珠毛衣链 以及黑纱贵妇帽 妥妥的一全套 这一全套下来 起码得好几万 灵佑就这么地送给她了 太 太阔绰了 不知道她准备 给灵佑哥哥的这个回礼 灵佑哥哥会不会喜欢 怀着暴喜的心情 她把纸箱合上 然后快速地去洗澡 洗澡的时候 她的脑海里 浮现出 翘楚下发给她的灵佑的照片 照片里 灵佑真的很帅 坐在沙发上 两条大长腿 十分地有爆发力 把西装裤撑起来了 她的身材 肯定超级地棒 想想 她就差点要腿软了 赶紧扶住墙壁 免得摔倒了 她闭上眼睛 任由花洒的水 柔软地洒落下来 她好像感觉到 灵佑哥哥就在身边一样 不能再想了 要不然 没办法站着冲澡了 洗完澡 乔木秋回了房间 她先看了一眼 英真真那边 英真真已经抱着被子 在呼呼地睡着了 她把纸箱带到了客厅里 然后把卧室的房门 轻轻地关上 先把头发吹干 吹干头发后 她就迫不及待地 换上了灵佑 送给她的全套 换上后 看着镜子里全新的自己 乔木秋都看呆了 这个时候 忽然 卧室的房门打开了 硬真真正 一边揉着眼睛 一边出来 准备去吁吁 忽然 她就看到了 站在全身镜面前 照镜子的乔木秋 仙女 啊 仙女 我们宿舍来仙女了 一下子 英真真整个人 都清醒了过来 清醒过来的 英真真看清楚仙女后 眼睛里盛满了惊艳 天哪 木秋 竟然是你 我刚才还以为 我们宿舍来仙女了呢 没想到来的是你这个仙女 你这一拳套 也太美丽了 搭配得好好啊 充满了高贵的气息 真的是太美丽了 仙诈了 真正的盛世美颜啊 以前我就知道 木秋你很漂亮了 是我们部队里的军花 但是今晚这一件 我觉得 你比电视上的那些 中毒美颜过后的影后 割后都要好看十倍 你家男神要是看到现在的你 绝对会立马爱上你 甚至想要扑倒你 话说 这些东西 该不会是你家男神送给你的吧 毕竟这可都是香腊啊 香腊的鞋子 包包 耳钉 毛衣链 啊 这裙子肯定也是香腊的 还有你戴的这个贵妇帽子 肯定也是 妈妈咪啊 你家男神对你太好了呀 一送礼物 就送大几万 豪气冲天啊 看来你家男神 是个妥妥的高富帅啊 乔木秋被殷珍珍这么一顿夸 小脸微微泛红 有些不好意思了起来 然后他眨着水灵灵的大眼睛 望向殷珍珍 你 你说 他看到现在的我 会 会立马爱上我 还会 还会想要扑倒我 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乔木秋 是咬着唇嘀嘀嘀的说的 因为太害臊了 殷珍珍忽然凑到乔木秋面前 黑黑地说道 你又发唇了 你这么地想你家男神 下次直接扑倒他 体验体验那滋味 听说很销魂的 啊 乔木秋反应过来 本来他是害羞的 想要推开殷珍珍的 但是鬼使神拆的 他激将法地说道 殷珍珍 你也是个畜 你能知道 那滋味很销魂 你又没体验过 别在这里闭着眼睛说瞎话 殷珍珍果然中了激将法 立马就拍着胸口说道 我是没体验过 但是这不妨碍 我知道啊 你没看到那么多的酒吧夜店 每晚生意都爆火吗 为什么呢 因为男男女女需要啊 激情似火呀 肯定很销魂了 而且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 女人三时如狼 四时如虎 你现在正在奔三 嘿嘿 那你还是没说具体的销魂法啊 乔木秋继续激将法 因为他 对这个还真的有点好奇了 以前是一点想法都没有的 甚至还特别的排斥 一听到就会严肃地摆着脸教训人 现在 见过灵佑的照片后 又得知灵佑现在还单身 他 他就对灵佑有想法了 殷殷殷 好害羞 绝对不能说出来 殷珍珍打了个指扣 说道 带你去看我收藏多年的宝贝 说着 殷珍珍搬出自己的笔记本电脑 然后点开他的硬盘 点进一个名为唐诗三百首的文件夹 然后就看到 里面密密麻麻的 全部都是text文档 首当其冲的就是 金瓶梅 然后是 扎太来夫人的情人 红 黄金时代 等等 乔木秋看得脸红心跳的 特别想一开视线 不看殷珍珍的这些唐诗三百首 奈何眼睛根本不听使欢 就像是被强力胶给粘住了一样 怎么也移不开视线 心里 快速地把这些名字都给记了下来 随着殷珍珍滚动鼠标 一个个文档的名字都出来了 霸总的小萝莉 霸总的心肩宠 大叔的野薔薇 等等 乔木秋发现自己的记忆力 有史以来达到了最高的地步 竟然把一篇篇的名字都给记了下来 翻到最后 阴珍珍嘚瑟地看向乔木秋 怎么样 这些书随便一本给你看 都能让你看得愈仙愈死的 要不要我打包转发给你 乔木秋一开视线 说道 我不看这种低俗的东西 好了 好困了 睡觉吧 说完 乔木秋就上了床 然后拉上文章 他立马兴奋地拿出手机 开始一个个地 把刚才记住的书的名字给记录下来 今晚先选一本看看 这样害羞的事 他才不要告诉别人呢 他是个纯洁的女孩子 才不看小黄书呢 第二天一早 林佑起来的大早 因为今天要去乡省城市 接三女儿诗涵 等接到三女儿 那他们一家 就真的彻底地大团圆了 他十分期待 看着镜子里帅诈了的自己 林佑十分有自信 对着镜子 比划了一个yes的手势 然后就说道 林佑 你最帅 你 是最帅老爸 诗涵女儿肯定会喜欢你的 一番加油后 林佑就出门去菜市场买菜了 因为今天会把三女儿接回来 晚上大家可以在家里 吃一顿大团圆的饭 所以林佑准备今晚的饭菜 做得更丰盛一些 他在菜市场 买了个专门放菜的推车 然后买了鸡鸭鱼肉 小龙虾 大闸蟹 啪啪虾等等 鱼和小龙虾 他没让市场里的人处理 因为今晚才吃 所以得先养着 等晚上做菜的时候再处理 肉质更好吃 大闸蟹和啪啪虾 也都是活的 只让市场处理了鸡鸭 然后特意让他们把鸭鞋装好 因为今晚他要做一道 少师的特色菜 给女儿们吃 买好这些肉菜后 他又去买了水饺皮 因为在他的概念里 一家团员 吃水饺是必不可少的东西 一家人坐在客厅里包饺子 那画面 想想 都让他觉得超温馨 以及充满了动力 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 买好所有的菜后 林佑推着推车回了家里 大山和小山在暗处保护林佑 当林佑进了房门后 小山对大山说道 哥 你有没有发现 老板这两天 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了呀 嗯 有了孩子不一样 大山说道 当奶爸这么好吗 大哥 你是不是也该找个婆娘了 再生个小娃娃 小山有点手痒 想生个娃来试试 但是他自己还没完够 暂时还不想结婚 所以怂恿大山去结婚生娃 大哥 你可是我们家的老大 你得先带个头 咱们妈可每次都在家里 催你赶紧结婚生娃呢 没把老板的儿子带出师 我没心思找女人 你想生孩子 你自己去找个女人结婚 大山说道 说起林佑的儿子乔晨 小山又来了兴趣 大哥 昨晚我看乔晨这小家伙 还挺能抗揍的 真不愧是老板的儿子 就是有毅力 之前我瞧他那吊锒铛的样子 还以为学个十分钟 就会哭爹喊娘呢 没想到 他一直坚持到训练结束 今晚让我来教教他 大山瞪了小山一眼 这是老板的儿子 能随便教 就你那点本事 你也想当老板的儿子的教官 小山 退役前 你第一 我也是第二好不 大山 那你也是第二 小山 老板再生的儿子出来吧 我给他当教官 到时候 肯定让我的学生 打赢你的学生 林佑跟女儿们吃完早餐后 女儿们去上学 林佑则是坐车前往机场 叮叮叮 她的手机响了 是万达集团的老总 王健健打来的电话 她接起 老林 昨天没空坐下来喝茶 今天该有空了吧 我们这个项目真的很不错 投资就能赚钱 打底有百分之一百的回报率 王健健在电话那段说道 她一个人吃不下这个项目 得找个资金雄厚的人一起来吃 才行 所以她很想跟林佑谈谈 今天没空 林佑拒绝了 王健健极为惊讶 老林 这赚钱的事 你怎么不上心了 这个项目真的很好 可以让你 吃尽十个亿 又是稳打稳赚钱的 我今天要去接我女儿 林佑说道 她都不知道 自己具体有多少钱 钱已经多到这辈子 下辈子 下下辈子 都用不完了 赚钱对她的吸引力 自然没有接女儿重要了 女儿 王健健震惊 她可从来都没听说过 林佑有女儿啊 嗯 不多说了 下次有空再一起喝茶 说完 林佑就挂了电话 然后打开手机备忘录 里面记录着 今天早上 梦鸟女儿她们 告诉她的食寒女儿 喜欢吃的东西 有臭豆腐 糖油巴巴 鱼粉 黄桃 琵琶 烤肉等等 她把这些都发给了助理 让她提前让在城市的人 准备好这些东西 她抵达城市后 就需要热乎 新鲜地送到她手里 张特助 好的 Boss 张特助最近对自家老板的行为 有些摸不太清楚 之前她认为 是老板在追女孩 而且还是那种 要带进婚姻殿堂的那种 可是 老板新追的这位女朋友 不是在中海吗 老板怎么又跑去乡省城市呢 而且 这些小吃 像是女孩子喜欢吃的 难道 老板同时在跟好几个女孩谈朋友 一想到这里 她越发觉得 是这个可能 之前老板 买苹果产品 也是五套的买 之前她还以为是老板 给新追的女友的家人买的 但是昨晚老板 又买吹风机 而且一买就是四套 一家人不可能用四套吹风机啊 所以 就是一个可能 这四套 是分别给四个女孩子买的 然后 今天去趁势见的这个 其外有可能也是个女孩 就是五个女孩中的一个 我的个天 想明白这点后 张特助都震惊呆了 虽然以前自家老板的女人缘也不会断 但是 一直都是一次一个 每次也都是认真谈的 这次 竟然一次谈五个女孩 牛 老板的战斗力 也太强了 天哪 老板都是快要笨死的人了 竟然还能一口气谈五个 难怪老板没空跟万达集团 和以及时事集团谈生意 要是这是搁在她身上 她也只想醉卧美人稀 不想谈生意啊 真是让她羡慕炸了 此时 在称氏的咨泉室的平山村的乔诗涵他们的老家里 乔诗涵已经起床了 把家里的门窗都关好 确定灶台都火灭了 眉球也熄灭了 然后就是照镜子 打扮自己 18岁少女的年纪 满脸的胶原蛋白 皮肤白嫩如水 根本不需要化妆 就天然地晒过化妆 她只是用眉笔 把眉毛稍微地描了一下 因为她的眉毛有些淡 把眉毛描好后 她整个人的五官显得更加的立体 明艳动人 唇 不点字红 而不是像有些人一样 带着点酱紫色 她这个 是艳艳的红 比人家涂了口红还要好看 自然 描好眉后 她开始眨发型 以往 她是直接用头绳绑一个高马尾 清爽的同时 也很省事方便 但是今天 因为要见林佑爸爸了 所以她准备编一个 韩氏森女系的发型 平日里 因为乔属下很喜欢 让她给她编发型 所以对于编发型 她做得很熟练 五分钟不到 她就编好了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乔诗涵很满意地笑了 笑完后 她又有点小忐忑 不知道爸爸会不会喜欢我 这次大姐 二姐 还有四妹和五弟都在家里 都已经跟爸爸认过了 就我没有 爸爸会不会以为我不想认她 见她呢 乔诗涵 加油 你可以的 然后乔诗涵出了房间 搬了一把小凳子 坐在门口的屋檐下 望着湛蓝的天空 太阳已经出来了 比前两天突然地降温 温度要高一些 诗涵 今天你搭班得好漂亮啊 是要回学校了吗 放鸭子回来的张大婶 跟乔诗涵笑着打招呼 嗯 今天回去 乔诗涵点头 之前他们家里 也养鸡鸭和猪的 今年家里的五姐弟 都考上大学后 就把鸡鸭给卖了 攒学费 诗涵 我今天一早 听到我女儿桂花说 你们五姐弟找到爸爸了 张大婶来到乔诗涵身边 随便地坐在一个石头上 跟乔诗涵唠嗑 农村里的人名风淳朴 事情也不多 尤其是张大婶 儿子女儿都出去上学了 家里就凉口子 放完鸭 平日里也就摆弄下花草 所以 闲暇时间很多 今早他给他女儿打电话 问生活费够不够的时候 听到他女儿说起了 乔诗涵五姐弟 找到爸爸了 而且说 找到的爸爸很有钱 给乔家五姐弟 买了好多好贵的东西 这可是大好事 因为乔家五姐弟 就住在他们家的屋子的 隔壁的隔壁 是邻居街坊 也算是从小看着 乔家五姐弟长大的长辈 是知道乔家五姐弟的辛苦的 如今能看到 他们找到自己的爸爸 而且 爸爸还给他们五姐弟 买了好多好贵的东西 他们这些当长辈的知道了 是真的为乔家五姐弟高兴 因为这样一来 乔家五姐弟 就不用那么的辛苦的 边读书边打工了 他在想 自己家的儿子女儿 要是有一半乔家五姐弟懂事 他和他老伴 都能轻松不少 乔家五姐弟 一直都是他们 这十里八村口中 别人家的孩子 乔诗涵点头 嗯 找到爸爸了 爸爸给我们买了很多东西 有手机电脑衣服 包包吹风机 还给了我们零花钱 张大婶大喜地拍着膝盖 这可真是太好了 你爸爸给了你们多少零花钱啊 一人一个月五十万 乔诗涵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也是吃惊的表情 因为知道和说出来的感受 是不一样的 说出来那刺激感更强 真的很吃惊 五十万 真的好多钱啊 而且还只是一个月的零花钱 张大婶直接被震惊地 从石头上跳了起来 天哪 你爸爸给了你们五姐弟 一个月的零花钱 竟然有五十万 而且还是一人 一个月五十万 五十万 这都能在咱们 资泉市最好的小区 买一套130平方米的 大三房了 最主要的是 你们五姐妹 一人一个月五十万 那不得一个月的零花钱 就是二百五十万 你爸爸这是多有钱啊 张大婶已经震惊地 都不知道怎么去想象 零有的有钱了 乔诗涵说道 这个 我也不太清楚 我爸爸到底多有钱 张大婶 你在大喊什么 什么五十万 什么二百五十万 隔壁村的杨局 刚好今天到镇上买菜 回来的路上 经过乔诗涵家 刚好听到张大婶 在杂杂呼呼地喊 他对钱很灵敏 其他的没听到 倒是听到了五十万 二百五十万 立马就来问 张大婶看到杨局过来 扁了扁嘴 很明显不喜欢杨局 不过还是回了话 没什么 就是诗涵他们的爸爸 给了他们五姐弟的零花钱 一个人一个月五十万 杨局愣了一下 然后就凑过来 放下手里的菜篮子 哈哈笑着说道 张大婶 这是你也信啊 诗涵 是不是你们家缺钱了 缺钱的话 跟大娘说 大娘给你们打钱 资助你们五姐弟读书 张大婶 知道杨局打的什么主意 当即就说道 你家的钱 还是留给你儿子娶老婆吧 诗涵家现在可有钱了 哪里会缺钱 诗涵家现在是钱 多得没地方花了 杨局家有个儿子 听说在阳城工作 是搞计算机的 很赚钱 一年有五六十万的年收入 就是人长得太丑 走路也缺 然后对姑娘家的要求还很高 必须要漂亮的 杨局对儿媳妇的要求更高了 放话 不仅要漂亮的 还得有重本大学的文凭的 还得是城里姑娘 农村的他都看不上 整了五年 他儿子都没结婚 到现在都已经35岁了 还是单身汉一个 然后 正巧今年乔家有三个姑娘 考上了重本大学 杨局立马就放话 对外面的人说 自己对儿媳妇的要求 可以放一放 长得漂亮的 有重本大学的文凭就行 不管城里还是农村的了 明眼人一听这话 都知道杨局的意思 这是看中乔家的三个 考上重本大学的姑娘了 可把张家村的人 给恶心的看到杨局就换倒 因为对张家村的人来说 乔家五姐弟 就是他们村里的孩子 他们可不想自家的孩子 嫁给杨局那个 又老又丑的儿子 而且 乔家五姐弟是 他们村的骄傲 纷纷都希望乔家五姐弟 以后在中海 好好地发展下去 不要急着谈男朋友 结婚等等 好好读书 以后赚钱 才是王道 更别说 现在乔家五姐弟 找到了爸爸 而且爸爸还很有钱 对他们五姐弟 也很大方 那乔家的姑娘 就更加可以放心地 好好地读书了 所以 一听到杨局说的 资助乔家姐弟读书 实则是想要给他儿子 从乔家姐妹里 找个当儿媳妇的话 张大婶立马就驳了过去 杨局一听这话 也没生气 而是继续笑着说道 我确实给我儿子 攒了很多娶老婆的钱 凝缺无辣 现在我儿子在阳城 也买了房子了 而且正准备 今年再添置一台小轿车 想嫁给我儿子的女人 真的是要把我家的门槛 都要踏破了 但是我愣是一个看不上 说到这里 杨局又看向乔诗涵 脸上堆满了满是皱纹的笑 诗涵 你们姐妹里面 大娘最喜欢你的性子了 做事刻苦耐劳 又是仙女 性子沉稳也不冷淡 乔诗涵知道 杨局下面要说的话了 直接就打断了她的话 我还有点功课没做 先回屋子里做作业去了 张大婶 你们慢慢聊 说完 乔诗涵就起身回了屋里 杨局也没生气 知道有才华又漂亮的女孩 心高气要是正常的 相反 乔诗涵这个性子 她还更喜欢了 张大婶压低声音说道 杨局 我们张家村的姑娘 你少打主意 你儿子什么德行 你自己心里没点逼输 非要我说出来 我儿子怎么了 我儿子就是要娶乔家姑娘 我就是要找乔诗涵当儿媳妇 你怎么了 你有意见 你有意见 也给我憋着 乔家五姐妹 现在都上大学了 学费 生活费 工作压力 都会 他们五姐弟 压得喘不过气来 只要乔诗涵嫁给我儿子 我们家就能无偿供 他们五姐弟 读到大学毕业 什么都给他们 买最好的 张大婶气不过 拿出手机 点开今天早上 他女儿发给他的 乔诗涵的爸爸 给他们五姐弟 买的电子产品 吹风机 跟你说 你还不信 给你看看 这是乔诚和楚夏发的 朋友圈的截图 有手机 笔记本电脑 吹风机 你瞧瞧这些东西 看贵不贵 今早他女儿跟他说 这些东西都超级贵 杨局一眼就认出了 苹果手机 苹果电脑 这吹风机 他没认出来 这是什么牌子 不过 不管是什么牌子 一个吹风机而已 顶添了三四百块一个 当即他就说道 这些东西很贵吗 苹果手机 顶添一万块一台 苹果电脑顶添 还不用两万块一台 吹风机 就更便宜了 这些东西 我们家完全可以 给他们五姐弟配置上 为了给自家儿子 娶个最好的女孩 她也是很舍得花钱的 张大婶说道 这可不是普通的 苹果手机和电脑 我女儿跟我说 这台电脑要十八万 是金子做的 手机要八万 也是金子做的 还有这吹风机 我听我女儿说是戴森的 要两千九百九十块一个 乔诗涵的爸爸 给他们姐妹们 每人买了五个颜色的 戴森吹风机 还有美发造型器 要三千九百九十块一套 也是给每人买了五个颜色 你自己动脑子算算 这些东西 加起来得多少钱 你儿子上一年班的 税前工资收入了 只是诗涵的爸爸 给他们姐妹 每一个人一个月的零花钱 就你家这样的情况 还想把主意打到诗涵身上 我看你真的是想屁吃呢 杨菊愣了一下 然后就扑哈哈地说道 不跟你聊了 你这牛皮 真的是吹到上天去了 我先回去了 说完 杨菊朝着屋里喊道 诗涵 大娘先回去了 晚点来找你好好聊聊 不必了 乔诗涵人没出来 声音出来了 杨菊不以为然 觉得乔诗涵这是矜持 现在张大婶在这里 她不方便跟乔诗涵说太多 而且也没带礼物和钱 等回去后 带着礼物和钱过来 她不幸有困难了的乔诗涵 还能拒绝了她 想到乔诗涵 马上就要成为她家的媳妇了 杨菊心里特别地高兴 提着菜篮子 就哼着钱走了 可把张大婶给气坏了 指着杨菊的后背 骂道 脸皮真厚 人家诗涵都拒绝得这么明显了 她也把话说得那么地明显了 这杨菊还是不死心 真是让她心里不舒服 不行 她得回家多喊点人过来 今天上午就在乔诗涵家里打麻将 打字牌 到时候杨菊过来的时候 直接把杨菊给对死 得找几个骂家厉害的女人 来镇肠子才行 想到她就去坐 跟乔诗涵打了声招呼 她就去找村里人了 没过多久 乔诗涵的院子里 就十分热闹了 摆了四张桌子 两桌打麻将的 两桌打字牌的 清一色的婆娘和小孩子们 十分热闹 乔诗涵也出来了 坐在那里 陪小孩子们玩 她之前回屋说的 有作业做 只是不想跟杨菊聊天的借口 这会儿 村里人来她家院子里玩 她也很高兴 因为二姐跟她说 给她安排了专车来接她 今天她坐飞机回中海 坐飞机回去的话 那比坐火车要快得多 她昨晚查了一下 应该可以在下午的时候 就抵达中海 到时候 她就可以见到爸爸了 想想 她就充满了期待 脸上的笑容更多 更灿烂了 手里的草 也跟着活了一样 在她的巧手下 编织出了一只 活灵活现的草栅 引个蹲在她身边的 四个小朋友 纷纷惊喜地呼喊 哇 诗涵姐姐 你好厉害啊 这只乍蒙编得跟真的一样 诗涵姐姐 我也要一只乍蒙 诗涵姐姐 我要一朵花 上午十点的时候 杨菊来了 带着她老公赵全华 一起过来了 两人两只手里 都提满了各种礼盒 脸上全部都是笑容 两人到乔诗涵家门口的马路上 看到乔诗涵家院子里 坐满了打牌的妇人 先是一愣 然后杨菊笑呵呵地说道 大家都在啊 那可太好了 诗涵他们一家五姐弟 去中海上大学 这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又要走了 我得给他送点东西过来 让他带回中海去 张二婶瞥了一眼那些东西 就淡淡地说道 我们家诗涵不缺这些东西 好意心灵了 东西带回去吧 张家二婶 我知道我们这点东西不值钱 但是好歹是我们家的心意 拿出来的东西 哪里又拿回去的道理 说着 杨菊就带着他老公 往乔诗涵家的堂屋里走 立马 在打牌的十多个人 获得站了起来 拦住了杨菊两口子 怎么 不收你们的礼 还非要送 杨菊 你儿子婚事 不要打到我们乔家姐妹的头上 也不照照镜子看看 你儿子都比我们乔家姑娘大一轮了 还有残疾 就这样的癞蛤蟆 也想吃天鹅肉 你们是不是成天就只知道做梦了 说话毒蛇的张家五婶 直接就把话说到最难听 因为对方都不要脸了 那他们这边 也没必要给对方脸面 杨菊的脸色果然变了 因为他最不喜欢别人说 他儿子腿瘀是残疾了 当即就怒道 我儿子怎么了 我儿子现在一年赚大几十万 你们谁家的儿子能比 我儿子在阳城买了套五百万的房子 你们谁家的儿子买得起 我儿子是重本大学毕业 你们谁家的儿子是 我儿子不就是年纪比乔家姑娘大一点吗 现在不就是流行老少配吗 乔家姑娘嫁给我儿子 吃香的喝辣的 再也不用为钱奔波 不好 我这是在做好事 你们在挡着拦着 别怪我翻脸了 之前杨菊虽然有一乔家姐妹 但是一直都没有当着乔家姐妹的面 说过这个事 现在 杨菊当着乔诗涵的面说开了 乔诗涵自然不会坐以待毙 当即就站起身 置地有声地回道 杨大娘 你找错人了 我和我的姐姐妹妹们 现在只想读书 毕业后也只想赚钱 对结婚嫁人的事 一点兴趣都没有 你儿子有钱没钱 对我们来说 也一点意义都没有 因为毫无关系 我们未来的生活 是为钱奔波劳累 还是一路高涨 富贵无忧 也跟你们家 没有任何的关系 还请你带着你的礼物回去 这东西 我们乔家不收 张家的富人们 纷纷附和 杨菊 赵全华 看到没有 我们家诗涵已经发话了 你们赶紧提着礼物回去 早就跟你们说过 我们家诗涵家找到了爸爸 他爸爸很有钱 人家给他们无姐弟 一个月的生活费 以及给他们无姐弟买的东西 就够在杨城 全款买套房子了 还别说你们家儿子的房子 只付了200万的首付买的 后面还有300多万的贷款 要还20多年 背了那么重的房贷 还在这里显摆炫耀 得一个什么劲 就是 杨菊脸色大变 他也心高气傲地 当场就彻底地撕破了脸皮 冷哼道 啊 好啊 乔诗涵 我家儿子愿意娶你 那是你们乔家 烧了八辈子的高香 现在给你脸 还不要脸了 很好 那我可要睁大眼睛 好好地看看 你们乔家 是不是真的要发达了 大学生 现在这年头的大学生 别说是重本大学的大学生 就是重本大学的研究生 毕业了 没能力 照样一个月三四千块 一抓一大把 到时候 你们乔家姑娘 想嫁进我家 给我当儿媳妇 我也不要 忽然 天空中传来了一记 穿透力极强的声音 谁敢娶我家姑娘 这是通过喇叭喊出来的声音 整个张家村 包括隔壁的赵家村 都听见了 而且 与此同时 天空中响起了 嗡嗡嗡的直升机螺旋桨的声音 大家抬头望天 就看到一架酷炸了的直升机 从高空中降落而下 与此同时 一条绳子 从天上的直升飞机上 落在乔家院子里 一个帅炸了 有如天神一般的男人 从直升飞机上 直接顺着绳子空架下 这个场面 看得现场所有人 纷纷震惊呆了 在村里其他位置的人 不管是在忙着手里农活 还是在晒太阳 亦或者是在屋里打牌 他们纷纷都跑出来围观了 因为直升飞机出现在农村 真的是一个特别盛大和吸睛的事 天哪 这是直升飞机啊 谁家的亲切 竟然这么大的排场 快看 直升飞机悬空的位置 好像是在乔家上方 快去看看 今天早上我听张大婶说 乔家五姐弟找到爸爸了 而且 他们的爸爸超级有钱 给他们的零花钱 一人一个月都有五十万 现在又有直升飞机 到了乔家上空 那肯定是乔家爸爸 派人来接乔诗涵的 太阔气了 乔家院子现场 张大婶 张二婶 他们都被灵诱降临的这个阵势 给震惊呆了 天哪 那个男人是谁 好帅啊 帅炸裂了 我还是头一次 看到这么帅的男人 电视上的那些影帝 天王 什么组 什么燕 都没有他这么帅啊 他是谁 他刚才称 诗涵是他家的姑娘 难道他是 诗涵他们的爸爸 这句话一说出来 全场再次震惊 乔诗涵也震惊的美眸 瞪得大大的 因为他幻想过灵诱的样子 想着灵诱应该是一个笨思 有大肚子 秃顶 穿着西装的成功人士 因为电视里的成功人士 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很难看到 有长得帅的 不是秃顶 胖丑 就是矮 秃顶 丑 总之 不好看 但是现在这个从天降的男人 是那么的帅 金色的阳光 在他的身上 镀上了一层金灰 让他整个人看起来更加的俊美 就像是天神下凡一样 帅到星球要爆炸了 他不仅帅 而且身材也是爆好 身高足足有186厘米 完全是穿衣显瘦 脱衣有肉的类型 随着他往下降落 胳膊上的肌肉 以及大长腿 都映入他的眼帘 这是 比电视剧里的英雄 旧美的桥段里的男主角 还要酷炫的男人 这个男人 是他的爸爸 他的心 在这一刻 都要尖叫出声了 自家爸爸不仅有钱 不仅舍得给他们姐弟五人花钱 而且 还率炸裂了 最最主要的是 爸爸竟然直接来村里接他了 昨晚爸爸还在中海 今天一早 他就到了这里 而且还是空降 这带给他的惊喜和震撼 超越了往常任何时候 甚至比他得知自己 考进中海大学 还要让他惊喜 杨菊和他老公赵全华 也震惊在当场 不可置信地 看着从天而降的男人 这个男人刚才说 乔诗涵是他家姑娘 他 难道真的是乔家五姐弟的爸爸 超级有钱的亲爸爸 这个时候 林佑已经从绳子上 滑落到了距离地面一米的位置 他直接从绳子上酷炫地跳落在地 然后无视掉所有人 目光里只有被惊呆了的小朋友们 围着的乔诗涵 他朝着乔诗涵大步 带着笑容走了过去 诗涵 爸爸来接你了 这一声 彻底地证实了林佑 就是乔诗涵的爸爸 全场再次掀起了千层惊喜 张家的妇人们 纷纷说个不停 天哪 真的是诗涵的爸爸 太帅了 太年轻了 这乔诗都还没到三十岁 最主要的是他的身材保养得也太好了 用小说里的话说 这就是极品帅哥 而且还是极品高富帅 难怪生出了乔家五姐弟 那样的高颜值孩子 乔家爸爸本身底子就超强了 乔诗跟乔家爸爸有些相似 但是乔诗没乔家爸爸的霸气 乔家五姐弟是真的找到了爸爸 而且他们的爸爸不仅超级有钱 而且还超帅 身材抱好 真不愧是生出一胎无宝的男人啊 墙炸裂了 乔诗涵看到走到他面前的灵诱 他一时之间有些局促 紧张 但是一看到灵诱眼神里 如春风一般的暖意笑容 他立马就鼓起了天大的勇气 一把扑入了灵诱的怀里 抱住了灵诱 哽咽着声音喊道 爸爸 声音超级大 院子里所有人都清楚地听到了这一声爸爸 曾几何时 在他受到委屈 受到欺负的时候 他就幻想过 有朝一日自家爸爸 会踏着七彩祥云飞奔来帮他解围 为他撑腰 没想到现在 这一切竟然都实现了 他感觉到自己好幸福 超级 超级幸福 所以 喊灵诱喊爸爸的时候 他喊得十分的用力 听到三女儿叫自己的这声爸爸 灵诱感觉到浑身都充满了力量 整个人仿佛在这一刻 圆满了 五个孩子 都认了 他好了 一家团圆了 他安抚地拍了拍三女儿的肩膀 柔声说道 嗯 爸爸在 有爸爸在 就没有人敢欺负你 说着 他抱着乔诗喊转过身 然后目光犀利地望向傻愣地望着他的杨菊 和赵全华两人 西装暴徒 外加上位 这的威压 以及格斗高手的气势 直接就朝着杨菊和赵全华 两人扑面压了过去 两人被吓得浑身打了得哆嗦 如同坠入了寒冬里的冰窟中 冷 冷 冷 双腿发颤得直接脆生生的就跪在了满是碎石头的地上 痛得他们俩咬着唇也不敢发出痛呼声 你们家想娶我女儿 杨菊和赵全华两人立马把头摇得跟个波浪鼓一样 声带直接被吓得失声了 说不出话 此刻的灵佑 太害人了 比他们见过的电视剧里的那些黑帮大佬还要强得多 这是真人版的大佬啊 他们之前真的是太紧底支挖了 竟然以为张大沈说乔诗涵的爸爸超级有钱的话是吹牛逼的 没想到 这竟然是真得不能再真 而且 灵佑的有钱程度 肯定还远超张大沈之前说的那样 因为一般的有钱人 爆发户是没有这样强的气场的 太吓人了 滚吧 灵佑冷淡地说道 杨菊和赵全华两人立马连滚带爬的准备跑 只是刚跑两步 灵佑又发了话 把你们带的垃圾带回去 别脏了我家门口 是 是 是 我马上带拉机滚 杨菊被吓得心惊胆战地赶紧跑回来 把他们今天带来的礼品全部抓起来 连滚带爬地滚出了灵佑的视线范围 足足跑回家里 他们俩还心惊不已 满头大汗 颤抖着手 喝酒压惊 杨菊惶恐不已地问赵全华 老公 我们这是不是得罪大神仙了 天啊 我也不知道乔家五姐弟竟然真的找到了爸爸 而且 他们的爸爸 还这么地有钱有势 这会不会影响到 咱们儿子的前程啊 赵全华连续喝了好几口酒 然后说道 你那乌鸦嘴 别在那里瞎说 乔家五姐弟的爸爸是厉害 是牛 但是 还不会 牛到只手遮天的地步 咱们儿子可是在腾讯集团做事 腾讯集团那是超级巨无霸的互联网大集团 哪里是随便一个人就能插手的 杨菊听了这话之后 心里松了一口气 也对 咱们儿子 可是在腾讯集团当工程师 哪里是一般的有钱有势的人可以影响到的 只是他的话刚说完 他的手机就响了 是他儿子赵江打来的电话 妈 你和爸爸家里收拾一下 我准备回来 顺带把婚给结了 你回来 你不是说最近要加班吗 杨菊惊讶地问道 加什么班啊 我被辞退了 赵江烦躁地说道 辞退了 什么时候的事 杨菊震惊地问道 与此同时 正在颤抖着手抽烟的赵全华也震惊到了 手里的烟直接掉在了他的腿上 烫得他在堂屋里跳来跳去 五分钟前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主管打电话告诉我 因为我的工作失误 导致一笔大单子签不成功了 现在公司不仅辞退了我 而且 还全遍封杀了我 阳城这边的计算机行业 没一个人敢用我 真是倒霉死了 不知道得罪了谁 赵江特烦地说道 前一个小时 他甚至觉得自己这个月 有望升值了 年收入也有望突破到八十万 可是 谁知道 五分钟前 他突然就被经理叫进办公室 然后辞退了他 随后他给之前想要挖他的猎头打电话 猎头却说 不敢挖他 还隐晦地告诉他 现在全行业都封杀了他 他被列入了黑名单 他问原因 猎头那边 却像是怕遭遇不详一样 匆匆地挂了电话 他整个人都傻眼了 甚至没办法接受这样的事实 尤其是公司的同事 以为他被经理叫进办公室 是因为要晋级了 纷纷对他说 恭喜祝贺 他是里子面子 都掉一地 都不知道怎么跟同事们说 自己被辞退了 太丢脸了 什么 杨菊大惊恐 难道 真的是 乔家爸爸出手了 妈 你在说什么 赵江不认为是自己爸妈得罪了人 导致他被辞退 因为 自家爸妈就是个农村人 得罪人 能得罪多大的人 顶天了 就是自己市里的一个小爆发户 那根本影响不到在杨成的他 更加不可能导致腾讯辞退他 以及杨成的整个计算机行业 封杀他 没 没什么 你 你先回来吧 先回家把婚给结了 杨菊一瞬间 仿佛苍老了数十岁 完全没了半点精气神 头发也是乱糟糟的 嗯 乔家姐妹那边 你们说的怎么样了 乔家三个考进重本大学的姑娘 我还是最喜欢乔诗涵 赵江说道 儿子 别说了 这话千万别再说了 乔家 不是我们这些小家庭 可以高攀上的 杨菊惊恐地赶紧喊道 什么意思 赵江皱眉 反正就是你别再肖想乔家的姑娘了 他们爸爸 大有来头 超级强 杨菊惊恐万分地说道 乔家爸爸 到底是多厉害 竟然真的能影响他家 在腾讯集团上班的儿子 而且还能全行业封杀他儿子 这实力 太 太可怕了 难怪给乔家五姐弟的零花钱 一人都能给到五十万一个月 难怪给乔家五姐弟买的电子产品 都是纯精打造的 难怪直接坐直升飞机 空降到乔家 来接乔诗涵回去 难怪 乔家爸爸 气场那么强大 赵江皱眉问道 什么意思 妈 你跟我说清楚 他现在不仅被辞退了 而且 自己看中的姑娘 竟然也娶不到 简直是人生 到了最至暗的时刻 杨菊还不想说 最后是赵全华抢过手机 跟赵江把事情的始末说完 赵江听完后 傻眼了 乔家竟然这么有钱 那我被辞退 肯定是跟乔家有关了 爸 妈 你们俩赶紧去找乔诗涵 求他帮忙 说我们家再也不敢 想想他们姐妹了 求他爸爸放过我 不要疯杀我 他才想起来 他还有房贷要还 没了高薪工作的话 他在阳城的房子 怎么还房贷 还不起房贷的话 房子会被银行收回去的 到时候 他非但房子没了 而且 房子还会被法院 低价拍卖掉 甚至他还会被银行 列入贷款黑名单 以后他想再买房贷款 绝无可能 越想 他就越害怕 并且把这个厉害关系 跟赵全华和杨菊 说了个清楚明白 杨菊和赵全华一听这事 两人再次被吓得傻眼了 没想到 自己儿子被辞退 竟然会牵扯到 他们家已经在阳城 买好的房子 吓得他们俩 忙不停地朝着乔家奔去 想去求林佑 放过他们一家 可是 张家人在村门口 直接就拦住了他们 不准他们进去 他们好话说尽 甚至最后还开始卖惨了 但是张家团的男人们 就是不理他们 守在路口 不准他们过去 早知道如此 何必当初 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 林佑这边 张家婶子们知道 林佑和乔诗涵父女俩刚团聚 有很多的话要说 所以 他们十分懂事地带着玩 收拾好桌子和麻将走了 把空间和时间 都留给林佑和乔诗涵 林佑此时手机里 进了一条短信 是腾讯集团的总裁 马腾发来的短信 林总 我们已经开除了赵江 并且全行业封杀了他 林佑回了一个字 嗯 回完 他就把手机放进了裤兜里 腾讯集团的50%的股权 在南州米德控股集团 而米德控股集团 是他天佑基金会下的 一家的全资子公司 等于 他控股了腾讯集团50% 是腾讯集团最大的股东 一个小小的 在腾讯集团里工作的小员工 竟然也敢肖想他女儿 杨菊还敢骂他女儿 哼 那他就整他儿子 看他还有什么嚣张的资本 爸爸 你渴了吗 我去给你倒水 说着 乔诗涵就喜滋滋地进了屋子里 林佑跟了进去 因为他想看看 孩子们这些年住的家 整体房子 他在外面已经看到了 在周围都是红砖砌墙 或者磁砖贴墙的钢筋水泥 房子的环境下 他家孩子们 住的还是很老实的木房子 甚至木房子的一根 用来支撑的大圆柱子 已经被重铸了不少 而且还有些歪了 木头发黑 一看就知道这个木房子 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走进屋子里 家里打扫得很干净 一点蛛丝网都没有 而且布置得很温馨 木头上贴了温馨的壁纸 或者刷了白色的木漆漆 很明亮 家具虽然看着很旧 但是看得出来 保养得不错 不会给人一种很破旧的感觉 反而给人一种 特意做旧的那种复古美 外家房子里的温馨装扮 进去后 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跟外立面 完全不一样 进来后就觉得暖暖的 木房子 有四个房间 爸爸 你进来了 屋子里有些简陋 乔诗涵有些不好意思地抓抓头发 腼腆地说道 没有简陋 爸爸觉得挺好的 很温馨 林佑接过乔诗涵手里的玻璃水杯 笑着说道 跟爸爸介绍一下家里 乔诗涵听到林佑说家里很温馨 他脸上立马浮现出了甜甜的笑意 十分欢喜地给林佑介绍 爸爸 这是大姐和二姐的房间 这是我和四妹的房间 这是五弟的房间 这是放电视机的房间 算是客房 这里是厨房 林佑看着厨房的灶台 还有灶台后面码得整齐的柴火 他问道 这些柴火是你们搬回来的 是弟弟搬回来 然后砍好的 乔诗涵解释道 林佑点头 诗涵 我听你大姐说 你回来 是准备拍短视频 嗯 爸爸 我觉得我们村特别的好 我想做一个记录农村春耕秋种的 美好田园生活的短视频 乔诗涵跟林佑憧憬地说道 自己的想法 林佑喝了一口水 说道 跟爸爸说说你的想法 比如 具体地拍什么 乔诗涵搬来两把小椅子 一把递给林佑 一把他自己做 爸爸 我想拍一些 比如 一份美食 我就从种 这份美食的原材料开始拍 再到开始处理这些原材料 最后倒把这些原材料 做成一道美食 现在很多城里小孩子都不知道 一道菜是怎么做出来的 而且 我还可以推广到国外去 让国外的人知道 我们龙国的各种特色菜的制作方法 以及各种传统手艺等等 国外有个交友馆的短视频平台 我看到很多主播在上面做短视频 听说很赚钱 爸爸 你觉得我这个想法怎么样 乔诗涵首次跟人说起自己的创业想法 之前他和乔初雪他们 也只是说想拍短视频 没具体说 自己想怎么做 因为 他怕自己说出来 姐姐们无法理解 非但不会支持他 反而还会不准他这么做 因为现在国内 还没有这样的短视频平台 但是 他觉得短视频以后会是一个风口 还有就是 去了一趟大城市中海 他更加向往田园安静的生活 他在油管上的朋友 跟他说 他做的短视频 一个月可以赚到龙国币五千块 就更加坚定了 他要做短视频的想法 林佑对短视频不太了解 不过女儿的这个想法 他觉得甚好 而且 女儿在跟他说起这些事情的时候 脸上那灿烂的 和对未来的憧憬笑容 是那么的美好 他没有理由不支持他 因为 人是要有梦想的 有了梦想 人就有了活力和灵气 当即 他就宠溺地对乔诗涵说道 爸爸支持你 不过你一个人做短视频的话 爸爸担心 你忙不过来 爸爸准备给你组建一个专业的团队 你只需要做你想做的事 其他的事情 交给团队来做 这样更高效率 也可以让自己女儿更省心 乔诗涵一听这话 大喜 他原本还想 自己用爸爸给的五十万零花钱去找团队 没想到 爸爸直接说 要给他找一个专业的团队 爸爸给他找的团队 肯定比他自己去找的野鸡团队 要专业的多 外加 爸爸是第一个说支持他的人 之前大姐还说 爸爸很有钱了 让他别去做短视频 回来好好读书 他刚才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的时候 心里其实也有点小担心 爸爸会觉得 他不务正业 没想到 爸爸不仅说支持他 而且还要给他组建一个专业的团队 太棒了 他激动地抱住林佑的胳膊 就甜滋滋地撒娇地说道 爸爸 你对我太好了 我需要专业的摄影师 编导 剪辑师 音效师 造型师 还有干杂物的 这些我都想要女的 可以吗 当然可以 林佑宠溺地说道 然后拿起手机 给助理发去消息 准备一个顶级的短视频专业团队 以及干农活有力气的 全部都需要女的 张特助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 愣住了 老板这是 要做短视频 国外的短视频 确实发展得很火 但是这跟国外的免费WiFi 全面覆盖有关 可是国内短视频 还没发展起来 手机上网都很贵 根本没人会花流量 去看短视频 连腾讯视频这些的 手机日活跃人数也很低 想到这里 张特助拍了下自己的脑壳 我怎么直接想到商业上去了 老板这是在追女孩 又不是要大力发展短视频这款 有钱 追女孩就是不一样啊 女孩喜欢做短视频 直接给她做一个 全方位的专业团队来服务 女孩肯定会感动的 今晚就现身的吧 真羡慕老板啊 她立马回道 好的 Boss 爸爸 我们现在要走了吗 我还想带你去看看 我们村里的山 水 还有农作物等等 我可以跟你很细地讲解一下 我的想法 乔诗涵眨巴着大大的眼睛 望着林佑 说道 就像是一个有大大梦想的人 突然找到了 有能理解他 支持他的人 然后他就特兴奋地 想把自己的想法 说给对方听 带对方去看他 想要做的事 不急 爸爸是坐我们家 自己的飞机来的 所以随时都可以登机回中海 林佑宠溺地说道 然后拍了拍乔诗涵的肩膀 说道 带爸爸去外面看看 他也想看看 这十八年来 而女们生活的村子 走路的田梗 家里的田 地等等 还想听女儿 对她未来的短视频事业的勾画 这样可以更好地了解女们 嗯嗯 乔诗涵欢喜得地点着小脑袋 然后把家里的房门关上 就带着林佑出了家门 诗涵 到时候做短视频 你是准备在家里这边坐 还是去其他地方取景选位置坐 林佑问道 爸爸 我想在家里坐 在家里坐 更有感觉 而且我也很熟悉这里 这里的土地和水 还有村民们 都对我们无解地很好 我对这里很有感情 乔诗涵说道 林佑点点头 行 那爸爸找人 把家里的外里面休息好 把门口的院子打扫干净 需要铺大理石吗 乔诗涵想了想 说道 爸爸 这些我有想法 你可以把设计师介绍给我 然后我跟他们说我的想法 院子的话 我不想铺大理石 铺了大理石 会少了那种乡间的泥土气息 只需要把这些乱石头 给清理干净 然后做一下 简单的水泥自流瓶 容易打扫卫生就行 林佑见女儿的想法 跟她的很不一样 点头说道 好 那到时候 爸爸把设计师推给你 你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跟她说 嗯好的 爸爸乔诗涵欢喜地点头 他好喜欢这样的爸爸呀 不会觉得他的想法不好 而强行采用他的想法 而是会尊重他的想法 让他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设计 休憩 太好了 这样的话 也不会吵架 而且 更加的和谐 难怪自家大姐 二姐 四妹 还有五弟 见了爸爸之后 都说爸爸超级好 他自己体验过后 也真的觉得爸爸超级棒 会给他支持和帮助 但是又不干涉他的想法 不好为人师 完全给他自由和发挥的空间 太爽了 人心情好 脸上都不自不觉地 会浮现出笑容 嘴角上扬 甚至像支欢快的喜鹊一样 叽叽喳喳地在林佑身边 跟林佑介绍着村里的情况 爸爸 这是张大沈家 这是张二沈家 这是 一边说 父女俩一边走上了山 爸爸 这一片是我们家的地 春天 会种上四季豆 西红柿 黄瓜 南瓜 丝瓜 茄子这些 因为我们五姐弟 九月份去中海上学了 这一个月 都是婶婶们帮我们浇的水 西红柿都结了好多红果子了 爸爸 你要吃吗 很甜的 我们没有打农药 用的肥料 也是自己自作的 把鸡粪 鸭粪发酵成熟的有机肥 很绿色健康 林佑看着规划整齐的土地 一排是专门种了西红柿 在地里插了统一规格的竹签 方便西红柿挂骨 竹签上的西红柿 一个个都很大 很红 很艳 熟透了 可以吃了 旁边的土地上 则是种了一排的黄瓜 也都是用统一规格的竹签做支撑 方便挂骨 还有丝瓜 南瓜 茄子 一片菜地 有六块土 每块土都种了不同的种类蔬菜 一眼望过去 赏心悦目 充满了田园气息 再放眼望去远方 是一片片已经收割过稻谷的田 远处青烟鸟鸟 还有白鹿在田里飞 空气也十分地清新 天空是纯净的天蓝色 白云朵朵 房屋虽然修建的不规则 但是 不规则有不规则的美 而且大体上 房屋都没修多高 最高地修建了三层 看着这样的一幕 跟城市里临次致比的高楼大厦 以及总是不能干净 有一种雾气的天空相比 这里就像是一个世外桃源 他收回目光 对乔诗涵说道 好 爸爸想吃诗涵中的西红柿 嗯嗯 乔诗涵去了地里 摘了两个又大又鲜红的西红柿 用衣袖擦了擦 然后一个自己放在嘴里啃 一个递给林佑 林佑啃了一口 这西红柿 半点都不比国际超市里的 那些有机的西红柿 还要甜 好吃 很甜 林佑说道 爸爸 等会儿我们摘点西红柿 还有茄子 冬瓜 南瓜 带回中海吧 长在这里 我们不摘走的话 也会坏掉的 那就太浪费了 林佑爽快地答应下来 可以 把熟了的都摘走 爸爸准备在这附近 修一个飞机坪 以后我们的飞机 可以直接从中海飞到这里 两个小时就能到 既然女儿要在这里做短视频 其他的儿女们 又在中海上学 权衡一下 最好的办法 就是在这附近 修建一个飞机坪 方便停他的私人飞机 这样 想来这边看三女儿 就过来了 想接三女儿回家团聚 也很方便 而且到了周末 也可以带雪儿 他们回村里 感受熟悉的环境 呼吸新鲜的空气 也是极好的 爸爸 乔诗涵震惊地望向林佑 你要在这里修飞机坪 以后我们从中海来这里 只要两个小时 嗯 喜欢吗 林佑看着女儿震惊的样子 宠溺的把风吹落下来的发丝 给他挽到耳后 然后看向四周 指点江山一般 指着一处宽大的 无人的 距离乔家 只有几百米远的地方说道 就修在那里 诗涵 你觉得怎么样 可以是可以 就是 爸爸 这应该要花很多钱吧 钱对爸爸来说 只是一个数字 我们一家人开心 才最重要 爸爸 乔诗涵笑得更甜了 他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和憧憬 一个上午 乔诗涵带林佑 看他住的这片大山和村落 最后两人提着箩筐去摘菜 好心的婶婶们 也一起过来帮忙 还有的婶婶把自家家里种的 乔家没种的菜 纷纷送来 还有鸭蛋 鸡蛋 今早刚从水库里 钓出来的新鲜的鱼 以及自家用米糠喂养的老母鸡 老鸭子等等 十分的热情 坐上直升飞机 林佑带着乔诗涵 大包小包的走了 乔诗这边 他正准备跟室友们去食堂吃饭 昨天拿到了50万的零花钱 今天中午 他准备请室友们大吃一顿 没想到 就在学校最贵的新园餐厅门口 撞见了他的前女友 不能说是前女友 只能说是追了一段时间 然后没追到的女性朋友柳月月 柳月月这会儿 正跟他从鱼塘里选出来的 最有钱的那条鱼走在一起 他一看到乔诚 立马就不屑地冷哼了一声 乔诚 这新园餐厅的饭菜 可不是一般的贵 你吃得起 昨晚好几个男同学 在群里阴阳怪气地说他拜金 坑乔诚给他买东西 又不做乔诚的女朋友 还说乔诚现在发达了 他柳月月配不上乔诚等等之类的话 可把他给恶心坏了 乔诚能有钱 那太阳得打西边出来 如果之前他不是看乔诚长得帅 哪里会收乔诚的礼物 他收乔诚的礼物 那是乔诚三生修来的福气 竟然被人说他骗乔诚的钱 一帮穷屌丝 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乔诚立马收住了 跟室友们打闹的笑容 冷淡地看向柳月月 这家餐厅很贵吗 你吃不起的话 那就别进去 小心吃霸王餐 被人家给打出来 柳月月像是听到了极大的笑话 表情特别夸张地指着乔诚 又指着餐厅说道 你说我吃不起这里的菜 你说我吃霸王餐 乔诚 你竟然你敢这么跟我说话 看来你没被我看中后 得了一响证了 不是做梦吹牛说自己是富二代 就说星园餐厅不贵 这里确实是不贵 就是一顿饭 人均三百块起步 你们吃得起吗 穷屌丝 十八岁的男孩 都是正值血气方刚的年纪 这次乔诚还没说话 他的室友们就站不住了 薛浩冷冷地说道 人均三百块很贵吗 也就只有公交车才会觉得这贵 因为毕竟 他们想要赚钱 就得接客 赚的是辛苦钱 当然觉得 人均三百块的餐厅贵了 向山也冷冷地说道 我们乔哥以前是眼睛瞎了 才会觉得 你好看 跟复丹大学的学霸 校花唐青衣比起来 你就是驼浑身散发出 恶臭味的巴巴 我告诉你 我家乔哥 不仅是富二代 还是超级富二代 而且 他的女朋友 比你柳月月强一百倍 一千倍 一万倍 乔诚不想再跟柳月月 在餐厅门口打口水战 太掉自己的逼格了 当即就拍了拍兄弟们的肩膀 说道 走 今天我请客 什么鬼 点什么 说着 就招呼着兄弟们进去了 一个眼角都没给柳月月 柳月月气愤地跺了跺脚 然后嘴巴一扁 妄向她的现任男友方建祥 委屈巴巴地说道 方宝宝 月宝宝我被他们欺负了 你要帮月宝宝找回场子 方建祥点头 必须的 我的宝 走 我们进去 她不喜欢跟人打嘴炮 最喜欢用实际行动来证明 因为家里有点小钱的她 她爸爸从小就教育她 多说无意 做比说 更有效 柳月月听到方建祥这话 立马欢喜地点头 甚至一点都不害臊的点起脚 就在众目睽睽之下 亲了方建祥的脸颊一口 然后又害羞地脸红低头 把最美好的一面 恰到好处地留给方建祥看 方建祥看着柳月月那羞红的脸 立马心愿一马 当即就特豪迈地揽着柳月月 气势足足地走进了心愿餐厅 心愿餐厅有三层 每上一层 菜的价格就会翻一倍 三层的菜 是最贵的 也是最好吃的 乔晨他们直接来到三层 然后服务员送来菜单后 乔晨豪横地 让他们闭着眼睛点 不用考虑价钱 三个哥们知道 柳月月他们肯定会跟上来 所以也没多说 当即就把最贵的都点了一遍 足足点了二十道菜 三个是有心理的想法是 先装逼 等会结账之前 在大家一起凑钱 在柳月月面前 他们宿舍地逼格地起来 得帮兄弟乔晨称足了面子 狂打柳月月的脸 他们刚点完菜 柳月月和方建祥就上来了 柳月月冷嘲地 看了乔晨他们这边一眼 就在乔晨他们 隔壁的隔壁的桌子 坐了下来 然后喊来服务员 指着乔晨他们那一桌说道 他们刚才点了什么 都给我点了 服务员看着柳月月这边 才两个人 好意地提醒道 刚才那边那一桌 点了二十道菜 一共五千块 你这边确定要点吗 正准备继续点菜 超过乔晨那边的柳月月 一听到这话 愣住了 什么 乔晨他们点了五千块的菜 看来乔晨他们 是真的要吃霸王餐了 他立马目光软软地 看向方建祥 方建祥也愣了下 没想到乔晨他们 竟然点了五千块的菜 不过 五千块 他还是出得起的 尤其是这个时候 他朝柳月月点了点头 柳月月当即就把菜单 点了方建祥 并且对服务员不懈地说道 五千块 很贵吗 点 我们不仅点这五千块的菜 还要再继续点 方建祥又点了 十道最贵的菜 虽然说吃不完 但是他要的花钱比乔晨多 让柳月月有面 他也有面 好的 同学 你一共点了三十道菜 总计八千块 嗯 去准备菜吧 方建祥淡淡地说道 柳月月当即就特嘚瑟地 朝乔晨那边看了一眼 然后又千娇百妹的 对方建祥说道 宝宝 这里的菜的单价太便宜了 点了这么多 才八千块 好便宜哦 乔晨这边的室友们 一看这价实 纷纷坐不住了 因为五千块对他们来说 已经是他们这个月 剩下的所有的生活费的总和了 再往下加钱的话 他们三个到时候 真的就要吃霸王餐了 此刻 乔晨的脑海里 突然响起了系统的声音 叮 恭喜宿主绑定人生成就系统 达成成就 就可以获得奖励 目前宿主 即将有可能完成的成就时 吊打追过 但是没追到手的女孩柳月月 完成此成就 宿主可以获得五万块现金奖励 听到脑海里的系统声音 乔晨脸上的笑容凝结了 因为他太兴奋了 都不知道该怎么管理面部表情了 他上课听不进去 老师讲课的内容的时候 就喜欢悄悄地用手机看小说 自然知道系统是什么 那可都是主角的呀 他没想到 自己竟然也激活了系统 哈哈 人生成就系统 好爽啊 以后可以好好的 震惊姐姐们 还有爸爸了 想到爸爸被自己震惊到的表情 他就特别的兴奋和期待 以及浑身充满了动力 就是他的系统给的奖励 好像有点少啊 一次怎么才给五万块的奖励 他看小说的时候 系统给的奖励 可都是开局千到一个亿 开局千到一万亿 开局千到超级跑车等等 好吧 虽然自己的系统有点穷 但是 好歹有系统啊 而且 只要他现在吊打柳月月 就可以拿到五万块现金奖励 还要比这更爽的是吗 他现在根本不用花五万块钱 花两万块 就可以打爆柳月月 稳赚不赔的买卖 坐 乔哥 三个室友见乔成的面色不太好 纷纷关心地问 甚至 薛浩都拿出手机 打开了支付宝的花呗 准备借个两万块出来 帮乔成护住面子 乔成回过神来后 对三个室友们笑着说道 我没事 就是想到我老爸 给了我五十万的零花钱 正愁不知道该怎么花 现在想到了 这澳洲大龙虾 咱们不能指点一份 服务员 再给我来十一只 一人四只澳洲大龙虾 二十道菜里 最贵的就是澳洲大龙虾 一直要一千块 十一只澳洲大龙虾 那就是一万一千块 这话一出 直接震惊了全场 原本乔成和柳月月 打擂台的时候 在这一层吃饭的学生们 就好奇地看了过来 但是大家能在三层吃饭 都是有骄傲的 所以没有太特意 看乔成他们这里 但是现在听到乔成一口气 再加十一只澳洲大龙虾 他们直接就被震惊到了 一顿饭吃1.6万 对于还是学生的他们来说 这简直是奢豪上天啊 那个人是谁啊 怎么那么好啊 竟然又点了十一只澳洲大龙虾 这可以敞开了 吃澳洲大龙虾了呀 好羡慕他的朋友啊 不用花钱 就能吃到四只澳洲大龙虾 他是大义学生 也是这一届的校草乔成 没想到 他家竟然这么有钱 不知道他有没有女朋友 他没女朋友 之前听说他在追柳月月 柳月月觉得他穷 让他送了一台苹果手机后 就直接转身 跟家里做生意的方建祥好了 我去 方建祥哪里有乔成帅 柳月月眼瞎呀 这可太好了 姑娘们 我要上了 之前没发现 乔成这个帅学弟 现在发现了 谁也拦不住我 走 我们一起过去 跟学弟们拼桌 说着 这姑娘就带着他身边的三个姑娘 朝着乔成那边走去 而柳月月此刻 听到乔成竟然敢豪横地 夹十一只澳洲大龙虾后 他急急地望向方建祥 方建祥现在的脸色很难看 因为他现在的零花钱 只剩下一万块了 吃一顿饭 花掉八千块 他已经觉得很贵了 但是 没想到乔成竟然敢点一点六万的菜 直接就是他的一倍 他要是也跟着点下去的话 指不定乔成会把价钱抬到多高 今天这摆明了 乔成是要占绝对优势 但是 他不相信 乔成付得起这么多的钱 他老爸一个月给他的生活费是一万块 在学校里 基本上都能打遍99%的学生了 乔成能出得起一点六万块的钱 铁定是人太年轻 为了装逼 不顾一切了 等会儿 必定是要吃霸王餐 会被店家打成狗屎 想到乔成那张帅气的脸 会被揍成一坨祥的样子 他立马就期待了 当即 他就无视掉了柳月月 让他继续点餐的眼神 宝宝 柳月月娇称地喊道 方建祥继续无视 方建祥 柳月月见方建祥没搭理他 他不高兴了 直接喊了方建祥的名字 他还要加菜 要点的菜 比乔成点的贵 要不然 面子掉一地了 别闹 他们付不起钱的 方建祥开口说道 柳月月一听这话 愣了一下 然后就笑了 对啊 乔成那个穷吊丝 送给他的苹果 都是分期贷款买的 在让他送苹果电脑的时候 他直接说 没钱了 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点得起 一点六万的菜 他刚才真是被想要赢的心思 给冲昏了头脑 当即 他就对方建祥 娇滴滴地说道 响哥 还是你最聪明 方建祥胸有成竹的一笑 服务员见两桌的人 点了这么贵的菜 禀告了经理后 担心有学生吃霸王餐 于是乎 经理让服务员先收钱再做菜 服务员先去收方建祥那一桌的钱 方建祥十分豪横地 刷了支付宝 支付宝到账八千块 付款后 柳月月嘚瑟 以及一脸看好戏的 看向乔晨那边 万分觉得 餐厅的这个提前付账功能 来得太及时了 服务员收完方建祥这边的款 然后走到乔晨那边 礼貌地说 先收钱再做菜的事 薛浩他们 刚才见服务员 在收柳月月那边的钱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 要先付款了 所以 薛浩提前从支付宝的借备里 借出了两万块 准备付款 没想到 乔晨打下了他的手 笑着说道 兄弟 都说了 这一顿我请客 当然是我来付款 当即 乔晨就拿出自己的手机 扫了付款码上的微信付款码 微信到账一万六千块 因为大家都在关注这边的事 外加三层里吃饭的富裕同学 真的很少 所以 这电子声音一出来 十分的大声 在三层吃饭的所有学生都听到了 柳月月也听到了 她震惊万分地望向乔晨 她没想到 乔晨竟然真的付款了1.6万 怎么会这样 被打脸了 她急急地望向方建祥 方建祥也没料到 乔晨竟然真的有1.6万 她的脸色极为的难堪 祥哥 我们还要再点 点20只澳洲大龙虾 超过乔晨那边的钱 方建祥没那么多钱 刚才付了8000块后 她只有2000块了 而且 一顿饭花费8000块 已经超高了 又按照乔晨这个架势 她要是敢价钱 乔晨必然加 乔晨加 柳月月又让她加 反反复复 最后搞不准 一顿饭就吃10万 且不说她没这么多的钱 就说她去借钱来吃 要是被她老爸知道了 她老爸会打断她的腿的 而且 乔乔晨这个架势 外加刚才乔晨说过一句话 说她老爸给了她50万的零花钱 之前她觉得 那是乔晨在吹牛逼 但是现在 看到乔晨打下准备付款的薛浩的手 然后毫不犹豫的扫码 用微信付款了 支付宝还能用花呗付款 但是微信付款 那就是实打实的现金了 一顿饭 就吃1.6万 乔晨这么舍得花钱 他都舍不得 乔晨却舍得 可见 乔晨真有可能找到了牛逼的爸爸 50万的生活费 那肯定是吹牛的 但是两三万生活费 乔晨估计有 人比人 气死人啊 这让之前还超级有优越感的她 顿时觉得 这顿饭不香了 外加柳月月 还用可怜巴巴的眼神看着她 想让她再点菜 她突然觉得 柳月月有些蠢了 都不知道 给她找台阶下 只想着跟乔晨攀比 当即 她的脸一黑 当场就黑着脸走了 方建祥 你不准走 柳月月急了 她还没打赢乔晨呢 方建祥不能走 你想点菜 自己花钱点 老子我不送赔了 方建祥当即就甩开柳月月的胳膊 冷冷地走了 方建祥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竟然敢这么跟我说话 我要跟你分手 分手就分手 谁稀罕 方建祥 你 柳月月被气到爆炸了 然后她也没脸面 继续在这里吃饭了 捂着脸 跑了 不过跑的方向不是楼梯道 而是食堂厨房那边 因为这顿饭既然不吃了 那她得把八千块的饭钱拿回来 方建祥这个耸货 分手就分手 她还看不上 她柳月月 还能再找个更牛逼的 一定要找个比乔晨更有钱的 乔晨这边 宿舍三人 直接扑吃一声就笑了 哈哈 太爽了 乔哥 你看到方建祥的 那铁黑的脸色没 还有那柳月月 那个拜金女 直接就被方建祥当场甩了 爽 柳月月跑去后厨了 九成九市 需要之前付的八千块钱 哈哈 太爽了 乔晨这会儿 脑海里正响起系统的声音 叮 恭喜宿主达成成就 吊打追过 但是没追到手的女孩柳月月 特奖励宿主五万块 五万块已经打入宿主的银行卡 资金来源安全 听到这声音 乔晨立马拿出手机 就看到手机里真的进了一条银行短信 提示她的银行卡进了五万块 为了确定这是真的 她又点进手机银行APP 看到账户明细里 确实多了五万块 她直接爽朗地笑出了声 爽 有系统就是爽啊 只花了1.6万块 不仅可以请宿友们大吃一顿 而且还狠狠地打了柳月月的脸 最主要的是 还拿到了五万块 等于这顿饭 什么钱都没花 净赚3.4万块 爽爽爽 这位乔同学 你好 请问我们可以跟你们拼一桌吃饭吗 四个美女过来 一双眼睛放在乔晨身上 宿友们朝乔晨吹口哨 乔哥 艳芙来了 乔哥 拼桌吗 宿友们都是单身狗 见美女送上门来拼桌 而且还是一个个打扮后 都有8.5分颜值的美女学姐 宿友们体内的青春期荷尔蒙 纷纷蠢蠢欲动了 乔晨豪爽地说道 拼桌 没问题 她心里有了目标堂青衣后 她对女生的颜值水平 已经提升了一大截 8.5分的美女 她根本提不起兴趣 不过她看到宿友们冒绿光的眼神 她就知道 宿友们是渴望女生了 哈哈 她乔晨肯定不会拆台 一起吃 男女吃饭 饭更香 吃饭的时候 真不愧是学姐 聊的话题都比较大胆 最后不知道是哪个提到了唐青衣 话提到了唐青衣身上 一顿饭吃完 大家都爽了 乔晨也爽了 因为她从学姐们手里 搞到了唐青衣的宿舍室友的微信号 哈哈 今天真是老天 都在眷顾她 正想着 下一步该怎么接近唐青衣呢 直接有了唐青衣的室友微信号 那可以先从唐青衣的室友这里 了解唐青衣的喜好等等情况 甚至跟唐青衣的室友打好关系 让对方当她的聊机 那她拿下唐青衣的速度 绝对是做火箭一样 搜搜的 拿到唐青衣的室友的微信号 她就申请加了对方 对方的昵称叫 剑猫猫 个性签名是 我不做谁的公主 也不做谁的王妃 我要做自己的女王 这签名 很拽啊 点进她的朋友圈 竟然一条朋友圈内容都没有 是星号 还是不喜欢发朋友圈 没多想 乔晨直接给剑猫猫发去消息 乔晨 请问你是唐青衣的室友吗 剑猫猫 嗯 乔晨 你知道唐青衣昨天被人亲了吗 剑猫猫 乔晨 那个人就是我 剑猫猫 然后呢 乔晨 我要对她负责 我准备追她 剑猫猫 这么说 你还是个好男人 乔晨 那必须的 三好男人就是我 二十四孝好老公在此 剑猫猫 唐青衣不谈恋爱 乔晨 那是以前 她现在遇到了我 就想谈了 你这么有自信 必须的 暗恋唐青衣的男生很多 不怕死想追唐青衣的男生 也有几个 前不久就有一个傻貌 在我们宿舍楼下 摆满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朵玫瑰花 摆成一个星形 跟唐青衣告白 最后被唐青衣拒绝了 唐青衣说 男人只会影响她赚钱的速度 这样 你还敢追吗 有什么不敢的 我乔晨是谁 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纯种爷们 而且 我告诉你 我绝对会追到唐青衣 她已经是我预定的老婆了 昨天还盖章了 发完这消息后 剑魔猫没有再回她了 乔晨也没觉得什么 相反她 心情急棒地关了手机 哼着歌去上课 拿下唐青衣是一个过程 她没有猴急 一步步来 先攻下唐青衣的室友在说 今天赚了三点四万块钱 给爸爸和姐姐们 买点什么东西好呢 可是 我怎么解释赚到的这些钱呢 想不到 就不想了 直接买东西回去 我乔晨不再是只知道用爸爸和姐姐的钱的人了 是知道赚钱孝敬爸爸和姐姐的男子汉了 吼吼 林佑这边 她带着乔诗涵坐直升飞机 抵达城市的机场 乔诗涵才想起来 自己好像还没买机票 就见林佑要带她过安检 她赶紧拉住林佑的胳膊 压低声音说道 爸爸 我们还没买机票 林佑宠溺地拍了拍她的肩膀 说道 不用买机票 坐我们自家的飞机 买什么机票 我们自己家的飞机 乔诗涵被震惊得满脸傻眼了 她从来没想过 进机场坐的飞机 竟然是自己家的 直升飞机比较小 但是从城市去中 嗨 这么远的距离 肯定的坐大飞机 她以为是要买票坐大飞机的 没想到 自家爸爸告诉她 他们不用坐民用飞机 直接坐自家的飞机回去 天哪 自家爸爸 到底是多有钱啊 她忽然又想到 之前在家里的山上的时候 爸爸说 要在家里那边修一块停机坪 难道到时候 是自家的飞机 直接从中海飞到停机坪 不用去其他机场转机 天哪 难怪爸爸说 到时候停机坪休好后 从中海到老家 就只要两个小时了 林佑带着乔诗涵去特别 VIP通道过安检的时候 乔诗涵 还是一脸没回过神来的样子 直到安检完 他才回过神来 立马跑到苏晨那边 兴奋地说道 爸爸 我们家的飞机长什么样的 跟爸爸在一起 再一次刷新了 他对这个世界的认识 原来 真正的有钱人 是不用坐飞机头等舱的 而是直接坐自家的飞机 原来 真正的有钱人 回老家 是不用坐飞机 再坐出租车 辗转到老家 而是直接在老家 修一个停机坪 然后从中海 坐自家的飞机 直达老家 这 简直是太好了 有个超级有钱的爸爸 简直是爽的 不要不要的 走 爸爸带你去看 我们家的飞机 今天只开了一台飞机 到时候到中海机场后 爸爸带你去看 爸爸其他的飞机 你们姐妹们 喜欢哪台飞机 我们以后就坐 哪台飞机出行 林佑宠溺地说道 哇哇哇 还有好多台飞机 乔诗涵惊呆了 选飞机 竟然跟选衣服一样了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回中海 看爸爸的飞机了 周围的旅客们 听到乔诗涵和林佑的对话 都惊呆了 天哪 那俩人的颜值好高啊 是情侣吗 我是他们俩的眼狗 他们不仅颜值高 而且还具有钱 天啊 我觉得有钱人最多就是 家里有一台私人飞机 但是没想到 他们家竟然有 好多的私人飞机 天哪 这就是真正的 土豪的世界吗 太羡慕了 在一片羡慕声中 林佑带着女儿 走进特别VIP登机口 这是专门为私人飞机的 贵宾旅客提供的登机口 不用排队 直接检票就登机 普通登机口 需要在那里排队等飞机 等飞机到了后 又要排长队过检票口 再登机 林佑带着女儿进了登机口后 乘坐专门的电瓶车 前往她的私人飞机所在地 不一会儿 电瓶车就开到了 林佑飞机所在位置 乔诗涵看着眼前的这架 她丝毫不比旁边那些 大飞机小的大飞机 震惊呆了 爸爸 这是我们家的飞机 她以为私人飞机 应该是比较小的那种 至少要比民航的那些 载客飞机小 但是 眼前这台飞机 半点都不比那些 载客飞机小啊 甚至 她放眼望向整个机场 她发现 自家这台飞机 竟然是全场最大的飞机 不仅是最大的 而且 造型和外观 也是最漂亮 最惹眼的 这台飞机 太酷炫了 高科技感满满的 林佑宠溺地对女儿说道 嗯 是我们家的飞机 她的学术名字 是波音747-8 是爸爸出差时候的专机 波音 这个我听过 是全球最厉害的 坐飞机的公司 乔诗涵虽然从来都没坐过飞机 也没如今近距离地看过飞机 但是 她还是听过波音这个名字的 知道这是一家 坐飞机最牛的公司 创造了很多的记录 没想到 自家爸爸的私人飞机 竟然是买的波音的 肯定超级贵啊 爸爸 咱们这架飞机 多少钱啊 乔诗涵满脸好奇地问道 25亿吧 林佑说道 乔诗涵瞬间转头震惊地望向林佑 说话都不利索了 2 25亿 天啊 一架飞机 竟然要25亿 他一辈子都赚不到这么多的钱啊 没想到 自家爸爸的一台飞机 就是这么多钱 而且 之前爸爸跟他说 家里还有很多飞机 天哪 自家爸爸得多有钱啊 太 太震撼了 嗯 走 进去看看 林佑宠溺地笑着说道 刚开始买下这架飞机的时候 她是挺喜欢的 但是随着每次出差都坐这架飞机 她坐腻了 又买了其他的飞机 最后对坐这架飞机 就跟坐普通的车一样的感觉 没有兴奋感 但是现在看到女儿这震惊的眼神 还有满脸的兴奋 她又感觉到 这架飞机还不错 又重新燃起了 她对这架飞机的兴趣 准备进去后 好好地跟女儿介绍一番 这架飞机的功能 爸爸 我先拍张照片 然后我再进去 乔诗涵兴奋地拿出手机 开始围着飞机 兴奋地拍照 天啊 这是自家25亿的飞机啊 拍好照片 乔诗涵兴奋地像只小喜鹊一样的 跟着林佑上了飞机 上了飞机后 看到飞机里的画面 她直接震惊呆了 因为知道今天要坐飞机回家 所以昨晚的时候 她提前用手机搜了一下 怎么坐飞机 以及飞机里面的座位图 防止自己到时候上了飞机 不知道怎么找座位 她甚至还搜索了头等舱 商务舱 经济舱的位置和区别 免得到时候找错了地方 尴尬 不管是头等舱 还是商务舱 还是经济舱 都是带座位的 最宽敞的头等舱 也只是多了一张小床 商务舱只是比经济舱 稍微宽敞一些 给人的感觉 还是有些拥挤的 但是 这会儿看到自家爸爸的 飞机里的构造 这彻底地 刷新了她对飞机的认知 这 确定是飞机 而不是一套商品房吗 因为 她第一眼看到的 就是豪华的客厅 布局跟家里的客厅是一样的 是一套一架2加3的沙发 外加茶几 以及一台65寸的 超大液晶电视机 内部的机舱壁上 全部做了软装包裹 完全看不到一点 冰冷的金属感 而这层软装 也很好地隔绝了 飞机发动机 发出来的嗡嗡声 以及推进器 排气 喷气风扇等等产生的噪音 在这里 安静的洛真可闻 如果不是她是亲自 从外面走进来的 她都要误以为 她是到了爸爸的家里 而不是在爸爸的飞机上 这跟她想象中的飞机内部 完全不一样啊 爸爸 这 这 好好滑呀 完全是一个房子 而且 一点噪音都没有 乔诗涵震惊又惊喜地 转过头 望向林佑说道 林佑宠密地笑着说道 走 带你去看餐厅 餐厅那里才是重点 因为她提前让助理 准备了诗涵女儿 喜欢吃的小吃和水果 已经放在餐厅里了 都是现做的小吃 和现摘的水果 嗯嗯 乔诗涵用力地点点小脑袋 当林佑带着她来到餐厅的时候 看到宽大足足 可以坐下 14个人的大长方桌上 摆满了各种小吃和水果 而且 那些小吃和水果 都是她喜欢吃的 她惊喜地一边跑过去 一边尖叫 哇哇 爸爸 这是臭豆腐 这是糖油巴巴 这是鱼粉 这是烤鸡翅 烤鸡腿 烤鸡柳 烤火腿肠 哇哇 还有好多水果 琵琶 葡萄 哈密瓜 哇哇 这些都是我喜欢吃的 爸爸 这些都是你特意给我准备的吗 乔诗涵转过身 惊喜地问林佑 林佑看着她惊喜的样子 笑着点头说道 嗯 喜欢吗 乔诗涵三步并坐两步 跑到林佑面前 然后直接跳到了林佑身上 如伟雄一样地 双手圈住林佑的脖子 在林佑的脸上 用力地亲了一口 欢喜地说道 爸爸 我超级喜欢 这些都是 我喜欢吃的零食和水果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我喜欢吃的零食和水果 全部出现在餐桌上的 太开心了 爸爸真的是太细心 太体贴入微了 竟然给他准备了一桌这么大的惊喜 他真的好喜欢哦 这就是有爸爸的感觉吗 这感觉太好了 如果一定要把这感觉 加上一个期限的话 他希望 是永生永世 林佑看着女儿开心的样子 他也很开心 抱着她来到餐桌边 让他坐下 诗涵 快到中午了 我们先吃这些 等会儿再上正餐 爸爸 不用正餐了 我吃这些就可以了 爸爸 你吃得惯我们家乡的这些食物吗 这臭豆腐 超级好吃的 虽然闻着有些臭 但是吃起来真的很香 很脆的 爸爸 你吃一块 说着 乔诗涵就加了一块臭豆腐 放到林佑的嘴边 看着女儿月牙弯弯地含笑眼睛 林佑嘴巴一张 就吃了这块臭豆腐 虽然他是乡省人 但是还真的是从来没吃过臭豆腐 以前是因为穷 舍不得买 后来是因为太有钱了 臭豆腐这种小吃 从来不会出现在她的餐桌上 现在 女儿头胃 不管是臭豆腐 还是香豆腐 都先吃了再说 入嘴后 这臭豆腐 真的很脆 而且因为臭豆腐里面 吸了很多汤汁 一口下去 汤汁就灌满了嘴巴 在咀嚼间 臭豆腐的香味 就散发出来了 真好吃 真不愧是香省的招牌小吃 几乎所有到香省新城旅游的人 都会去步行街 点上一碗文明侠尔的臭豆腐 爸爸 好吃吗 乔诗涵笑着问道 林佑点头 嗯 很好吃 乔诗涵嘻嘻地笑着 然后也加了一块 放进自己嘴里 欢喜地吃了起来 吃完一块臭豆腐后 乔诗涵又把一碗鱼粉 推到林佑面前 说道 爸爸 这鱼粉也很好吃的呢 你尝尝 说着 他也端了一碗鱼粉到他面前 好 林佑陪着女儿一起吃他喜欢吃的美食 以前他不喜欢吃米粉 喜欢吃面条 现在陪着女儿一起吃米粉 他觉得 米粉挺好吃的 尤其是米粉里有鱼汤 吃起来带着鱼肉的香味 口感不错 滋泉市因为有西江湖 西江湖湖水清澈 是天然的矿泉水 西江湖的鱼 更是滋泉市的特产 从而也发展出了 用西江湖的鱼熬制出汤底 然后制作出他们特色的食物 鱼粉 妇女俩有说有笑地吃完饭 然后林佑带乔诗涵去看卧室 虽然乔诗涵已经看过 宽阔奢豪的客厅和餐厅 但是一看到这宽大奢华的卧室 他还是惊呆了 他没想到 在飞机上 竟然还可以有这么大的卧室 用来睡觉 这架飞机 真的是一座妥妥的移动的行工啊 诗涵 回中海还需要一个多小时 你先在床上休息会 这架飞机只做了一张床 以后爸爸再订做一架飞机 多放几张床 方便你们坐飞机的时候休息 因为之前只有他一个人坐这架飞机 所以 他只跟波音公司定制了一张两米大床 现在有女儿们了 而且还是四个女儿 一个儿子 那肯定还得再多做几个卧室 方便旅途过程中休息 林佑出去后 乔诗涵兴奋地 把今天拍到的照片编辑成九宫阁 发到了朋友圈里 文字内容是 我家的飞机 这朋友圈一发出去 直接就轰炸朋友圈了 诗涵 这是你家的飞机 天哪 这也太豪华 扩气了 天哪 你成顶级富二代了 天哪 这架四人飞机 竟然是诗涵你家的 这架飞机 可是波音公司的贵宾四人飞机 波音747-8 是全球最好的四人飞机 也是规模第二大的科技 跪到天上去了 要足足25亿 没想到被诗涵家买走了 天哪 诗涵 你家是多有钱啊 不 我笑得裂开了 这样的四人飞机 我家有七架 每天要用好几节电池 我家也有 还有一个超大的飞机厂呢 海陆空都有 一个月四节南浮电池 扑 楼上 你承包了我一年的笑点 乔诗涵 想装逼也别发这样的 你家的情况 谁不知道啊 赶紧删掉吧 别把你高冷女神的人 设给整崩了 乔诗涵 你在哪里搜到的这些图 我怎么搜不到 波音747-8 等那部图啊 这组图片我借用了 我要去朋友圈装逼一波 扑 快看第八张图 价值25亿的顶级豪华飞机上的 豪华餐厅的餐桌上 竟然摆着臭豆腐 糖油巴巴 米粉 烤肉 那你 这确定不是逗我玩 这也太为何了 请乔诗涵同学 辟图的时候 辟得更搭配一些 楼上 乔诗涵穷的 都要半注学贷款 脑子里能想象出来的 最豪华的大餐 就是这些东西了 你还想他 辟出高级餐厅的感觉吗 你太看得起他了呀 噗 不行了 我笑得肚子痛了 乔诗涵 下次辟图 请让我帮你 我不收钱 而且绝对不会让你发的图片 被别人挑出瑕疵 看着这些评论 乔诗涵非但没生气 反而还笑了 因为 他发这条朋友圈之前 就想到会有人觉得 他是在装逼了 滴滴滴 手机私聊消息爆炸了 他直接点进他们五姐弟的群 乔楚夏 我天 这是爸爸的私人飞机 我震惊到了 我以为私人飞机 是那种比较小的 空间很窄小的飞机 比如直升飞机那种 没想到 竟然是这样超大的飞机 太震撼了 这彻底地打开了 我对私人飞机的认识 我也要给我小说里的男主 整一架这么奢豪的私人飞机 乔楚雪 波音747-8 乔梦瑶 大姐 波音747-8是什么 乔晨 乔晨 无限刷屏 乔梦瑶 乔晨 你再刷屏 我就让大姐踢你出去了 乔晨 二姐 我这是震惊啊 波音747-8 是飞机的型号 就是爸爸的这架 私人飞机的型号 你知道这架飞机要多少钱吗 乔梦瑶 应该很贵 上次爸爸的车都要一个亿 这架飞机 应该要五六个亿吧 发这条消息的时候 他已经是发挥了自己 对金钱的最大认知了 觉得说 五六个亿 应该是不会少了的 但是下一秒 乔晨 25亿 乔梦瑶震惊 天哪 25亿 乔楚夏 25亿 我感觉我现在已经飘起来了 从未见过如此多的钱 乔诗涵 三姐 你告诉我 爸爸的这架飞机 是不是用金子做的 乔晨 话说 大姐 二姐 三姐 四姐 现在爸爸 接到三姐了 咱们是不是应该把改姓的事提上日程了 他要跟爸爸一个姓 以后叫凌晨 这样 以后他说他爸爸叫凌佑 就不会有人质疑 他是吹牛逼的了 而且 以后爸爸跟朋友介绍他们五姐妹的时候 一排介绍过去 凌晨 凌初雪 凌梦瑶 凌诗涵 凌楚夏 也不会有人怀疑 他们不是爸爸的亲生儿女 乔楚雪 嗯 明天下午两点 去公安局改姓 你们谁有课 记得提前请假 乔梦瑶 我下午两点到四点没课 乔楚夏 我明天下课到晚上都没课 乔诗涵 我今年的课程都已经学完了 随时都有空 乔晨 我也没课 其实他有课 但是 上课哪里有改姓重要 他撬掉 乔楚雪 好 那就这么定了 乔晨 今晚你回来吃饭 乔晨 必须的 吃过老爸做的饭菜后 我觉得 食堂里的饭菜 真的是味如嚼辣 发了这句话后 他立马兴奋地给凌佑发觉消息 老爸 你喜欢吃什么 今天他赚了大钱 他准备好好的孝敬孝敬老爸 就跟很多人赚到第一笔工资 想要孝敬爸妈一样 他现在也是这个心理 丁 检测到宿主的儿子乔晨的脑电波 发生了改变 扫描完成 乔晨绑定了人生成就小程序 正坐在沙发上看手机的灵佑 听到了脑海里系统的声音 人生成就小程序 是的 宿主 人生成就小程序 不能称之为系统 只是一个小程序 性能比系统低不少 奖励的物品也有限制 不过这个人生成就小程序 特别适合宿主栽培儿子 因为它跟宿主的系统不一样 宿主的系统 是只要轻松做出选择 就有丰厚的奖励 人生成就小程序 则是需要完成成就 才会获得奖励 比如宿主的儿子 乔晨今天刚达成一项成就 获得了五万块奖励 花掉1.6万支出 净赚3.4万 林佑问道 这你都检测得出来 难怪乔晨这小子 突然给他发消息 问他喜欢吃什么 看样子是赚了钱 要好好孝敬他这个老爸 哈哈 估计今晚这小子回来后 还得跟他吹牛一番 系统回道 是的 宿主 林佑笑了 他正在想着 栽培出一个优秀的继承人 得花费几年 甚至十几年 几十年的时间 没想到自家儿子激活了小程序 而且自己的系统 可以随时检测这个小程序 很爽啊 哈哈 这样的话 可以省去很多麻烦了 请问宿主 是否想对该小程序 做一些调整 我还能做 对他做调整 可以的 只要不违背 小程序的目的就行 这个小程序的主要目的是 人生成就 比如 乔晨已经完成的第一个成就 就是吊打追过 但是没追到手的女孩柳月月 这是什么成就 调整 必须调整 林佑当即说道 得往继承人的方向做调整 正好他这会儿有空 列一个成就表出来 成就清单表 一 靠自己赚钱 二 武术提升 三 拿下唐清一的进度 四 考证 车辆行驶证 私用飞机驾照 注册会计师证 金融风险证 精算师证 同生传义证 国际高级财务管理师证 司法资格证 五 参加董事会 六 三个月内策划出一个赚钱项目 七 喝酒 谦卑不醉 八 面对美色诱惑的抵抗力 九 做饭水平 暂时先写到这里 写完后 他就对脑海里的系统说道 系统 把乔晨的人生成就往这九个方向走 好的 宿主 正在修改人生成就小程序 一秒 两秒 十秒 修改完成 林佑点头 然后问道 这个世界上 还有其他人有系统 或者小程序吗 系统 目前扫描道 只有宿主 您拥有系统 只有乔晨拥有小程序 乔晨拥有小程序的契机是什么 已经检查到 因为乔晨身上有宿主的血脉 所以获得了小程序 那我的女儿们 也会获得小程序吗 不会 我已经扫描完宿主所在的整颗蓝星 只有人生成就 一个小程序 无其他小程序 以后不会有人再获得系统和小程序了 是的 你是怎么来的 我是怎么来的 抱歉 宿主 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你在蓝星上存在多久了 从我的程序日记上看 我已经在蓝星上存活46亿年 46亿年 蓝星诞生至今也才46亿年 也就是说这个系统 从蓝星诞生的时候就存在了 人生成就小程序存在蓝星多久了 林佑问道 存在时间有46亿年 但是苏醒时间是在今天 林佑基本上听懂了 看来系统和小程序都是伴随着蓝星诞生的时候 就有的产物 至于系统和小程序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暂时也没兴趣去知道 他现在只想过自己的小日子 有了人生成就小程序 他训练儿子就不用按部就班的事事轻微 甚至还得监督他的工作了 他只需要等待结果就好了 就好比电饭包一样 想要做出一锅米饭 他只需要把米讨好 再按下做饭这个按键 电饭包就会自动工作 最后做出香喷喷的米饭 人生成就小程序就类似于电饭包 而讨好的米 就类似于他列出来的成就清单表 小程序开启 就是按下了做饭这个按键 这大大的缩短了他栽培儿子的时间 爽 目光重新落到手机里的乔晨发来的消息界面 他回过去 你会做饭 乔晨 不会 我给爸爸买回来 林佑 那不用了 乔晨看到林佑的这个回复 愣了一下 难道爸爸 是想吃他亲手做的饭菜 可是他不会啊 丁 系统已升级 升级完成 他的脑海里 突然响起了系统的声音 升级 变得更厉害了 丁 恭喜宿主面临成就任务 做出一道可以吃的菜 完成此成就 可以获得这道菜的普通做法技能 成就失败 需要接受惩罚 惩罚是 做识变这道菜 如果不完成惩罚 本系统将停止为宿主服务 听到脑海里系统的声音 乔晨炸了 升级了怎么还变得更难了 之前不是面临成就 想不想完成 都可以自己选择吗 现在怎么就成了成就任务了 完成有奖励 不完成 竟然要接受惩罚 擦 系统 你确定你是升级了 不是降级了 本系统已升级完成 请宿主在今天之内做此任务 如若超时 则进入成就失败 宿主需要接受惩罚 乔晨猛逼了 傻眼啊 他十分叛逆地 想不管这个系统了 但是 想到系统给的奖励 之前轻松达成成就 就获得了五万块的奖励 而这次 达成成就的话 可以获得做这道菜的 普通做法技能 虽然这个技能对他来说 好像没什么用 但是 如果这次不管系统的话 就要接受惩罚 要做十道菜 不做的话 系统就会停止向他服务 系统啊 主角才有的东西 他有了 他怎么可能放弃呢 他可是立志 要给爸爸当继承人的 不就是做一道菜吗 还能难得了他 更何况 爸爸这么有钱 世界上什么样的美食没吃过 而且 爸爸自己做的饭菜 也超级好吃 他不管买什么好吃的 爸爸估计都不会很喜欢吃 但是 如果他亲自做一道菜 孝敬给爸爸 那爸爸肯定会很喜欢 因为这意义不一样 想到这里 他当即就有了动力 发消息给林佑 爸爸 你喜欢吃什么菜 今晚我来做这道菜 我要孝敬爸爸 林佑看到这消息 笑了 因为脑海里系统 已经告诉他 乔晨那边发布了 做菜的成就任务 这个还真不错 如果他让乔晨去做菜 不用想 乔晨肯定会叛逆 不想做 现在 有小程序在 不用他说 乔晨就会主动地去做菜 真爽 林佑 那就来到西红柿炒鸡蛋吧 这道菜 说难不难 说不难 也难 因为很考验 对鸡蛋和西红柿的火候的把控 如果鸡蛋煎久了 那就太硬了 不好吃 如果西红柿煮得太久了 就会煮烂 不好吃 需要把鸡蛋煎得刚刚好 西红柿又炒得刚刚好 才会让鸡蛋软嫩 又渗进了西红柿汁 一入口即美味的一道好菜 乔晨 好的 老爸 等着我今晚大展厨艺 林佑没回他的消息了 乔晨当即就打开百度 查找这道菜的做法 然后看了几次后 觉得自己完全可以完成 他甚至想到 要是自己今天达成了成就 然后获得了这道菜的技能 以后自己就有一道特色菜了 甚至说不定 做的还会爸爸做的好吃 想到爸爸和姐姐们 到时候震惊的表情 他就特别期待 今天的课赶紧上完 因为上完课后 他就要回去学习 做这道菜了 D 这一声 他的手机里进了新消息 是贱猫猫发来的 贱猫猫 你准备什么时候 开始追唐青衣 乔晨 已经开始了 贱猫猫 乔晨没回消息了 因为他在想 等会儿去哪里买西红柿和鸡蛋 家里有四个姐姐 他从来没有下过厨 在老家的时候 他会经常帮姐姐们去提菜 知道是菜市场卖菜 但是 到中海后 他一直住在宿舍里 还没帮姐姐们提过菜 也不知道去哪里买菜 贱猫猫 生气了 乔晨 没有 我在想去哪里买西红柿和鸡蛋 贱猫猫 买这些 你要做什么 乔晨 做西红柿炒鸡蛋 贱猫猫 你会炒菜 乔晨 那必须的 反正不是跟唐晨一吹牛 而且 他也没吹牛 他只要今晚做出一道 可以吃的西红柿炒鸡蛋 那就可以获得这道菜的技能 也就是会炒菜了 贱猫猫 你买西红柿和鸡蛋的话 直接去京东的京东超市里买 选的时候 看配送时间 选今天就配送到的 乔晨会网购 不过 他还没在网上买过菜 网上还有菜卖 他狐一地点进京东APP 然后点进京东超市 搜索西红柿 还真出来了 配送时间 两个小时之内送到 这京东快递的服务不错啊 速度 他又搜索了鸡蛋 选了个两个小时之内送到的 然后他就下单了 配送地址 他写的是小区的菜鸟驿站 这样 他下完课 直接去菜鸟驿站拿就行 现在距离他上完课 还有三个小时 时间上 全可以 买了一盒鸡蛋20个 花了36块 一斤普罗旺斯西红柿 花了9块 一共45块 外加5块钱的配送费 一起是50块钱 这服务 爽了 不用他去找菜市场 然后去菜市场里选菜了 直接用手机选购 然后轻松付款搞定 节省太多时间了 剑猫猫 怎么样 买到了吗 乔晨没立刻回消息 因为他忽然想到一个商机 他继续在京东超市里找菜 输入四季豆 发现这个竟然没有 输入猪肉 这个有是有 但是送达时间需要三天 然后他又输入了一些 常吃的蔬菜肉类的 发现容易保存的就有 比如西红柿和鸡蛋 这些属于容易储存 不容易坏的 就有一天之内到的服务 但是 油卖菜 水果 猪肉等等 则是没有一日到的服务 都是需要很多天才能到的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京东超市在中海这边的站点 没有储存这些东西 需要商家接到单子后 当天发货给下订单的顾客 而商家则是遍布全国各地 物流需要时间 所以导致买这些东西 需要超过三天以上 才能收到货 这对于他这种 想立刻做菜的人来说 那就不方便了 就会想去菜市场买菜 然后就会导致网购 蔬菜水果等 没有竞争优势 如果 剑猫猫 还没买到吗 那你去菜市场买吧 这是距离你学校 附近最近的菜市场的位置 地理位置 看到剑猫猫的消息 乔晨点进微信聊天框 乔晨 买到了 谢谢 然后他点进林佑的聊天框 给林佑兴奋地发去他的想法 因为他爸爸超级有钱 那么他的这些想法 就能复制于行动 以前他也有过类似的想法 但是因为家里穷 没钱 所以他的那些想法 他也从来不会说出来 因为没钱寸步难行啊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自家爸爸超级有钱 那他的这些想法 就迫不及待地 想要跟爸爸说出来 因为现在这些想法 都是极为有可能变成现实的 他现在特兴奋 超级兴奋地 把他对买菜这块的想法 发给了林佑 大体上的想法就是 如果建立一个能隔日达 一日达 甚至一小时达的 卖菜卖水果的网购平台的话 前景应该会十分可观 林佑看到儿子发来的这个消息 勾纯笑了 林佑 你怎么想到这个想法呢 乔晨跟林佑说了一遍 他准备做西红柿炒鸡蛋 然后就得去买菜 然后朋友推荐 他在京东上买菜等等 林佑听完后 笑了 真不愧是他儿子 这商业嗅觉 灵敏 现在互联网十分发达 网购平台的销售记录 也一直在不断地被打破 再创新高 互联网 已经成为了一个资本巨头 厮杀的超大市场 卖菜这块 还没有资本大资金的杀入 自己儿子的这个想法 确实不错 林佑 写一份详细的项目报告给我 乔晨看到这回答 当即兴奋地打字回道 好的 老爸 爽爽爽 哈哈 有个有钱的老爸 就是爽啊 然后他给贱猫猫发去消息 因为这个想法 是贱猫猫告诉他 去京东超市买菜 然后才想出来的 所以 他准备拉贱猫猫人团队 老爸 让他写项目报告 他心里就想着 这个项目绝对可以做成功 所以 打着这样的想法 他要把这个项目报告 做到最棒 贱猫猫对京东超市买菜了解 那拉他入团的话 可以一起商讨出 更好的项目方案 到时候 如果这个项目真的做成功了 贱猫猫就是他的属下 到时候 让贱猫猫当他的聊机 追唐青衣 完全是轻而易举的事 哈哈 而且 到时候贱猫猫 肯定会帮他在唐青衣面前 多多美言 爽 当即 他就把自己的想法 告诉了贱猫猫 拉他入团 贱猫猫 你买个菜 就想到了 要帮互联网卖菜APP 乔晨 嗯 放心 我爸超级有钱 我们只要把这份项目报告做好 有极大的概率 可以把APP做起来 要不要跟我一起干 当我的团队成员 贱猫猫 我考虑下 乔晨 还考虑什么 月入十万 年入百万 当自己女王的机会 就在你面前 你不会想错过吧 贱猫猫 打字交流 不出什么 乔晨 见面谈呗 贱猫猫 我宅 怕健身 乔晨 那就视频聊 贱猫猫 语音聊吧 乔晨 OK 等我下课后 给你打语音 具体聊这个事 不管这个项目成不成功 你跟我做事 我都会给你 开五千一个月的工资 怎么样 贱猫猫 嗯 林佑这边 他给助理发去一条信息 让他去具体地做一下 互联网卖菜的调研报告 张特助 好的 Boss 然后他给大山发去消息 让他去物色八个女保镖 和两个男保镖 四个女儿 一人两个女保镖 儿子 两个男保镖 大山 好的 Boss 做完这些 林佑又开始看今天的公司的报告 看完后 没什么问题 一一批复后 他就关了手机 睡觉 乔晨这边 下课后 他给贱猫猫打去了语音通话 刚开始还没接 铃声响了十多下 才接通 喂 一接通 手机那端就响了一个很好听的 女神级的声音 听得乔晨的满腔热血 稍微的凝制了一下 然后摇了摇头 在心里说道 真不愧是女神的室友 声音都这么好听 估计长得也不差 估计家里的条件 肯定没办法跟女神唐青衣加比 要不然也不会知道 京东超市里有蔬菜卖了 毕竟像唐青衣那样的家事 肯定是不用自己下厨做饭菜的 买菜的事 更加不用自己操心了 都有专门的保姆负责做 家里条件一般就好 因为她现在有钱 砸钱是最快地拉进 彼此关系的方式 而且 也可以让建模猫 更加地有动力 跟她一起策划 这个卖菜的项目 毕竟 在校大学生 就能赚到五千块一个月 那说出去 可是伴儿有面子的事呢 她给的工资 很阔气的呢 喂 是我 乔晨 我怎么称呼你 乔晨开门见山地说道 叫我猫猫吧 猫猫 你很喜欢猫 嗯 唐青衣喜欢猫吗 这个 猫猫 你看我遇到这么好的赚钱项目 都喊你一起 对你够意思吧 唐青衣也喜欢猫 乔晨笑了 继续问道 那唐青衣喜欢什么颜色 什么品种的猫呢 你干嘛问这个 难道 你要给她送一只猫 这个建议可以 我和她一起养一只猫 就可以找机会去看猫的同时看她 你真的准备给她送只猫 她喜欢饭色不偶猫 饭色不偶猫 乔晨记在了备忘录里 然后继续对建模猫说道 我们开始聊卖菜APPY的事 你目前发现有卖菜功能的软件 除了京东 还有哪些吗 其他的还没有 京东是因为有专门的快递 所有做了一点这方面的生意 你对卖菜APPY的运作模式 有什么建议吗 你准备什么时候 送唐青衣饭色不偶猫 这个问题到时候再谈 我们先聊项目 唐青衣喜欢三个月大的猫 太大了 不好养 乔晨把三个月记下 然后继续跟建模猫聊卖菜的事情 一边聊 她一边认真地记笔记 这可是她跟爸爸说的第一个项目 她一定要做好 做成功 下午两点 林佑的飞机抵达中海机场 林佑带桥诗涵去看她的 在机场里租的 专门放私人飞机的仓位 中海机场是超级大的机场 外加中海有钱人多 有钱人多 那买的私人飞机也多 私人飞机能放的位置 就是机场 所以 这边有很多富豪们 租来放私人飞机的仓位 按照大小计算年费 仓位越大 年费越贵 比如 只停一架私人飞机的仓位费 二百万一年 像林佑这种超级巨土豪 可以停放二十架私人飞机的仓位 那就更贵了 一年的管理费 就是两个亿 当乔诗涵得知这个管理费的时候 直接惊呆了 天啊 爸爸 光是停个飞机 竟然都要收两个亿的管理费 两个亿啊 对普通家庭来说 这可真的是天价一般的存在 然后他震惊地问林佑 那爸爸 我们飞一次 大概得多少钱 这个没具体算过 邮费是每小时五万 航线费用是每公里两毛钱 比如之前在称氏停机场 停了三个小时 费用是一万块 乔诗涵掰着手指头一算 从称氏抵达中海 飞了两个小时 一共有1300公里 他昨晚查机票的时候 查过 等于是邮费要十万块 航线费用要二百六十块 外加停机费一万块 就是十一万二百六十块 这还是只是他 回来一趟的费用 外加爸爸去称氏接他 那就是来回两个十万 来回两个二百六十块的航线费用 一共是二十一万二百六十块 算出来后 他被震惊地傻眼了 爸爸来接他 竟然化掉了二十一万多 而他如果坐飞机回上海的话 买晚上的特价票 全部下来 只需要五百块 爸爸 下次别开飞机来接我了 真的好贵啊 乔诗涵肉痛万分地对林佑说道 林佑宠溺地揉了揉他的小脑袋 诗涵 爸爸有钱 当然要给你最好的 坐咱们家的私人飞机 和坐民航公司的飞机 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乔诗涵想了想 确实是 坐爸爸的飞机 他一点都没感觉到 网上的网友们说的 坐飞机拥挤 以及噪音很大 还有飞机升空和降落的时候 带来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这些通通都没有 就跟在家里睡了一觉一样 然后睁开眼睛 就到中海了 这 就是超级有钱人的生活吗 真棒 就是太好钱了 爸爸有钱 爸爸想给他最好的 难道让爸爸 坐民航公司的飞机 来接他吗 那样的话 爸爸有钱 还要遭罪 也不行 但是 这么花下去 家里还会有存款吗 将来遇到危机怎么办 他把这个小小的疑问问林佑 林佑宠溺地说道 诗涵 这点你不用担心 爸爸的存款很多很多 具体多少 爸爸还没统计过 反正你只要知道 不管你们四姐妹怎么花钱 都不会把爸爸的钱花光的 好了 咱们去看飞机 看你喜欢哪款飞机 以后 作为你的私人飞机 我的私人飞机 乔诗涵震惊地问道 嗯 以后爸爸 在今天在你们村里画圈的地方 修建好飞机瓶后 你往来老家和中海 就可以坐飞机往回 很方便的 所以 去选一架你喜欢的飞机吧 林佑笑着说道 乔诗涵得知 自家爸爸确实有很多存款 不用为钱的事情担忧后 听到自己 可以去选一架自己的飞机 他兴奋了 立马兴冲冲地跑去看 看着仓库里摆放的 一架架大小不一的飞机 以及直升飞机 乔诗涵都感觉自己 进了私人飞机展厅 可这不是展厅 而是自家家的飞机仓库 以前他能想象的 有钱人家 就是有一个足球场 大的停车库 里面停放着 各种各样的跑车 从未想过 真正有钱人的家里 是搞了一个超大的 远远大过于足球场的 放私人飞机的仓库 他真的好震撼啊 感觉自己的观念 在一步步地被打破 重新认识有钱人的世界 他最后选了一架 机身纯白的小号私人飞机 选好飞机后 他就迫不及待地 拍了这架 属于他的飞机的照片 然后发到姐弟群里 乔诗涵 爸爸带我选了飞机 以后这就是我的座驾了 乔诗涵 图片 乔诗涵 图片 不仅发了这架飞机的外观照 还发了这架飞机的内饰 内饰装修的 没有之前做的那架 波音747-8那么的奢豪 也没有波音那款飞机那么大 但是对乔诗涵来说 这完全够用了 已经超级宽敞了呢 布局跟波音那架飞机是一样的 客厅 餐厅 卧室都有 超级nice 乔诗涵 哇哇哇 好哇塞 三姐 你选飞机了 我也要选 天哪 自己已经是可以拥有 私人飞机的少女了 这 也太震撼了 乔诗涵发了整个仓库的飞机的照片 乔诗涵 乔诗涵 这么多飞机 都是爸爸的 乔梦瑶 天啊 爸爸是多有钱啊 乔诗涵 三姐 三姐 你快问问爸爸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一人选一架飞机啊 乔诗涵 都有的 我们五姐弟一人一架 我再想要不要去考个飞机驾照 这样的话 我以后来往中海和老家 就更加方便了 他想着 要是让爸爸请一个飞行员 给他开飞机的话 还需要给飞行员额外支付工资 有点浪费钱啊 虽然说爸爸说 家里很有钱 不用担心存款的问题 但是他还是想着 能省点钱 就省点钱 而且 家里有人会开飞机的话 那更好了 不用依赖于别人 从小的穷苦生活告诉他 能自己搞定的事情 就自 搞定 而且 飞行员是个很重要的职位 如果这个飞行员有坏心思呢 那他们一家人坐在飞机上 都不安心 所以 飞行员这个位置 还是教给他们自己人 还是教给他们自己人来做比较好 正好他比大姐他们都要常用到飞机 所以 他来考这个驾照 最合适不过了 乔楚夏 他好了 哇塞 爸爸万岁 爸爸 YYDS 等这个周末 我也要去机场选飞机 乔楚雪 诗涵 你经常回老家做直播的话 可以考一个飞机驾照 乔诗涵 嗯嗯 我跟爸爸说一下 乔梦妖 我感觉我还在做梦 谁掐我一把 我竟然也可以拥有一架私人飞机 天哪 我前天还在骑单车送外卖 现在 我就有了一架私人飞机 变得好快啊 乔诗涵 爸爸具有钱 二姐 你不是在做梦 这都是真的 他也感觉 这一切像是在做梦 但是他刚才悄悄地掐了自己一把 真的很痛了 所以这肯定是真的事 不是在做梦 发完这条消息后 他就对林佑说起他想考飞机驾照的事 丁 恭喜宿主面临选择 选择一 答应乔诗涵考飞机驾照的事 并且给他安排教练 奖励宿主飞机驾驶技能 选择二 拒绝乔诗涵考飞机驾照的事 奖励宿主游艇驾驶技能 一个是飞机驾驶技能 一个是游艇驾驶技能 两个技能都不错 不过相对来说 他做飞机的次数远大于做游艇的次数 当然 掌握了这个技能 也不一定是非要开飞机 但是一旦飞机在天空上遇到什么问题 他可以运用获得的飞机驾驶技能 给予解决方案 虽然说 如今空难的几率极低 但是 还是要以防万一 更何况 诗涵女儿确实是很想考飞机驾照 他这个当爸爸的 没必要拒绝 当即 他便对乔诗涵说道 没问题 爸爸给你安排教练 你看一下你的时间安排 你再跟教练 确定你学习开飞机的时间 哇 爸爸 你答应了 太好了 我一定要尽快拿到飞机驾照 乔诗涵兴奋地像只小兔子 在空旷的仓库飞来跑去 看着女儿兴奋的样子 灵又温柔地笑了 这大概就是妇女怜心的感觉吧 看到女儿开心 兴奋 她整个人就很开心 叮 恭喜宿主做出选择 特奖励宿主飞机驾驶技能 请问宿主是否 现在激活该技能 激活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大量的关于飞机 直升机的操作面板的具体操作方法 以及飞机的运行原理 以及飞机的维修等等知识和技能 一股脑地输入到了她的脑海里 15秒钟过后 她睁开双眼 眼前的飞机落入她的眼里 顿时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以前她看到飞机 那这就是一架飞机 现在看到飞机 她看到的不再是飞机 而是飞机的各个零部件 就仿佛眼前这架飞机被她透视了 看到了飞机的全部组件 知道这架飞机有几台发动机 以及它的飞行原理 以及它跟别的飞机的不同点等等 这种感觉 简直是太棒了 甚至她可以把这架飞机拆掉 又重新组装起来 就跟小时候玩的积木游戏一样 爽 真不愧是系统出品的技能 就是牛 一个驾驶技能 不仅让她知道怎么开飞机 而且还让她知道 怎么造飞机 修飞机 牛 牛 牛 请宿主指定飞机驾照的 各种机型的驾照放置的位置 各种机型的驾照 是的 宿主 飞机驾照跟汽车驾照不一样 飞机驾照 是一个机型 对应一个驾照 比如您眼前的这台私人飞机 是有三台发动机 那对应的是三台发动机的驾照 再比如 您今天乘坐的波音747-8 这台飞机是六台发动机 那对应的是六台发动机的驾照 好 驾照暂时不指定放的位置 林又说道 她有专业的飞行员 倒是没仔细地问过对方的驾照 因为这些小事 都是助理 去安排的 现在听系统一解说 她才知道 原来飞机驾照这么复杂 有系统就是好 系统直接给她搞定了 所有驾照 舒服 爸爸 我们现在回去吗 乔诗涵跑回到林又身边 欢喜地问道 可以 走 爸爸开直升飞机回去 林又十分豪迈地说道 乔诗涵觉得自己 可能听错了 爸爸应该是说 坐直升飞机回去 然后他就想到个问题 爸爸 咱们小区附近 没有停机坪 小区的会所的楼顶 有直升飞机的停机坪 林又说道 但凡是他旗下的 物业公司管理的小区 都有直升飞机停机坪 方便他视察 虽然说他的物业公司 前天晚上才交接的 龙渊小区的物业 但是 也在最快的时间之内 把停机坪做好了 今天中午 他翻看助理发来的报告中 就提到这一项 恒龙小区会所的楼顶 已经修建好直升飞机停机坪 随时可以使用 我们小区的会所楼顶 有直升飞机停机坪 乔诗涵惊呼地问道 嗯 走 选一架直升飞机 我们开回去 林又宠溺地笑道 乔诗涵抓了抓小脑袋 想自己或许是没太关注 小区的情况 所以不知道小区会所的顶楼 有停机坪吧 他连忙跟了上去 选了一架白色的直升飞机 林又让他坐好 喜好安全带后 乔诗涵以为林又 也会跟他坐一起 没想到 林又进了驾驶座 他忽然想到 之前爸爸说过的话 他当时以为听错了 但是爸爸现在坐在驾驶座上 而且也没有喊飞行员过来 难道 他震惊地瞪大双眼 问道 爸爸 你亲自开飞机吗 嗯 让你体验一下 爸爸开飞机的感觉 林又关上机舱门 坐在驾驶舱的右边位置 看着眼前的操作台 他就如同一个 有几十年飞机驾铃的老司机一样 先启动哪个舰 后启动哪个舰 都十分地熟练 乔诗涵一听这话 兴奋地转过头 趴在座椅上 问林又 爸爸 你有飞机驾照 嗯 林又笑着说道 爸爸 那左边的这个位置 我能坐吗 乔诗涵欲试地问道 因为 他准备去考飞机驾照 所以对开飞机 也十分地有兴趣 想知道 飞机是怎么开起来的 可以 你来左边坐 林又说道 虽然这是他第一次开飞机 但是 激活了飞机驾驶技能的他 开大型飞机都没问题 更别说这种小型的直升机了 完全so easy 跟开过大型客车的司机 再开小轿车一样 完全没问题 开飞机对他来说 是一项新的尝试 很有新鲜感 当然 到了他这个年纪和地位 如果让他去重新学习 开飞机的话 那他绝对是不会去的 但是有系统在 轻松做出选择 就让他学会了飞机驾驶技术 那他就很喜欢 哇 好的 乔诗涵兴奋地 从后排座跳下去 然后关上后排座的舱门 又坐上 驾驶舱的左边位置 看着位置里的操作感和脚灯 他半点都不敢动 问林又 爸爸 我 我真的可以坐在这里吗 他怎么感觉 左边驾驶座 也是飞行员的位置 可以 那是副驾驶员的位置 正好你要去学习开飞机 等会儿爸爸教你 林又笑着说道 教我开飞机 好啊 乔诗涵是又兴奋又紧张 还有点小害怕 这跟坐汽车的副驾驶座不一样 汽车的副驾驶座是没有刹车 油门等东西的 而飞机驾驶舱的副驾驶座 则有脚灯和驾驶感 为了驾驶员开飞机方便 驾驶感是在两条腿之间 乔诗涵就好怕自己碰到这驾驶感 脚灯的话还好 他不去才就没事 因为坐在这里可以更直观地看到爸爸开飞机 就好比坐车的时候 坐在副驾驶座 可以更直观地看到司机开车一样 而且 俯式的风景 坐在驾驶舱也是看得最直观的 因为前面是一块无遮挡的大玻璃 可以最直观地看到前面和地下的景观 所以 他尽管有些小害怕 紧张 他还是坐在了副驾驶座上 诗涵 把安全带系上 林又说道 好的 爸爸 乔诗涵系上安全带 林又开始给乔诗涵 讲解直升机上的操作台 诗涵 我们开飞机之前 先检查它的灯光 是不是全部都能亮 然后检查汽油 是否过我们接下来的一段旅程 然后就是点这个启动按键 按键一启动 直升飞机嗡嗡嗡的声音就出来了 因为林又开的这台直升飞机 是价值6000万的贝尔429 狂甩那些几百万的直升飞机 所以启动后它的声音并不是噪音 而是一种听着十分舒服的声望 类似于启动法拉利等超跑的时候的声音 不同于普通车子启动的声音 乔诗涵兴奋地说道 之前他虽然和林又一起坐过直升飞机 但是都是坐在后排座上 他没看过驾驶座 更没看过怎么开直升飞机 现在觉得好神奇 林又笑着说道 嗯 然后就是打开灯光和电台 这些按键是灯光 这个按键是电台 打开电台做什么 乔诗涵疑惑地问道 要报给塔台 告诉塔台 我们的飞机要起飞了 爸爸展示给你看 说着 林又就按了一下操作杆上的按键 直接可以跟塔台沟通 塔台 你好 拐动八拐动三悬停快检查好 准备起飞 塔台 好的 收到 塔台 拐动八拐动三 可以起飞 林又 收到 然后 林又就松开了这个对讲按键 等于是挂断了跟塔台的电话 诗涵 我们现在就可以起飞了 起飞的时候 先给这个总锯杆助游 你看爸爸的手势 逆时针的方向助游 助游好后 我们拉起总锯杆 飞机起飞 林又一边操作 一边给乔诗涵解说 林又操作着飞机 从机库里开出来 然后渐渐往天空上飞 到了天空上后 操作就更简单了 跟开车差不多了 只需要操作驾驶杆和脚灯就行 驾驶杆类似于方向盘 调整方向的 如果要操作直升机左右转的话 则是踩脚灯就行 爸爸 这事业好开阔呀 比坐在后排座看到的东西 要多得多 乔诗涵兴奋地看着前面说道 嗯 林又也是第一次驾驶飞机 这感觉 还真不错 刚好要经过一个湖泊 林又把直升飞机降低 低空掠过湖面 看得乔诗涵兴奋地喊道 哇 爸爸 这感觉太棒了 我可以拍照吗 当然可以 乔诗涵兴奋地拿出手机 咔咔地拍得不停 这体验 简直是太棒了 对了 爸爸 刚才你和塔台说话的时候 说的什么拐 什么动是什么意思 那说的是 我们的飞机编号 拐动8拐动3 爸爸 编号怎么有拐 动这样的字啊 好神奇 林又笑着解释道 其实编号都是数字 拐动8拐动3 就是708703 因为机舱内 声音比较嘈杂 外加无线电通话 有可能声音失真 所以把容易出现混淆的数字 改为了其他的字 7改成了拐 0改成动 1改成1 2改成2 其他的数字发音不变 乔诗涵听明白了 兴奋地说道 原来是这样 那我也要记下来 以后我开飞机的话 也是需要跟塔台沟通的 嗯 娇女儿的感觉 很棒啊 自己一个高中毕业生 竟然可以教重本大学的女儿 哈哈 爽 乔诗涵也十分的爽 在回家的空中 林又开飞机 他又一次兴奋地发了朋友圈 朋友圈的照片 是他现在正坐的这台直升飞机的外观图 以及他坐在副驾驶坐的位置 俯瞰下方的图 这张图片只展示出来 飞机的仪表盘 以及玻璃和弧面 朋友圈的内容是 第一次坐驾驶舱 感觉真棒 这朋友圈发出去后 有人惊叹点赞 有人跟上次一样 觉得乔诗涵是在吹牛逼 还有人说 这图片看着高档 借走图片 转发去装逼了 乔诗涵对那些认为 他是在吹牛逼的人 也没反驳 因为 很快他们就会知道 他驾驶真的有这么多的飞机 他 也是真的要去考飞机驾驶证 哈哈 想到到时候 他们震惊的表情 一定会十分精彩 下午两点 乔梦瑶和乔楚夏都下课了 今天没课了 所以两人先后回到家里 乔梦瑶正坐在阳台上 看花花草草 楚夏 你有没有发现 咱们养的这些多肉 这两天的颜色更漂亮了 我来看看 乔楚夏端着自己的笔记本 电脑出来 凑到乔梦瑶身边 看一排排的多肉 惊喜地说道 还真的呀 颜色更加的亮了 之前都快要转绿了 现在都有颜色了 红的红 紫的紫 灰的灰 你这两天对他们做了什么 乔梦瑶摇了摇头 我没有做什么啊 他们不用经常浇水 我也没管他们 不知道是不是这两天出了太阳 所以颜色变漂亮了 乔楚夏好像想起来了什么 说道 我看 到早上的时候 爸爸照顾过他们 爸爸 嗯 乔楚夏点头 不知道是不是爸爸给他们吃了点什么东西 所以 他们的颜色才变得这么好看了 那有这个可能 我们家没谁会养多肉 这多肉从买回来到现在 他们的颜色就一直在变绿 现在突然又开始恢复颜色了 应该是爸爸照顾好了他们 乔梦瑶说道 爸爸太厉害了 连多肉都会养 乔楚夏满脸崇拜地说道 说完之后 乔楚夏眼睛一瞪 望着窗外说道 二姐 你快看 那是什么 飞机 飞机 乔梦瑶顺着乔楚夏的手指 指着的方向望过去 就看到一架纯白的直升飞机 正在缓缓地往下他们小区的会所楼顶降落 他也看呆了 然后想到什么 他赶紧拿出手机 翻看乔诗涵发的那条朋友圈里的直升飞机的外观图 然后点开 放到眼前对比 他激动地对乔楚夏说道 楚夏 你快来看看 天上飞机的那架飞机 跟诗涵发的飞机 是不是同一架 乔楚夏反复对比后 兴奋地喊道 是的 是的 天啊 这是爸爸他们坐飞机回来了 好快的速度啊 只是咱们小区会所的楼顶 什么时候有的停机坪啊 乔梦摇摇头 不知道啊 乔楚夏打开手机微信的业主群 就看到业主群里好多人都在讨论这个事 我去 我们小区高大上了 竟然有直升飞机停机坪 快看 这台直升飞机降落在咱们小区会所的顶楼了 好酷好炫啊 这台直升飞机 是目前世界上机舱最大的轻型双发动机直升机 贝尔429 价值6000万 超级土豪的座驾啊 我去 我们小区入住了超级大土豪 鉴定完毕 确定是入住了超级大土豪 要不然 我们之前的物业公司 怎么会突然换成了如此牛逼的全国第一的绿城物业 还有会所顶楼的停机坪 之前根本就没有停机坪的 之前那一块就是片空地 我还提议过 让物业把上面种满蔬菜 美观的同时 还可以给我们业主送蔬菜 但是之前物业不肯 懒死个人 所以这个停机坪 就是这两天才做出来的 天啊 咱们小区到底入住的是 什么级别的大土豪啊 不仅直接把物业公司换成了绿城物业 而且还搞了如此高大上的直升机停机坪 咱们小区的房价 短短两天就已经暴涨了百分之十 之前卖房的那些人都后悔得长子清了 今天咱们小区 来了直升飞机的事传出去后 还会暴涨的 这个土豪真的是太好了 一来 就提升了我们小区的逼格 把我们小区跟周围的小区的区别 一下子就凸显而出了 牛啊 图片 请问这台价值一个亿的 劳斯莱斯会影的车主 在群里吗 可以跟你商量点事吗 类本表情 求求你把我的车位收了吧 给点钱就行 类本表情 我这两天压力太大了 我昨晚立马补了商业险 补了最高档的 我停车都离你远远的 我生怕给你刮了 我要真给你刮了 我跟你说 我那车家车位都不够给你修车的 类本表情 这车我知道是谁的 是乔家五姐弟的爸爸的 我之前看到他们开车回来了 乔家五姐弟的爸爸这么有钱 竟然开价值一个亿的车 我看到了 直升飞机也是乔家的 天啊 开直升飞机的 是乔家五姐弟的爸爸 他和乔世涵一起下来了 乔家五姐弟的爸爸得多有钱啊 长得那么帅 还这么有钱 天啊 我们沾了乔家的福气了 刚才中介给我打电话 问我的房子卖不卖 又加了十万块 群里聊得热火朝天的 乔属下赶紧把消息给乔梦瑶看 兴奋地说道 二姐 你说 咱们小区换物业的事 跟咱们爸爸有没有关系啊 毕竟那会所的顶楼的停机坪 只有物业才能造出来 现在停机坪造出来后 停的第一台直升机 就是咱们爸爸的 乔梦瑶说道 等会儿爸爸回来后 问问爸爸就知道了 嗯嗯 爸爸和三姐多久到家里啊 好想看到爸爸了 乔楚下激动地说道 他连忙把手里的苹果电脑 又放回了房间里 因为爸爸都回来了 他可没空码字了 有好多的话想和爸爸说呢 林佑这边下了飞机后 乔师还满眼震惊地说道 爸爸 我记得这里之前不是停机坪啊 因为这个小区 都是15层以上的高楼 然后会所则是5层的 乔家住的是9层 可以从乔家阳台 看到会所的楼顶 林佑笑着说道 嗯 之前这里确实不是停机坪 这两天刚休的 乔师还眨巴着大大的眼睛 想到一个可能 问道 爸爸 我听大姐说 咱们小区的物业换了 换成了一个很牛逼的物业公司 会所又是物业在管理 难道 这家很牛逼的物业公司 是爸爸的 知道自家爸爸具有钱后 乔师还的思维 也发散了开来 以前他从来不敢想 身边的那些土豪的事情 会跟自己沾亲带故 现在 他完全敢想了 因为换物业其实是很麻烦的 原本的物业公司不想走 想换掉他们的话 需要业主委员会召开业主大会 以及政府批文等等 很多大的小区 换物业公司 甚至还会发生流泻事件 但是这次 小区的物业公司 却一夜之间就换了 这速度 这效率 不是一般人能办到的 林佑点头 嗯 你们住在这个小区里 爸爸得保证你们的安全 保证这个小区的绿化 服务等等 都得在线 所以 换成我们自家的物业公司 更靠谱 乔师还惊呆了 朝林又竖起大拇指 爸爸 你真的是太牛了 之前的那个物业公司 我们真的是超级头大 但是因为他们是前期物业 而且还跟业主委员会的一些人 有利益关系 导致我们根本换不掉 那个物业公司 没想到爸爸来了后 轻而易举的 就换掉了那家物业公司 爸爸 你太厉害了 大姐说 换掉物业后 不管是保洁 还是安保 还是绿化 都特别的好了 业主群里的人 也纷纷在咱们家的物业好 林又笑着 带着乔师涵回家 从乔家老家 带来的蔬菜瓜果 以及乡亲们 送的鸡鸭鱼等 则由她的司机开车送来 开车速度没有开飞机快 所以还需要一段时间 才会送到 乔梦瑶和乔楚下 一听到门铃声 立马就跑去开门了 打开房门 一看到林又 两个少女纷纷兴奋地喊 爸爸 爸爸 你回来了 刚才你和三姐 是不是坐直升飞机回来的 我们在家里看到了 乔楚下叽叽喳喳的 像只快乐的小鸟 说个不停 爸爸 还有还有 三姐 想去考飞机驾照 我也想去 这样的话 方便我更好的写小说 比如 我想去哪座城市 直接吃了晚饭 开个飞机过去 找灵感 然后找到灵感 写好小说的章节后 第二天又开车回来 想想 都感觉到超级美好啊 还有还有 我写小说 有时候需要用到很多实地素材 我也可以去全国各地转转 了解当地的民俗民风等等 写出更加有灵气 和贴近现实 又高于现实的精品小说出来 林又宠溺地笑着说道 可以 不过 你的时间你要安排好 嗯嗯 我会的 太好了 爸爸答应我了 三姐 我跟你一起去学 二姐 你要不要也一起去学开飞机 乔梦摇摇摇头 这个 我就不去学了 学骑电动车 他都学了两年才学好 学开飞机 他觉得 那离他太远了 而且 他不用飞全国各地 就算出去的话 考个机动车驾照 就够用了 姚姚 爸爸给你找了最好的钢琴老师 你安排一下你的时间 到时候跟老师去学钢琴 林又说道 嗯 好的 爸爸 乔梦摇对学钢琴更感兴趣 房门响起要是转动的声音 房门一打开 是乔出雪回来了 乔出雪一看到林又在家里 他惊喜地喊道 爸爸 你回来了 嗯 林又笑着点头 然后起身对女儿们说道 爸爸去厨房里 把小龙虾给处理了 等会儿好吵 爸爸 我来帮你 爸爸 我也来帮你 爸爸 我也来 爸爸 还有我 四个女儿一起跟林又进了厨房 小龙虾虽然很贵 要十多块钱一斤 但是乔家姐弟 五人之前在乔家老家的时候 每年都会买一些小龙虾幼苗 放到家里的池塘里 所以也吃过小龙虾 会处理小龙虾 妇女五人一起上阵 处理小龙虾的速度大大的提升了 林又负责剪掉小龙虾的头部 因为这个工作最危险 掌握不好的话 容易被小龙虾的大钳子给夹到 要是被夹到了 那真的是超级痛 乔楚夏负责用牙刷刷 已经处理过小龙虾头部的小龙虾 以及把虾味给挑出来 然后乔楚雪负责处理 虾线这个需要技术的活 最后 是乔梦瑶负责给处理干净的小龙虾 剪开它的后背 小龙虾的虾肉里 乔诗涵则负责清洗 等会儿煮小龙虾 会用到的五香八角 干辣椒 紫酥 葱姜蒜等等 十分热闹又温馨 速度也是杠杠的 因为今晚有六个人吃 按照一人四斤的分量 林又买了足足24斤的小龙虾 如果一个人处理的话 那真的是处理的手指头都要断掉了 但是妇女五人一起处理 那速度就杠杠的了 乔诗涵洗完菜后 帮助乔楚雪一起处理虾线 一个小时不到的功夫 24斤小龙虾就全部处理好了 林又喊大家一起休息会 在客厅里喝茶的时候 门铃响了 是林又的司机送东西来了 看到鸡鸭鱼后 女儿们纷纷来帮忙 全部放到屋里后 乔楚雪说道 我先去烧水 先把鸡鸭给杀了 要不然 他们到时候拉屎 会搞得家里比较臭 孟瑶 你把鸡鸭先提到卫生间去 好的 大姐 乔孟瑶去提鸡鸭 哥哥 嘎嘎 鸡鸭扑腾翅膀发出声音 抗拒乔孟瑶抓他们 但是乔孟瑶可不怕他们 从小就是放鸡鸭的人 他左手一只鸡 右手一只鸭 抓着他们的两只翅膀 就制服了他们 然后把他们提去了卫生间 乔诗涵和乔楚夏 负责处理其他的东西 哇 三姐 这是我们家自己地里种的西红柿吗 乔诗涵点头 嗯 还有这些豆角 茄子 丝瓜 黄瓜 都是我们家的 今天爸爸开直升飞机来的家里 我就想着 把这些都摘了带回来 要不然烂在地里太浪费了 这些玉米 大白菜 苦瓜 鸡鸭鱼 还有晒干的梅菜 都是婶婶们送的 爸爸还说 要在咱们村里修一个停机坪 到时候 我们回村里 就可以直接从中海开飞机开到家里 特别方便 只要两个小时 来回是四个小时 这会儿 乔楚雪和乔孟瑶 一个从厨房里出来 一个从卫生间里出来 听到乔诗涵这话 纷纷震惊呆了 然后齐刷刷地望向林幼 爸爸 你要在咱们村里修停机坪 林幼笑着点头 嗯 诗涵在你们老家做直播 到时候方便他来回家里 另外就是 你们想回去看看的时候 也很方便 还有就是 我觉得 你们村里的空气 确实十分不错 以后我们一家人 可以周末回去玩玩 城里虽然漂亮 新潮 高科技 但是如今的林幼 反而更喜欢农村的田园生活和空气 以及安静 当然 最主要的是 那是女儿们的家乡 他更喜欢 乔家三姐妹听到这话后 纷纷兴奋地不行 乔厨学也极为的高兴 爸爸 城里的蔬菜太贵了 我们周末回去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吃家里种的蔬菜了 不用去买了 乔厨下兴奋地说道 城里虽然繁华 但是我还是更喜欢家里的空气 中海的空气 我总感觉有些雾霾 不太好 要是周末的时候可以回家一趟 那可太好了 可以吸新鲜的空气 乔梦瑶也超级兴地说道 那我们时不时就可以回老家钓鱼 摘果子了 林佑看着女儿们高兴的样子 笑着说道 嗯 钱 花到女儿们身上 看到女儿们脸上欢喜的笑容 让她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必须早早地把女儿们 老家的停机坪搞定 她给助理发去消息 让她派人去谈资全市平山村 修建私人飞机停机坪的事 以及推荐私人飞机女教练的事 张特助看到这条消息 惊呆了 天哪 这是她看到BOSS追女孩追得最用心 最舍得花钱的一次了 因为造一个私人飞机停机坪 可不便宜 这跟直升飞机停机坪不一样 私人飞机比直升飞机大太多了 尤其是林佑的私人飞机 完全不比那些运载量超过300名旅客的飞机小 那造的飞机停机坪 等同于造一个小型飞机场了 起码需要10个亿 BOSS这次追女孩 是用真心了呀 她立刻回到 好的 BOSS 乔楚雪和乔梦瑶 也帮着一起整理蔬菜瓜果这些东西 全部分门别类起来 到时候好放到冰箱里储存 因为不整理起来 直接放入冰箱的话 一是显得乱 二是会细菌感染等等 三就是 冰箱不够大 放不下 在女儿们整理食材的时候 林佑也发现了冰箱大小的问题 家里的这个冰箱 是之前乔木丘带五姐弟去买的 买的是一个3000块的三开门冰箱 容量只有253L 之前他们四姐妹用是够用的 因为他们不会买太多的菜 吃得很节俭 现在林佑来了后 大早上就会去菜市场买很多菜 把冰箱都塞满了 然后 今天又有这么多的蔬菜瓜果 还有带宰的鸡鸭鱼 今晚如果吃不完的话 肯定得放到冰箱里冷冻 明天再做菜吃 林佑当即给助理发去消息 让他订购一台质量最好的大冰箱 尽快送来 然后他就去厨房里 处理大闸蟹 处理大闸蟹 需要刷大闸蟹 然后把大闸蟹劈开 再给劈开的大闸蟹劈开的口子 裹上淀粉 然 放到成了热油的锅里炸 乔处雪担心林佑一个人忙不过来 就把整理蔬菜的事 交给了三个妹妹 她来到厨房里帮林佑 她负责给大闸蟹果淀粉 并且放到油锅里炸的事 城里的大闸蟹很贵 按指卖 普通的都要二十多块钱一只 她是从来没买过的 但是在家里的时候 一到夏天 乔晨就喜欢去小江里抓螃蟹 抓回来的螃蟹 她负责处理烧 家里人喜欢吃香辣螃蟹 所以这道菜她也会做 直到怎么处理螃蟹 爸 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你说 我们五姐弟现在都是姓乔 但是爸爸姓林 我们想把姓改成姓林 爸爸 你觉得怎么样 正在刷大闸蟹的林佑顿了一下 转头看向乔出雪 慎重地问道 你们五姐弟都确定了吗 乔出雪点头 林佑大喜 笑着说道 好啊 你们五姐弟的户口现在 是在哪里 我们之前随学校从家里迁出来了 落在我们各自的学校的集体户口里 乔出雪说道 他们没有把户口迁到这栋房子里 因为如果把户口迁到这栋房子里的话 那以后是没办法再转回老家去的 如果户口只是在学校里的话 以后毕业后 还可以把户口转回到老家去 因为之前迁户口来中海 是学校里的要求 方便大学四年的学业 老家是在农村 现在从农村迁出户口容易 但是从城里迁户口回去的话 就不行了 他们在老家 还有地 山 田 以及宅基地 所以他们当时就没把户口迁到这个房子里 林佑点头 行 落在学校的集体户口里 那就可以在中海这边的公安局 办理改信的事 你们五姐弟什么时候有空呢 明天下午两点大家都没课 有空 爸爸 我们明天下午两点去怎么样 爸爸方便吗 乔出雪问道 方便 当然方便了 哈哈 林佑爽朗地笑着说道 心情好啊 五个孩子都愿意改为他的姓了 而且还主动地跟他来提起这个事 这可太好了 这代表五个孩子都已经认可他这个爸爸了 好好好 在客厅里处理蔬菜的乔梦瑶他们 听到了林佑的话 立马跑到厨房门口 大喜地说道 爸爸 那我们明天在哪里集合 是先在家里集合 还是直接去咱们这个片区的公安局集合啊 先回家里集合 再大家一起去公安局 林佑说道 嗯嗯 要的 我们学校距离家里很近的 十分钟的路程 太好了 明天就要去改姓了 我以后叫林梦瑶 林楚夏 林诗涵 林出雪 四姐妹都在说自己的新名字 你们在说什么 这么开心 刚好这会儿 乔晨提着大包小包 刚打开房门 就听到家里的笑声 乔梦瑶跟乔晨说了一遍明天去改姓的事 乔晨立马欢喜地说道 好啊 终于要去改姓了 以后 他就是林辰 乔晨 你手里提着的是什么东西 怎么这么多 乔梦瑶接过乔晨手里的东西 问道 我买了一些鸡蛋和西红柿 准备今晚做西红柿炒鸡蛋 做给老爸吃 还买了一些你们爱吃的零食和水果 因为今天你们弟弟 我赚了大钱 啊 赚了什么大钱 乔梦瑶一边拿出袋子里的东西 一边好奇地问 乔楚雪和乔诗涵 还有乔楚夏 也纷纷望向乔晨 乔晨咳嗽一声 然后特意站到厨房门口 林友能听到的位置 说道 以后你们就知道了 我现在可是在做大项目 老爸给了我一个大项目呢 到时候做成功了 绝对会赚到超级多超级多的钱 乔楚雪说道 那就是说 你现在还没赚到钱 给我们买的这些零食和水果 用的是爸爸给的零花钱 乔晨 水烧开了 你去杀鸡 说着 乔楚雪就把杀鸡的菜刀递给乔晨 乔晨哭嚎着接到菜刀说道 大姐 今天买的这些东西 真的是全部都是用我自己 赚到的钱买的 不是用爸爸的零花钱买 我乔晨 已经是一个可以自己赚大钱的男人了 真的 老爸 这些东西 真的都是我用自己赚到的钱买的 他急了 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系统奖励给他的钱 林友自然知道 乔晨说的没错 因为小程序是给乔晨奖励了五万块 乔晨吃饭用掉一点六万 还净赚三点四万 他笑着说道 嗯 爸爸相信你 得了林友这句话 乔晨感觉到无比的畅快 当即就对四个姐姐说道 姐姐们 听到没有 老爸都说 相信我买的这些东西 都是用自己赚到的钱买的 这下子 你们总该相信了吧 乔梦瑶催促地说道 相信 相信 你赶紧去杀鸡和鸭 我端个菜碗 出去接鸡鸭的鞋 乔楚夏说道 我来提开水 乔诗涵说道 我去拿铁桶 乔晨 看来在家里 只有爸爸相信他真的能赚钱了 四个姐姐都不相信他 吼吼 我乔晨一定会证明给你们看的 我乔晨是真的能赚大钱的人 因为我乔晨可是有系统的人 呵呵呵 乔晨去杀鸡鸭了 家里十分热闹 林友叮嘱 注意别被烫倒了 知道 爸 杀鸡鸭 我们很有经验的 乔梦瑶回道 接下来 林友一家六口 分工明确地开始做事 人多就是力量大 下午六点 不仅今天带回来的所有的东西 都处理好了 而且 林友今晚要做的菜 也全部炒好了 只差乔晨最后要炒的 一道西红柿炒鸡蛋 乔晨 你确定你要下厨 乔楚夏胡怡的问道 因为家里有四个姐姐 所以乔晨在家里的时候 做的也是粗活杂活 下厨这种事情 他还从来没做过 不过切菜他还是会切的 因为以前经常要切猪菜 用来去喂猪 所以 切西红柿 他还是会的 我可以 四姐 你出去休息会吧 乔晨一边切西红柿 一边说道 乔楚夏见乔晨切西红柿 切得还像模像样的 他点点头 行 不懂就喊我们 放心 我真的可以 就算不会 他也不会问姐姐们 他可以百度 看作这道菜的详细步骤 乔楚夏一脸不相信的表情 不过还是走了 没继续监供乔晨 乔晨奥利给的握了握拳头 我今晚一定会做出一道 不仅可以吃 而且还要好吃的西红柿炒鸡蛋 乔晨在厨房里做菜的时候 林又订的大冰箱到了 爸爸 你买了个大冰箱 乔家四姐妹 看着推进来的大冰箱 纷纷惊讶不已 嗯 之前那个有点小 所以就买了一台大冰箱 等以后另外那五套房子装修好后 我们再买几台大冰箱 林又说道 房子多又有三层 必须每层都标配至少一个大冰箱 不仅是放菜方便 还有女儿们喜欢吃的水果 用的面膜 护肤品保健品 以及家中常备的药品等等 都需要用到冰箱来保鲜 送冰箱的两个师傅 听到林又这话 纷纷内心震撼不已 这就是有钱人的世界啊 有钱没钱 不看车子房子 直接看他家有几台大冰箱就好了 乔家四姐妹听到林又这话 纷纷在心里震惊 不过因为有安装师傅在 所以他们没把震惊的话说出来 因为那会让自家爸爸丢面的 所以当安装师傅把冰箱装好后 走了之后 乔家四姐妹才开始说话 爸 以后要买好几台冰箱吗 我觉得这一台大冰箱 就够我们用了 是啊 乔臣一边炒菜一边说道 爸爸的决定是明智的 你们想啊 到时候咱们家三层楼 想吃点水果 难道还跑到二楼的厨房里去拿 直接在三楼放一台冰箱 就在三楼拿水果就好了呀 还有夏天吃冰棍之类的 在哪一层 就在哪一层放个大冰箱 方便吃冰棍 而且到时候 另外五个房子 都跟我们这个房子打通后 我们家超级大 每层放一台大冰箱 完全没问题 这才超级豪宅的标配啊 乔家四姐妹被惊讶到了 林佑宠溺地笑着对他们说道 乔臣说的一部分在里 爸爸赚钱 就是为了让你们的生活过得更加的方便 冰箱里放吃的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则是放你们以后日常要用到的 需要冰敷的面膜 化妆品 还有护肤品 保健品等 乔家四姐妹再次震惊 面膜 化妆品 护肤品 四姐妹从来没用过这些东西 四姐妹的皮肤天生丽质 而且又是18岁的青春水嫩年纪 外加这些东西多需要很多钱买 他们从来都没买过这些 林佑笑着说道 嗯 到时候会装修出两间专门做美肤的房间 爸爸会给你们请专门的美容师 在家里就能做美肤 征丧拿等 护肤品和化妆品 都用院线的专业级产品 不会对你们的皮肤有损伤 但是女性朋友里有不少人用这些 确实可以大大的延缓衰老 40岁的女人做好保养美肤 瞧着跟20岁的女人一样大 有钱真的可以逆临生长 自家女儿们一个个这么漂亮水灵 她当然要让她们永保青春了 乔储家惊喜地说道 哇哇哇 这可太好了 这日子太享受了 我就是真正的公主啊 女孩没有不喜欢打扮和漂亮的 之前她们家是因为穷 所以没多余的钱买面膜 做保养 化妆等 现在有条件了 当然要全部搞起 她也要做精致girl 乔梦瑶 乔诗涵和乔出雪 虽然对保养和化妆没什么兴趣 但是 脸上也纷纷露出了喜悦 每个女孩心里都住着一个公主梦 都想青春永住 不会长皱纹 不会衰老等等 有个具有钱的爸爸 简直是太好了 乔臣兴奋地回头喊道 老爸 美肤和蒸桑拿 我可以用不 你一个男孩子用什么 乔储下说道 我也要保持帅气和年轻啊 乔臣急急地说道 林佑笑着说道 等你到三十岁再开始 你现在才十八岁 不用做这些 来人还是皮糙若厚一点好 乔臣觉得老爸的话在里 说道 对哦 我是男子汉 不是小白脸 我等到三十岁 再做抗衰老的美肤 四姐妹纷纷笑了 然后去拿筷子和碗 开始准备吃饭 乔臣的西红柿炒鸡蛋 也可以出锅了 在放盐的时候 他只放了一点点 他怕放多了 太咸了 而放少了的话 还可以 因为西红柿已经炒出了番茄汁 是甜的 所以 放少一点盐 准不会做错 好了好了 我的菜炒好了 西红柿炒鸡蛋 乔臣端着 盛好的西红柿炒鸡蛋 来到餐厅 对林佑说道 老爸 这道菜是我孝敬你的 你先尝尝看 林佑看着这道西红柿炒鸡蛋 虽然还没开吃 但是他有厨艺技能 所以一看 就知道这道菜怎么样 可以勉强打个三份 好 林佑拿起筷子 夹起一片 已经渗进西红柿汁的鸡蛋 吃了一口 乔臣眼巴巴的满脸期待地问道 老爸 怎么样 好吃吧 吃完后 林佑说道 还可以 得到林佑的点评 乔臣大喜 与此同时 他的脑海里也响起了声音 丁 恭喜宿主达成成就 做出一道可以吃的菜 西红柿炒鸡蛋 特奖励宿主 西红柿炒鸡蛋的普通做法 请问宿主 是否激活该倒菜的普通做法 激活 随着他声音的落下 关于西红柿炒鸡蛋的做法 包括 怎么挑选西红柿 怎么处理西红柿 怎么选鸡蛋 怎么处理鸡蛋 以及做这道菜的火候等等知识 何即能一股脑地输入到他的脑海里 五秒过后 他睁开眼睛 再看到眼前这道西红柿炒鸡蛋 他就发现了很多问题 比如 他的西红柿煮得有些烂了 导致西红柿脂过多 再比如 他的盐放少了 还比如 鸡蛋煎得太老了等等 老爸 我再去炒一道西红柿炒鸡蛋 我感觉 我可以炒得比这道菜更好 乔臣当即手痒地说道 老爸做的饭菜那么好吃 他也想让老爸吃到 他做的好吃的菜 林又知道 乔臣为什么会这么说 他笑着说道 好 乔出雪不知道缘由 所以说道 乔臣 你下次再做吧 这次你做的这道菜 还没吃完呢 只差没说 别浪费食材了 大姐 我重新做的这道菜 绝对好吃 我再去做一道 老爸 这道菜你先别吃了 等我重新做的这道西红柿炒鸡蛋 绝对震惊老爸你的眼睛 说完 乔臣就跑去了厨房 谁也拦不住 乔丑下说道 大姐 乔臣喜欢做 就让他做 咱们家现在有的事前 等会儿吃不完的话 让乔臣吃光 乔出雪点头 在厨房里的乔臣听到这话 狠狠地想 等会儿就让你们震惊你弟弟我的厨艺 乔臣在厨房里做菜 乔家四姐妹已经开始吃了 今晚的大餐十分地丰富 不仅有解馋的麻辣小龙虾 还有麻 大闸蟹 以及看着就十分有胃口的血浆鸭 香辣啪啪虾等 都是十分得尽的菜 四姐妹先去吃的血浆鸭 因为这是爸爸家的特色菜 他们也想吃爸爸家的特色菜 是什么样的 来 今天做了四只大鸭腿 你们一人一只 林佑宠溺地用筷子 把四只大鸭腿 分别加到四个女儿的碗里 林佑买了两只鸭子 因为家里有六口人吃饭 一只鸭子不够吃 两只鸭子 有四只大鸭腿 鸭腿肉 它都是 先用刀切开 并且油炸了 不仅入味 而且外焦里嫩 将上鸭血后 不仅色泽更好看 而且味道 也会更加的好吃 四个女儿吃了一口鸭腿后 直呼 哇 太好吃了 爸爸 这血浆鸭 真的很好吃啊 比我们的干锅鸭还好吃 美食 美食 太好吃了 跟着爸爸 日子简直是做火箭一样的 嗖嗖上声 这只大鸭腿 啃起来太好吃了 吃完鸭腿肉 四姐妹又吃鸭肉 其他的部分 一个个吃的大块朵鸡 我感觉我一张嘴巴 都吃不过来啊 太好吃了 我还想吃小龙虾 大闸馅 啪啪虾 乔楚下这个小吃货 一边吃着鸭翅膀 一边目光落在满桌的美味上 乔晨做的那道西红柿炒鸡蛋 直接被他们放到最边上去了 因为那道菜 跟他们爸爸做的菜相比 直接就不想吃啊 林佑看女儿们 一个个吃得满脸兴奋 宠溺地说道 慢点吃 别被辣味给呛到了 嗯嗯 乔诗涵还是第一次 吃林佑亲手做的饭菜 好吃了他 全程一句话都没说 就埋头吃 不知不觉 他旁边都堆了一座小山的骨头 然后 筷子又伸向了小龙虾 正准备用手 直接拿着吃的时候 林佑提醒道 诗涵 戴手套吃 不容易把手辣倒 说着 林佑就去厨房里 拿了早上买菜的时候 买的专门用来 吃小龙虾的一次性手套 乔梦瑶说道 呀 原来吃小龙虾 要戴手套吃 才不会把手辣倒 以前我们每次 爽是爽了 但是手每次都是火辣辣的 乔楚夏和乔诗涵 一个劲地点头 然后 两人纷纷戴上手套 开始吃小龙虾 三姐 你怎么不说话呀 乔楚夏戴上手套后 问乔诗涵 乔诗涵这会儿 已经把虾头给咬断了 正在吃虾头 以及西虾头里含着的汁 小手子半点都不浪费时间地 在剥开虾尾的壳 虾头吃完后 他又吃包出来的虾尾肉 吃完虾尾肉 他才开了筋口 对乔楚夏说道 食不言 寝不语 说完 他继续开始吃第二只小龙虾 乔楚夏惊讶地说道 三姐 你以前没这么说过 以前吃饭的时候 你也说话的呀 乔梦摇笑着说道 楚夏 你三姐第一次吃爸爸 做的这么好吃的菜 吃得没空跟你说话了 乔楚夏懂了 三姐 你好话呀 不过 今晚爸爸做了很多 我们慢慢吃也是可以吃饱的呢 不用急的 乔诗涵没回话了 他们有四姐妹呢 而且等会儿还有乔晨那个大胃王 他感觉这桌菜不够吃 他还是先多吃点再说 多吃一些 就是赚到了 乔梦摇忽然想到一个事 对林佑说道 爸 之前在业主群里 有个业主 说他的车位在我们家的车位旁边 然后他每次开车子回去 都很怕刮蹭到我们家的车 想让爸爸把他的车位买了 乔楚夏说道 对 对 这个是差点忘记了 还是二姐记性好 爸 你的车太好了 他们都不敢靠得太近 怕不小心刮蹭后 卖了他们的车和车位都赔不起 爸 咱们不是还买了五套房子吗 那五套房子带的车位 是有连在一起的吗 林佑说道 这个是 好办 五套房子确实带了车位 在我们家车位的对面 以及旁边的旁边 等下爸爸就让人去办这件事 把咱们家车位旁边的车位都买了 其实他可以全部买了 但是全部买了的话 那其他的业主们的车子 没地方停 那该出矛盾了 所以差不多就行 都买 乔楚雪放下手里的筷子 震惊地望向林佑 说道 爸 咱们只要有两个车位连在一起的 就把车子开到那里去就好了 或者找别的业主置换一下车位 也可以解决的 现在已经有六个车位了 再买车位的话 就太多了呀 林佑宠溺地笑着说道 没关系 以后除了爸爸的车要车位 你们五姐弟的车也要车位 多买点车位 以后你们想怎么停车 横着停车都行 新手 尤其是女生 把车停进车位里 真的是一个十分难的问题 正好二女儿提到了这件事 那他就让助理把周围的车位全部买了 以后 女儿们也不用为停车的事 烦心和浪费时间了 刚好这会儿 乔臣把西红柿炒鸡蛋做好了 端出来 就听到了林佑的话 他立马兴奋地问道 老爸 你要给我们买车 林佑笑着说道 嗯 等这个周末 爸爸带你们去看车 你们先去学开车 乔臣立马大喜地说道 太好了 爸 我明天就去报名学车 乔楚下眨了眨眼睛 说道 爸爸 我现在有点选择综合征了 我是先去学车 还是先学飞机驾照 乔臣震惊地问道 飞机驾照 是啊 你没看咱们的群消息吗 三姐也要去学飞机驾照 爸爸有好多私人飞机 以后我们出远门 都可以开自驾的飞机 而且 爸爸在咱们小区的会所顶楼 建了一个直升飞机停机坪 去机场 直接坐直升飞机过去就好了 超级方便 高大上 乔臣惊呆了 他今天跟唐轻衣聊完 关于卖菜APPY的事情后 就想着做卖菜的方案 然后就是给姐姐们买水果和吃的 以及去菜鸟一站 拿网购的西红柿和鸡蛋等等 一直都还没空去看微信上群里的消息 听了乔楚夏这话 他赶紧坐下来 打开手机看群消息 看完后 他惊呆了 满脸兴奋地望向灵诱 老爸 我也要考飞机驾照 我先考私家车驾照 等拿下私家车驾照后 我再去考飞机驾照 天哪 我怎么感觉 我成了超级富二代了 我竟然要去学飞机驾照 乔诚超级兴奋 连忙把自己做的西红柿炒鸡蛋 放到林佑面前 谄媚地说道 老爸 你再尝一下我重新做的这道西红柿炒鸡蛋 绝对比我之前的那道好吃 好 林佑笑着冻筷子 吃了一口鸡蛋 确实比之前有了很大的进步 如果说之前可以打三分的话 那现在可以打六分了 看来小程序奖励的技能 确实大大的 不如自己的系统奖励的技能 因为他做出来的西红柿炒鸡蛋 绝对是可以打十分的 怎么样 老爸 乔诚一脸球被夸奖的问道 不错 进步很快 林佑点评道 被夸赞了的乔诚特高兴 当即让乔楚雪他们也尝尝 乔楚雪他们 也给了乔诚这个弟弟面子 吃了一口鸡蛋后 哑然了 乔楚下 咦 不错呀 乔诚 你这道西红柿炒鸡蛋做的不错 有那个味道了 虽然跟爸爸做的菜不能相比 但是也不错了 比你姐我炒的 也还差那么一丢丢 加油加油 乔楚雪 不错 有很大的长进 加油 乔梦瑶 可以呀 弟弟 没想到也会做菜了 看来家里有了除神爸爸后 连弟弟都开始积极地做菜了 不错不错 乔诗涵 再好好提升下 以后娶老婆 不用愁了 被爸爸和姐姐们一顿夸 乔诚对做菜更加有动力了 争取下次 获得更好的奖励 继续让爸爸和姐姐们 对他刮目相看 现在开吃 吃了老爸做的 再吃他自己做的 他就感觉到 这其中的明显的差别了 继续努力 一家人一边吃饭 一边聊天 林佑吃得很开心 女儿们对自己的规划 也在聊天中 渐渐地明朗起来 乔诚和乔楚夏 都是先学车 等拿到驾照后 再去学开飞机 乔诗涵 直接学开飞机 乔梦瑶和乔楚雪 暂时只准备学车 林佑又问了 他们喜欢的车子品牌 除了乔诚说 喜欢法拉利外 乔家四姐妹对车的品牌 没有什么画面 决定等着周末 去汽车城看了车之后 再做决定 因为林佑做的饭菜太好吃了 最后不仅吃得个精光 连小龙虾的汤汁 无姐弟也没放过 去下了一碗面条 放进汤汁里面吃 乔诚的两道西红柿炒鸡蛋 没吃多少 最后被乔楚雪 命令乔诚给吃光了 乔诚直接吃撑了 躺在沙发上 发朋友圈 盗用了姐姐们 拍的今晚的美食照片 外加他自己拍的 自己做的第二道的西红柿炒鸡蛋 然后发了朋友圈 文字内容是 猜猜看哪道菜是我做的 我去 乔哥 你中午才吃了大餐 回家又是一顿大餐 羡慕得我们这些 只能吃食堂饭菜的人流口水了呀 乔哥 不厚道啊 深夜放毒啊 乔哥 你会做菜 这里面有你做的 你该不会是帮忙洗菜 就说里面有道菜 是你做的吧 乔哥 厉害啊 这是在为以后 跟嫂子的美好幸福生活做准备啊 要开始当厨男了呀 乔哥威武 俗话说得好 要想抓住一个女人的心 先抓住她的胃 准没错 跟乔哥学习 这次放寒假回去后 我也要学做菜 去把妹 争取在大学期间 能带个女朋友回家过年 贱猫猫发来消息 贱猫猫 那道西红柿炒鸡蛋 是你做的 看着不错 好吃吗 乔晨翻看评论 没一个人发现 西红柿炒鸡蛋 是他做的 所以看到 贱猫猫发来的消息 他十分高兴地回了 乔晨 嗯 好吃 贱猫猫 今天唐轻衣也做了一道西红柿炒鸡蛋 乔晨来兴趣了 乔晨 哦 做得怎么样 好吃吗 贱猫猫 嗯 我没吃 我只是看到 黑乎乎的一盘 乔晨 哈哈 女神不会做菜没关系 我会就行 家里有一个人会下厨就可以了 乔晨感觉自己的系统真牛逼 乔 女神不会下厨 她会 那就更能给自己加分了 爽 而且 爸爸说 让她超过唐轻衣 就给她安排继承人的专项训练 所以 现在唐轻衣不会下厨 她会 她不就是在厨艺上超过了唐轻衣吗 哈哈 这个成就系统来得太及时了 之前还觉得 成就系统升级后太坑了 没完成成就 还有惩罚 现在一看 哈哈 成就系统 简直就是为她量身打造的 有成就系统在 她绝对可以超过唐轻衣 并且还可以拿下唐轻衣 到时候 爸爸肯定会被如此优秀的我震惊到的 加油 乔臣 她没继续和剑模猫聊 而是对林佑黑黑地说道 老爸 我有一个方面 赢了唐轻衣了 你想说你的厨艺 林佑一边喝茶 一边问道 就她所知 不仅唐轻衣不会下厨 唐轻衣的妈也不会下厨 唐侍泽以前就跟她吐槽 唐轻衣的妈沈秀琴 是厨房杀手 对 老爸 你太聪明了 哈哈 我打听到唐轻衣 今天也做了西红柿炒鸡蛋 然后 做的是一盘黑乎乎的黑暗料理 哈哈 哦 怎么打听到的 乔臣立马献保式的 把手机屏幕给林佑看 这个 剑模猫 是唐轻衣的室友 我找她打听到的 她还打听到 唐轻衣喜欢三个月的 饭色布偶猫 准备这两天 就去猫舍看看 林佑看着剑模猫的头像 是一只大橘猫 这不是唐侍泽家的猫吗 哈哈 看来这个唐轻衣的室友 有意思了 完全就是唐轻衣本人 鉴定完毕 不过 既然唐轻衣没跟儿子 说起这个事 那她也就没戳破 小年轻喜欢玩刺激冒险的 让他们玩 第二天上午 林佑带乔诗涵 去了航空培训机构 这家航空机构 是她的助理挑选出来的 中海这边最厉害的培训机构 而且 教练全部都是 清一色的女教练 乔诗涵很喜欢这里的氛围 爸 我看了他们这里 最快拿到飞机驾照的学员 用试一个月 我要争取在一个月之内 就拿到飞机驾照 到时候我开飞机 带爸爸飞 林佑宠溺地说道 好 爸爸相信你 乔诗涵因为现在不用去上课 所以时间很充足 他和教练定制好了时间 每天都来学开飞机 从早上八点开始 学到下午六点 谈好这些事情 也到了中午十二点 林佑带他回了家里 儿子女儿们都回来了 收拾东西 准备好改名所需要的身份证 户口页等资料 林佑开着刚买的 雷克萨斯LM保姆车 前往女儿们户口所在的公安局 因为劳斯莱斯保姆车 定制需要时间 所以 他先让助理买了一台 雷克萨斯七座保姆车 应急用 全家出门 肯定是坐一台车更方便 乔乘上了保姆车 一个进的左右 完转他坐的太空座椅 老爸 这座椅好高级啊 乔梦瑶也极为诧异地说道 没想到还有这 大空间的轿车 可以全部坐下来 我们一家六口人 就算到时候加上小姨 他们这台车 也完全够坐呢 这可太棒了 乔楚下点了太空座椅的按摩键 然后瞧着二郎腿 眯着眼睛舒服地说道 这就是传说中的明星的保姆车蛙 我也坐上了 两个字 舒服 太得劲了 乔楚雪和乔诗涵两人 坐在后排座 也十分地高兴 以前他们全家人出动 要么就是坐地铁 要么就是坐公交车 一是这样省钱 二是 他们无解地 可以坐在一台车里 林佑笑着开车 很快就到了片区政务超市 政务超市里 包括有公安局 交警局 防管局等等行政单位 方便市民们便利地办理各种程序 公安局的办事员 早早地就收到了 林佑的特助发去的消息 所以 早早地就在门口等候了 看到林佑一过来 立马热情地过来迎接 林总 您好 我是我们这片区的公安局办事员张哲 你可以喊我小张 张哲热情地对林佑说道 嗯 林佑点头 五个孩子跟在林佑的身后 因为今天是工作日 而且政务超市集合了很多部门单位 所以来这里办事的人特别地多 不管做什么都需要先取号 然后等着念号码 有时候人多 要等两三个小时 甚至更久 但是在张哲的带领下 林佑他们并不需要取号排队 直接去了张哲的办公室 张哲亲自来给乔出雪他们 办理改名的事情 林总 这是五份改名申请表 五个孩子分别填写一下 然后把他们的身份证和户口本交给我一下 需要收回来 然后做全新的给孩子们 林佑点点头 把五份申请表给了乔出雪他们 乔出雪 把他们五姐弟的身份证和户口本 从一个证件袋子里拿出来 给了张哲 便开始填写改名申请表 五个孩子都十分地激动 拿着笔 一笔一画地写上他们的现在的名字 林出雪 林梦瑶 林诗涵 林楚夏 林辰 然后写上他们的曾用名 以及出生年月日等等 写完后 林辰拿出手机对着申请表拍了个照 然后把自己的身份信息打了马赛克 只录出现在的名字和曾用名 然后就把这张编辑好的照片发到了朋友圈 文字内容是 通知一下 从现在开始 请叫我林辰 四个女儿也纷纷发了朋友圈 每个人的文字内容不一样 林出雪的事 正式更名为林出雪 林梦瑶的是 大家好 我改名字了 以后叫林梦瑶 林楚夏的是 新的名字 新的启航 今后抬头所见皆是星光 所经之路皆繁华四景 加油 林楚夏 林诗涵的是 官宣 从现在开始用新名字 未来可期 林诗涵 林又给孩子们的朋友圈都点了赞 乔木秋发来了消息 乔木秋 林又哥哥 出雪他们都改名了 林又 嗯 乔木秋 这么说 他们都已经接受林又哥哥了 太好了 我想 这也是姐姐希望看到的一幕 恭喜林又哥哥 林又 谢谢 周末请你吃饭 看着这条消息 乔木秋兴奋地握住了手机 然后把手机贴在心口处 一脸的幻想 脑海里 已经浮现出了一幅画面 他穿着林又哥哥 送给他的全套衣服鞋子帽子 然后跟林又哥哥 坐在一间甜品屋里 甜品屋的四周 都摆满了爱心形状的粉色气球 他刚吃了一口奶油蛋糕 然后抬头跟林又哥哥说话 林又哥哥宠溺地看着他 用超级温柔性感的声音 对他说道 别动 他呆滞地望向林又哥哥 然后林又哥哥拿出一块 洁白的袖帕 用指尖 一点点擦掉他嘴边的奶油 对他宠溺地说道 小秋秋 你嘴角沾了奶油 一想到这个画面 他整个人兴奋的脚趾头 都蜷缩起来了 他立刻低头给林又回去消息 好 把这个字发出后 他的兴奋情绪还没降下来 他低头用力地吃了一口饭 然后抬头 就看到操场四周在训练的女兵 以及其他的教官 都纷纷诧异地在看着他 他这才意识到 自己这是在操场吃饭 因为今天部队的机房被攻击了 他把入侵者打跑后 又重新修补了机房的漏洞 以及升级了机房的防火墙 做到下午两点才做完 错过了去食堂吃中饭的时间 好在他的闺蜜英真真提前给他打好了饭 只是把饭放在了操场这边 女兵 英真真隔着老远 朝他几眉弄眼地笑得那叫一个一脸暧昧 乔木丘赶紧把手机放进裤兜里 然后抱着饭盒就站起身 一脸严肃地扫向四周 高冷气息散发出来 立马那些女兵们 一个个被吓得赶紧缩回了视线 其他教官们也赶紧错开了视线 不敢再看乔木丘 在他们这个部队里的老兵都知道 就算招惹部队里的老大 都不能招惹乔木丘 因为招惹到乔木丘 你就别想在部队里上网了 不能上网玩手机玩电脑 这简直是比没钱买东西吃 还要让人崩溃的事啊 尤其是对新兵蛋子们来说 离开什么都不能离开我 乔木丘很满意这个状况 端着饭盒 他就转身走了 直到走到一处没人看得见的地方 他才退去了脸上的高冷神色 转为了喜滋滋地拿出手机 然后点开和林佑的聊天见面 看着林佑说周末请他吃饭的话 他就笑得更憧憬了 现在是周二 距离周六放假 还有四天 呀呀 时间快点地走吧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立马跳到周六 去和林佑哥哥见面了 林佑这边 林初雪他们填好改名申请表后 就是去拍新的身份证照片 一路都很快 不用排队 拍完照片 不到五分钟 就拿到了他们各自新的身份证和户口页 他们的户口页都落在了林佑的户口下 跟林佑放在一个户口本里 林梦瑶兴奋地拿着户口页 喜滋滋地念叨 姓名 林梦瑶 户主 林佑 关系 妇女 林辰也不甘示弱地念叨 姓名 林辰 户主 林佑 关系父子 哈哈 他终于进了爸爸的户口本了 爽 距离成为爸爸的继承人 就只差拿下唐清衣了 加油 乔晨 你可以的 林初夏和林诗涵 还有林初雪 也十分兴奋地念了自己的姓名 户主和林佑的关系 大家都十分地开心 林佑把儿女们的户口页 一页页地放进自己的户口本里 心头也是一片动容 虽然乔冉不在了 但是乔冉给他生了四个女儿 一个儿子 他会照顾好他们 把他们一个个都栽培成才 让在天上的乔冉安心 他也会照顾乔冉的妹妹乔木秋 以及乔冉的家人 女儿们都发了朋友圈 林佑也想赶个时髦 拍下户口本外壳的照片 就发了朋友圈 文字内容是 今天真是超级开心的一天 从此我的户口本里 多了五张户口页 有五个儿子女儿的是 他准备正式确定一个日子 然后举办一个盛大且隆重的宴会 正式地宣告所有人 林出雪 林梦瑶 林诗涵 林楚夏 林晨吴姐弟 是他林佑的孩子 他平日里不发朋友圈 这条朋友圈 算是他用微信以来 发的第一条朋友圈 一发出去 直接就炸了朋友圈 点赞 评论无数 全部都是小红点 多了五张户口页 老林 你这是结婚了 对方给你生了四个孩子 恭喜林总 贺喜林总 张特助看到自家老板 发的这条消息 震惊得傻眼了 天哪 自家老板简直是太牛逼了 这次才四天的功夫 自家老板就搞定五个女人 还把这五个女人 全部收进了户口本里 牛牛牛 现在确实很多 超级有钱的牛逼大佬 不选择结婚了 选择以女朋友的方式生活 因为老婆只有一个 女朋友的数量 却没有限制 再把女朋友的户口 牵到自己的户口名下 女朋友们 一个个都安心了 这糟糕啊 真不愧是老板 就是牛 羡慕炸了 今天 他听航空培训机构的负责人说 林总带去了 学开飞机的女孩 可漂亮了 特别的 有一种古典美的气质 一看就是让人舒心的那种 而且还年轻 听说才十八岁 果然啊 男人不管多少岁 喜欢的还是十八岁的姑娘 自家老板也不例外 王健健 我说林总这两天 怎么连十多亿大项目 都没心思做 原来是跟孩子团聚 恭喜恭喜 王健健在朋友圈点评了后 又立刻给林佑打来了电话 林总 恭喜啊 这是多了五个孩子 牛逼 这下子 你可不用担心 没孩子继承家产了 就是栽培孩子费心了点 我儿子我栽培了这么多年 也还没栽培好 哎哎 都打算再练个星号来栽培了 你孩子多大了 林佑这会儿 挺想说孩子的事的 所以 笑着对王健健说道 十八岁 四女一儿子 五胞胎 什么 我去 五胞胎 四个女儿 一个儿子 还都是十八岁的 你说你做生意 运气那么逆天 再生孩子这件事上 也运气得天独厚 一胎无宝啊 好家伙 这可是需要逆天的运气的啊 难怪 你没空跟我谈上十亿的项目 这真的是一件超级大喜事 是准备让你儿子 当你林氏集团的太子吗 有这个意想 林佑笑着说道 有人生成就小程序在 可以大大的缩短继承人的培养时间 而且 也可以更好地激励林晨 成为他的继承人 因为有时候 你逼着他做一件事 他还叛逆的不想做 但是小程序给他下达任务 那都是他心甘情愿做的 哈哈 他喜欢副辞自孝的温馨家庭画面 这个小程序来得可太好了 省心 省力 省时间 恭喜恭喜 什么时候有空 跟我去看一下那个项目不 现在能一次吃下十个亿 又百分之一百赚钱的项目 真的不多了 这是咱们龙国的基建项目 稳赚不赔又安全 只需要五年的时间 绝对百分之一百翻倍 王健健继续跟林佑谈这个事 一来是跟着林佑做生意的 就没有亏钱的 二来是这个项目很大 他一个人吃不下 还需要喊上一个财力雄厚的企业家 一起来吃 林佑是他最优的选择 所以 上次林佑拒绝了跟他见面后 他也没有生气 还是切而不舍地继续 林佑笑着说道 那就放在明天上午吧 刚好五个孩子都认权了 户口名字都赶好了 虽然说他现在确实不缺钱 但是 家里有了五个孩子 他还是想给孩子们多攒点钱 王健健大写 好 那就这么说定了 我把要投资的公司的地址发给你 时间你来定 我明天整个上午都有空 嗯 林佑点头 然后挂了电话 王健健很快就把要投资的公司的地址定位 通过微信发给了他 五个孩子这会儿还很兴奋 他们纷纷地给林佑发的朋友圈点了赞 然后见林佑打完电话了 对林佑说道 爸爸 我们去超市买东西 然后今晚庆祝一番 好 林佑宠溺地点头 然后带着女儿儿子们 开车去了附近的大超市 这次是一家人第一次一起逛超市 六人的颜值超级高 引得超市里的人 频频回头观看 回头率100% 这颜值好高啊 是不是一家人 我看那个男孩 跟那个男人长得很像 然后跟另外几个女孩 又是一个年龄的 应该是一家人 我刚才 听到他们喊那个年纪大一点的男人 喊爸爸 可是那五个孩子 看着都是18岁啊 难道是五胞胎 天啊 五胞胎竟然长得这么漂亮和帅气 那个帅哥的基因超好啊 不仅帅 而且繁殖力超强 当他的老婆 肯定超级的幸福 进了超市后 林佑就开始买买买了 比如菜锅 电饭包 看到什么买什么 买的都是超市里最贵最好的 看得林初雪的眼皮子 一直在跳个不停 连忙对林佑压低声音说道 爸爸 这些我们家还有 不用买新的 这些好贵啊 一个菜锅 竟然要2000块 电饭包竟然要4000块 抢钱啊 林佑笑着说道 贵有贵的好 家里的菜锅的涂层 已经坏掉了 不能再用了 因为不粘锅的涂层坏掉的话 下面就是一层铝 铝加热虽然不会让人中毒 但是会破坏人的大脑神经 所以 只要是不粘锅 涂层坏掉了 哪怕是坏掉一点点 都要扔掉 换新的 还有就是电饭包 家里那个电饭包做的饭也还行 不过没有这个做的香 另外 这个电饭包是低糖电饭包 米饭里有淀粉 有大量的能量 我看你们姐妹们 每次都只吃一碗米饭 吃得太少了 应该是 想要减肥维持身材 但是用了这款无糖电饭包后 你们就可以放心地 吃米饭了 因为它的热量很低 两碗米饭的热量 等于家里那个 电饭包一碗米饭的热量 还有这个锅铲 林佑开始跟女儿讲解 这些生活小常识 这 些东西她之前都是不知道的 但是领悟了生活小常识技能后 她都知道了 这种感觉 简直是太妙了 在林佑讲解这些知识的时候 旁边在买菜锅的大妈 也纷纷跑过来听一耳朵 听完后 用手机查 发现林佑说的真的没错 给他们打开了新大路 一个个地纷纷在想 家里菜锅的不沾涂层 有没有坏掉 以及在考虑 要不要换个低糖电饭包等等 林初雪他们 都被林佑说的这些知识给惊呆了 尤其是凌晨 她满眼震惊地说道 老爸 你竟然懂这么多 我用手机查了 你说的都是真的 天哪 自家老爸是男人 而且还是超级有钱的男人 竟然懂这么多的生活小常识 而他 却一点都不懂 他觉得 菜锅只要是能炒菜就行 他觉得 电饭包只要能做出饭就行 锅铲只要可以煸炒就行 从来没想到 小小的家店里 竟然还有这么多的小常识 他太崇拜自家老爸了 上得了厅堂 下得了厨房 说的不就是他老爸吗 他也要加油 成为想他老爸这样牛逼的人 一顿买买买 女儿们没有再觉得花钱难受了 因为身体的健康比钱更贵 买好电器后 去零食区 凌晨报了一打啤酒过来 对林佑说道 老爸 今晚我们喝啤酒 庆祝怎么样 可以 林佑点头 因为今天是他们一家六口人 一起出现在同一个户口本上的大喜日子 他很兴奋激动 也想跟孩子们喝点酒 啤酒刚刚好 度数低 不仅可以喝到酒的感觉 而且还喝不醉 买了两扎啤酒 林储下拿来一瓶红酒 喜滋滋地问林佑 可以买瓶红酒回去不 女孩子不太喜欢喝啤酒 喜欢喝红酒 林佑看了一下红酒瓶 然后对女儿说道 这红酒不好 纯度太低了 等会儿 爸爸让人送好的红酒过来 是爸爸的酒庄里 自产的红酒 年份久远 十分醇厚 而女们一听林佑这话 纷纷惊呆了 老爸 你还有酒庄 这好高大上啊 爸爸 酒庄是在国内 还是在国外 爸爸 酒庄里是不是种了好多的葡萄树 到时候 我们可以躺在葡萄树下的躺椅上 举手就能摘到葡萄吃吗 林佑宠溺地笑着说道 酒庄在国内 酒庄里种了很多葡萄树 等以后你们有空 爸爸带你们过去玩 那里的环境不错 是4A集景区 老爸 那我们可以去你的酒庄玩吗 当然可以 林梦瑶他们 纷纷兴奋地讨论了起来 哪天去爸爸的酒庄玩 有说这周末的 有说下周末 还有说明天的 最后 五姐弟举手投票表决 把去酒庄玩的时间 定在了这周末 可以带小姨也一块去 然后问林佑的意见 林佑说道 可以 刚好今年还有最后一批葡萄要成熟了 就在这几天 我们过去后 可以吃葡萄 也可以品葡萄酒 还可以在酒庄里散步 林楚夏脑海里 忽然浮现出一幅梦幻的场景 自家老爸和小姨在葡萄酒庄 夕阳西夏 牵手散步在葡萄园的绿荫草地上 去酒庄过周末 比在家里过周末 更加浪漫了 也是很好的撮合自家老爸 和小姨的良机 接下来是买生活日用品 以及水果等等 凌晨的手机响了 拿出来一看 是剑模猫发来的消息 剑模猫 以后叫你凌晨了 恭喜恭喜 对了 你之前说 要给唐轻衣送猫的事 准备的怎么样了 准备哪天送 还是你只是口嗨 实际上不敢给唐轻衣送猫 我可还等着你做这件 轰动两宵的大事情了 凌晨看到这条消息 当即就回复 有钱 家事好 就是男人的底气啊 他现在底气十足 就算是追赴丹大学的 校花唐轻衣 他也毫不怂 凌晨 明天就送 剑模猫 你真勇敢 那我等着你明天 给唐轻衣送猫 再温馨提醒你一下 唐轻衣喜欢的猫 是三个月大的 饭色不恶猫 凌晨 OK 发完这条消息后 他对凌佑说道 爸 我去外面的猫社看一下 买一只猫 凌梦瑶立马说道 凌晨 你要去买猫 你自己养 还是让我们给你养 呃 送人的 送给谁 唐轻衣 凌晨十分硬气地 抬头挺胸地跟姐姐说道 凌梦瑶朝凌晨竖起大拇指 厉害 姐支持你 凌楚下笑着说道 弟弟 你真要给唐轻衣送猫 那你知道 她喜欢什么品种的猫吗 当然知道 哈哈 凌晨特自信地说道 哦 你家她好友了 凌初雪问道 还没有 极为大方地拿出手机 对女销售特豪迈地说道 扫码付款 给姐姐们花钱 有什么舍不得的 买买买 姐姐们高兴了 她就高兴 女销售笑的双眼 眯成了一条缝隙地 拿出POS机扫码 一边操作POS机子 一边笑着说道 你们姐弟的感情真好 凌先生 你生了五个好孩子 凌佑看到儿子 对姐姐们的猫买单的事 从最开始的肉痛 到后来的舍得 这个过程 她很满意 她笑着说道 嗯 孩子们的感情确实很好 买好猫 凌佑又带他们 去买了猫猫的用品 比如猫爬架 猫窝 猫碗 猫猫饮水机 自动猫厕所 脚垫猫抓板等等 爸爸 买这么多东西 会不会家里放不下呀 凌孟瑶 看着可以堆 买一个房间的猫猫用品 是既喜欢 又有点小发愁 因为爸爸买的 其他的房子 还在装修 暂时还不可以用 现在他们住的家里 四个房间 摆了床和书桌后 也没多余的空间 放这些东西了 买的时候 他们很兴奋 但是真当考虑 摆放这些东西后 他们就有些发愁了 凌佑宠溺地 在她的脑门上 谈了一下 笑着说道 家里的房子那么多 怎么会放不下呢 楼梯已经交住好 贴上了大理事踏步 你们的房间 也都按照你们之前的想法 全部装修好了 凌家五姐弟 一听这话 纷纷震惊 爸爸 家里就装修好了吗 凌孟瑶震惊万分地问道 凌晨也是 满脸不可思议 这么快 这才过去三天啊 凌储下万分感慨 这 就是金钱的魅力啊 以前我听别人装修在 城里买的平层的时候 说装修工人三天两头的不来 一个小事都能拖好几天才做好 一套三居室 从毛坯到金装修 起码得要两个月 更别说是大房子了 半年 甚至一年 两年装修都是有可能的 没想到我们家 三天就搞定了 太棒了 凌佑笑着说道 装修没那么难 原本房子就是金装修的房子 主要还是现交楼梯 需要的时间有点久 三天搞定的 其他的软装 在你们确定好设计方案后 一天就搞定了 门洞也是 打完门洞直接用木门套包裹起来 就OK 几个小时就搞定 五姐弟听完后 纷纷惊喜不已 太棒了 爸爸 那我们要现在回去看咱们的大新房子 老爸 这么多房子 我要选两个 一个作为的卧室 一个作为我练武术的地方 凌晨兴奋地说道 没问题 凌晨大写 我周末回来住 平日里 我还是住在学校宿舍里 行 一家人兴奋地坐车回家 猫猫用品太多了 后备箱放不下 店老板亲自开了货车 跟在林佑的车子后面 把东西送到了林佑女儿们商量的十楼 因为他们准备把猫舍坐在十楼的10020 整套大房间都做了全屋新风系统和中央空调 以及全房地暖和全房进水系统 进到房间里后 五姐弟都满脸震惊 尤其是之前来看过房子的林出雪 林梦瑶和林楚夏 最为震惊 因为他们之前是看过房子的 所以知道 现在和之前的强烈对比 地板全部换了 换成了更漂亮的原木地板 一看就十分的高级 之前交房自带的大白墙 也换成了白色的开放七代纹路的墙裙 和无缝墙布 灯 也换成了水晶吊灯 客厅通往阳台那里 做了一个带罗马柱的月牙型的门套 特别的符合他们的审美 客厅摆放了祖母绿的真皮圆木沙发 窗帘也做得超级好看 带了水波纹帘头 电视背景墙 做了天然大理石罗马柱 以及两边的罗马柱正中央 有一块整版的天然带纹里的 浅色天然大理石 在客厅和餐厅中间的衡量下 还做了两根圆形石心的 米黄色大理石罗马柱 全方配色和风格都是统一的 十分的赏兴悦目 且高大上 一个字 好 三个字 超级好 五个字 超级无敌好 吴姐弟口中不断地发出 咔 哇哇 等等的赞叹声 林佑看着儿女们震惊的表情 笑了 这些表面的装修 其实没花多少钱 不到两千万 这次装修里 最贵的 当属买给初雪女儿的那台 超级计算机了 花了不到两个亿 是龙国最大的超级计算机 天河系旗下的小型家 用超级计算机型号 林初雪没去看其他的 直接就跑去了他之前 跟林佑订好的 准备用来放计算机的 两个打通的大房间 看到眼前的这一台 超级计算机后 林初雪直接震惊地 倒抽一口冷气 爸爸 他颤抖着声音喊林佑 眼睛直勾勾地盯在眼前 这台超级计算机上 就跟男人看到美女一样 作为计算机爱好者的林初雪 看到眼前这台超级大计算机 甚至比他梦想中的计算机 还要大的计算机 他真的是兴奋得一不开眼了 他走进去后 看到这台计算机上的品牌标志后 他更是惊呼地跑出房间 跑到林佑面前 激动地浑身发抖地说道 爸爸 那台超级计算机 竟然是天河系旗下的 嗯 喜欢吗 林佑笑着点头 林初雪一个劲地点小脑袋 超级喜欢 喜欢得不得了 爸爸 这台超级计算机 肯定花了超级多的钱吧 还好 没花多少钱 林初雪在林佑的金钱观想 没花多少钱 应该是花了 起码有上百万吧 哇哇哇 爸爸对他 真的是太好了 有个超级具有钱的爸爸的感觉 简直是妙到了极致啊 他可以用最好的超级计算机 将来 绝对会成为计算机界的新翘楚 他一定要好好地读书学习 将来给爸爸争光 甚至做出超级大数据 可以辅助爸爸的公司 帮爸爸 更轻松地 挣更多的钱 林初夏跑去看林初雪的计算机 直接就惊呆了地再喊 天啊 爸爸 这是计算机 这确定是计算机 怎么跟他印象中的计算机不一样啊 他以为计算机就是台式电脑 或者是比台式电脑再大一点 有冰箱那么大的 但是没想到 这计算机 一片片的集成处理器 简直有十台双开门的大冰箱那么大了 上面的处理器 闪烁着绿光 一看就好高级 他完全看不懂 凌晨和林梦瑶 林诗涵也跑过去看了 凌晨用手机一搜 直接就震撼了 我去 天河系旗下的超级计算机 我过最大的超级计算机 就是天河二号 在超级计算机领域 曾经六连贯登顶世界第一 名副其实的国之重器啊 老爸买的是天河系旗下的家用超级计算机 这东西市面上根本就没得买 惊叹到这里 凌晨忽然想到 自己要做的大事 立马跑去对凌初雪说道 大姐 大姐 你赶紧学会使用这台超级计算机 到时候帮我分析模拟做卖菜 团购软件的可行性 项目通过的话 给你发奖金哦 什么卖菜团购项目 凌初雪问道 凌晨快速地跟凌初雪解释了一遍她的想法 最后说道 老爸让我写一份项目调查报告 写得好的话 那我们这个项目就通过了 就可以开始这个项目了 说到这里 凌晨望向凌佑 笑得那叫一个产妹 倒了一杯茶 送到凌佑手里 老爸 你说 对吧 凌佑看着她这殷勤的小样 笑着打了她一下 结果茶杯喝了一口水 然后说道 嗯 确实是这样 真不愧是自家儿子 网上买菜 想到要办卖菜软件 现在看到初雪女儿的超级计算机 就想到 要联合超级计算机 更快更精准地分析出 买菜团购方案的可行性 以及优化这个方案 不错 头脑灵活 超级计算机 只要给足够数据 就可以预测各种东西 比如天气变化 以及对污染 灾难 恐怖袭击等影响因素 进行模拟 甚至还能够在实验室里 模拟核爆试验 以及在生物学方面 进行基因研究和细胞模拟 是帮助人们寻找到 治疗疾病新方法的一大利器 所以 用超级计算机 模拟推算卖菜软件的可行性 是完全OK的 她那边 助理已经搜集好数据 放到天河2号超级计算机去计算了 明天就能拿到具体的 网上卖菜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林初雪对凌晨说道 我可以帮你 不过 你需要提供给我原始数据 我才可以帮你分析 没数据 就等于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没问题 凌晨比划了一个OK的手势 特兴奋地拿出手机 给她的团队成员建模猫发去消息 凌晨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们现在只需要去搜集大家 想要在网上买菜的医院数据 以及他们喜欢怎样的配送服务 以及卖菜的批发市场的摊主们 是否接受这种新型的网上卖菜方式等等数据 我就可以让我大姐 用她的超级计算机模拟出来 我们这个方案的可行性 会不会赚钱等等 建模猫 你买猫了吗 凌晨 不谈猫 谈正事啊 兄弟 建模猫 你要是明天真的去给唐轻衣送猫 我就帮你把这些数据都搞到 怎么样 还有 你可以喊我猫猫 或者默默 或者美女 但是不能喊我喊兄弟 我是女的 凌晨看到这话 抓了一下自己的一头黄毛 满脸猛逼 可 这辽机 怎么老是想看她去给唐轻衣送猫 就不能想点事业上的正事 少女都这么爱八卦吗 兄弟 她在跟她谈事业啊 就想着送猫的事了 至于建模猫说的她 只要明天去给唐轻衣送猫 就帮她搞定她说的那些数据的话 她直接就无视掉了 因为一个女大学生 怎么可能会搞得到这些 她准备做一份调查问卷出来 然后请人去发问卷 打好问卷 就送加鸡蛋等等方法 所以 她对建模猫说道 数据的事 就不用你操心了 这样 明天我去给唐轻衣送猫 你就把唐轻衣最喜欢吃的 一样食物告诉我 怎么样 建模猫 没问题 那你准备上午去给唐轻衣送猫 还是下午去 还是晚上去 上午和下午 唐轻衣应该没空 晚上她没课 也住在宿舍里 凌晨 那我晚上去送 建模猫 加油 看好你哦 晚上 夜深人静的 要把握好这难得的机会哦 凌晨看到这话 笑了 再说下去 她可就真的 要想歪歪了 明晚真是天赐良机 必须要好好把握住 不说一举拿下唐轻衣 但是 给唐轻衣留下一个 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 她凌晨是可以做到的 建模猫 猫买了吗 凌晨 买了 建模猫 有照片吗 凌晨把在猫舍里 拍的她买的这只 泛色布偶猫照片 发给了建模猫 建模猫 唐轻衣肯定会喜欢的 你眼光真不错 凌晨 那必须的 建模猫 那你明天给唐轻衣 送猫的时候 会跟她表白吗 我查过 明晚的气温很好 天晴 夜微量 还有大月亮 以及星星 还有流星 很适合表白哦 凌晨 表白 暂时不想 建模猫 你不是要追唐轻衣吗 怎么暂时不想 跟她表白呢 凌晨 时机未成熟 建模猫 你是不敢吧 咧嘴笑的表情 凌晨 谁说 我不敢的 建模猫 你要是敢明天 跟唐轻衣表白的话 那我可以再 告诉你一个 唐轻衣的秘密 很隐私的秘密哦 凌晨 没问题 发完消息后 凌晨立马去拿了一罐啤酒 打开啤酒 一拉罐的口子 然后赶紧喝了一大口啤酒 压压惊 她真是年轻气盛 几句话就被建模猫给鸡的 明天要去跟唐轻衣表白 这跟她之前的计划 有很大的出入 她还是太年轻啊 经不住鸡啊 别看她 不管是对建模猫 还是对室友们 以及姐姐们 说到追唐轻衣的事 都说得自己好牛逼一样 但是 经历过被柳月月看不上 其实那一次 她心里是受了很大的打击的 如果只是 给唐轻衣送猫的话 她当然敢 但是 说到表白 她就有些紧张了 怕被拒绝 因为她现在还没有优秀到 可以跟唐轻衣 站在一样高度的地步 建模猫这个坏蛋 肯定是想看到 她跟唐轻衣表白失败 然后笑话她 她不会让她得逞的 哼 她有妙招 林初雪他们看完房子后 超级满意 这会儿801室 802室 901室 902室 以及1001室 1002室 都全部打通连接在了一起 真的是一个超级大的家 林梦瑶 对自己的琴房超级满意 她试了下 在房间里大声地喊话 外面的林佑他们都听不见 可见 隔音效果真的超级棒 以后就算她在琴房里怎么弹钢琴 都不会影响到他人了 林初夏对自己的新卧室 和马自的书房也超级爱 完全就是按照她跟设计师说的那种感觉做的 有一个大大的书架 虽然说现在书架上还是空的 但是以后将会摆满她喜欢看的各种书籍 还有超大的书桌 书桌旁边还有一把贵妃堂椅 马自马累了的话 可以到堂椅上一边休息 一边看窗外的风景 这生活真是美滋滋的 林诗涵对自己的新卧室和书房也超级满意 她特意让设计师把她的书房 放了一张有4米长的书桌 然后书桌对面放了一个65寸的电视机 书桌后方则是放了一个大书架 这样方便她可以看书 学习各种传统手工艺的制作 也可以看电视机学习 然后在这张长书桌上做笔记 以及实践操作等等 她的梦想很大 她想把家乡的传统都用短视频拍出来 以后做大了的话 她更想把龙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东西 都拍成短视频 推送到全球 让全球人了解龙国文化 凌晨对自己的卧室和书房也超级满意 她虽然没有参与设计 但是她对房子的软妆设计 什么也没有什么要求 只要是男人住的房间 以及床舒服 好睡觉 那就没问题 而眼前的这些 明明远远地超过了她对房间的要求 卧室整体风格是科幻的 就连床 她都是第一次见这样的方式 竟然是一辆超跑 灯竟然是带着满满的科幻感的飞机灯 房间里还摆放了冲浪板 天文望远镜等等 一看就很有逼格的东西 这样的房间 简直是男孩子的最爱啊 她拍了一个视频 就发到了朋友圈 内容是 新卧室 超喜欢 请保明 陈哥 你这新卧室 我简直是羡慕炸了呀 原来床还有这样的款式 原来灯 还有这样的造型 这 才是钢铁猛男应该住的房间啊 我实名羡慕了 薛浩 我家也有点小钱 但是 特么的 为什么我的卧室 跟陈哥的卧室相比 就像是现在跟一千年后的世界相比啊 太特么的高级了 羡慕到浑身发紫了 向山 陈哥 我借用你的图 发个朋友圈 装个逼 说我同学的卧室太高级了 好想去陈哥家玩啊 发完朋友圈后 忽然有人申请 加她微信好友 点开 就看到那里写着 柳月月 申请加好友的原因是 把手机的钱转账给你 凌晨虽然现在不缺钱 但是柳月月说 要给她送钱 她没有不收的道理 当即就点了同意 然后柳月月火速地 给她转账了八千块 柳月月 以后两不相欠 让你宿舍的人 嘴巴放干净点 别总是说我 柳月月骗钱 凌晨点了收款 没回她的话 直接就把柳月月 给拉黑 删掉了 然后又是低的一声 柳月月申请 加她为好友 原因是 再说一句话 我现在的男朋友 比有钱多了 一顿饭吃1.6万 很多吗 看到这话 凌晨笑了 本来不想 加你好友 既然你这么的想找虐 那我成全你 当即 凌晨同意了柳月月的 好友申请 也没回柳月月的话 因为 以后她的朋友圈 绝对会震惊死柳月月 退出微信 她没有跟室友们聊天 而是点进了淘宝 找了一家设计调查 问卷的店铺 然后开始跟客服 沟通她 想要的问卷内容 因为 她要开始展开 她的事业了 她这个事业做成功后 她将来 身价绝对不只是 几十万 几百万 几千万那么简单 破译都是 轻轻松松的事 女儿们看完房子后 去给猫猫们搬新家 一个个都十分的开心 林佑则是提着菜 去了八楼新做的厨房里 801和802的厨房 是挨着的 装修的时候 直接把这两个厨房打通了 两个厨房打通后 厨房就大了 有16平方米 嵌入室的整箱烤箱 两台洗碗机 垃圾处理器 调味拉篮 转角拉篮等等 都做了全套 吊柜里装的 也都是升降拉篮 还有一整面的零食柜 抽油烟机 也是最高档的 不会让厨房里有一丝的油烟 吸油烟的能力十分强劲 就算是炒辣椒菜 也不会把厨房里和家里 搞得一片嗆味 冰箱已经从901 适宜到这里了 在901和902 打通的阳台那里 还放了一个超大冰箱 可以直接养海鲜 比如各种大海里的鱼 大闸蟹 小龙虾等等 都可以养 养个十多天 都不会死 生活质量 确实是提升了 一大大的档次 林佑系上围裙 开始忙活今晚的饭菜 听起了可视电话的声音 林佑对着冰箱说道 小智接电话 好的 主人 当即 冰箱的面板上 就出现了唐世泽的身影 冰箱放的位置 可以看到 此时正记着围裙 开始切牛肉的林佑 老林 你又在做菜 唐世泽惊讶地问道 他之前以为林佑说 做饭菜给孩子们吃 是一时兴起的念头 做个一两天 应该就会让厨师做了 没想到 林佑竟然还在亲自做饭菜 这是真的要当奶爸了 嗯 找我什么事 林佑把牛肉切片 菜刀到了他手里 就跟人刀合一了一样 十分地得心应手 那切菜的画面 看着视频这段的唐世泽 直接震惊地目瞪口呆 我去 老林 你的刀工竟然这么好 他家里的主厨的刀工 也没有林佑切得这么的利索 和赏心悦目 当厨艺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后 不管是洗菜 还是切菜 还是炒菜 那都是满屏的艺术 给你露一手 说着 林佑左掌一拍砧板 顿时 砧板上已经切成片的牛肉 全部震飞到了空中 林佑右手在空中 一片片的牛肉上 刷刷的划刀 划刀是可以让牛肉 更好的入味 这一手 看得唐世泽目瞪口呆 嘴里不断地发出惊叹声 牛逼 牛 牛 高手 我去 我去 老林 怎么几天不见 你就这么牛逼了 还是你以前藏得太深了 肯定是你以前藏得太深了 这么厉害的刀工 不是一个月两个月能学会的 林佑拿过菜锅 就把空中已经划过刀的一片片牛肉 全部装到已经热了油的菜锅里 菜锅放到灶台上后 立马发出了呲呲呲的牛肉 被煎炸的好听的声音 以及飘出了煎炸牛肉的香味 一切动作都做得十分的行云流水 看得唐世泽叹为观止 最后唐世泽干脆把自家老婆 沈秀琴喊过来 观看林佑做菜 沈秀琴看到后 震惊呆了 林佑 你厉害啊 你这比我抱的那个厨师 培训班的厨师 厉害得不知道哪里去了 我可以录视频吗 可以 林佑笑着说道 沈秀琴开始录评 然后搬过小凳子 拿着笔记本和笔 一边认真的看林佑炒菜 一边认真的做笔记 唐世泽看到这一幕 十分满意地笑了 希望自家老婆 能学到一点林佑的真传 这样以后 可以做给林辰这个女婿吃 唐世泽跟林佑聊正事 老林 最近我女儿 跟我说了网上卖菜的事 我觉得这个事很不靠谱 她还让我去给她搜集 现在在网上买菜的人的数据 你听过网上卖菜这个事不 听过 自家儿子提出来的概念 她能没听过吗 哈哈 那你觉得怎么样 有前途不 我看我女儿很看好这块 要做的样子 这个我不发表意见 林佑说道 可 我就知道 这网上卖菜的是不靠谱 大家都习惯去超市 菜市场买菜 不仅能买到便宜的 而且还能买到最新鲜的 还可以挑选菜 谁会喜欢去网上买菜呢 尤其是那些蔬菜 特别的容易坏 快递个几天 到买家手里 估计都已经坏掉了 到时候 又要赔钱给买家 这完全是赔钱的买卖 不支持她做 林佑笑笑 没说话 因为生意场上的事 就跟买股票一样 对方问你 这只股票能买不 你说可以买 到时候股票涨了 对方只会觉得 是自己有眼光 选中了这只股票 到时候股票要是跌了 对方就会觉得 都是听了你的话 买了这只垃圾股 左右都做不了好人 最好的方法就是 笑 不细聊 不给意见 乔木秋那边 他接到了一通电话 乔老师 明天上午十点有空吗 电话是中海铁路局的局长 爱兰打来的 什么事 我们准备在高铁站 实行人脸识别近站 和出站的出站的出行方式 这可以大大的提高旅客们 坐高铁的舒适感 只是我们今天在 调试人脸识别的时候 发现还是有些问题 精准度不够 我们找了一对双胞胎 做了测试 发现他们俩测试的结果是 同一个人 所以 想请你这个高手 来我们局里 帮我们看看这个人脸识别系统 怎么优化一下 可以做到精准无差别的识别 乔木秋说道 行 明天上午十点 我过来一趟 好嘞 优化成功了的话 我会给乔老师 申请一笔五万块的奖金 艾兰兴奋地说道 嗯 正好这周末 要去见灵佑哥哥和初雪他们 除了自己给灵佑特做的 那个特别的礼物外 她也想买点珍贵的礼物 送给他们 珍贵的礼物需要钱 所以这笔款 她就不推举了 林梦瑶他们这边 这会儿 他们已经把猫猫们的用品 全部放到房间里 摆放好了 猫猫也放到了房间里 四只猫猫 都是小母猫 一出笼子 立马就撒欢了 有跳进猫爬架里的 有跑去饮水机那里喝水的 还有跑进猫窝里 以及有跑到猫床上去伸懒腰 躺着舒服地睡觉的 林诗涵买的那只梨花猫 特别地彪悍 朝着放了罐头的柜子跳 小爪子还想去试图拉开柜门 喵 喵 四只猫一进房间 把整个猫窝都盘活了 林家四姐妹 纷纷拿出手机拍照 先拍四只猫的全家福 然后再拍他们各自自己的猫 各种拍 因为在猫舍里的时候 养猫专员们 已经给他们喂过中饭了 所以 等到晚饭时间 再给他们喂食就行了 猫也不能毫无节制地喂吃的 要不然 它们会长胖 胖嘟嘟的猫很可爱 但是胖会导致 它们身体有各种疾病 就跟人一样 人也不能过胖 过胖极为有可能 伴随有高血脂 高血糖 脂肪肝等等疾病 拍完照片后 四姐妹纷纷发了朋友圈 林初雪 我的小白到了 林梦妖 我的小可爱到了 林诗涵 瞧我的小黎度霸气 以后肯定是看家护院的能手 林初夏 瞧我的小萌 多贵气 一定可以 给我带来好运的 我要新书爆炸 火上天际 四姐妹的朋友圈一发 再次震惊朋友圈 林初雪的朋友圈回复 初雪 这是你家的猫舍吗 好高档啊 以后可以来你家参观 撸猫吗 太可爱了这些猫 这是一只波斯猫啊 这种猫 只有富贵人家才养得起啊 太娇贵了 林梦妖的朋友圈回复 我的个天啊 梦妖 你爸爸好宠你们啊 竟然给你们四姐妹 专门腾出一个房间来养猫 太奢侯了 现在中海的房价 可是寸土寸金啊 我想说 猫的待遇都比我舒服 我想当梦妖家的猫了 林初夏的朋友圈回复 太太 什么时候更新啊 刀片已经在寄往你家的路上了 太太 别撸猫了 赶紧去马自更新 要不然 我们就要把你关在小黑屋里 马一千字 喂一口饭了 林诗涵的朋友圈回复 不 太逗了 一只土猫 也拿来笑 还把自己的土猫 辟进了高档猫舍里 我要把今天中午 吃的饭都给笑出来了 林诗涵 你的审美太差了 要辟图 也好要辟一只名贵的波斯猫 不偶猫这些 竟然辟了一只土猫进去 果然是装逼都不会啊 求求你下次辟图炫富 先咨询一下我好吗 我保证会让你的辟图完美 不会暴露出你是乡下人的身份的 你这土猫 和这高档温馨的猫舍 真的是太不大调了 楼上 你们的嘴巴 怎么这么多啊 是开过光吗 这是梨花猫 很金贵的好不 这只猫 我估计得好几万呢 不要总是重阳媚外 我们的田园猫 土猫怎么了 比国外的那些猫有灵性 忠诚多了 你们这些loser 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人家林诗涵的家境 已经显著提升了 你们还停留在之前的水平看人 真的是low爆了 这晚 林诱给儿女们 做了一顿十分丰盛的晚餐 大家一起吃吃喝喝 气氛极为热闹 而女们一个个的 聊着自己对未来的构想 凌晨想要尽快把卖菜项目 做出详细的调研报告 交给林佑 林初雪想多学计算机知识 去参加各种计算机的比赛 从跟别人的比赛中 疯狂地学习对方的知识 茶落补缺等等 林梦瑶没有远大的抱负 想上课之余 学学钢琴 然后就是练车 林诗涵想要做未来短视频的一解 说未来 短视频绝对会是主流 说自己要把家乡 甚至龙国的文化都宣传出去 各种豪情壮志 林初夏也有远大的抱负 希望自己写出一本 超级火爆精彩绝伦的小说 然后出版 卖影视版权 动漫版权 游戏版权等等 全方面开花 甚至可以拍出电视剧 请自己醉喜 欢得明星来拍 林又听着儿女们说起未来的时候 脸上那洋溢的激情 兴奋 期待 憧憬 暖暖的笑意的表情 十分暖心窝地喝了一杯酒 然后望向窗外的天空 心里在说 乔冉 你看到了吗 我们的儿女们的未来 绝对会是波澜壮阔的星辰大海 要是你在的话 那就更好了 这样 我们一家就是真正的大团圆了 想到这里 林又又碰了碰身边空座位前的餐桌上 摆放的酒杯 这是给乔冉留的位置 放了一只酒杯 和一双筷子 以及一个饭碗 温馨的画风 随着林初夏 悄悄地把红酒和啤酒混合到一起喝了后 就变了 因为林初夏喝醉了 喝醉后的少女 真的超可爱 起身 一脚踩在椅子上 一手特萨地拍着林又的肩膀 说道 这位帅哥 你长得这么帅 出门在外很不安全的 不过有我在 不用怕 你只要认我做大哥 我保证没有一个人 敢打你的主意 走走 我送你回家 乔家四姐弟看到这一幕 直接傻眼了 四姐这是 喝醉了 凌晨惊讶地问道 竟然敢拍着老爸的肩膀 说让老爸认他做大哥 真是好家伙 大儿真大 林初雪抬手扶鹅 假装没看见 林梦咬眨了眨眼睛 然后默默地扭过头 装作没看见 林诗涵对林又说道 爸 四姐喝醉了 我扶她 去房间里休息 林又看着喝醉的女儿 哭笑不得 对林诗涵点了点头 林诗涵要去扶林楚夏的时候 林楚夏豪气得一摆手 我没喝醉 大声地喊 我真没有喝醉 我还可以喝 来 划拳 谁输了 谁喝酒 继续 继续 林家三姐妹 见林楚夏越来越醉了 赶紧一起制服住林楚夏 把她从餐厅带去了房间 林又和林晨 一起收拾碗筷 当林又洗碗碗 出来的时候 看到客厅里 林楚夏竟然跳到了沙发上 手里拿着遥控器 在那里异常兴奋地 听着电视里 放着野狼disco的音乐 左右摆动跳舞 仿佛人生已经达到了巅峰 人生营到达了高潮 嘴里也没停着 再兴奋地破音唱歌 心里的花 我想要带你回家 在那深夜酒吧 哪管它是真是假 唱到这里 它又变音了 指点江山一般的 指点着另外三个笑喷了的姐姐 继续唱 全场动作必须跟我整齐划衣 来 左边 跟我一起划个龙 在你右边 划一道彩虹 走起 来 左边 跟我一起划彩虹 在你右边 再画个龙 凌晨看到这场面 感觉今晚家里会寸草不生 喝醉酒后的女生 真的是太可怕了 她赶紧对林佑说道 爸 今晚我先回去 等周末的时候 我再过来住 说完 她急忙就跑了 生怕明天四姐酒醒后 知道自己喝醉酒后的明场面 被她看到了 不知道要给她穿多少小鞋子 刘为上策 走之前 她去楼上 把明晚要送给 唐清一的猫带走了 决定明天绝对不回来 等这事过了 再回来 林佑看着喝醉酒后的女儿 这可爱的模样 也没去阻拦 让她疯吧 疯也是一种情绪的发现 她默默地拿出手机 开始录视频 决定明天给 储下女儿 好好地看看 她今晚的表现 她还是低估了 喝醉酒后的女孩的可怕 因为林储下 要开始跳钢管舞了 她连忙放下手机 去了厨房 给她煮醒酒汤 客厅里 一直传来梦谣 诗寒 初学女儿的爆笑声 煮好醒酒汤 端到客厅里来的时候 储下女儿 还在继续折腾 不过这会儿安静了 但是看到 她手里拿着的口红 以及她怀里抱着的 喵喵叫的小萌萌萌 她的嘴角抽了抽 因为林储下 正在用口红 给通体雪白的小萌化妆 并且嘴里还在说 乖 化妆化好了 你就是最漂亮的公主 爸爸 林家三个女儿 见林佑来了 纷纷喊道 林佑点点头 爸爸给储下煮了醒酒汤 她这是悄悄地 把啤酒和红酒 混在一起喝了 酒不能混着喝 不仅容易喝醉 而且对位也不好 来 储下 这是糖水 林佑把醒酒汤端 到林储下面前 糖水 我要喝 我要喝甜甜的糖水 林储下立马扔下口红 接过林佑手里的汤碗 端着汤碗 林储下就大口大口地喝 喝完后 她把碗放到茶几上 擦了擦嘴角说道 好好喝 我还想喝 只是下一秒 她眨了眨眼睛 就倒在了沙发上 呼呼地睡着了 三个女儿松了一口气 纷纷朝林佑竖起大拇指 爸爸 还是你最厉害 四妹可算是消停了 要不然还不知道 她今晚会不会把家里 到处都捣乱一遍 明早四妹醒来 我们把今晚她做的事 都告诉她 不知道她会不会想去撞墙 我可期待明天了 林梦瑶笑着说道 林初雪和林诗涵 脸上均有笑意 林又也笑了 然后对女儿们正色地说道 初雪 梦瑶 诗涵 以后你们在外面 不管什么情况 都不要喝酒 三女纷纷用力地点头 绝对不喝酒 这喝醉酒后的明场面 太恐怖了 第二天起来 估计得后悔的肠子都清了 第二天一早 林初夏醒来 来到客厅里后 在客厅里读英语的林初雪 林梦瑶 以及林诗涵 纷纷表情一样地看向她 然后林梦瑶 说起她昨晚喝醉酒后 做过的事 还把昨晚拍的照片 给了她看后 林初夏直接傻眼了 然后拿过一个抱枕 就在沙发上嗷嗷叫 天哪 昨晚她喝醉后 竟然那么失态 林梦瑶还跟她说 昨晚她拍着林诱的肩膀 让林诱认她做大哥的事 她直接就一脸地 生无可恋了 我 我错了 别喊我吃早饭了 我以后再也不喝酒了 说完 林初夏就抱着枕头 挡住脸 急急地往自己房间跑 在路上 碰到刚好从房间里 出来的林诱 她不好意思地 看了一眼林诱 就赶紧捂住脸 直奔自己房间 快速地把房门关上 林诱笑了 哈哈 林诱陪女儿们 吃完早餐 女儿们全部出门 去上学后 她拿出手机 点开王健健的微信 聊天界面 躺着一个地址定位 中海铁路总局 这是昨天 王健健跟她谈的项目 所在的地址 是一个铁路总局的 基建项目 她给王健健 发去消息 中午12点 今天女儿们上午和下午都有课 中午她们 就在学校食堂里吃了 她上午要去一趟公司 开一个调研会议 因为今早助理 给她发来消息 凌晨提议的那个 网上卖菜项目的 可行性分析报告出来了 来到公司的办公室 张特助连忙 把这份报告递给林诱 她已经有连续 四天没见过老板了 今天可算是见着了 果然啊 四天没见 老板看着 比以前更年轻了 整个人精气神十分好 朝气蓬勃 跟以往完全不一样 以前的老板 老练 严肃 刻板 一看就让人望而生畏 不敢再看第二眼 现在的老板 一个自帅 甚至可以说是 阳光大男人 嘴角竟然还带着微微的笑意 让人看了 就一步开目光 简直就是个帅气的 大暖男形象 刚才同事群里都炸开锅了 纷纷都在讨论 老板是不是还了个人了 同事 老板这是恋爱了吗 不对啊 以前老板谈恋爱的时候 也不是这个样子 同事 B 我听说 老板这是找了五个女朋友 而且还都是上到 老板户口本上的那种 同事 C 真的假的 五个女朋友 老板这也太强了吧 我一个老婆 七个月都快要交不起公粮了 都被工作榨干了身体了 泪奔表情 同事 弟 老板不愧是老板 就是不一样 羡慕 林佑快速地看完手里的分析报告后 就让助理下命令开会 在会议室 投资团队的骨干们 一个个地发表自己的想法和意见 林总 我觉得网上卖菜可行 唯一的缺点 就是烧钱 现在城镇化已经很明显 城市里的房子 大部分都是高楼 以小区为单位 小区可以说类似于以前的村 而且会比村更集中 尤其是有高层楼盘的小区 只需要一个类似于存放快递的 素衣地的地方 摆放几台冷线机器 然后按照素衣地的取菜方式 取菜 这样的话 可以大大的节省大家的时间 现在很多上班族 上班回家前 还要去一趟菜市场选菜 排队结算 再回家 如果有了网上卖菜软件后 那么 他们只需要在公司 利用空闲时间 用手机在网上下单 他们要买的菜 然后回到小区后 到小区专门的取菜处 平马 取走他们的菜 大大的节省了 他们买菜的时间 节省时间是第一点 最重要的一点 我们需要把菜的价格打下来 只有真正的价格便宜 菜的质量又过关 以及给大家节省时间 这件事 才能真正地成功 但是 价格战 是现在十分烧钱的一场大战 因为 如果我们介入网上卖菜平台 就会抢走小区周边超市 菜市场 小菜铺很多的生意 势必会进入如火如荼的价格战中 去年出现过小黄车价格战 构想确实是很好 价格也便宜 也十分方便大家 大家也喜欢用 但是 烧钱烧不起 导致研发出小黄车的公司 最后落到被惨淡收购的结局 所以 我觉得网上卖菜的投资行为 不建议加入 林总 我觉得可以加入 我的想法是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 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用户 有用户 就有流量 就有源源不断的广告收入 只要我们把这块市场做大 到时候肯定会有很多跟风 就可以给大家培养出一个 网上买菜的习惯 就好比现在培养出来的 网上购物的习惯一样 如果我们的网上卖菜软件的流量 达到了一定的数 我们不止 可以卖蔬菜 卖水果 卖同城新鲜现代的猪肉 还可以卖生活用品 花卉 衣服 甚至家具家电数码等等 都可以卖 类似于最后可以做成一个 全品位的网购APP大平台 网购平台现在多赚钱 大家也都看到了 淘宝每年的总交易额 都在节节攀升 去年双11 景天猫平台单日的交易额 就高达912亿 所以我的建议 是可以加入 因为网上卖菜模式跟小黄车 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变现模式 此刻 在中海铁路局 乔木秋对着电脑 对人脸识别系统 做了一番优化后 他对局长爱兰说道 再找双胞胎来测试一下 我收集一下数据 再做几次调整 好 爱兰喊来长得一模一样的双胞胎 测试刚刚乔木秋 优化了一次的人脸识别系统 虽然结果还是 两人是一个人 但是乔木秋在收集数据 然后一遍遍地做调试修改 分辨得出来双胞胎是两人 而且可以精准地分辨出 哪个是姐姐 哪个是妹妹 测试完这个后 乔木秋又让爱兰 找一个整过容的人 过来做一下测试 这样可以 让这个系统更加的智能化 林佑那边会议开完 他坐车 让司机开往中海铁路局 进入一个全新的市场 不是一次会议 就能拍板下来的 不过这次会议 让他看到 自家儿子的能力 确实很不错 很有眼光 至少 他是看好网上卖菜的市场的 手底下的人 一共有三种意见 一种是支持做 一种是不支持做 还有一种则是说 保持中立 先等别家做了之后看效果 然后直接抄作业 他让这三批人 分别去做各自的方案 支持做的 做出具体的可行性方案的分析 以及推广策略 不支持做的 做出不可行的方案的分析 保持中立的 也需要做一份 有哪些公司 已经看上了网上卖菜的蛋糕 并且有想法去做的 他只需要做最后的决策 具体的落实方案 全部交给公司里专业的团队去做 叮叮 手机响了 是王健健打来的电话 林佑接起 老林 我已经到中海铁路局了 就等你了 王健健笑着说道 嗯 十分钟后道 好嘞 王健健大喜 十分钟后 林佑的车子 开到中海铁路总局门口 王健健早在门口等候 看到林佑的车来了 连忙笑着走过来 两人见面 一起走进中海铁路总局 中海铁路总局局长艾兰的秘书 对林佑和王健健礼貌微笑地说道 林总 王总 两位这边请 我们局长已经在办公室等候两位了 林佑和王健健点头 当秘书带着两人来到艾兰的办公室的时候 艾兰正激动地给了乔木秋 一个大大的拥抱 并且毫不吝啬地夸赞道 乔老师啊 你可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哈哈 太棒了 全部搞定 完美优化了这个人脸识别系统 你都不知道啥 只给了我一周的时间 让我尽快搞定 要不然就让有能力的人来搞 这次我可是欠了你一个大人情啊 说 今晚你想吃什么 随便点 我请客 乔木秋说道 请客就不用了 我今晚部队里还有事 那我走了 说着 乔木秋就拿起黑色公文包 正准备转身离开 忽然 他就看到了走到门口的林佑等人 他的目光 直接就落在了林佑身上 最后落到林佑的脸上 他的心 在这一刻 突然就有如装了一台马力全开的发动机一样 扑通地跳个不停 几乎要跳出嗓子眼 他的美眸 也一瞬间瞪得最大 脑海里想的是 天啊 怎么在这里遇到了林佑哥哥 我今天早上有没有洗头发 我有没有化妆 我的头发有没有凌乱 我的脸上 有没有脏洞性 我穿的迷彩服 有没有显得我很肥胖 我的帽子有没有戴外 我有没有吃口香糖 嘴里香香的 啊 脑袋顿时就乱成了一锅粥 彻底的当机了 不会思考了 他好想跑 跑掉 然后重新打扮后 再光鲜亮丽地出现在林佑哥哥面前 谁来救救他 他以为 今天只是来给爱兰优化系统 早上头发倒是洗了 但是没化妆 衣服也穿在部队里 发的统一制服 头发也只是随意地扎了个简单的马尾 更重要的是 自己戴的是一个黑色的公温包出门的 肯定会给人一种很严肃 刻板的女人形象 而不是小家碧玉的温柔女人形象 他之前幻想过的18年后跟林佑哥哥的重逢浪漫场面 就这样的梦碎掉了 他好想 面前立刻出现一个地洞 然后藏进去躲起来 不让林佑哥哥看到他 林总 王总 你们来了 爱兰热情地笑着走过去 跟林佑和王健健打招呼 然后拍了拍乔木秋的肩膀 对两位老总介绍到 给你们介绍一位超级优秀的计算机高手 乔木秋乔老师 他是驻扎在我们中海的战刃特种部队的少校 年少有为啊 乔老师 这位是林氏投资集团的老板林总 投资广泛 比如腾讯 阿里巴巴 百度等等 都有他的投资 是十分优秀的企业家 这位是万达集团的董事长王总 万达广场是他家集团旗下的产业 也是十分优秀的企业家 爱兰给双方互相介绍 林佑的目光落到乔木秋身上 刚才进来一看到他 他还以为自己看到了18年前的乔染 然后回想之前处下女儿 给他看的乔木秋的照片 他就知道 眼前的女孩是乔染的亲妹妹乔木秋了 小丫头见到他后 很明显也认出了他 他那震惊的眼神 再配上他绝美的小脸 有一种很强烈的反差萌 超可爱 如果不是这里有很多人 他还真想掐一下他这小脸蛋 跟他说小秋秋 好久不见 爱兰发现了林佑和乔木秋之间的眼神 笑着问道 林总 乔老师 你们俩认识 王尖尖目光在林佑和乔木秋之间来回看 笑着说道 不介绍一下 林佑说道 木秋是我孩子的亲小姨 这话一说出来 王健健和爱兰都惊讶到了 王健健惊讶的是 林佑的孩子的亲小姨 是乔木秋 长得这么漂亮 再加上林佑的基因 那林佑家的五个孩子 那不得漂亮到天际了 妥妥的笑花 笑草 这让只有一个长相不咋地的儿子的他 羡慕极度啊 爱兰惊讶的是 乔木秋竟然是林佑的孩子的亲小姨 也就是说 乔木秋是林佑的小姨子 她从来不知道 乔木秋竟然有只妖牛逼的亲戚啊 看来乔木秋一直藏得很深啊 不对 乔木秋是林佑的小姨子 那林佑就是乔木秋的姐夫 也就是说 乔木秋的姐姐和林佑在一起生了孩子 可是 乔木秋的姐姐乔冉 已经去世18年了 这 不过她不是个多话的主 当即就笑着说道 这么说 大家都是认识的 这可太好了 林总 王总 我先去送乔老师 麻烦你们俩位等我一下 林佑开口说道 木秋 现在是中午12点 距离你们上班还有两个小时 你还没吃中饭吧 我们先去吃个饭 艾局长 你和王总也没吃饭 今天中午我请客 艾兰和王健健 立马就爽快地答应了 而且还特别拾去地走在前面 把时间和空间 留给林佑和乔木秋 两人都是过来人 一下子就看出来 林佑和乔木秋 应该是有很多年没见面 有很多的话要说 临走前 王健健还特意说 我和艾局长先去点菜 艾兰和王健健走后 办公室里 只有林佑和乔木秋 林佑哥哥 好久不见 乔木秋看向林佑 尽量让自己不要紧张 其实他这会儿 真的很紧张啊 因为完全就没有准备 嗯 要不要吃颗糖 说着 林佑从裤兜里 拿出一颗薄荷糖 递给乔木秋 他平日里喜欢抽烟 但是自从跟女儿们 住到一块后 他就尽量地控制自己 不要抽烟 因为家里太温馨了 又有香甜的气息 但是加上烟味的话 就会破坏了那种感觉 外加 他也知道 吸二手烟对人的伤害 比直接抽烟的人还要大 吸二手烟 就是坐在抽烟的人附近 被动吸进去空气中的烟 叫吸二手烟 从开始控制抽烟后 他就随身携带薄荷糖 在家里想抽烟的时候 就吃颗薄荷糖 乔木秋接过薄荷糖 纤细白皙的手指 缓缓地剥开糖衣 脑子里却是止不住地在想 林佑哥哥 为什么给我吃薄荷糖 难道 林佑哥哥 是想跟我接吻 啊 我不会接吻 怎么办 等会儿 我要闭上眼睛 嗯 电视剧里都是这么演的 闭上眼睛就可以了 刺 痛 乔木秋赶紧捂住脑门 抬头看向弹了他脑门的林佑 林佑笑看着他 在想什么呢 包糖都不会了 说着 林佑就拿过他手里的薄荷糖 然后拨开糖衣 把糖送到乔木秋的嘴边 乔木秋双眸正正地望着林佑 乖乖地张开嘴 林佑把糖味到他嘴里 然后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去吃饭 乔木秋闭上嘴巴 嘴里的薄荷糖的良意 让他瞬间恢复了点精神 赶紧收回视线 懵懵懂懂地跟在林佑身后 小秋秋 刚才爱局长说 你是超级优秀的计算机高手 帮他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很优秀啊 林佑一边走 一边说 还好 乔木秋腼腆地回道 他慢了林佑半步 眼角的余光总是不受控制地 朝着林佑撇过去 林佑是老司机 哪里会不知道乔木秋在偷看他 进了电梯后 乔木秋站到电梯按键的位置 但是因为脑袋 还处于江湖当机的状态 完全忘记要输入数字下楼了 目光始终看着面前的电梯里的镜面 因为从镜面里可以看到林佑 林佑凑过去 单手从他的脑后撑在他面前 强烈地独属于林佑的男性气息 立马席卷了他 他惊恶地抬头 就看到林佑正带着浅浅的笑意看着他 小秋秋 我发现你状态不在线 在想什么呢 迷迷糊糊的 你忘记按电梯了 啊 乔木秋赶紧去按电梯 但是不知道自己要按紧 林佑捉着他的浩白手腕 就在一那里点了一下 然后松开了他的手腕 俯身凑到 他耳朵边滴滴地说道 想看我 你可以光明正大的看 说完 林佑就起身 回到了之前的位置 我 我没有 乔木秋想反驳 可是他看向林佑的时候 林佑指了指他之前 看的电梯镜面 他的小脸 一下子就爆红了 赶紧扭回头 看着河上的电梯门 假装镇定 内心却在不断地念清心咒 眼观鼻 鼻观心 色不易空 空不易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两人出了电梯 迎面走来一个认识林佑的女人 目光落到乔木秋身上 然后一脸暧昧地看向林佑 说道 林总 这次换口味了 林佑知道对方是误会了他和乔木秋的关系 他说道 不是你想的那样 哦 我懂了 我就不打扰林总约会了 上次那个项目 还希望林总能够再考虑考虑一下我们公司 女人一脸暧昧地说完 就十分识趣地踩着高跟鞋走了 乔木秋知道自己和林佑的关系 被人误会了 他心里竟然觉得异常的甜蜜 又想悄悄地去看林佑 但是想到刚才林佑说过的话 他怕自己偷窥林佑会被林佑发现 他就赶紧止住了自己想看林佑的念头 改为了低头看自己的鞋尖 恰好此时 有工作人员捧着一堆材料匆匆走过来 如果是抬头走路的人 就会停下来 让这人先过去 但是乔木秋正低着头 看着自己的鞋尖走路 完全没有停下来 眼前看着两人就要撞上了 林佑忽然揽住乔木秋的细腰 一个旋转 就把他抱到了一边 乔木秋恶然抬头 刚好看到捧着一堆材料的工作人员走过去 如果刚才不是林佑哥哥抱走他 他就跟那名工作人员撞上了 谢谢林佑哥哥 乔木秋赶紧从林佑的怀里出来 不敢直视林佑的说道 林佑无奈地宠密地说道 你呀 走路不看路 我牵着你走吧 说着 林佑很自然地牵起乔木秋的小手 就往外走 乔木秋侧过头去 刚好看到林佑的侧脸 正午的阳光恰好打他的脸上 为他身上镀上了一层金光 整个人看起来异常地高大帅气 就像是从偶像剧里走出来的男主角 帅炸裂了 man爆了 完全就是他的真命天子 一路走进饭店 乔木秋的脑袋还是猛的 还好走进包厢前 他清醒了一点 趁着林佑去开门的时候 他站到了林佑的身后 林佑打开门 准备去牵乔木秋的小手的时候 发现小丫头已经退到他身后了 哈哈 看来是因为要见到熟人 害羞了 懂 他走进包厢 艾兰和王健健已经点好菜 上好菜了 餐桌是一张长方桌 艾兰和王健健坐在一边 另外两个位置 则是在他们俩的对面并排在一起 俨然是特意给林佑和乔木秋留的位置 两人见林佑和乔木秋来了 赶紧起身招呼 林佑和乔木秋坐下 林佑坐在王健健的对面 乔木秋坐在艾兰的对面 艾兰在给大家倒酒 乔木秋说道 我今天开车来的 不喝酒 王健健笑着说道 没关系 等会让林总送你回去 林总今天带司机过来了 林佑正准备开口 让乔木秋别喝酒 毕竟昨晚处下女儿喝醉酒后的样子 她是亲眼见过的 谁料 乔木秋一听王健健的话 突然就主动地 把酒杯放到了艾兰面前 林佑看到这一幕 笑了 然后对艾兰说道 少到点 艾兰没给乔木秋到多少 其实还是酒桌文化 谈生意不喝点酒 总是感觉差点意思 她肯定不会让大家喝醉的 给乔木秋倒好酒后 她笑着说道 林总给木秋少倒的 就都倒给你了 没问题 木秋 林总对你真好啊 还帮你喝酒 艾兰笑着说道 王健健也附和道 我可还从来没有见林总 在酒桌上帮哪个人喝酒的 乔小姐今天可算是 让我大开眼见了 林佑和乔木秋没过来的时候 王健健已经找艾兰套话了 艾兰说的不多 不过也表明出来 乔木秋的姐姐 已经去世多年了 王健健作为男人 立马就懂了 当即就想撮合一桩美好姻缘 希望能投对林佑的喜好 以后找林佑投资 更好说话 面上 乔木秋虽然让人看不出 她的情绪 一直都是高冷的表情 其实她心底里 已经第N次想要去看林佑了 被她的理智给死死地压制着 才没有做出去看林佑的举动 与此同时 她心里的小路也在乱撞 脑海里全部回响着一致的声音 林佑哥哥在酒桌上 只帮我挡过酒 林佑哥哥在酒桌上 只帮我挡过酒 兴奋的她浑身都紧绷了起来 如果不是因为 这里有这么多人 她真的想要兴奋地再哥再武了 接下来 举杯 碰杯 喝酒 吃饭 一边吃饭 艾兰开始跟林佑和王健健 说起这次的护横星高铁 修建一事 因为这是龙国首次邀请民营企业 进入铁路市场修建高铁 而且 这条护横星高铁 也是定制的路线 不是所有的路线 民营企业都可以参加 所以说 这次这个机会 确实是十分难得 外加护横星这条高铁路线 是在人流量十分发达地区 所以基本上 只要这条高铁修成了 那肯定是赚钱的 能够参与投资 这条高铁路线的民营企业 也需要经过政府审查 正审通过 才可以参与投资 林佑和王健健 两人的企业 是可以参与投资的 整条高铁路线 全长288公里 总投资预计460亿 全部由民营企业来投资 艾兰是组织这次民营企业 首次投资高铁示范项目的负责人 现在已经有8家民营企业准备投资 共投资金额300亿 每家企业投资37.5亿 还需要160亿的投资金额 原本艾兰在想 还得至少拉4家 企业参与投资 现在看到王健健带来的林佑 她准备今天不管使出浑身解数 都要把林佑拿下 争取 林佑把尾款全部扫了 因为林佑 有这个雄厚的资本 酒桌上谈生意 艾兰早就把企划书准备好了 一一把企划书 发给林佑和王健健看 林总 王总 这次这个项目 真的很难得 而且肯定是赚钱的 护衡新高铁所经过的路段 都是繁华富裕的地区 而且人口流动量巨大 想不赚钱都难啊 一顿饭吃完 生意也谈得差不多了 林佑和王健健都表示 回去后让投资团队做出分析 到时候给艾兰电话 艾兰知道 这是八九不离十 笑得何不拢嘴 趁着王健健和林佑 走在前面的时候 他拍了拍乔木秋的肩膀 对他眨了眨眼睛 压低声音说道 乔老师 今天可真得好好感谢你 你真是我的贵人 这条高铁路线 肯定是赚钱的 而且还是长久的赚钱 只是一家企业 要拿出几十亿 甚至上百万亿的资金 他们都会慎重再慎重 外加 这条高铁路线经过的地区 地形主要以山川丘鹤为主 这也为高铁的建设 带来了难度 导致他修建的时间 明显的要增多 回报的时间 会相对来说要晚一些 前面八家企业 我都是磨破了嘴皮子 才招到的 耗时半年 没想到 这才跟林总和王总 吃一顿饭的功夫 两人就有了投资意向 而且 王总投资四十亿 林总投资一百二十亿 我顿时就感觉到 浑身清爽了 说到这里 艾兰又看了一眼 走在眼前的林佑 暧昧地对乔木秋说道 我刚才给你打听到消息了 林总虽然以前 谈过不少的女朋友 但是 每次都是谈得很认真的 每次也都是和平分手 没有一个前女友 在分手后 说过林总的坏话 这次机会 你可得好好地把握住啊 像林总这么优秀 又帅气还单身的男人 过了这个村 可就没那个店了 最主要的是 你是孩子们的小姨 你和林总走到一块 那你姐的孩子 也就不会有后骂了 多好的事 而且 你们俩很有夫妻相 很般配 作为女人 她看得出来 乔木秋对林佑 有那方面的想法 她也是真心地希望 乔木秋这样优秀的女孩 能找到个好归宿 她以前的女朋友 是什么类型的 鬼使神差的 乔木秋问出了这句话 这个 我就不清楚了 不过 我想 林总肯定会喜欢你 你瞧你腹白貌美 又才华横溢 还性格独立 成功男人最喜欢你这样的 艾兰笑着说道 乔木秋目光如一汪清水一般地 望向林佑的后背 刚好这个时候 林佑转过身来 看向她 两人的视线在空中交汇 一瞬间 她就感觉浑身 都被林佑的眼神 产生的电波给电抹了 木秋 我送你回去 林佑对快走不动的 乔木秋的说道 好在艾兰挽着她的胳膊 带她走到了林佑的身边 然后艾兰和林佑 以及王健健告别 王健健跟林佑告别后 也走了 林佑的司机 把车开了过来 乔木秋和林佑 都坐进了后排座 木秋 你下午和晚上部队里有事吗 林佑问道 没事 乔木秋完全忘记 之前艾兰想晚上请她吃饭 她拒绝了的事 面对男神的邀请 即使没空 也有空 时间都是挤出来的 那回龙园小区怎么样 刚好我把901室 周围的房子买了 现在已经打通成了三层房子 带你去看看 林佑笑着说道 乔木秋平时很少看微信朋友圈 所以还不知道 林佑把其他房子都打通了的事 她诧异地说道 打通成了三层的房子 好 我去看看 接下来林佑开始跟乔木秋说起 这几天她和儿女们的事 比如 到了儿女们的老家 称是平山村 还说诗涵的做短视频的想法 她这个当爸爸 全面支持她 再比如 林初雪 林梦瑶 林楚夏 林晨准备去学车 以及林诗涵学开飞机的事 还有他们每个人 对自己未来勾画的事情 说起这些事情的时候 林佑嘴角都是含着笑容的 很温血 乔木秋看得出来 林佑是真心地喜欢她姐姐给她生的这五个孩子的 她心里也很欢喜 而且 看到姐姐们的孩子 一个个的都变得更好 她这个当小姨的 也很高兴 因为之前 他们真的是吃了太多的苦了 丁 手机里进了一条消息 是艾兰发给她的 艾兰 乔老师 资金已经审批下来了 打进你的银行卡了 你查收一下 与此同时 乔木秋的手机里 又进了一条新短信 是银行发来的通知 通知她的银行卡里 收到一笔五万块的钱 她回了艾兰 收到了 然后她放下手机 对林佑说道 林佑哥哥 我想去给初雪他们买点东西 你可以让司机把车停在 恒龙小区附近的加勒福超市吗 当然可以 正好今晚让你尝尝我的厨艺 我们去买一些你喜欢吃的菜 林佑笑着说道 林佑哥哥 你还会做饭菜 乔木秋惊讶地问道 当然 而且做得很好吃 那我可要好好地尝尝 车子一路开到 加勒福的露天停车场 因为这里距离家里没多远 走路也就十分钟的事 所以林又让司机把车开回去了 等会儿她准备 和乔木秋散步回去 来到加勒福 乔木秋看准了一家 当时她带林出雪他们 来逛这里的时候 林出雪他们 看了好几眼的 专门卖锅具碗碟的店铺 酷彩 当时这里的锅子太贵了 不用走进店里 就能看到上面标的价格 一个发廊锅 至少要两千块 但是这些发廊锅 真的是超级漂亮 不仅各种颜色都有 而且色泽十分漂亮 还有那些碗碟也是 当时的她 没多少钱 舍不得买这么贵的东西 但是现在 她身揣五万块的巨款 而且还是只花了一个上午 不到的时间赚到的钱 那就买买买 老板 这口白发廊炖煮锅 要三十厘米火焰红色的 这口白发廊海鲜锅 要三十厘米火焰红色的 这口黑发廊锅 三十厘米火焰红色的 还有这个爱心型锅 要二十三厘米粉色的 还有这些陶瓷碗 给我整三十个 这些次菜碟子 整十五个 还有这些 这些 这些炫彩又青春亮丽的颜色 真的是看到 多让人赏心悦目啊 当然 最主要的还是 发廊锅炖肉烧菜 确实好吃 可以做到食物的原汁原味 而且会用的话 不仅不会粘锅 而且还可以用一辈子都没问题 不像那些 有不粘锅涂层的锅子 用几个月后 涂层就坏掉了 就需要换新锅 虽然说 这个可以烧菜用的黑发廊锅 要三千八百块 但是可以用一辈子的话 那这个价钱是完全值得的 豪横地点完自己想要买的东西后 乔木秋就看到面前多了一瓶 已经拧开了瓶盖的水 是灵佑送到他面前的 乔木秋会心一笑 喝了一口水 然后对灵佑说道 灵佑哥哥 这发廊锅很好用的 等会儿回去后 我告诉你用法 激活了厨艺技能的灵佑 很清楚发廊锅的好用 因为发廊锅是铸铁锅 只要用的得当 那锅内吃的油越多 就会越发黑亮 还有一点就是 不管用多久 锅底都不会出现被烧黑的情况 不像其他的锅子 不管是多贵的 放到燃气灶上 烧几次菜 就开始出现黑底现象了 而且随着时间的增加 这黑底现象会越来越加重 当然对锅是没有什么伤害的 只是影响到了锅的美观 也有人用导热板 可以避免锅发黑 但是用导热板有各种限制 不能开大火 不能干烧 而且一到夏天 厨房的气温升高 用导热板 就有可能导致灶台上玻璃层 因为受热过高而爆炸 因为导热板 把燃气火压在下方 热量也都被压在了下方 他上次带孩子们 去逛超市的时候 没有买发廊锅 是因为在他的传统观念里 还是用炒锅炒菜舒服 因为炒锅有把手 想怎么颠就怎么颠 而且还可以开大火爆炒 发廊锅也是只能用中小火 而且发廊锅很重 一般都是酒精多起步 外加整个锅都是一体成膜的 所以想要在炒菜的时候动它们 就必须戴隔热手套 要不然会烫伤手 林又是男人 所以他当时买的是 简单粗暴的黑色的铁锅 不用担心铝制的 不沾锅里的不沾锅层 受高温后 释放出有害物者 也不用担心锅底被烧黑的情况 因为本身就是黑锅 不过女生估计不太喜欢 用黑色的铁锅 她们喜欢用五颜六色漂亮的锅 眼前这个裤彩牌子的发廊锅 确实是很适合女生用 因为颜值 真的是爆炸 家里女儿多 外家乔木秋 周末也会过来住 买些适合女孩子用锅 确实不错 可以给家里增添色彩 女人装点世界 男人装点女人 这老话说的没错 结账的时候 林又准备付款 没想到乔木秋 按住了他拿出来的手机 对他喜滋滋地说道 林又哥哥 我来付款 这是我买给你们的新家的礼物 林又笑着说道 这可不是笔小数目 三万二 我付得起我 今天刚赚到了五万块 乔木秋小嘚瑟地一边说 一边扫码付款 林又笑着问道 帮爱兰优化人脸识别的事 嗯 林又笑着夸赞道 真优秀 一下子就赚了五万块 那行 这次你付款 买好东西 因为这些发廊铸铁锅 确实很重 外家乔木秋一次性 买了三万二的东西 店家提供送货到家的服务 乔木秋给了林又家的地址 让他们一个小时后送到 搞定买给林又他们的礼物后 乔木秋和林又进了超市 买菜 林又问乔木秋喜欢吃的菜 我不挑食 都可以 只要是林又哥哥做的菜 他都喜欢吃 而且 他确实也不挑食 咸的 辣的 甜的 清淡的 苦的 他都能吃 林又哥哥 你喜欢吃什么 我们买你喜欢吃的 这样 他就可以知道 林又哥哥喜欢吃什么菜了 以后回去后学做这几道菜 嘻嘻 他真机灵 林又见他那机灵的样子 哪里不知道 他心里打的小主意 他也没戳破它 说道 那我们今晚就做一道牛肉炒芹菜 牛腩炖土豆 青豆炒肉片 以及炖猪脚 梅菜扣肉 清蒸鱼 怎么样 他如果没记错的话 小时候的乔木秋 很喜欢吃猪脚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是乔家早上刚炖的猪脚 中午的时候 乔妈妈发现 锅里的猪脚不见了 当时他刚好在乔家玩 从二楼的位置 刚好可以看到 站在树下的小木秋 背对着家里的方向 像是在看树 其实他在啃猪脚 啃得满嘴流光 一脸艳足 回想起那个时候的小木秋 林佑嘴角的笑意更浓了 真是只小吃货 好啊 乔木秋听到菜单里 有他最爱吃的猪脚 很高兴地点头 看来林佑哥哥 也很喜欢吃猪脚 他做红烧猪脚 可是最拿手的了 等会儿回去后 他来做猪脚这道菜 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买好菜 一共装了两个购物袋 因为家里人口多 所以买的东西也多 两个袋子都很沉 乔木秋想帮忙提一个袋子 林佑颠了颠手里的购物袋 说道 不中 我一个人提就够了 乔木秋没再坚持 而是小手不受控制的 就捏了捏林佑的右胳膊 全是爆发的肌肉 硬邦邦的 脑海里的他 已经流口水了 好在他早就学会了 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 所以面上 他还是很镇定地收回了小手 点评道 林佑哥哥 你的双手很有力量 不知道能不能一把对他 来个公主抱呢 音音音 他想到哪里去了 不仅手有力量 我浑身都有力量 林佑一边说着 一边轻松地提起手里的两袋菜 作为男人 尤其是已经激活了格斗技能的他 喜欢在有好感的女性面前 展示自己男人的力量 乔木秋的目光 不自觉地落到林佑的腰带处 那里也很有力量 这色胆包天的想法 震得他赶紧错开视线 睫毛快速地眨了眨 小脸差点红了 天啊 他又想到哪里去了 眼睛往哪里看 他真的不是色女啊 怎么一到了林佑哥哥面前 脑子里就全部都是黄色的了呢 两人走出了超市 朝着回小区的方向走去 忽然 一辆宝马七系车 开到了乔木秋的身边 停了下来 车门打开 一个三十岁出头的 打扮得很光鲜亮丽的男人 从驾驶座里走了出来 对乔木秋喊道 乔木秋 你去哪里 我送你 然后目光落到林佑身上后 他的眼神里 全部都是不屑的鄙意 欢迎订阅新魂爽文 下一集 再置顶评论 就像是在看软饭男一样的眼神 乔木秋很不喜欢 对方看林佑的眼神 当即就站在林佑面前 对说话的男人说道 不远 不用你的送 这个男人是追求他的人之一 贺雨琪 是一个富二代 他多次拒绝了贺雨琪的追求 贺雨琪非但没有败退 反而还追求得更加的梦了 让他很是不喜 乔木秋 你是因为他 所以不肯接受我的追求 我哪点比不过他 我比他年轻 比他有钱 比他有车 他除了有点帅 其他的都被我虐趴下 而且他看着比你大不少 买的东西 还要你付钱 这样没出息的男人 我狂甩他一万条件 贺雨琪不甘心地说道 他之所以在这里 是因为他朋友 偶然在加勒福 看到了乔木秋 然后就拍了乔木秋和林佑 在裤彩店里 买东西的照片给了他 并且还拍了 乔木秋付款的照片 他看到后 立马就开车狂奔过来了 心里恼怒极度不已 连续闯了两个红灯到这里 他就是想问问 他哪一点比不过对方 乔木秋竟然没选他 而是选择了 另外一个软饭男 林佑改为一只手提着购物袋 另外一只手 直接就占有性地 搂住乔木秋的细腰 一脸挑衅地说道 乔木秋是我女人 你对我滚远点 你女人 你个软饭男 软饭男怎么了 从小我的牙科医生就跟我说 我的牙口不好 天生适合吃软饭 乔木秋喜欢让我吃软饭 你管得着吗 林佑冷冷一哼 贺雨琪愣了一下 然后更怒了 他还从来没有 见过这么无耻的人 还以吃软饭为荣了 可恶 他不跟林佑对了 看向乔木秋 一脸正经地说道 乔木秋 你也看到了 他就是摆明了 要吃你的软饭 还做出一副软饭硬吃的样子 你还继续跟他在一起 他会把你吃垮的 难道你想 将来你的孩子没有好学校上 没有好衣服穿 过的日子 都比同龄人要差吗 难道你想 将来你的孩子 被别人说他的爸爸是个软饭男吗 越说 贺雨琪越激动 他还绕过车头 跑到了乔木秋的面前 他想 乔木秋肯定会当场就跟这个软饭男分手了 其实这会儿 乔木秋的内心 已经发出了土把鼠的兴奋尖叫声 天哪 林佑哥哥竟然跟他的追求者霸气的 说他是他的女人 他是他的女人 而且 林佑哥哥还占有幸地 用他那条扎实有力的胳膊 还着他的腰 他都能够感觉到 此刻放在他细腰上的 那滚烫的手掌上传来的热度 要兴奋地跳起来了 太兴奋了 难道林佑哥哥 其实是喜欢他的 所以贺雨琪一刺激 林佑哥哥就表达出了对他的爱意 一定是这样 他太幸福了 乔木秋看向贺雨琪 说道 还有事吗 没有事的话 就请你让路吧 说完 乔木秋就抱着林佑的胳膊 和林佑绕开他 走了 这看得贺雨琪猛逼 傻眼啊 仿佛整个人的世界观 都被颠覆了一样 但是 他又本能地觉得 事情肯定没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指不定乔木秋和他身边的那个男人 并不是情侣关系 所以才会是乔木秋买的东西 乔木秋付款 而且 刚才他开车过来的时候 乔木秋和那个男人 也不是手拉着手走路 而是并排走路 要不然 怎么可能有女人喜欢吃软饭的男人呢 这肯定是那个男人 帮乔木秋拒绝他的把戏 越想 他越发觉的是这样 当即就朋友 今天拍到的林佑的照片 发给了他另外一个 在民政局里工作的朋友 让他帮忙 他查一下 这个人的资料 比如年龄 姓名 工作的单位 以及婚姻状况等 因为他不相信 乔木秋这么漂亮 又有能力的女人 会选择跟一个软饭男在一起 乔木秋这边 走过一段距离后 他对林佑说道 林佑哥哥 刚刚谢谢你帮我解围 那个贺雨琪 我已经拒绝他多次了 但是他就是 一直缠着我 我也是很苦恼 他虽然心里 在想着林佑哥哥也喜欢他 但是他不敢直接开口问 也不敢直接坐到 林佑哥哥喜欢的人的位置上 因为他很在乎林佑 所以不想 对这份感情 他也维护得小心翼翼 生怕因为自己的一个不小心 不仅没能维持住自己 和林佑的感情 反而最后连朋友都没得做了 所以 在进了小区后 他就放开了 抱着林佑哥哥的手 林佑说道 别跟我客气 刚才那个男人 我一看 就知道 他不是个值得托付终生的男人 只有林佑哥哥 是值得托付终生的男人 两人走进小区后 碰到一个之前在广场见过的大妈 大妈见林佑带着个漂亮的姑娘 立马就凑过来 笑嘻嘻地问道 林爸爸 有对象了 嗯 林佑点头 哎呀 大妈大喜 又好奇地望向乔木丘 说道 这位姑娘真是好福气仨 林爸爸可是很了不起的呢 很抢手的呢 你可得好好珍惜啊 说完 大妈就笑着走了 林佑对乔木丘解释道 互相帮忙 孟瑶他们不太喜欢 他们给我介绍对象 这次被他们看到误会后 保证等会儿 整个小区的人都知道了 孟瑶他们可以亲近下了 乔木丘愣了一下 然后立马义正言辞地说道 林佑哥哥 你帮我 我帮你 这个必须的 林佑哥哥长得这么帅 又有钱 还年轻 可是黄金单身汉 想要给林佑哥哥做梅的人 肯定超级多 广场大妈最喜欢做梅了 她的上级 也经常关心她的婚姻状况 几次暗示 想介绍帅小伙给她 都被她已知想专心工作 无心婚姻给拒了 原来林佑哥哥 也有这样的烦恼 这样 她和林佑哥哥 有一个共同的烦恼 林佑笑着说道 小木丘也长大了 还漂亮 有才华 点你做梅的人多不多 有没有一中人呢 林佑的话刚说完 忽然 整片原本 还晴朗的天空 一下子就转暗了 紧接着 就是噼里啪啪的 瓢泼大雨 倾盆而下 一分钟的时间都没有 就下了雨 下得太急 两人都没有带伞 距离可以避雨的地方又远 两人直接被淋湿了 乔木丘刚到嘴边的有字 也改为了 不好 下雨了 林佑哥哥 我来帮你提东西 我们快跑 乔木丘虽然在部队里 试任文职 但是 他的体能 也比普通人强得多 能文能武 他当即 就提过林佑手里的购物袋 朝着他们住的五号楼跑去 林佑看着拿走他手里东西 又跑向五号楼 跑到一半 见他没跟上 又回过头来看他 还喊着他的女人 他此刻 内心很感慨啊 以往谈恋爱的时候 除了在床上 其他时候 女人都是等着他去照顾 从来没有哪个女人 像乔木丘这样 怕他提着东西跑不动 特意提走他手里的两个袋子 林佑哥哥 快啊 乔木丘还在喊 秋雨 说不冷 也有良意 林佑倒是不怕冷 但是他担心 乔木丘淋雨淋多了 会感冒 他脱下西装外套 就朝着乔木丘跑了过去 然后举起西装外套 在乔木丘的头顶 撑起一片天空 乔木丘显然被林佑的行为 愣住了 林佑哥哥 你不用给我遮 我不怕冷 你冷 快走 雨越下越大了 几乎都要看不清楚前面的路了 乔木丘再次愣了下 然后乖乖地赶紧跟着林佑 往五号楼冲 有种冷 叫林佑哥哥 觉得他冷 他此刻 浑身被淋湿 但是一点都感觉不到冷 反而还感觉到超温满 甚至 他还希望这条通往五号楼的路 再长一点 这样 他就可以和林佑哥哥 这样浪漫地在雨中跑步 跑很久 老天爷 你这场大雨 来得可太及时了 因为下大雨 林佑几乎是把外套 全部顶在他的头顶 而且 两人还挨得极尽 跑步的时候 两人身体之间 难以避免地会接触 他甚至感觉着接触 擦出了火花 阴阴阴 让大雨再来猛烈点吧 跑进五号楼 两人全身都淋得湿透透了 林佑的情况 比乔木丘的更严重 但是林佑一看到 乔木丘淋湿后的样子 立马就把西装凝干 然后给乔木丘披上 再接过他手里的袋子 呼吸稍微有些热地说道 进电梯 两人回到家里 而女们都还没有回来 阿T 乔木丘打了个喷嚏 林佑让她先去洗澡 之前9014的时候 是留有乔木丘的房间的 不过乔木丘还没在家里留宿过 所以 她没带衣服过来 女儿们都没在家里 林佑不方便去女儿们的房间 拿女儿们的衣服 所以干脆拿了自己的一件白衬衣 又拿了新的毛巾和浴巾 让乔木丘去洗澡 因为女儿们喜欢囤货 尤其是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 看到买几送几的活动 就特喜欢多买点 所以家里有新的毛巾和浴巾 乔木丘去洗澡的工夫里 林佑到浴室换了套衣服 就去了厨房里 熬生姜红糖水 等生姜红糖水煮沸后 她又在汤水里放了十多粒花椒 生姜有结表散寒的功效 降味腻的作用 红糖暖中健脾胃 花椒可以温理散寒 开胃助食欲 这些合起来煮 就可以缓解 因为淋了秋雨受凉 而导致的感冒流鼻涕 以及四肢酸痛 和饮食不振等问题 她刚熬好了 从厨房里端出来 一出来 就看到乔木丘正歪着脑袋 两手擦着头发的走出来 她的白衬衣穿在乔木丘的身上 就像是小孩子 偷穿了大人的衣服 有种反差萌 一双嫩白的大长腿光着 脚上蹭着一双毛茸茸的粉色拖鞋 从头发上流下来的水 顺着她精致绝美的脸颊 流到脖梗处 然后流到了衬衣的领口里 整个场面 可以说是清纯和魅惑的融合 饶视灵又见多识广 这一刻 也被这清水出芙蓉的魅惑给惊艳到了 之前乔木丘穿着宽大的迷彩服 身形都被遮住了 现在 光是那双大长腿 就可以看得出来 她的肌肉十分具有线条美 不仅白皙 而且还充满了爆发力 让人很想去征服 再加上上次照片里看到 她那骑马有益的胸 这身材 绝对是魔鬼身材 灵又哥哥 我 我等会儿 就去把我的衣服洗干净 然后换回去 乔木丘见灵又一直盯着她 她紧张地都不敢看灵又的眼神 连忙有些慌弯地说道 因为出来之前 她也照了镜子 这件白衬衣虽然够大 可以当裙子穿 但是 不能遮到膝盖的位置 只能遮住二分之一的大腿 让她觉得很不自在 如果不是因为灵又在这里的话 她其实会觉得很自在 因为她身上穿的 可是灵又哥哥的白衬衣啊 她穿之前 还特意闻了闻 上面留有了灵又哥哥的阳刚气味 灵又收回了视线 面上没表情 她怕一做出表情 就会成为色男人的表情 她清淡地说道 不用换 你先过来 把这碗生姜红糖花椒水喝了 屈寒 哦 好 说着 乔木丘就放下了擦头发的毛巾 快步走到灵又面前 看着灵又递给她的碗里的汤水 她心里有压不住的喜悦的双手接过 然后乖乖地坐在沙发上喝 汤水是暖的甜的 她的胃是暖的甜的 她的心也是暖的甜的 她浑身都仿佛浸泡在了 甜甜又暖暖的汤水里 太甜了 灵又哥哥特意给她熬制的驱寒汤水呢 灵又哥哥真贴心 忽然 她想到什么 赶紧抬起头 眨巴着青春的大眼睛望向灵又 关心地说道 灵又哥哥 你也淋湿了 赶紧去洗个澡 行 确实该洗个澡了 还得是冷水澡 没办法 看到美色 尤其是像此刻乔木丘这样的动人美色 作为男人的她 原始冲动了 必须得洗个冷水澡 来降降温 灵又去洗澡了 乔木丘喝完红糖水后 跑去厨房里看锅里 看到锅里还有红糖水 她用锅盖把锅盖好 然后点火 把火关到最小 好让锅里的红糖水继续保温 这样等会儿灵又哥哥出来的时候 就可以喝到热乎乎的红糖水了 做完这些后 她去吹头发 吹干头发后 她的手机响了 是她的闺蜜英真真发来的消息 英真真 木丘 你还没回来 今天下午 我们可是有一个会议要开 赶紧啊 只有半个小时了 乔木丘 今天没空回来 帮我请个假 英真真 我看艾兰发了朋友圈 说人脸识别的事情 已经搞定了 而且 外面还下了大暴雨 你还有什么事 乔木丘 私人的事 英真真 你该不会是去见你家男神了吧 乔木丘抬头 快速地看了一眼 灵又房间的方向 然后甜蜜地收回目光 喜滋滋地在手机上 打字回应真真 英真真 哇哇哇 让我想一下 现在外面正下着暴雨 你和你男神在约会 是被困在了一家浪漫的咖啡馆了 还是直接去了你男神的家 然后 你俩都失身了 乔木丘看到这话 就知道 英真真要开始说不着调的话了 赶紧打住他 不说了 记得帮我请假 英真真 好 老大要是知道你要谈恋爱了 估计得放鞭炮 哈哈 肯定不会因为你 这次开会请假的是骂你的 记得把握住这天赐良机哦 我看这暴雨 还得下一阵子 赶紧的 来点浪漫的爱情电视剧里的戏码 祝你今晚脱离母胎 solo 刚好这会儿林佑 从房间里洗完澡出来了 换了一套家居服 跟之前穿的西装相比 穿家居服的林佑 给人的感觉 多了一份散发出 太阳般温暖的暖男人味道 整个人看起来更加的好接近了 也帅气得一塌糊涂 尤其是刚洗完澡后 那一头被吹得蓬松 还没有舒整气的浓密黑发 更是看得他浑身的荷尔蒙 发狂地在分泌 林 林佑哥哥 我 我去厨房里给你端红糖生姜水 说着 乔木秋就放下手机 赶紧起身钻进了厨房 林佑来到沙发边坐下 一不小心 坐到了乔木秋的手机 拿起他的手机 就看到他的手机屏幕没有关 不小心 正好看到了乔木秋 和英真真聊天的界面 界面里 没有显示乔木秋的话 全部是一个叫英真真的人发的话 是从英真真最后说的那段话开始的 好 老大要是知道 你谈恋爱了 道 祝你今晚脱离母胎 solo 刚看完 手机自动黑屏了 林佑把手机放在茶几上 没去动她 脑子里回荡着刚才看到的那段话 如果她理解没错的话 这个叫英真真的 说的是 她和乔木秋谈恋爱了 然后 还祝福今晚乔木秋 脱离母胎 solo 这么说 小木秋还是黄花大闺女 想到这里 她吸了一口气 正好此时乔木秋双手 端着热乎乎的生姜红糖水出来 又长又卷翘的睫毛 在汤水的热气下 扑闪闪地 像只灵动的小蝴蝶 林佑哥哥 你赶紧把汤喝了 别感冒了 乔木秋把汤水端给林佑 好 林佑接过汤水 哼 乔木秋的目光 落到自己的手机上 突然想到 她刚才走得急 忘记自己有没有关手机屏幕了 要是让林佑哥哥看到 她和英真真的聊天 那她暗恋她的事 就藏不住了 她面淡定 其实内心很紧张地拿过手机 当她看到手机屏幕 是黑屏的时候 松了一口气 还好是关了手机屏幕的 林佑注意到了 她这个小动作 在心里笑了笑 看来自己真的是魅力滔天 小木秋俨然喜欢她 她对她也不反感 女儿们还想撮合她和她 不过已经到了37岁的她 并不是一个感情冲动的愣头亲 她对待感情的态度 很认真 尤其是 对乔木秋 因为乔木秋 不仅是乔染的亲妹妹 更是她的儿女们的小姨妈 先试试相处 行的话 那最好 不行的话 还能退到朋友的位置 不伤感情 喝完姜汤后 林佑带乔木秋 去看其他的房子 因为现在 是在901室 901室 和其他五套房子 已经全部打通了 可以直接过去 乔木秋看完房子后 震惊呆了 这 这好大 而且 这里竟然还有一个 专门用来洗衣服的洗衣机房 洗衣机房里 摆放了七台落地洗衣机 洗衣机上面放了干衣机 还有墙壁上 也挂了七台小洗衣机 因为有干衣机在 完全不需要 洗完再去晒了 直接用干衣机就能烘干 单独的干衣机 比洗烘衣体积要好得多 因为很多洗烘衣体积的 烘干功能 是冷凝烘干 烘干后 不会有太阳的味道 甚至还需要晾晒 才能彻底地做到干透 而单独的干衣机 有热泵烘干功能 烘干后 不仅可以杀菌 还可以做到烘干后 跟晒了太阳一样 必挂的小洗衣机 则是专门用来洗内衣内裤的 因为内衣内裤很私密 需要跟衣物袜子等分开洗 要不然容易发生交叉感染 七套洗衣机 加干衣机 加壁挂小洗衣机 五个儿女 一人用一套 林佑自己用一套 以及偶尔过来住的乔木秋 用一套 当乔木秋听完林佑的解释后 他真的彻底地惊呆了 林佑哥哥 你 你还给我准备了一套 当然了 洗衣机上的贴了名字 你看从左到右 这是出血用的 这是梦妖用的 这是诗寒用的 这是楚夏用的 这是凌晨用的 这是我用的 这套是你用的 等会儿你要洗衣服的话 放到这里来洗就行 洗了就能干 嗯嗯 乔木秋心里欢喜极了 一个劲地点着小脑袋 林佑哥哥 真的把他当成了自家人呢 连家里的洗衣机 都单独给他配置了一全套 紧接着 林佑带乔木秋去看房间 告诉他哪些是哪个住的 还带他去看了十楼的猫舍 一看到小妈 乔木秋的心都软化了 问林佑可以进去撸猫吗 林佑笑着说道 当然可以 乔木秋兴奋地跑了进去 然后说道 我来猜猜看 这只纯白的波斯猫 是初雪养的 对不对 对 这只梨花猫 是诗涵养的 对吗 对 这只可爱的鹰短 是梦瑶养的 对吗 没错 那最后 这只雪白的 我看不出是什么品种的猫 应该就是楚夏养的了 全部猜对了 最后这只小猫是玉猫 也叫白宝石 楚夏给它取的名字 叫小萌 木秋 你喜欢的 又是什么猫呢 林佑顺势笑着问道 乔木秋内心欢喜得要尖叫了 林佑哥哥 这是要给他送猫吗 他想说 只要是林佑哥哥送的猫 不管是什么猫 他都喜欢 话到了嘴边 变成了 我喜欢梨花猫 虽然说 很多养猫的人觉得 梨花猫不是名贵品种 觉得是土猫 但是 他喜欢这种猫 原因很简单 这种猫有灵性 很强 也好养活 他在部队里工作 平日里是没有多少时间去好好地养猫的 所以 养一只皮是好养 又知道自己抓老鼠斗舌的猫 最合适不过了 录完猫 乔木秋去洗衣服 林佑去厨房里 准备晚上的饭菜 雨来得快 停得也快 雨后出勤 酷彩的工作人员 送来了乔木秋买的锅子 还有餐具等等 这会儿 乔木秋的衣服已经烘干了 他已经换上了迷彩服 白衬衣被他放在了他的房间里 没有第一时间还给林佑 因为 他准备等待回去洗干净后 再还给林佑 这样 就可以多寄存在他这里几天了 哈哈 他好机灵的 今晚 就整着林佑哥哥的白衬衣睡觉 就像是跟林佑哥哥一起睡觉一样 呀呀 他脑海里在想什么 赶紧洗新锅 洗碟子 今晚都用这些餐具上菜 到时候给回来的出血他们一个惊喜 凌晨这边 刚下课 室友们就围着林晨 纷纷特兴奋的八卦地问道 诚哥 你真的要去给唐笑话送猫 当然 猫都买好了 警保明赶紧说道 诚哥 这会不会太快了点 他们担心唐笑话到时候看到林晨 非但拒绝了林晨的猫 反而还因为 认出了林晨是 对他进行过人工呼吸的男人 然后给林晨一顿揍啊 到时候 可就真的是翻车了 薛浩说道 是啊 诚哥 你和唐笑话还没正式地见过面 也没约过一次会 就这样直接送猫的话 很容易被拒绝的 向山说道 是啊 诚哥 你别被柳月月又找了个富二代的事 给刺激地做出冲动的决定啊 女孩对男孩的第一印象很重要的 要不 你还是先找个机会 跟唐笑话来段美妙的偶遇 然后有了交流后 再开始送猫 狗头军师们纷纷给出主意 生怕林晨这次送猫被拒绝后 会彻底地打击到林晨的自信心 他们口头上一直喊唐轻一喊嫂子嫂子 但是 他们也知道 唐轻一跟他们 完全不是一个世界人 唐轻一是学霸 高冷女神 家里也超级有钱 追这样女生的难度 简直是游戏里难度最高的 SSS地域级别 林晨神秘地笑着说道 你们这么不看好我去送猫 要不我们还打个赌 要是我给唐笑话送的猫 她接受了 你们就给我洗一个月的臭袜子 怎么样 要是她拒绝了 向山等人立马说道 拒绝了的话 哥们我们陪你喝一个晚上的酒 要是唐笑话真的接受了诚哥 你送的猫的话 我们不光给你洗一个月的臭袜子 还封你为爱神 这可是你们说的 就这么说定了 傍晚时分 凌晨正在学校食堂里吃晚饭 手机响了 是剑猫猫发来的消息 剑猫猫 月亮出来了 今天下午下了场暴雨 现在操场上全部都是青草地的清香味 很适合浪漫散步哦 唐笑话今晚八点会下楼去 开水房打开水 你要不要那个时候 去给唐笑话送猫呢 不过那个点 很多学生去打开水 所以人会比较多呢 不知道你敢不敢 当着那么多学生的面 给唐笑话送猫 凌晨 人多点好 我喜欢热闹 剑猫猫 你真勇敢 加油 看好你哦 晚上七点五时 凌晨抱着猫 和室友三人 抵达了复丹大学宿舍区的 开水房旁边 开水是晚上七点四时开始放 这个时候 已经有不少的学生 在这里打开水了 因为凌晨不仅帅气 而且怀里 还抱着一只超级可爱的 萌萌哒的布偶猫 惹得不少女同学 都侧目看向她 然后把小脑袋 凑到一起摇耳朵 有几个大胆的女生 还朝凌晨录了笑容 像是在跟凌晨打招呼 这可把三个室友 给羡慕到了 向山 看来我也得去养一只小猫 这回头率太大了 警保明 那是因为陈哥帅 跟猫没多大的关系 薛浩 扎心了 向山 我回炉重造 还来得及吗 忽然 超市转角的地方 传来了一阵骚动 很多男生 都往那边看了过去 只见一个穿着 宽松版的V字领 纯白毛衣 外加格纹半身裙的少女 从转角处 手里提着开水壶 走了出来 少女精致绝美的容颜 和慵懒地搭配在 暖黄的路灯下 显得温暖又高冷 完全是那种 让人一见清新 二见钟情的初恋女孩 好看地吸走了周围 所有的光 快看 唐笑花来开水房打水了 她以前不是从来都不 亲自来开水房打水的吗 今晚既然来了 早知道我就先去打好水 然后把我打好的开水 给唐笑花了 你别嘴嗨了 我这里刚打了一壶开水 你敢去送吗 嘴嗨一下不行啊 你敢去 之前可是有人在楼下 给唐笑花 摆了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朵 新鲜玫瑰告白 都被唐笑花一句话给对走了 谁敢去给唐笑花送东西 除非她有天大的胆子 这话刚落音 忽然就有人压低声音地呼喊道 快看 真的有男生去跟唐笑花说话了 是哪个班的 怎么看着比我帅一点 看着比我高大一点点 她叫什么名字 三个室友看到凌晨走到唐轻衣面前 也惊呆了 纷纷奥利给的握拳头 加油 诚哥 一定要成功 希望唐笑花要给诚哥留点面子 我好怕这次诚哥被拒绝后 以后再也不敢主动去抛妞了 凌晨这会儿站到了唐轻衣的面前 臂弯里正抱着一只泛色不偶猫 昨晚凌晨一直给这只不偶猫 看唐轻衣的照片 并且看照片喵喵叫 就给她喂点猫粮 经过一晚上的训练 小猫看到唐轻衣本人后 立马就十分配合地喵叫了起来 凌晨开口说道 这位同学 这只猫好像很喜欢你 我不太会养猫 这只猫就送给你了 说着 凌晨就把猫送到唐轻衣的面前 唐轻衣放下水壶 伸手接住猫 小猫到了她怀里后 很温讯 唐轻衣用手抚一下她的小脑袋 她就舒服地眯起眼睛 然后喵叫一声 她叫什么名字 唐轻衣开口问道 她的声音极为好听 软如中带着一丝清冷 妥妥的高冷女神及嗓音 其实凌晨在见剑猫猫 那么怂恿 她去给唐轻衣送猫 以及怂恿她去给唐轻衣告白的时候 她还自恋地幻想过 剑猫猫会不会就是唐轻衣本人 不过听到唐轻衣的声音后 她就知道 是自己想多了 剑猫猫和唐轻衣的声音 完全不一样 剑猫猫的声音 带着点甜甜的懒散 唐轻衣的声音 则是妥妥的高冷女神声音 看来想要追到唐笑花 她还是需要再努力 加油 还没给她取名字 正好 你不是要去打水吗 我给你打水 你想一下她的名字 说着 凌晨就拿起唐轻衣的开水壶 走向开水房 这一幕 看得在场的男生女生们都惊呆了 天哪 快看 那个男生 不仅把自己抱过的猫 放到了唐笑花的胸口 而且 她还拧起了唐笑花拧过的开水壶 我极度地发狂了 哎呀 我想成为那只猫 享受唐笑花的轻浮 那个男生到底是谁 查到没有 大挤的 看她那吻得一批泡妞的样子 我觉得她肯定是高年级的学长 而且还是 勤肠老司机 不 我们学校的 是中海外国语大学的校草 大义新生 凌晨 我去 什么 外校的新生 都敢来泡我们学校的校花 弟兄们 上啊 不要给我们负担大学丢脸啊 快 来个帅哥 快去把对方给屁下去 我丑 我也丑 我太丑 我丑到灵魂深处 集体认怂 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凌晨打好开水 一路护送唐清一回宿舍楼 到了楼下 男生止步 凌晨再帅 也不能再进一步了 因为这洞楼的宿管大妈 正用一双严肃的大眼睛盯着她 她无视掉宿管大妈的眼神 笑着对唐清一说道 唐清一 记住我的名字 我叫凌晨 双目灵的灵 尘世一日不见 如三月系的谜底尘 记住我的名字 因为她以后将灌在你的名字前 说完如此霸气的话 凌晨便帅气地转身离去 看得追过来看情况的少男少女们 纷纷惊讶不已 少女们则是被凌晨那霸气地介绍名字的方式 给狠狠地迷住了 天啊 好帅啊 记住我的名字 因为她以后将会灌在你的名字前 这不就是以我之姓 灌你之名吗 哇哇 好心潮的告白方式啊 她叫凌晨 双目灵的灵 一日不见 如三月系的谜底尘 这名字好浪漫 比我们学校的四大校草 都还要帅啊 不知道唐笑花会不会拒绝她 求求老天爷 一定要让唐笑花拒绝凌晨啊 这样我就去倒追凌晨 对对 唐笑花拒绝的话 我也去倒追 我刚才听到那边的男同学说 凌晨是中海外国语学校的 不知道是学的什么外国语 感觉学外国语的男生 都超级有气质啊 从现在起 她是我的老公 少男们那边 则是纷纷审视自身 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我总是追不到女生了 因为我的名字太土味了 瞧人家不仅长得帅 连名字 都取得那么的有诗意 一日不见 如三月系 擦 这个谜底是晨 不就是晨吗 晨字上面的日子不见 就是晨 农历三月又称为晨月 所以诗歌 紫荆 里的一日不见 如三月系的谜底 就是晨 这个字 我想改名了 不只是名字 你瞧她的告白方式 记住我的名字 因为她以后 将灌在你的名字前 擦擦 让人一听就耳目一新啊 比那些同学 我喜欢你 同学 我学你 同学 你跟我的一个朋友好像 那个朋友就是我的女朋友等等 都要新潮有创意 而且还很浪漫啊 直接爱浪漫的女孩子的灵魂深处啊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上天给了她一张那么帅气的脸 还要给她这么浪漫的细胞 难道女神注定 只能被她泡吗 这万恶的社会 还要不要我们这些不经丑 还是直男的人活啊 我想拜她为师了 同胆加一 凌晨走出复丹大学的宿舍楼后 立马就收到了贱魔猫的消息 贱魔猫 你真大胆 竟然真的当众跟唐轻一表白了 而且还是用那么霸道的方式 太帅 太man了 凌晨 唐轻一对我的印象怎么样 她怎么跟你们说我的 贱魔猫 你想知道 凌晨 必须想啊 那具体有多想呢 兄弟 给你的工资 每个月加一百块 已经确定 贱魔猫不是唐轻一了 外加再一次亲眼看到 清醒时候的唐轻一后 她就万分确定 一定要拿下唐轻一 为了泡女神 每个月多花一百块 值 贱魔猫 说起这个事 我找朋友预估了我们的这个项目 我朋友说 这个项目可行性不高呢 投资多 回报少 你确定还要继续 做这个项目 凌晨 你那个朋友是谁啊 甭管他 他太没眼光了 相信我 这个项目 只要我老爸通过了 就绝对可以赚钱 而且还是赚大钱 将来可以上市的那种 在现在的凌晨的脑袋里 觉得公司牛不牛 第一步是能否上市 上市的公司 就觉得很牛 兄弟 别转移话题了 唐轻一对我的印象如何 有没有说 拜倒在我的西装裤下了 贱魔猫 扑 你好自信 凌晨撩了一把帅气的头发 回道 男人必须自信 贱魔猫 唐轻一没说 有没有拜倒在你的西装裤下 不过他也没有像上次拒绝那个 送99999的人那样说 男人只会影响他赚钱的速度的话 态度不是很明确 我也不敢多问 毕竟 这可是 女孩子家家的心事 不过你放心 我乔唐轻一这个状态 你追到他的机会很大的呢 他在撸你送给他的猫 看样子 他很喜欢你送的猫呢 加油 继续坚持 我相信 你肯定可以追到唐笑花的 凌晨一看这话 自信满满地笑了 哈哈 没拒绝他 那就是默许他追他了 哈哈 爽 有戏 而且 还很喜欢他送给他的猫 有句话叫爱屋及屋 每次唐轻一看到这只猫 都会想到送他猫的主人 凌晨 他给猫取名字吗 当时他想着告白的事 有些紧张 忘记了问唐轻一 给猫取名字的事了 贱魔猫 取了 叫丘比特 凌晨 丘比特 好名字 看样子 唐轻一俨然对我很有兴趣 贱魔猫 怎么说呢 凌晨 丘比特这个名字 你想 爱神丘比特 他有一只金剑 被称为爱情之剑 被爱情之剑射中的两人 将会永恒的相爱 丘比特 就是我和唐轻一之间的定情信物 贱魔猫 听着很浪漫 看样子 唐轻一应该是有点喜欢你的哦 凌晨 自信点 把应该去掉 他就是喜欢我 哈哈 贱魔猫 上次跟你打了个赌 现在你真的跟唐轻一告白了 我愿赌服输 现在就把收集到的这份 大家想要在网上买菜的意愿 以及喜欢的配送服务方式等等数据发给你 贱魔猫 Excel 文件 传送中 凌晨之前没想过 贱魔猫说的这份资料 他觉得 贱魔猫就是说着玩的 没想到贱魔猫还真的去搜集了这份资料 他点开 查看 文件很大 有很多的Excel表格 他现在用手机看 看得不太方便 回去后用电脑看 凌晨 收到 刚好这会儿凌晨的室友们来了 一个个拍着凌晨的肩膀 满脸崇拜地说道 牛 真不会是诚哥 就是牛逼啊 刚才你不知道你走了之后 那里直接炸锅了 好多人都说 想要拜你为师 哈哈 没想到我们外国语大学 也有在复旦大学 扬名立万的一天 爽 太爽了 诚哥 我们愿赌服输 给你洗一个月的臭袜子 爱神诚哥 爱神诚哥 诚哥 你真的是太牛了 不仅给唐笑话送了猫 而且还跟他表白了 最主要的是 表白的时候 诚哥你竟然半点都没有紧张 霸气侧露地宣告唐笑话 以后你的名字 会灌在他的名字前面 凌晨的女朋友 凌晨的老婆 诚哥 你太有文化了 诚哥 你说 你是不是有个很牛的辽机 帮你策划的这次送猫行动啊 你不仅准确地知道 唐笑话下楼打开水的时间 而且还送对了猫 我看唐笑话 挺喜欢你送的那只猫的 凌晨想到贱猫猫 她哈哈笑着 跟哥们肩膀 架着肩膀的一边走 一边吹牛逼 确实有个很牛的辽机 还记得上次 我们在食堂里吃海鲜大餐的事不 那位学姐给了我唐青衣的 室友的微信联系方式 我加了对方 正准备把她发展成我的辽机 走走 今晚我心情好 我请客路串 有人跟唐青衣告白这样的事情 传播的速度比光速还快 很快就传到了中海外国语大学 刘月月很快也知道了 而且 有人拍了照片和视频 发到了中海外国语大学的 BBS论坛上 这条帖子 现在已经是姨妈红 自动置顶了 因为这可是 去跟复丹大学高材生女学霸 笑话唐青衣告白啊 而且 告白者还是他们学校的 最主要的是 告白后 当场并没有被唐笑话拒绝 所以这样的事情 得知了这些消息的 外国语大学的男生们 一个个打了鸡血一样的 在帖子下面回帖 兄弟 牛逼 果然是出生牛 独不怕虎啊 大一新生就是牛 要是当初 我也有这位凌晨兄弟大胆 或许我早就 追到复丹大学的那位女同学了 我们外国语大学的男生 虽然成绩不如复丹大学的男生 但是 我们学校的凌晨 做到了复丹大学的男生 不敢做的事 我是追到了唐笑花 今年的笑草 评选我不投自己了 我投你 凌晨兄弟 你收徒弟吗 我想泡妞 但是 我不会 我一看到女生 我就脸红 不敢说话 紧张成哑巴 或者成直男 凌晨兄弟 你开泡妞班吗 我想加入 收学费都可以的 女生们的回帖 我的个天 我们这个学弟不仅帅 有胆量 霸气 而且还超级有才华啊 我爱了凌晨弟弟 跟学姐谈恋不 学姐会十八般武艺 可以好好地教你玩哦 此处应该 at柳月月 柳月月看着这些评论 生气地就想砸手机 但是想到这手机 是自己花了钱买的 她又忍住了 怒气哼哼 在上面回帖 柳月月 凌晨能追到唐清一 我直播吃翔 我想看柳月月吃翔 柳月月 别想不开啊 女孩子家家的吃翔 那画面太不敢直视了呀 柳月月 瞧你们这群没谈过恋爱的单身狗 你们哪只眼睛看到人家唐清一对凌晨有好感了 人家当时只是被凌晨说的话给说猛圈 没反应过来而已 才没拒绝凌晨的 不跟你们这些low货说了 我要用今天我男朋友送给我的海底知名面霜 涂脚了 发完这个回帖 柳月月就从论台里退了出来 然后点开微信 点开和凌晨的聊天框 柳月月 凌晨 你能不能别蹭我的流量 我和你既没谈过恋爱 也没金钱纠纷 你有必要每次闹出大笑话的事情 就把我拉出来给你蹭流量吗 你蹭我的流量 给我钱了吗 这会儿 凌晨正和室友们坐在大排当点玩菜 聊天 刚好谈到了论坛上 关于他今晚轰动了两大学校的事 他也正好在看这条帖子 然后就看到弹出柳月月发来的微信 一段段话的在他面前刷过 原本他是不想搭理她的 但是他每句话都离不开他蹭他的流量 他就不舒服了 点开柳月的聊天框 然后对过去 你别往自己脸上贴金好吗 我蹭你流量了 你哪只眼睛看到 我蹭你流量了 有唐轻衣这样的大流量 我不蹭 蹭你的 你觉得自己很火 发完这条消息后 凌晨就把柳月月给拉黑 删掉 这样柳月月想家他都家不了了 诚哥 那个柳月月又在那里作妖了 说你能追到嫂子 她直播吃香 走之前还绣了一把腹 说用海底之谜面霜土角 我想吐了 向山翻着手机说道 擦 柳月月又发话了 她不是说不说了吗 又说话了 说今晚诚哥之所以去跟嫂子表白 是因为被她拒绝表白后 又看到她连续谈了两个男朋友 受刺激了 才去做这样大胆的事的 这柳月月 怎么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 这么爱得自己脸上贴金 太恶心人了 你们快去看 就在101页 景宝明和薛浩立马跳到101页去 然后开始对柳月月模式 凌晨没去看 她对柳月月早就没兴趣了 对柳月月做的事 只要不是坐在她面前的 她懒得去搭理 还不如和辽姬小姐姐贱猫猫聊天 还可以培养下革命友情 然后辅助她 火速拿下唐轻衣 贱猫猫 你火了 你现在有没有浑身激动地发抖 凌晨 你怎么知道我会激动地发抖 难道唐轻衣也激动地发抖了 贱猫猫 你先回我 凌晨 有一点 贱猫猫 不诚实 凌晨 哈哈 你这么想知道我有没有激动地发抖 是不是唐轻衣让你问的 贱猫猫 怎么可能 她又不知道我认识你 她要是知道我泄露了她今晚去开水房打水的行程 估计会揍得我明天下不了床 凌晨 也对 我确实很激动 拿水杯的手 都在发抖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 唐轻衣有没有激动地发抖了吧 她上床了 不知道她激动地发抖不 不过 我看到她把你送给她的猫抱到床上了 看样子是要一起睡觉 凌晨看到一起睡觉这四个字 兴奋地连续喝了好几口的啤酒 爽 爽 爽 伴儿的爽 凌晨大老板豪气地一挥手 给剑猫猫发取一个188块的大红包 对寥记 它是很大方的 而且 这次送猫能送到唐轻衣的心坎上 剑猫猫的功劳最大 发个红包 小意思了 剑猫猫 我还有小红包收 凌晨 今儿的高兴 现在先让猫陪唐轻衣睡 以后 就是她整着唐轻衣那一头如瀑布般黑的长发睡 再搂着唐轻衣那小腰 腿架在她的大长腿上 不能再往下想了 这边 凌晨和室友们喝酒聊天吹牛逼 凌佑那边 饭菜全部做好了 四个女儿一起回来了 他们看到家里的乔木秋 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大喜地朝着乔木秋张开双臂 兴奋地喊道 小姨 小姨 你来了 爸 你和小姨什么时候碰上的 在哪里碰上的 凌初雪欢喜地问道 凌楚夏这会儿其实超级八卦 超想知道 自家爸爸和小姨是怎么碰上的 但是 想到她昨晚喝醉酒后出球的事 她就忍住了 没出声 尽量地在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生怕到时候 又多了个小姨知道 她昨晚喝醉酒后的球事 乔木秋说起了 今天在铁路局的事 四姐妹眼神交汇在一起 纷纷暧昧地笑了 看来他们老爸和小姨 真的很有缘分啊 爸爸 这些网筷 是你今天买的吗 林楚夏终于忍不住开口了 因为他看到 让他一看 就心情好的彩色网筷 糖果色的 浅粉色 浅蓝色 浅绿色 浅黄色等等都有 林佑端着煮好的发廊海鲜锅出来 笑着说道 是你们小姨买来送给我们的 还有这些发廊锅 发廊海鲜锅 既可以当做菜的锅 又可以做好海鲜后 直接端上桌 当菜晚用 哇 小姨 这些发廊锅好贵的呀 之前我记得我在加勒福超市里看到过 一个要好几千块呢 天呐 厨房里放了好多的发廊锅 小姨 你是不是突然赚大钱了 竟然买这么贵的礼物送给我们 林初学仔细地看了发廊锅上的字母 确定是酷彩的发廊锅 一个要两三千块 口径大的发廊锅 甚至要四千块一个 再加上那些碗筷 和以及发廊杯子等等 这里就起码得好几万块呀 林佑笑着对女儿们说道 你们小姨今天确实赚了一笔大钱 她上午给铁路局那边 优化了人脸识别系统 轻松赚到五万块 四姐妹纷纷震惊地望向乔木秋 小姨 你一个上午就赚到了五万块 你太厉害了 林初学奥力给的握小拳头 说道 我也是学计算机的 我要向小姨学习 以后多多地赚大钱 林初夏说道 我也要争取一天能赚五万块的稿费 不过 我感觉这太难了 我一本书能赚五万块 就是走大运了 乔木秋拍了拍他们俩姐妹的肩膀 鼓励道 小姨相信你们俩 肯定可以的 小姨也不是每天都能赚这么多钱 偶尔 偶尔 你们爸爸才厉害 多向你们爸爸学习 赚钱大能人 他是真的没有想到 才十八年没见 当初的林佑哥哥 竟然一跃成为了身家万亿 甚至比万达集团的董事长王健健 还要有钱的大佬 真的是太震惊了 林佑笑着说道 你们都能赚大钱的 吃饭吃饭 林家四姐妹 特意安排了乔木秋和林佑 坐在一个方向 他们四姐妹 坐在他们俩的对面 这是一张 可以坐十个人的长方形餐桌 坐下后 乔木秋问道 晨晨今晚不回来吗 林梦瑶黑黑地笑着说道 他周末才回来住 今晚 他可是 做了一件大事 爸爸 弟弟跟大姐学校的校花堂 轻衣表白了 而且还是用了特霸气的表白方式 我这里有视频 给你们看看 真是没想到 我弟也有这么霸气的时候 说着 林梦瑶把手机投屏到 餐厅墙壁上的电视机上 六套房子打通后 现在他们家的餐厅里 也有电视机 之前 他们喜欢端着饭菜去沙发那里 一边吃饭 一边看电视 在设计新房子的时候 他们跟设计师提了这个想法 设计师把餐厅这里 设计了一面电视机墙 坐在餐桌两边的人 都能一边吃饭 一边看电视 林又看着电视上 儿子跟唐清一说 林辰这个名字 以及说让唐清一 记住他的名字的话 他满意地笑了 他的儿子 就该这样霸气 看样子 两个小家伙 用他们自己的方式 相处得不错 叮 这一声 他的手机进了微信消息 拿起一看 是唐世泽发来的消息 唐世泽 视频 这个视频 正是林又这会儿 在看的这个视频 唐世泽 老林 你家儿子跟我女儿表白了 真有文化 我还是第一次知道 跟女孩告白 可以用这样的文雅 又霸气的方式的 哈哈 我看我女儿 也没拒绝你儿子 我感觉他们俩很有心 你这个亲家 我认定了 哈哈 老林 你瞧 你儿子都快要有女朋友了 你不着急 家里有孩子的话 还是需要有个女人在家 照顾着的 尤其是家里有女儿 我们当爸的 都是直男思维 不懂小丫头的心 家里有个女人的话 他们比我们贴心 跟小丫头 也有共同话题 看到这条消息 林佑看向坐在身边的乔木秋 放下手机 没回唐世泽的话 夹起一块猪脚 放到乔木秋的饭碗里 四个女儿正在看电视 没看到这一幕 乔木秋看到了 她还和林佑的眼神对上了 林佑朝她笑了笑 乔木秋差点感觉自己 要找不着北了 林佑哥哥 给我夹猪脚 是什么意思 是情侣间的夹菜吗 还是 林佑哥哥知道 我喜欢吃猪脚 所以夹给我 还是 林佑哥哥是作为东道主 给她这个客人夹菜 各种各样的想法 浮现在乔木秋的脑袋里 林佑哥哥 用给我夹了猪脚的筷子 再吃饭 是不是等同于 跟我间接接吻了呢 音音啊 这怎么好意思啊 如果此刻乔木秋的头顶上方 出现一幅画面的话 那绝对是她正一脸 荡漾地扭动着小身板 四周飘满了粉色小桃星 四姐妹在一边看电视 一边讨论弟弟凌晨的事 一边吃饭 乔木秋悄悄地看了林佑一眼 然后就快速地低头 开始啃猪脚 虽然觉得女孩子啃猪脚 有点爹形象 但是 她真喜欢吃猪脚 而且 这还是林佑哥哥做的 红烧猪脚 又亲自夹到她碗里的 她就更喜欢吃了 原本今晚她准备来 做这道红烧猪脚的 但是林佑哥哥让她去休息 厨房的是交给她 这道红烧猪脚 是林佑哥哥做的 而且一看就知道 超级好吃的样子 之前在厨房里的时候 看到这做好的红烧猪脚 油亮的棕红色 以及那浓郁的香甜 她就差点忍不住 想要用手颠着偷吃了 但是 最后还是忍住了 因为她要 对住她的形象 可不能在林佑哥哥的眼里 是个小吃货 现在终于可以开动了 她的心情超级激动 香香的猪脚移入嘴里 软软如如入口即化的 口感移上来 好吃的 她整个人都幸福地 眯起了眼睛 太好吃了 真的是太好吃了 一点都不觉得油腻 满嘴的肉香 外加猪蹄带筋的地方 更是Q弹 Q弹的 超级好吃 林佑哥哥 你这厨艺 简直是太棒了 我还是第一次 吃到这么好吃的猪脚 乔木秋毫不夸张地夸赞道 林家四姐妹 听到乔木秋的话 关注点被拉了回来 纷纷说道 小姨 我爸爸的厨艺 那绝对是没话说的 她说第二 没人敢成第一 爸爸做的每道菜 都特别地好吃 小姨 你多吃点 说着 四姐妹 纷纷给乔木秋夹菜 一下子 就把乔木秋的小碗里 堆了一座小山 乔木秋对外甥女们的热情 脸上盛满了笑容 好 你们也多吃点 说着 乔木秋给四姐妹加菜 最后 她给林佑加了一筷子黄牛肉 林佑哥哥 你今晚做菜辛苦了 你多吃点 林储下黑黑地说道 爸 这黄牛肉 是壮阳补肾的良品 小姨对你真好 乔木秋愣了下 啊 她没有这个意思啊 她不知道 黄牛肉还可以壮阳补肾 林佑哥哥 该不会误会她的意思了吧 会不会对她有幻想 要是真的有幻想的话 那可就太好了 还有什么菜 是壮阳补肾的 等会儿回去好好地查查 以后做给林佑哥哥吃 嘿嘿 林佑笑着用筷子的尾巴 敲了一下 储下女儿的小脑袋 说道 小丫头 小说看多了吧 壮阳补肾的菜很多 韭菜 泥丘 羊肉 狗肉 牛肉 黑豆黑米等等 都有这方面的功效 好好吃饭 林储下憨憨地抓了抓小脑袋 然后低头吃饭 吃饭的时候 一双古灵精怪的眼睛 在林佑和乔木秋之间的脸部表情上来回扫 被林佑抓到偷看的眼神后 她可爱地吐了吐舌头 然后收回视线 继续吃饭 一顿饭吃完 四姐妹一起收拾碗筷 去厨房里洗碗 把时间和客厅里的空间 都留给林佑和乔木秋 然后四姐妹在厨房里摇耳朵说悄悄话 我看爸爸和小姨很有心 林储下黑黑的小声说道 林初雪和林梦瑶 以及林诗涵 也纷纷偷笑地点头 太好了 以后我们就不会有后妈了 每天都有好多邻居叫我微信 问咱们爸爸 想找什么样的老婆 可把我给气的 林梦瑶小声地哼紧 林诗涵想到什么 坏坏地说道 爸爸现在的房间的隔壁 还没住人 等会儿 大姐你带小姨去看房子 让她住爸爸隔壁的卧室 那两间卧室 有两个小阳台 虽然不是连在一起的 但是也只隔了一米 林初雪笑着朝林诗涵 竖起大拇指 这个建议不错 林梦瑶和林楚夏 纷纷一脸坏笑地点着小脑袋 林楚夏说 这让我想到了 我家男神住隔壁的言情小说 哈哈 希望小姨和爸爸 早日修成正国 走上结婚殿堂 四姐妹洗完碗筷 林初雪被派出去 带乔木秋去看房子 另外三姐妹继续负责拖地做家务 家里很热闹温馨 扩展后的家很大 原本林诱是想请保姆的 但是四姐妹表示 不用请保姆 因为他们不习惯家里有保姆 还有就是 他们四姐妹做卫生 都是一把手 又都是自己 能照顾自己的人 所以完全不用保姆 林诱听从女儿们的意见 没有请保姆 林初雪带乔木秋 看了林诱隔壁的房间后 说道 小姨 这间房很大 我觉得特别适合你 乔木秋说道 雪儿 小姨住之前那个房间就行 这个房间留着 以后当客房用 小姨 这个房间比你住的那个房间宽敞 而且还带了内置卫生间 床也超级舒服的 这床架怎么折腾都不会散架 小姨 你之前房间里的床 质量不太好 床上坐的人多了 就容易发出咔咔声 要是几个人 再在床上蹦蹦跳跳的话 很容易把床跳踏了 乔木秋一听这话 脑海里想到了 以后自己和林诱 会在床上那什么的画面 如果做点激烈的运动的话 确实是需要一张质量好的床 当然 这是她肯定不能告诉外甥女 她点头说道 行 听雪儿的 凌初雪欢喜地笑了 然后带乔木秋 来到房间里的小阳台 说道 小姨 这阳台 你可以摆放一些你喜欢的花草 你把你喜欢的花草告诉我 我让人送到家里 给你装上 还有这隔壁 住的是我爸爸 乔木秋的重点没在花草上 而是隔壁 仅仅隔着一米距离的阳台那边 住着的是林诱哥哥 天哪 真是天赐我眼 让她住到了林诱哥哥的隔壁 最最主要的是 两个房间还有小阳台 阳台都是没有封闭的 而这一米的距离 对她来说 完全小case 轻松翻越过去 想想 她就特期待住到这里了 不过 今晚没空住在这里 周六 周六周日就放假 到时候可以过来住 林诱这边 女儿们洗完碗筷后 去了十层的猫屋里逗猫去了 林初雪把乔木秋带回客厅后 也要去楼上看看猫围游 走了 把独处时间 留给林诱和乔木秋 林诱从沙发旁边的茶几下 拿出一个小笼子 放到乔木秋面前 这是 乔木秋一眼就看到 她在笼子里的 一只黑白波纹相见的小奶猫 喵 梨花猫 送给你的 喜欢吗 林诱笑着把笼子 交到乔木秋的手里 乔木秋一手提着笼子 一手轻柔地摸小奶猫的小脑袋 小奶猫立马抬起小脑袋 望向她的手 小爪子也抓了过来 特别的有攻击性 乔木秋喜欢这小猫的性子 抬头对林诱欢喜地说道 喜欢 林诱哥哥 谢谢你送我的这只梨花猫 我会把它养好的 好 乔木秋看了看墙壁上的时钟 已经晚上八点了 她得回去了 因为从这里到部队里 还需要两个小时 林诱哥哥 时间很晚了 我去收拾一下东西 准备回去了 我送你 你喝了酒 司机开车 好 乔木秋满心欢喜地回房间里整理东西 东西很简单 一个她今天带出 的公文包 一件今天 她穿过的林诱的白衬衣 她把白衬衣折叠整齐 放进公文包的夹层里 然后拉好公文包的拉链 就出了门 林诱刚好从十楼下来 她到楼上告诉女儿们一声 她去送乔木秋回部队 女儿们知道后 当然是双手赞成的 在坐车回部队的路上 乔木秋和林诱 商量了给小猫取名字的事 林诱哥哥 我是取名费 你可以给小猫取个名字吗 这会儿 乔木秋已经把小奶猫 从笼子里拿了出来 抱在怀里 可能是因为困了的缘故 小猫还挺乖的 躺在乔木秋的臂弯里 没有折腾 名字 林诱对给宠物取名字 也是半点都没经验 不过乔木秋问起 她很认真地想了想 说道 那就叫长生吧 有了足够的钱之后 人就想要长生了 尤其是她现在有五个儿女 她就更想让自己 活得长久一点了 给宠物想名字 也想到了这一块 长生 这个名字好 乔木秋很喜欢这个名字 很有特色呢 不像其他朋友们 给猫猫取的名字 叫布丁 草莓之类的 她家林诱哥哥 真会取名字 小家伙 以后你就叫长生了 喜欢这个名字吗 是你爸爸给你取的哦 以后妈妈照顾你 最后这句话 乔木秋在心里说的 那儿上不敢说出来 小奶猫听到自己的名字 睁开了眼睛 咕噜噜的琥珀色的眼睛 一会儿看向林诱 一会儿看向乔木秋 然后打了个哈欠 伸了伸两条小爪子 喵叫了一声 像是很喜欢这个名字 乔木秋笑着说道 林诱哥哥 你看 长生也很喜欢你给他取的名字呢 林诱笑了 女生真是个超可爱的物种 尤其是当女生逗猫的时候 更是可爱了 车子一路开出城市 开进山里 然后停在了战刃特种部队的大门外 林诱哥哥 我到了 那我先下车了 周六我放假 过来找你们玩 好 乔木秋下车 关上车门 司机问林诱 林总 走吗 等一下 林诱目送着乔木秋进部队 在大门口的时候 乔木秋刚好和走出来的一个 穿着迷彩服的男人碰上 两人在那里聊 不知道聊什么 林诱看到乔木秋笑了 林诱打开车窗 掏出一支烟 点燃 抽了一口 然后目光继续看向大门口 发现乔木秋还在跟那个男人聊天 而且好像两人很聊得来 此刻 在和乔木秋聊天的是 占任特种部队的教官 卓英明 乔木秋 恭喜啊 我听珍珍说了 你今晚去约会了 他来好事将近啊 卓英明笑着说道 他也看到了 送乔木秋回来的林诱的车 不是 别听珍珍瞎说 八字还没一撇呢 说这话的时候 乔木秋有些小羞涩的 悄悄地看了一眼 还停在那里 没有开走的林诱的车 心想 林诱哥哥真贴心 他下车了 他还没把车开走 看来是想看到 他进大门后 才会把车开走 要是真的能够当 林诱哥哥的女朋友的话 是不是享受的特权 会更多呢 比如 林诱哥哥会下车 送他到门口 然后还和他拥抱 以及来个分别吻 呀呀 不能往下想了 一下子没注意 想得太多了 卓英明笑着说道 是 是 人家都亲自送你回来了 而且还没立刻把车开走 俨然对你很关心 有好事的话 可一定要记得 请我和珍珍吃饭 乔木秋虽然知道 林诱听不见 他和卓英明的谈话 但是还是有点小心虚 生怕被林诱听到了 卓英明的话 他转移开了话题 问卓英明这么晚了 怎么还出去 出去半点试 卓英明说道 小秋秋 有个东西 你忘记拿了 林诱下了车 步伐沉稳地走了过来 把一盒猫粮递给乔木秋 并且对抬手 逗了一下 乔木秋怀里的小猫 语气宠密地说道 长生 乖乖听你妈妈的话 周六来看你 喵 小猫舒服地 在林诱的手掌里蹭了蹭 乔木秋笑着对林诱说道 林诱哥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部队里的教官 卓英明 也是我的朋友 卓英明 这是林诱 我的大哥哥 你好 卓英明礼貌地 朝林诱伸出右手 林诱也伸出右手 两个男人的右手一向往 顿时 就开始了一场 无形的力量较量 卓英明 原本是想测一测 林诱的武力值 看林诱能不能够 保护好乔木秋 没想到 他刚一动力气 林诱大掌里 便传来了排山倒海的力量 差点要把他的手 给握断了 他额头上冒出了冷汗 内心震惊万分 他没想到 眼前这个看着一身贵气 且帅得像是 吸光了日月精华的男人 力气竟然这么大 王牌教练的他 竟然不是林诱的对手 林诱看到对方的脸色微变后 放开了手 对卓英明说道 你好 我还有事 先走了 卓英明朝林诱点点头 然后对乔木秋笑着说道 乔木秋 你大哥哥不错 碧莉惊人 说完后 卓英明大不留心地走了 没再留在这里 继续当电灯泡 乔木秋眨了眨眼睛 然后看向林诱 问道 林诱哥哥 你刚刚和卓教官较量了下碧莉 你们俩很熟 林诱不答反问 虽然乔木秋没有谈过恋爱 不过 这会儿他误了 难道刚刚林诱哥哥 跟卓英明较量 是误会了他和卓英明的关系 吃醋了 音音音 好甜哦 感觉心都是甜滋滋的 他对林诱解释道 林诱哥哥 卓教官跟我还算熟吧 不过不是很熟 他和我朋友英真真很熟 他最近在追真真 虽然被林诱哥哥吃醋的感觉 真的超棒 但是他也不想让林诱哥哥误会了 所以解释清楚 卓英明是追英真真的 跟他没有什么关系 林诱一听这话 瞬间明白了 知道自己是误会了 不过 他面上的表情 却半点都没变化 继续如常地点头 说道 哦 入秋的夜晚还是很冷 你早点回去睡觉吧 好 乔木秋抱着小妈 刚转身 又回过头来望向林诱 眨了眨心眸 林诱哥哥 周六你来这里接我吗 嗯 好 那到时候我下班了 给你发消息 林诱哥哥来接他 嗯 林诱哥哥 晚安 晚安 乔木秋抱着猫 提着东西 脚步轻快地走进了部队里 如果不是因为 还要考虑到自己的形象问题 他真的想一蹦一跳地走路 而且还要唱着 歌一蹦一跳地走路 因为太高兴了 整个人都飘乎乎了 这 就是恋爱的感觉吗 这种感觉太好了 要一直一直有 林诱看着乔木秋的身影 消失在视野里后 转身回了车里 让司机开车 然后他打开车窗 掏出一支烟 点燃 深深地抽了一口 现在回想起 刚才自己的行为 他竟然觉得自己很幼稚 竟然吃醋 而且 最主要的是 还是一场误会 他就吃醋了 他是很久没谈恋爱了吗 所以 对女人的自控力 下降了这么多 都不知道有多久 没体会过 这种吃醋的感觉了 还真是有些上头 林诱吐出一口烟雾 看着白色的烟雾 在黑暗的山林间飘荡 晚风拂来 带着入秋的凉意 乔木秋回到宿舍后 英真真立马迎了过来 满眼的八卦 木秋 刚刚卓英明发消息跟我说 今晚是你男朋友 送你回来的 还说你男朋友 不仅长得超帅 还很有钱 而且比利十分惊人 比他都强 天哪 你这男神也太牛了吧 有没有照片给我看看 我实在是太好奇了 卓英明可是我们部队里的 王牌教练啊 扳手腕 他敢说第二 就没人敢说第一啊 没想到 你家男神的比利 比他的力气还要大 这太不可思议了 难道你家男神是军人 乔木秋还没落座 英真真的话 就如同机关枪一样 噼里啪啦地放了出来 然后英真真的目光 落到了乔木秋怀里 抱着的小猫身上 立马他的双眼就亮了 好萌的小猫猫啊 你家男神送给你的 乔木秋抱着小猫 把文件袋和猫梁 放到自己的桌子上 然后坐在椅子上 抱着小猫 对应真真说道 你一下子问了这么多的问题 让我先回答哪个好呢 英真真拉过一把椅子 就满脸兴奋地坐在乔木秋的对面 急急地说道 先说这猫吧 嗯 是他送的名字 我们俩也取好了 叫长生 英真真朝乔木秋竖起大拇指 夸赞道 厉害 连你们的女儿的名字 都给取好了 什么女儿啊 这猫妹妹不就是 你们俩的定情信物 你们的宠物女儿吗 乔木秋低头笑着逗猫 没回应真真的话 心里都是甜蜜 英真真继续问 你有你家男神的照片不 让我看看 我对他实在是太好奇了 要是早知道他送你回来的 我肯定要去大门口接你啊 亲眼看看他 乔木秋现在心情好 他拿出手机 点开灵右的照片 然后给英真真看 不过也只给英真真看了一眼 就在英真真想要舔平吸一口 欧气的时候 英真真的脑袋 就被乔木秋给削了 你这做的什么动作呢 说着 乔木秋把手机屏幕关掉 然后把手机塞回了裤兜里 可 给我再看一眼 让我吸点欧气啊 他的臂力那么强 伸手肯定也十分了得 是个超级大高手 让我吸几口欧气 指不定我这辈子 也能成为大高手吗 英真真催促着 还想继续看灵右的照片 只看到一眼 他都还没看清楚灵右的长相 不过 只一眼 他也看出来了 灵右的气势很强 男神气质妥妥的 而且还是那种型男 而不是现在电视上流行的 那些不男不女的 所谓老公男神 西游戏就能成高手 英真真 我看你 需要给你的智商充点钱了 你今晚更新了吗 啊 请不要在这么关键的时候 提这样直击灵魂的问题好吗 还没更新 那就赶紧去码字 别到时候 每天我拆开包裹 发现里面全部都是 你的读者寄来的刀片 英真真跑去 继续码字了 没办法 今晚还没更新 而距离晚上十二点 只有一个小时了 他还要写四千字 脑壳得飞速地转溜 想剧情才行 争分夺秒 要是今天断更了 全情奖励就没得了 读者也会把他的评论区轰炸了 乔木秋见英真真乖乖地去码字了 他笑了笑 然后就把小猫放到床上 给小猫盖好被子 轻轻地拍着他的小脑袋说道 长生 妈妈去洗澡了 你在这里乖乖地睡觉 不要乱跑 洗完澡后 英真真还在键盘上 噼里啪啦地打字 就好像身后有猛鬼在追一样 乔木秋笑了笑 然后就去吹头发 吹干头发 他又抱着小猫去洗个澡 给小猫吹干头发后 抱着小猫上了床 然后从文件包里 小心翼翼地 把他今天穿过的灵佑的那件白衬衣拿出来 在满心欢喜的捧到面前 深吸一口气 就闭上了眼睛 我也吸一口灵佑哥哥的凹气 是阳光的味道 真好玩 抱着他睡觉了 就像是抱着灵佑哥哥睡觉一样 大后天就是周六了 到时候灵佑哥哥会来接他 真幸福啊 日子一转眼 到了周五 凌晨已经看完建模猫发给他的数据了 他看完之后 觉得这些数据还是不够全面 因为都是在网上收集的数据 真实性不知道怎么样 他决定 还是先从中海这边的社区 和批发市场 搞一下真实的数据 毕竟 这是要投资很多很多钱的大项目 他得认真对待 不能让自己做的第一个大项目 就让老爸亏钱了 建模猫 林同学 你跟唐小花告白有几天了 要趁热打铁 今天我们下午四点后 就没课了 唐小花这周末不回家哦 你要把握好机会哦 凌晨 话说你上次说 我跟唐轻衣表白后 就告诉我一个唐轻衣的秘密的 你貌似忘记 告诉我他一个秘密了 建模猫 嘿嘿 你记性真好 这个秘密很隐私的 你知道后 可千万别跟唐小花 说是我告诉你的 我想出卖兄弟的人吗 我是女的 知道啊 你要是男的 那我得杀了你 不要喊我兄弟 喊小猫猫 还是喊你兄弟吧 喊小猫猫 我浑身起鸡鸡疙瘩 你敢跟唐小花说 这样的话吗 那肯定不会 跟她说这样粗糙的话 你双标 对我就敢说这么粗糙的话 凌晨的手机这会儿刚好响了 是她在网上定制的问答卷到了 她接了电话 让他们把快递寄存在菜鸟一站就行 她放学后去去 挂了电话后 她的手机里 进了建模猫的消息 建模猫 不说话 生气了 别生气 跟你开玩笑的 那我允许你 喊我喊兄弟了 还不行吗 谁让我这么可爱 好说话呢 凌晨 那点是不至于生气 我刚才接了个快递电话 建模猫 你不生气就好 我还想看着你 追不追得到唐笑花呢 毕竟 这可是轰动全校的大事 嘿嘿 唐笑花的那个私人秘密 就是她每周六和周日上午九点 都会去望远商场的二楼一家 名叫厨艺天堂的厨师班学厨艺 这个是 我们宿舍里除了唐笑花本人 就只有我知道 所以 你要是去厨艺天堂 遇到了唐笑花 可千万别说是我告诉你的 就说是巧合 巧遇 厨艺天堂 唐青衣学厨艺 哈哈 好 正好她激活了一道西红柿炒鸡蛋的做法 那她和唐青衣有了一个小小的共同爱好 最主要的是 她有系统在身 在厨艺这块 她肯定可以赢过唐青衣 凌晨 谢了 兄弟 放心 我肯定不会把你说出去的 她还想让建模猫继续当她的聊机 潜伏在唐青衣身边呢 自然不会把建模猫泄露出去 她可不笨 傍晚放学后 凌晨抱着一堆的问答卷回到了家里 凌晨 你买的什么 怎么那么多 你的考试世界 不太像 刚学完开飞机回来的凌晨涵 一边在餐厅那里喝水 一边看向回来的凌晨 问道 凌晨露了一个神秘的笑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我现在先去房间里忙了 对了 三姐 你飞机开得怎么样了 我准备这周日就开始去学车了 凌晨涵一脸自信地说道 我现在已经可以开直升飞机了 不过还需要教练在旁边指导 再过一段时间 我想我就可以单独开直升飞机了 厉害我的三姐 听到凌晨涵都快可以单独开直升飞机了 凌晨浑身也充满了动力 她先拿下汽车驾照 再去拿下飞机驾照 不知道唐清一有没有拿到汽车驾照和飞机驾照 晚上 凌佑回来准备做晚饭 发现儿子跟了进来 老爸 我来帮你 行 老爸 今晚咱们做什么吃的 自家老爸做的饭菜 比系统奖励给他的饭菜做的还要好吃 他准备今晚要好好的跟自家老爸学习做菜 然后明天去唐清一的厨师班 震惊全场 想想 他就特期待明天早上 整个人也打了鸡血的 跟凌佑详细的学习做菜步骤 凌佑见儿子真心想学 也很耐心细致地教 乔木秋这边 他已经下班了 这会儿正在宿舍里 用针线在一件白T恤上刺绣图案 啊 一不小心 针刺到了他的手指头 立马 手指头就出了血 他抬起手指 就放进嘴里 吸了一口 舌尖抵住被针刺了的位置 止血 止完血后 他又移了一声 才发现 他刚才不小心 把血滴在了T恤上 这可怎么办 乔木秋急了 这直查最后一点点 就可以刺绣完成了 最后竟然滴了一滴血 在白T恤上 这可是要送给 林佑哥哥的礼物啊 重新再买一件白T恤 在上面刺绣图案的话 那明天就不能把衣服 送给林佑哥哥了 因为这是他赐了 足足五天的成果 刚好应珍珍回来了 他看到乔木秋在发呆 问情况 得知情况后 他说道 这有何难 直接在这一滴血上 绣一个红色爱心 不就可以了 而且 这寓意更好 是你的鲜血做的爱心 是真的用你的爱意做的爱心啊 超级浪漫 这个想法 乔木秋想过 但是 再要送给林佑哥哥的衣服上 绣爱心 这会不会太明显了啊 虽然上次林佑哥哥 送他回来的时候 他感觉到林佑哥哥吃醋了 想着林佑哥哥 应该是喜欢他的 可是 林佑哥哥还没亲口告诉他 喜欢他 他怕自己误会了他的意思 导致自己对他的感情 会对他带来困扰 但是 英真真说的这个寓意 却也真的很好 刚好这时 小猫抬起小爪子 朝着他抓 喵喵地叫着 看到小猫的小爪子 乔木秋忽然就想到了 一个极妙的点子 他放下手里的刺绣工具和衣服 弯腰一把将小猫抱起来 用手指兜他的小耳朵 怎么了 长生这是饿了吗 要喝奶奶了 喵喵 小长生听到喝奶奶三个字 开始欢快地叫了起来 乔木秋宠命一笑 然后拿过专门给猫猫买的奶瓶 抱着他给他喂奶 给他喂好奶后 小家伙立马就跑出去也去了 真是活泼可爱 乔木秋重新拿起衣服和针线 开始把自己的想法秀出来 半个小时候 他看着手里的杰作 喜滋滋地笑了 英真真凑过来看 坏笑地朝乔木秋竖起大拇指 木秋 你这招妙 把爱心藏在了猫爪子的肉店里 而且还一口气 在小猫的四个肉店里 都秀了一颗爱心 这样既然可以说是 把你喜欢他的心思表露了出来 又可以说是童趣 高手 高手 这招我得学会了 乔木秋一脸期待地问道 你说 他会看到这猫爪里的小爱心吗 爱心对比猫爪 显得有些小了 在对比整件T恤上秀的卡通男孩形象 就显得更小了 他喜欢你的话 肯定就会看到 英真真黑黑地说道 因为面对喜欢的人送给自己的东西 哪怕是一针一线 都会用放大镜来看 他必然会看到这小猫爪子里藏着的爱心 周六一大清早 吃完早饭 凌晨就背着书包出去了 来到附近的菜市场 他直奔卖鸡蛋的批发门店 跟老板买了五箱鸡蛋 一共一百个 到时候如果用完了 老板捕货过来 如果没用完 还可以退 然后找老板借了一张折叠小桌子 和折叠小凳子 就开始把书包里的 关于大家对买菜想法的调查问卷拿了出来 然后拿起一个买好的电子喇叭 喊道 简单地答一份问卷 送五个鸡蛋了 这个点来菜市场买菜的都是大妈大爷们 最喜欢的就是用时间来换东西 比如这种答问卷 送鸡蛋的活动 是他们的最爱 当即 就来了几个大妈来问情况 外加凌晨那帅气的颜值 已经耐心地跟大妈们讲解 怎么答问卷后 大妈们当即就表示没问题 刷刷地开始答题 答完题 凌晨给他们每人送五个鸡蛋 帅小伙 你明天还来这里不 来 那明天我带我老板一起来答题 完全可以 然后大妈们真的拿到了鸡蛋后 纷纷开始给凌晨做广告 在家人群 或者广场舞群等等群里 喊在德望菜市场这里有个 帅小伙发鸡蛋 只要简单地答一份问卷 就可以领取五个鸡蛋 要填身份证号不 不用 要扫二维码不 不用 都不用 只用简单地填写问卷 就可以拿五个鸡蛋 马上到 马上到 五个鸡蛋 是我的了 马上来 忙活到上午八点半 凌晨在网上买的五百张问卷 都答光了 而且 因为他激活了系统的缘故 他的记忆力比以前强多了 所以 中途有人想第二次来答卷领鸡蛋 直接就被他给认了出来 还有人换了套衣服 换了个发型 第二次来答卷 也被他一眼认了出来 大妈们纷纷说 这小伙子的记忆力太好了 不仅帅 而且还记忆力超群 肯定是学霸 不知道他有没有女朋友 想给他介绍对象了等等话 在大妈们问凌晨要微信号的时候 凌晨把之前自己准备好的 微信公众号发给他们 微信公众号的名字叫 陈胜优选 这是他为以后 他要做的网上卖菜 APP想的名字 这边的事情搞完后 凌晨就背着书包 去望远商场二楼的厨艺天堂 叮 手机响了 是贱猫猫发来的消息 贱猫猫 兄弟 唐笑花已经开始要出发了 他在喷防晒霜 凌晨立马加快脚步 把走路改为了跑步 跑向望远商场 因为他要在唐青衣进来之前 先在里面学习做菜 然后再来个偶遇 绝妙 贱猫猫 人呢 凌晨 我知道了 没功夫聊天 我在跑步 上午8点5时 凌晨搞定了厨艺天堂的报名手续 进了活动室 因为上午9点才正式开始开课 这会儿提前来的学员 可以在活动室休息 8点55 忽然一股清香飘来 凌晨抬头看过去 刚好看到唐青衣 穿着一身很显身材的秋装运动装 青春靓丽地走了进来 一瞬间 仿佛室内百花盛开 那叫一个好看 活动室里的学员们 纷纷望向唐青衣 再到抽气 好漂亮的女孩啊 以前没看她来过 她是新来的学员吗 今天我运气真好 被老妈逼着来学厨艺 没想到 竟然碰到校花级的大美女 果然 老妈说的没错 男人学会了厨艺 一定可以找到女朋友 好想追她 可是 她看着很高冷 凌晨直接站起身 大大方方地 走到唐青衣的面前 笑着说道 唐同学 看来你很喜欢我 知道我在这里学厨艺 特意也过来学 凌晨这欠揍的话 一说出来 整个活动室的人 纷纷惊呆了 失恋了 还没开始谈恋爱 就失恋了 校花大美女 竟然是有主的 唐青衣看了凌晨一眼 没说话 因为这会儿 刚好到了九点钟 开课了 所以 唐青衣看了凌晨一眼后 就禁止走向教室 还真别说 凌晨这会儿 觉得很诧异 唐青衣面对她说的 那样欠揍的话 不仅没揍她 而且也没出口反驳她说的话 难不成 唐青衣 真的喜欢她 不是她自恋 而是唐青衣这态度 真的太容易 让她浮想连篇了 上次她给她 送猫告白的时候 她没有拒绝 而且还抱着她 送给她的猫睡觉 现在 她说她喜欢她的时候 她也没出口反驳 她对她 是不一样的 是特殊的 想明白这一点 凌晨心情大好地 走进了教室 教室里有摆放整齐的导台 每个学员一个导台 导台上面 摆放了每个学员的名字牌 唐青衣的导台 在教室里的最右边 靠窗户的位置 凌晨的导台位置 刚好在唐青衣的左边 凌晨走过去 拿起自己的名字牌 对唐青衣说道 唐同学 你为了追我 真是动了很多小心机啊 还特意让老师 把我们俩的位置放到一块 唐青衣的侧脸 真的很好看 尤其是在上午的阳光下 从窗帘洒落进来 落在她身上 为她笼罩了一层 朦胧的美感 让她的侧影 更加地充满仙气 尤其是 她那吹弹可破的白皙皮肤 在阳光下 更是白地发光 果然不愧是 傅丹大学的校花 就是漂亮 林同学 有没有人跟你说过 你很自信 唐青衣看向凌晨 目光不似之前 看到的时候那般的高冷 反而带着点调皮可爱 我自信这事 还需要别人跟我说 我从小到大 就一直很自信 男人 必须自信满满 上次送你的猫 喜欢吗 你怎么知道 我喜欢不偶猫 而且还是泛色不偶猫 凌晨朝唐青衣 眨了眨右眼睛 电了她一下 还朝她打了个逮 完全没有在校花 面前的紧张感 反而很邪很坏 再配上她那 继承了林佑的帅气颜值 如果不是定力强悍的女孩 估计此刻 真的要腿软了 你喜欢泛色不偶猫 那这么看 我送对了 知道这叫什么不 叫心有灵犀一点通 唐青衣笑了 这一笑不好了 唐同学 你别笑 咋了 你知道 你这一笑的杀伤力 有多大吗 有多少少男 为你魂牵梦营 有多少小朋友 为你要快快长大 扑 唐同学 你平时肯定很痛苦吧 痛苦什么 这么多少男喜欢你 你却不知道 选哪一个不痛苦吗 我就是来帮你解决痛苦的 弱水三千 只取我这一票足矣 唐青衣再次笑了 刚好这会儿 厨师老师来了 全场安静 我们现在开始上课 今天先给你们介绍一下 刀具的正确使用方法 因为老师来上课了 班上的学员们都安静了下来 听老师讲课 凌晨和唐青衣也不再聊天了 不过 可以看得出来 唐青衣的心情很不错 老师讲解的课说完后 就开始实践操作 第一个课堂小作业 就是切西红柿 以及打鸡蛋 这对已经学会了 西红柿炒鸡蛋的普通做法的凌晨来说 小意思 他把西红柿洗干净后 就开始准备切西红柿 然后他发现 唐青衣在煮水 然后把西红柿放到废水里 唐同学 你这是要做什么 捞一遍西红柿 方便给西红柿去皮 为什么要给西红柿去皮 可以让西红柿的口感更好 也可以让西红柿更好入味 凌晨笑着说道 别整那些虚的 西红柿皮里 含有大量的番茄红素 番茄红素具有防癌和抗衰老的作用 你把皮去掉了 会导致番茄红素大量的流失 那这番茄 也就没有什么营养价值了 凌晨的话刚说完 正在寻查的 你做作业的学员们情况的老师 开口说道 凌晨同学说的没错 虽然说大家担心 西红柿的皮表上 会有农药等残留问题 但是番茄属于茄科果实 不会有什么农药残留问题 而西红柿皮里 是含有大量的番茄红素的 所以 做西红柿炒鸡蛋的时候 不要给西红柿去皮 更加的有营养 口感对于营养来说 营养第一 而且 西红柿的皮十分的薄 也不会影响到多少的口感 好的 老师 知道了 老师 大家纷纷望向凌晨 被老师表扬了的凌晨 微微一笑 等老师走后 凌晨朝唐轻一眨了眨右眼睛 怎么样 没想到你一个大男人 还懂这些小知识 唐轻一开口说道 我懂的东西可多了 你想更深入地了解我的话 可以加我的微信 我好好地跟你细说 唐轻一眼嘴 学着凌晨说话的语气 笑着说道 你想加我的微信的话 就直说 我没说不给你 凌晨眼睛一亮 当即就拿出自己的手机 放到唐轻一的面前 说道 来 唐同学 扫一扫 我没带手机 你这是拒绝加我微信 你把你的微信号告诉我 我回去后加你 行 我的微信号是 我的电话号码 153XXXXX 加我的时候 记得备注你是唐同学 我看到会第一时间通过的 你这意思是 我不备注 你就不加我了 不是 你看我 这么帅 又这么有魅力 你倒无数少女 少男也想拜我为师 所以 每天加我的人抱多 不是我吹牛 我每天打开微信 新朋友那里 都躺着100家 你把你的微信号设置复杂一点 然后改为 手机不能搜索到 只能用微信号搜索到 不就没这烦恼了 唐同学真不愧是 复丹大学的高材生 就是聪明 我回头 就去设置一下我的微信号 你现在想一下 告诉我 然后我回去后加你的微信号 凌晨笑了笑 说道 我怕我说了 你一下子记不住 我的记性很好 你说吧 OVA Ignite 唐轻一听完这串英文字母后 看了凌晨一眼 凌晨带着笑意地回看她 你确定要用这串英文字母 当微信号 当然 有什么问题吗 不好记 没关系 我给你写在纸上 不用 我记住了 那你记性可真好 接下来 又是上课时间 老师讲课 学员们保持安静 一节课上完 今天的厨师课程就结束了 下课后 凌晨跟唐轻一 打了声招呼就走了 因为今天中午 还有一件大事 那就是 他们一家人要坐飞机 去蓬莱岛的 军顶酒庄玩 所以 她得回去了 在回家的路上 她把微信号改成了 OVICNICNET 不过没有立刻就设置成 只接受微信号的申请好友 因为 她不知道 唐轻一是不是真的记住了 她说的这个微信号 如果记住了的话 那可就有意思了 因为她这个微信号反过来念 就是 唐轻一爱我 哈哈 乔木秋这边 她换上了凌佑 送给她的那条淡紫色的长裙 以及淡紫色的羊皮高跟鞋 还有白色 的羊皮香那儿包包 带着珍珠毛衣链 和珍珠耳环 再配上黑纱贵妇帽 以及英珍珍 强烈要求涂抹的口红 看着镜子里 明眸好齿的自己 她都有点快要认不出来了 她的皮肤很好 即使到了30岁 那白皙的皮肤 也能掐出水来 完全不输20岁的小姑娘 或许这就是 天生励志的原因吧 所以 她不用化浓妆 只需要描一下眉毛 以及点上珠唇 就很有高级感 站在旁边的 英珍珍感叹地说道 穆秋 你这打扮过后 真的是狂甩电视上的那些影后 歌后啊 美得我的心跳 都要停止跳动了 等会儿你家男神看到你后 肯定会被你的美貌倾倒 今晚你可得 好好地把握住机会 争取一举拿下你家男神 然后滚床单 共度凉宵 再生的大胖小子 乔木秋用手指头 敲了一下英珍珍的脑袋 你想得这么远 她其实想得更远 甚至还想到给宝宝取名字 还有宝宝上幼儿园 小学 中学 到时候高中读文科 还是理科 高考考什么学校等等 都想过一遍了 她的未来 全部都被林佑塞满了 英珍珍抓了抓自己的头发 说道 这不远 很近的事情 只不定明年这个时候 我就可以当阿姨了呢 丁丁 这时乔木秋的手机响了 拿起来 是林佑打来的电话 她接起 林佑哥哥 嗯 我到门口了 好的 我这就过来 挂了电话后 乔木秋再看了一眼 镜子里的自己 确定自己打扮整齐后 转头看为在 她脚边的小猫 她弯腰把小猫抱起来 用手指轻抚着她的小脑袋 说道 长生 你乖乖地在家里 等着妈妈回来 因为妈妈 要去和你爸爸约会了 珍珍 帮我照顾好长生 没问题 你就放心地 去跟你家男神约会吧 说到这里 英珍珍又凑到 乔木秋的耳边 小声暧昧地说道 我听说男人送给女人衣服 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亲手脱下她 乔木秋一愣 然后内心大喜 林佑哥哥 是这个意思吗 要是真的话 那可太好了 面上 她还是很淡定的 轻推开了调戏她的英珍珍 然后把长生交给英珍珍 说道 下次我记得 跟卓英明说一下 推荐她 给你多送点衣服 啊 乔木秋 你不可以这样啊 乔木秋勾传一笑 拧着小包和购物袋 踩着高跟鞋出去了 小样 敢调戏她 当林佑看到 从大门口里 走出来的乔木秋的时候 第一眼还没认出来 第二眼 她打开车门 走下了车 绕过车头 打开车右边 副驾驶坐的车门 对走到面前的 乔木秋说道 小秋秋 你今天真漂亮 之前选这套衣服的时候 她就知道 乔木秋穿上后 会很漂亮 没想到真的穿上后 会这么的漂亮 十分的仙气 宛如一个 雾落红尘的小仙女 长大后的小丫头 真的是女大十八变 穿迷彩服的时候 有军中女子的萨爽 穿她的白衬衣的时候 又有女孩的青唇和诱惑 穿这条仙气的裙子的时候 又如一个小仙女 女孩果然是世界上 最可爱的生物 谢谢林佑哥哥送的衣服 不知道林佑哥哥 给她选这套裙子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想的 是要亲手把这套裙子脱下 阴阴阴 不能多想了 跟我不用说险 上车 今天林佑是自己开车过来的 没带司机 所以上车后 车里就林佑和乔木秋两人 今天我们去彭莱的军兵酒装完 我们直接去机场 初雪他们 有司机开车带去机场 林佑说道 好 彭莱距离中海挺远的 坐飞机过去的话 也需要两个小时 现在是中午 这意思是 今晚要住在军兵酒装 不回来了吗 那她和林佑 就多了更多的相处时间了 真的是去约会啊 心甜蜜蜜的 她把购物袋拿出来 对林佑说道 林佑哥哥 这里面放的是 上次我穿过的你的白衬衣 我已经把它洗干净 还运平了 行 放到后排座就好 好 在乔木秋要把购物袋 放到后排座去的时候 她眸光狡黠地 看了一眼购物袋 购物袋里不仅装了白衬衣 还装了她 准备了一个新妻的T恤 不知道到时候 林佑哥哥看到 购物袋里的T恤后 会是什么惊喜的表情 她会看到 她在T恤上的 绣的猫爪子的 肉垫里的红色爱心吗 真期待 凌晨这边 她回到家里后 林初雪他们 都已经准备好了 林楚夏只带一个 笔记本电脑包 林诗涵带了一个小包 林梦瑶带了一个 18寸的行李箱 林初雪也带了一个 18寸的行李箱 林晨 你快去收拾东西 我们要出发去机场了 爸呢 爸去部队里接小姨了 等会儿他们直接去机场 司机会开车 送我们去机场 行 我把东西放一下就可以走 林晨把书包里的问卷 拿出来 放在书桌上 然后又到衣柜里 拿了两条内裤 放进了书包里 再把笔记本电脑 和iPad塞进书包里 拉好拉链 背起书包 就跑到了客厅 我收拾好了 大姐 二姐 你们俩怎么带了 两个这么大的行李箱 我来给你们提 说着 林晨就揽下了 两个行李箱的任务 一边推着出门 一边问 林梦瑶打了一下 林晨的肩膀 问这么多做什么 赶紧走 女孩子家出个门 而且爸爸说了 今晚住在酒庄里 那他们要带的东西 当然多了 除了洗漱用品外 还有衣服 以及要拍照换的 各种衣服裙子 配饰包包 还有护肤品 防晒霜等等 东西自然就多了 别看林楚下旨 背了一个笔记本电脑 其他的东西 都在林梦瑶的行李箱里 林诗涵的东西 在林出雪的行李箱里 哦 林晨也不多问 推着行李箱进了电梯 司机已经在停车场等候了 把行李箱放进后备箱后 林晨去坐了副驾驶坐 四个姐姐坐在 七座雷克萨斯保姆车的后排座 车子开往机场的时间里 林晨的手机响了 是剑猫猫发来的消息 剑猫猫 兄弟 你真厉害 唐笑花跟我说 今天在厨师课上遇到你了 你想知道 林晨 当然想 兄弟 赶紧说 剑猫猫 你现在在做什么 林晨 问这个做什么 你先回答我 坐车去机场 去机场做什么 去玩 去哪里玩 兄弟 你是不是问的有点多了 伤心硬 看来你也没有真的 把我当兄弟 瞧 你去哪里玩 你都不肯告诉我 还说我是你的好兄弟 去彭莱岛的军顶酒庄玩 你家真有钱 我没说是我家的 你怎么知道的 军顶酒庄是你家的 你家真的超级有钱 兄弟 你现在可以说 唐笑花对我的印象如何了吧 军顶酒庄这边 有很多葡萄 我可以带一箱 回来送给你 那你给唐笑花送几箱呢 唐笑花喜欢吃葡萄吗 喜欢吃下黑葡萄 给唐笑花带十箱下黑葡萄 兄弟 我现在心里吃味了 你给我只送一箱 给唐笑花送十箱 唐笑花是我的女神 我当然送的多 你吃什么味 兄弟 你该不会说你喜欢我了吧 那可不行 我这个人很专情的 我只喜欢唐笑花 你千万别喜欢我 要不然 你会万劫不复的 扑 逗你玩的 谢谢你 送我一箱葡萄 我也要下黑葡萄吧 你好一起带 你吓我一跳 信号信号 唐笑花 说你说话很幽默 有趣 我瞧她说这话的时候 对你的印象很不错呢 我很好看你哦 加油 看到这句话 凌晨自信地笑了 看来追到唐笑花的日子 指日可待了 丁 手机响了 是新朋友那里有新消息 凌晨点进去 就看到那里躺着一个昵称叫 唐轻一的人 备注 我是唐轻一 加的方式 通过微信号申请 看到这段文字 凌晨笑了 哈哈 唐笑花果然记住了她说的微信号 这么复杂的微信号 全部都是字母 如果不是唐轻一的记忆力超群 那就是唐轻一真的看懂了这串微信号代表的意思 有意思 有意思 当即 她就通过了唐轻一的好友申请 看着空白的聊天界面 凌晨主动发了一个你好的表情包 然后就点开唐轻一的朋友圈 拉到最下面 是15年3月份发的第一条朋友圈 呼 今天要做的八件事 都完成了 有计划的人生 So Beautiful 警号拒绝拖颜症 警号 配图是一张小夜灯的图片 旁边放了一支圆珠笔 然后是15年5月份的朋友圈 绝不能让文言文成为我的绊脚石 文先生 高中文言文逐句注解 Go on 奋斗的表情 配图是文言文逐句注解的书 15年6月份的朋友圈 圆锥曲线永远是我的痛 明天得好好地问下数学老师 数学 加油 配图 风景化 15年9月份的朋友圈 打卡108天 警号英语 警号 图片是一本英文资料书 所有的朋友圈都是跟学习有关的 最近发的一条朋友圈 正是他在游泳馆里救起他的那天 他发的朋友圈 今天小腿抽筋 营养失衡 明天去找厨艺班 学习厨艺和营养搭配 配图 游泳馆的泳池图 这 就是学霸的朋友圈 他会规划自己的时间 遇到问题 会找老师求帮助 明确地知道自己的弱点 然后对症下药 还按时打卡 有坚持的恒心 真不愧是学霸 我得好好的学习 一定要超过唐轻衣 我凌晨 可以的 然后 他去QQ浏览器 缩小腿抽筋的原因 以及如何治疗小腿抽筋等等 因为上次在游泳馆 如果不是他当时及时在场 唐轻衣有可能会溺死在泳池里 所以 小腿抽筋的事很重要 他已经把唐轻衣 当成自己的媳妇了 媳妇的事 就是她的事 她当然得查清楚 给媳妇把腿抽筋的事给治好 丁 被一声 微信进了新消息 是唐轻衣发来的 她点进跟唐轻衣的聊天框 唐轻衣 同学 你的微信号 一般人还真记不住 凌晨 看来你的记性真的超好 唐轻衣 可爱的图片 凌晨看着这个可爱的图片 坚硬的心 仿佛被柔软的羽毛刷过一样 一瞬间就柔柔软软的 真是没想到 高冷的唐笑花 还会发这样可爱的图片给我 看来唐笑花真的喜欢我 对我是特别的 哈哈 我就是她的真命天子 凌晨 你的小腿抽筋 是因为缺钙 还是供血不足 唐轻衣 供血不足 凌晨 那你这样 用手抓 抓一把泡发好的黑木耳 然后在黑木耳里 加入半勺的红糖 以及三颗藻 早上的时候 把这些放到锅里蒸 水开之后 蒸15分钟 蒸好后 把它分成三份 早中晚各吃一次 吃一个星期 你小腿抽筋的情况 应该就会有很大的改善 到时候 记得跟我说说 唐轻衣 好 凌晨 你不夸我 唐轻衣 夸你什么 夸我厉害啊 夸你哪里厉害 看到这句话 凌晨正准备打字的手 顿了顿 她想歪了 她原本是想让唐轻衣夸她 竟然懂这么多的生活知识 没想到 唐轻衣这句话 让她想到了 男人的床上功夫厉害 她感觉自己再聊下去 估计要开车了 得打住 跟女神开车 这可不行 凌晨没回唐轻衣了 没过多久 剑猫猫发来消息 剑猫猫 兄弟 你刚才是不是在和唐笑花聊天 凌晨 这你都知道 剑猫猫 嘿嘿 我猜的 凌晨 怎么猜到的 剑猫猫 很简单 我听到唐笑花在那里嘀咕 说夸她厉害 然后让我想到 就只有你这么的自恋了 凌晨 兄弟 你既然说我自恋 我是自信 不是自恋 剑猫猫 是是 自信 不过 话说你是想让唐笑花 夸你哪里厉害 凌晨 本来是想让她夸我懂 很多生活知识的 但是她发给我的那句话 让我想到了 夸我那方面厉害 跟剑猫猫说话 凌晨就没有什么不敢说的了 直接就开车 剑猫猫 那方面是哪方面厉害 凌晨 来人哪方面啊 这话发出去后 过了足足一分钟 剑猫猫才回了消息 剑猫猫 你果然是把我当兄弟 竟然跟我开车 那你怎么不跟唐笑花说呢 凌晨 她是我女神好不 我能跟我女神开车 那样 会显得我很轻浮 剑猫猫 那你跟我开车 你是我兄弟 可是我也是女的 下次不跟你开车了 跟你开玩笑的 没事 你尽管说 你有什么不能跟唐笑花说的话 都可以跟我说 那兄弟 你平日里会看小电影的吗 你告诉我 你的电脑里 是不是有一个专门的文档 放了超级多的小电影 你最喜欢的是哪个女主演 凌晨 打住 不聊了 没想到 剑猫猫比她还开车 开得还忙 不管怎么说 剑猫猫都是唐青衣的室友 她能把自己电脑里 珍藏了多少小电影的事告诉她 她又不笨 剑猫猫 兄弟 问你个私密的小问题 什么 你还是水晶般纯洁的少年吗 嗯 你懂的 就是那意思 你问这个做什么 好奇地问一下呗 就跟你们男的好奇女的 是不是水晶般纯洁的少女一样 没想到你声音那么好听 骨子里竟然是个色女 古人鱼 石色 性鱼 女人不好色 那你们男人 岂不是没存在感了 你尿 别转移话题啊 你是不是啊 不告诉你 好 那下次你跟我打听唐笑花的事 我也不告诉你 哼 凌晨抓了抓自己的一头黄毛 很是无奈啊 她以为剑猫猫是个乖乖女 没想到一不小心跟剑猫猫开了个小车后 剑猫猫色女的本质就暴露出来了 而且还主动开车 现在还问她 是不是楚男 擦 她是母胎单身的事 她能说给唐青衣的室友听 太丢面了 凌晨关掉了手机 没回剑猫猫的话 没想到 过了一会儿 剑猫猫又发来了消息 剑猫猫 我可以用一个唐笑花的极为隐私的消息 给你置换哦 凌晨看着剑猫猫发来的这句话 无奈地笑我了 这同学 很知道她想要的是什么呀 凌晨 没想到我隐藏得这么深 还是被你发现了 我的真操的确还在 但是 你不能打我的主意 我是留给我家唐青衣的 剑猫猫 哇塞 凌晨同学 你真是好样的 好男人 现在可很少见你这样的好男人了呢 都说男人是下半身动武 我觉得你就不是 凌晨 还以为会被剑猫猫这个色女 嘲讽一番她 还是处男的事 没想到剑猫猫竟然夸她 不聊这个话题了 她立马就转移了话题 我说了 现在跟你说唐青衣的 极为隐私的消息了吧 为了泡妞 她真的是拼了 剑猫猫 当然可以 嘿嘿 那就是唐青衣从小到大 还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哦 也是如水晶版纯洁的少女哦 开心吧 心动吧 赶紧去加大马力去追她 我相信 你肯定可以追到的 看到这话 凌晨愣了一下 然后黑毛里 溢满了狂喜的笑容 哈哈 真是捡到宝了 虽然她没有去想过这方面的事情 毕竟她现在想的 都是纯纯的恋爱 不会去想那些深入方面的问题 但是刚才剑猫猫问她的时候 她就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唐青衣 哈哈 唐青衣从小到大都没谈过恋爱 爽 她 要做唐青衣的第一个 且唯一的一个男人 当即她就回了剑猫猫 必须的 抵达机场后 林诗涵带着大家 直接前往林佑在机场的机库 因为今天去彭莱岛的军顶酒庄 不是坐普通的航班 而是直接坐林佑的私人飞机 还没看过林佑机库的林梦瑶 他们一个个都超级兴奋和期待 来到林佑的机库 凌晨直接就啊 的尖叫 朝着那些她梦寐以求的大飞机 敞开怀抱地跑去 虽 他们之前 看过林诗涵发的机库里的照片 但是 当他们真的看到这一架架漂亮的大飞机的时候 还是被满屏的震撼住了 全部都是爸爸的飞机 好多啊 一 二 三 四 五 十六 十七 十八台飞机 林梦瑶倒抽一口冷气地说道 天哪 他们的爸爸到底是多有钱啊 机库里竟然有这么多的飞机 胎得过来吗 一般普通人家有两台车 都能让周围的人羡慕好一阵子了 这 他们家 有十八架飞机 说出去 估计别人都要以为 他们在吹牛 太不可思议了 林诗涵带他们去看他选中的一台飞机 那是爸爸说给他的 这边 林诗涵带林初雪他们在看飞机 那边 乔木秋和林佑的车子 也开到机库门口了 下了车 林佑就准备走进机库 因为他看到家里的保姆车到了 也就是说 孩子们已经到了 林佑哥哥 嗯 袋子没拿 乔木秋指了指后排座的方向 林佑笑着说道 没事 放在车里 等到到时候 我们回来再拿 还是带上吧 放在车里 我担心会丢 主要是 里面有他送给林佑的礼物 行 乔木秋欢喜地说道 我来提 说着 他打开后排座的车门 把购物袋提到了手里 林佑看了一眼购物袋 又看了一眼 拿到购物袋后 明显脸上的笑容更多的乔木秋 以他过来人的身份 他知道 这购物袋里 怕不是只有那件上次给乔木秋穿过的白衬衣 那么简单 他笑了笑 然后带着乔木秋走进机库 林出雪第一个看到林佑 立马招呼着弟弟妹妹们 从林诗涵的飞机里下来 喊道 爸爸 小姨 小姨今天好漂亮啊 林梦瑶惊喜地说道 乔木秋笑着说道 你们四姐妹也超级漂亮 林晨跟你爸爸一样的帅 林晨笑着说道 小姨 你很适合穿裙子 以后可以多穿 然后林晨又对林佑说道 老爸 刚刚我看了三姐的飞机 我也可以选一架飞机吗 林佑笑着说道 可以 去选吧 林楚夏举手说道 还有我 都可以选 林佑宠溺地对儿女们说道 Oh yeah 林晨欢喜地跳起来 然后去选飞机 林楚夏也兴奋地跑去选飞机了 林出雪和林梦瑶不准备开飞机 所以没去选 因为他们俩平时也不用出去飞 就算出去旅游的话 也是跟林佑他们一起出去 那到时候 大家一起坐一架飞机就好了 林晨和林楚夏 很快就选好了他们心腻的飞机 林晨选的是一架深蓝色的 造型很酷的大飞机 林楚夏选的是一架小黄人小飞机 当初林佑买下这架小黄人飞机 是看着他外观可爱 又是限量版 就买了 买回来后 他也没做过 因为觉得有点幼稚 现在看到楚夏女儿选了这架飞机 他觉得自己当初 估计是冥冥之中感应到 自己会有五个儿女 所以买了一架这么萌萌大的飞机 哈哈 选好飞机后 大家坐上了林佑经常乘坐的大飞机 然后飞往鹏来岛 乔木秋还是第一次坐私人飞机 被私人飞机里的豪华内饰 和空间布局给深深地震惊到了 自从上次在铁路局见到林佑 然后在饭桌上 看到林佑和艾兰谈上百亿项目的时候 那云淡风轻的样子 他就知道 林佑哥哥超级超级有钱了 可是今天 看到林佑哥哥的机库 又看到林佑哥哥私人飞机里的情况 他都不知道林佑哥哥到底多有钱了 难怪艾兰说像林总这么优秀 又帅气还单身的男人 过了这个村 可就没那个店了 是啊 林佑哥哥不仅具有钱 而且还帅气 还特有力量 身材也抱好 对人也很温柔贴心 难怪艾兰说 林佑哥哥虽然谈过很多女朋友 但是没有一个分手后的女朋友 说过林佑哥哥的坏话的 都是和平分手 他跟林佑哥哥接触的这短短几天 也可以看得出来 林佑哥哥真是个超级好的男人 他都想要倒追林佑哥哥 肯定有好多女人 想要当林佑哥哥的女朋友的 他的竞争对手 不是一般的多啊 他这次一定要把握好机会 争取早日追到林佑哥哥 然后稳定住感情 不分手的那种 不知道林佑哥哥 跟之前的女朋友分手 是因为什么原因 真希望这些原因 不要在他身上发生 林佑他们抵达蓬莱的 军顶酒庄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五点 大家在飞机上吃了中饭 外加坐的又是顶级私人飞机 完全如履平地一样 根本没有奔波的劳累感 所以 抵达军顶酒庄后 大家的兴致都十分的高昂 这会儿 大家坐的是林佑的 可以12人的豪华直升飞机 因为 从中海到卢省鹏来 大飞机需要降落在 鹏来的国际机场 然后再乘坐直升飞机 降落到军顶酒庄的 直升机停机坪上 这会儿 还在高空中 从高空俯瞰整个军顶酒庄 简直是美炸了 哇 这里好鲜啊 今天刚好日落出了彩霞 晚霞漫天 绿音成林 好梦幻啊 爸爸 这就是咱们家的酒庄 太漂亮了 林梦瑶兴奋地说道 虽然在家里的时候 他们在网上查过 军顶酒庄的照片 但是 真的抵达这里的时候 亲眼看到眼前的美景的时候 折腾的感觉到 仿佛拥抱了整个大自然 这 就是失于远方啊 在这里过日子 简直就是神仙般的日子啊 林佑笑着说道 以后爸爸 带你们经常过来玩 嗯嗯 林处下忽然指着一处地方 喊道 快看那边有人在办草坪婚礼 下午5点58办婚礼 是一个很好的黄金时间 所以 下午5点的时候 草坪婚礼的现场 已经布置妥当了 而且已经开始有宾客前来了 军顶酒庄 不仅有酒庄 还有酒店 因为这边的环境十分美 所以很多蓬莱区的新人 会选择来军顶酒庄办浪漫的草坪婚礼 今天正好有一对新人 在这里办婚礼 林处下的画落音后 大家纷纷朝着他 指着的那边望过去 果然看到那边装扮好的浪漫的婚礼现场 还有很多穿着正装的宾客们 在那里交谈 很是热闹 乔木秋看到婚礼现场 立马脑子里就想到了 他和林央办婚礼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场面 一想到这里 他就没忍住 转过头 看向身边的林央 而这会儿 林处下刚好回过头来 正巧看到了这一幕 他黑黑地说道 爸 以后你办婚礼的话 是喜欢办草坪婚礼 还是办室内婚礼 中西结合 还是韩式婚礼 或者是沙滩婚礼 游轮婚礼 田园婚礼 山顶婚礼啊 作为写小说的他 在婚礼这块 他是查过很多的资料的 因为最后男女主结婚 是一个高潮大剧情 所以他知道很多婚礼形式 乔木秋听到林处下说的这些婚礼形式 直接就听梦了 婚礼 还有这么多的形式 林又笑着说道 这个事 以后再说 林处下黑黑一笑 问乔木秋 喜欢什么样的婚礼 乔木秋 我眨了眨眼睛 说道 呃 我只参加过部队婚礼 每年我们部队 都会为在这一年结婚的新人 选一个特定的黄道吉日 一起办集体婚礼 因为领证和办婚礼是分开的 很多新人会先领证 然后再办婚礼 他们部队采用集体婚姻的原因 一是 他们要结婚的话 不是简单两位新人 拿着身份证 去民政局办理结婚手续就行 而是需要给组织打报告 申请结婚 经过一系列的手续 待组织批准后 方可结婚 同时 他们部队属于一线部队 对人员的在位率 有较高的要求 所以他们 不能像普通人一样 随时随地地请婚假 回老家结婚 所以他们部队 就采用了集体婚礼的方式 既满足了结婚的需求 也避免了大家 集中请婚假撞车的现象 每年部队里 办集体婚礼的时候 都是部队里最热闹的时候 因为这段时间里 大家都会各司其职 充当摄影师 灯光师 活动策划师等等 一起参加布置这场 超大的集体婚礼 对新人们 送出最诚挚的祝福等等 以前 每年办集体婚礼的时候 他都收到不少匿名的鲜花 不过 那时候的他 对结婚并没有任何的想法 对谈恋爱 也没有想法 如今 站在林佑的身旁 再次回想起 集体婚礼时的画面的时候 他脑海里浮现出了一幅画面 他和林佑手腕着手 在彩带飞扬中 在战友们的鼓掌欢呼中 走向铺满红色地毯的大理台 他穿着洁白的婚纱 林佑穿着一身鼻挺的军装 手捧鲜花 然后加入集体婚礼的大本营 跟一对对的新人 在大理台上 摆出一个新型的爱心形状 哇哇哇 想想 他浑身的血液都要冲血了 太唯美 太梦幻 太想成真了 林晨说道 集体婚礼好啊 老爸 到时候 我和你一起办集体婚礼 这话一说出来 扑吃 全场都笑了 林晨的后脑勺 更是挨了林佑一巴掌 想什么呢 你才多大 就办婚礼 林晨憨憨地摸了摸后脑勺 也意识到 自己说的话说得不太对 他铁憨憨地笑着说道 也对 我肯定是毕业了才结婚 老爸 你肯定会在我前面结婚的 说这话的时候 林晨含笑的目光 在林佑和乔木秋之间来回转动 寓意明显 乔木秋假装看向别处 不敢支持林佑 不过眼角的余光 却关注着林佑的一举一动 林佑拍了拍林晨的肩膀 没说话 刚好这会儿 飞机也降落在了停机坪 林佑带着大家下了飞机 林佑是军顶酒庄的老板 他在这里有一栋大别墅 是专门用来 给他偶尔过来休息的时候入住的 酒庄的总经理 已经恭候在停机坪多时 见到林佑后 他立马恭敬地带林佑一家人去别墅 虽然林佑平时没住在这里 但是这栋别墅 每天都会有保洁阿姨打扫的 真正的一尘不染 爸爸 我们先去放东西 然后我们先去看葡萄园好不好 林梦瑶问道 当然可以 林佑宠溺地点头 那爸爸 一楼的房间留给你和小姨 我们住楼上 说着 林梦瑶就欢喜地提着行李 相近了电梯 和林出雪他们去选房间了 林佑笑了笑 然后带乔木秋去看房间 给乔木秋选好房间后 林佑才回了自己的房间 他把购物袋放在茶几上 先喝了几口水 然后才打开乔木秋 特意让他带过来的购物袋 里面肯定藏着乔木秋 给他准备的惊喜 把里面的白衬衣拿出来后 果然 里面还躺着一件崭新的白T恤 T恤和白衬衣身上的香味是一样的 都是清香好闻的薰鱼草的香味 展开白T恤 就看到白T恤的正面 绣了一个卡通版的男孩 仔细看 这个男孩跟十多岁时候的他 有些神思 不是印上去的图案 而是一针一线绣出来的图案 小丫头有心了 难怪一定要让我带着购物袋过来 原来这里面 藏着他要送给我的心意 林佑笑着拿起白T恤走到阳台的休闲椅上坐下 一边望着远处碧绿的草地 一边摸索着白T恤上的图案上的针线 脑海里浮现出乔木秋认真缝线的画面 他嘴角的笑意越来越浓 看来小丫头从小就喜欢我 要不然 这都过去十多年了 还能记住我当年的模样 真是回味当年 咦 这里还有绣了一只可爱的猫爪 是按照长生的小猫爪绣的吗 真可爱 这猫爪的肉垫里 竟然绣了四颗红色的爱心 哈哈 小丫头这是在跟我安安地表白吗 林佑笑了 女孩的小心思有时候真的很可爱 T恤是已经洗过的 可以直接穿 不过林佑早过了谈恋爱愣头青的年纪 所以 她把这件T恤重新放回了购物袋里后 便出了房门 来到客厅 刚好看到已经坐在沙发上的乔木秋 乔木秋一看到他来了 立马飞快地看向他 然后又赶紧错开视线 起身说道 那个 林佑哥哥 你来了 嗯 我去楼上喊出雪他们 不用 他们还没下来 应该是还没做完事情 你坐下来休息会 好 乔木秋见林佑没有提购物袋里白T恤的事 他有些坐立不安 睫毛快速地眨 林佑哥哥 那我给你倒杯茶 林佑点点头 乔木秋倒了两杯茶 递给林佑一杯 在递给林佑的时候 他的手指不小心地碰到了林佑的手掌心 温热的触感 如同电机一般 麻麻地席卷了他全身 他赶紧缩回了小手 侧过身子 端着自己的茶杯 看向窗外处 心里的小鹿 在乱撞个不停 林佑哥哥的手太温暖了 好怀念之前 林佑哥哥牵他手的感觉 T恤我看到了 是木秋你 送给我的吗 林佑喝了一口茶 问道 嗯 林佑哥哥送了我一套这么漂亮的衣服 我会送给林佑哥哥的 嗯 大小合适 乔木秋差点就问出那你会穿吗 这句话了 还好在这句话要从牙关里出来的时候 别他狠狠地咬住了 林出雪他们很快就下来了 然后大家一起去葡萄园 现在正值葡萄成熟的时候 葡萄园里挂满了一株株的紫色饱满的葡萄 林梦瑶他们兴奋地去碰这些葡萄 然后又问林佑 可不可以直接摘了吃 林佑宠溺说道 可以 记得包皮 嗯嗯 这一个下午 林佑他们都在葡萄园里一边玩 一边吃葡萄 林晨拍了葡萄园的照片 发给唐清一 唐清一去葡萄园玩了 林晨 嗯 喜欢吃这些葡萄不 给你带些回去 方便带吗 当然 行 那给我带一斤就好了 一斤哪里够 十箱才能代表我的心意 你的什么心意 刚好这会儿林楚夏喊林晨过去 帮她拍照 林晨收了手机 过去给林楚夏拍照 上次林佑给大家发了五十万的零花钱后 林楚夏率先买了单反相机 这次来酒庄完 单反相机派上用场了 林晨对这些电子产品很感兴趣 虽然以前没钱买 不过她的审美一直不错 所以 班上的一些有单反相机的人 都很喜欢让她帮忙拍照 她就会用单反相机了 给林楚夏拍完 林梦瑶也喊林晨来拍 给姐姐们拍完照片后 林晨对走在一块的林佑和乔木秋说道 老爸 小姨 来我给你们拍一张 说着 她就举起相机 来了一张随手拍 刚好抓拍到乔木秋 听到林晨的话后 抬头蹊跡地望向林佑的画面 林晨觉得 这张照片抓拍得十分不错 因为接下来 真的给摆好位置的林佑 和乔木秋拍照片的时候 林佑一直都在状态 但是乔木秋 因为还是第一次跟林佑合影 太过紧张了 导致她 原本是想笑的脸 都变成了严肃的脸 还有整个小身板 也占得笔直 就好像 是跟上级做报告一样 拍完照片 林佑带着大家 回了酒店里吃晚饭 吃晚饭的功夫 林晨把相机里的照片导出来 一一发给大家 姐姐们的发给姐姐们 爸爸和小姨的 发给爸爸和小姨 不过她都是选了一些 拍得最好的照片发过去的 比如林佑和乔木秋的 只发了一些抓拍的瞬间的照片 之前正式跟他们说 拍照片的那些照片没发过去 后来 她还抓拍了一些林佑和乔木秋的照片 都拍得很唯美 林佑看到照片后 笑着说道 不错 有点摄影师的天分 林晨嘚瑟地说道 我就是被学习耽误的摄影师啊 乔木秋看着手机里林晨转发给她的照片 每一帧都极为的唯美 浪漫 有她看林佑的 也有林佑看她的 都是抓拍的照片 看到这些照片 她心里甜蜜蜜的 有种很想把这些照片 晒到朋友圈上去的冲动 照片都放进了朋友圈的九宫阁里 文字也编辑好了 今天的晚霞真美 最后林晨发布的时候 她还是点了只给自己看 然后点了发布 没给大家看 只给自己看 就是私人朋友圈 谁也看不到 不过 以后如果想给大家看的话 她可以再把只给自己看 那里改为给大家看 当她正式地成为 林佑哥哥的女朋友后 她就会把这些照片 官宣出来 她很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吃完饭 大家去院子里散步 凌晨才有空看手机 然后发现 手机里都是 剑猫猫发来的消息 给大家看